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82集 于是呢 大队东厂翻译庸出张府 还没等王承恩想着去哪里抓人 洛阳兴自己就从围观的官员队里跳出来 假装气愤地问他 王公公 可真是何人所为呀 竟然敢在天子脚下行如此不法之事 我必定要奏明皇上 由我锦衣卫严查此事 围观的官员听到他这话 不由的都是心中叫苦啊 如今东厂已经在大肆抓人抄家 不过幸好还是在宫里范围 如果锦衣卫借着这次的事情 也开始大张旗鼓地抓人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谁知他们刚想着这事 就听到王承恩一声冷笑 哼 来呀 给咱家拿下 他身边的翻译一听 立刻蜂拥而上 犹如恶虎扑石一样扑向洛阳兴 洛阳兴一听这话就知道出问题了 可是他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东厂翻译扑倒 真的如同迪罗汉一样压着他 只是一下子就把他给治住了 看到这一幕那些围观的官员顿时傻眼了 他们是万万没有想到厂公直接把锦衣卫指挥石给抓了 等到东厂翻译把洛阳兴和他的随从都抓进张府之后 他们才算是回过神了 顿时现场就爆炸了 这是何故啊 为何出门直接抓了锦衣卫指挥石啊 肯定是出了这等大事儿 皇上怪罪下来锦衣卫指挥石第一个倒霉了而已啊 管他干什么 东厂抓锦衣卫真是一出好戏啊 总的来说呀 这些官员全都是幸灾乐祸喜闻乐见的 只有少数官员从中又一次看到了张明伟的受宠程度 不由得一个个都很惊醒 过去了这么久时间 张府这边有刺客 皇帝亲自驾临 慰问张大人的消息 早已经在京市传开了 只要有能力赶过来的权贵 百姓等等就全都赶过来看情况了 不过长安大街这边已经全部戒严 后来的人都没法过来看 于是呢 一个个都急得不行啊 相对那些官员的看热闹 京市百姓更多的是关心张明伟的安危 老天保佑啊 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好官 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对呀 我们崇祯朝的海岗峰一定不能出事啊 对他们来说 张明伟不为权贵 一心为民 敢于和任何权贵都 甚至为了救难民 还把自己的家财几乎都捐了的好官 这是几百年不出一个的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这样的好官 真是要求神拜佛 保张明伟平安呢 他们越是有多担心张明伟 就越是有多狠刺客 在他们的讨论中 全都在骂刺客的祖宗十八代 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呢 如今这个乱世竟然连这样的好官都杀 是不是想一直乱下去了 而在张府内 一开始呢 洛阳姓还想抵赖的 但前六想减轻身上罪责 自然是把细节都说了个清楚 甚至还把洛阳姓之前暗地里干的不法之事 也都向崇祯皇帝招供了 这其中呢 和文官勾结之事 最让崇祯皇帝忌讳 洛阳姓听得面如死灰 就是想抵赖 可这前六是他的心腹 他的事情知道得最清楚 也无从抵赖 崇祯皇帝见此 看着这个曾经他以为最为忠心能用的臣子 狠声说道 朕以为 你有奶腹之风 众用你 却如此回报朕 你可真是太让朕失望了 洛阳姓的爹洛斯公 就为万历朝鲜之意处理甚多 算是一个还算尽职的锦衣卫指挥士 洛阳姓能直接从百户提拔到锦衣卫指挥士 就由他爹的这些功劳所汇集 不过洛阳姓呢 并没有继承他爹的这份能力 反而继承他爹和文官搞好关系 并发扬光大 以至于百官头顶的这把剑 失去了他该有的作用 崇祯皇帝说完之后 便开始下达一连串的旨意 处理相关事情 洛阳姓下死牢 吵架 锦衣卫指挥士一职 由张明伟直接接任 这么一来 张明伟的本职就成了锦衣卫指挥士 兼任临时差事 是金鸡之地难民安置事 这两个差事在身 不管哪个差事 权力都很大 一结合之后就更大了 周玉吉这边 这次护卫有功 加去年末 剿灭贼口李青山 下封太子少宝 左都督 周刘氏同样给予封赏 为对应品级的告命夫人 崇祯皇帝不能在外面久待 成队的奏章还在等着他处理 因此就打算回宫了 临走之时呢 又叮嘱周玉吉 一定要保护好张明伟 千万不能出差错 人手不够 就再从永卫营调过来便是 随后呢 他又对张明伟说道 先生自己也要小心 你明白的 你对朕有多重要 张明伟当然明白 而且这话 反过来也同样成立 因此呢 他走前两步 靠近崇祯皇帝后 第一声说道 陛下 洛阳姓 还能从宫里听到传言 说明宫里的事情还需要延长 这个千万不能马虎的 崇祯皇帝听得毅力 经过张明伟这么一说 他想起来了 便立刻看向王承恩 带着一点严厉说道 宫里的事情 大半一定要尽快合查 刚才张明伟的话 就只有皇帝身边的王承恩 刚好能听到 因此呢 他不由得也心中警醒 不过同样有点无奈 事情太多了 这才两天时间 他不可能就彻底完成 宫里的书场 不过这事关系到皇帝安危 也就是关系到他自身 因此 抱怨的话是没有的 立刻领旨 于是呢 这次的张辅刺杀案 就随着崇祯皇帝回宫 而告一段落 这个结果 让围观的那些官员 全都大吃一惊了 谁都没想到 竟然是锦衣卫指挥使下手的 他们更没想到 张明伟会接任锦衣卫指挥使 大部分官员呢 一想到昨天张明伟的那两份告示 还有他对寻承御使说动手就动手的风格 顿时就感到头疼了 这时候 他们不由得有点怀念洛阳兴 他在的话 那日子就好过多了呀 于是呢 随着这些官员跟在崇祯皇帝的身后 去往紫禁城的途中 他们都各自找了熟人讨论这个事情 窃窃私语个不停 而消息传到外围围观百姓那边之后 自然也引起了轰动 老天保佑 果然是吉人自有天下 这真是太好了 张菩萨不但平安无事 而且还接掌了锦衣卫 成了锦衣卫指挥使 皇上圣明啊 那些贪官污吏要倒霉了 这可真是老天长眼了 如果张明伟只是经济之地难民安置使的话 他最多是惩治那些和难民有关的贪官污吏 可一旦他成为锦衣卫指挥使 那就有贞级全部文武官员 皇亲勋贵的权利 以他之前表现出来不畏权贵的态度 绝对能给大明带来新气象 而这也是惊失普通百姓最欢喜的一点 不过此时的舆论主角张明伟 压根就没管别人怎么看 他自己已经忙得脚不沾地的 城外的难民营暂时顾不上 下一步计划要稍微推迟一点 只能先维持现状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吊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83集 街掌锦衣卫 这可是大工程啊 最关键的是 可靠人手不够用 虽然此时李若连能帮忙 而且还能用李若连推荐的人手 但是呢 李若连很快就要护卫太子朱慈朗南下 他当然是要带走最可靠的人手 这一点张明伟也不好去截流 洛阳姓的府邸 最终是由王二彪陪同李若连的人去抄家 而张明伟自己呢 则在李若连和周玉吉的陪同下 杀向锦衣卫衙门上任 洛阳姓原本的心腹必须要抓 其中最为关键的职位 一个是负责真级朝野的北镇府司的镇府室 一个是主管本位军纪的南镇府司的镇府室 张明伟把原本的两人全掳了 自己先接任 锦衣卫辖下 有十四户千户所 事发突然 张明伟突然到任检查 发现除了大汉将军的编制还算正常之外 其他锦衣卫校尉 历史什么的 竟然大都不在港 就算在的 全都是歪刮裂走 或者是顽固充斥其中 这锦衣卫已经压根就没法打仗了 亏了还是皇帝亲决 也就是俗称的御林军编制 虽然张明伟对锦衣卫的情况 已经有所预期 可当他突袭之下发现 锦衣卫的现状要远超出他的预估 崇祯皇帝有要他编练锦衣卫新军 用以练手的目的 不过张明伟感觉难度太大 不如推倒重来 于是呢 在周玉吉领着手下监视之下 所有道场拜见新任指挥室的 锦衣卫大小官员 除了负责大汉将军那一块的之外 其他绝大部分锦衣卫官员都被张明伟给关的 这动作不可谓不大 可以说是真的要推倒重来 张明伟的这个决定 把边上的李若连给吓到了 便只好悄悄地给张明伟说道 大人 这样似乎不妥吧 没了这些人 锦衣卫岂不是要瘫痪呢 没什么不妥的 那些人办事 我还不放心呢 张明伟听了 当即否定 然后转头就对周玉吉说道 皇上之前有交代 人手不够的话 周大帅这边 可以多调派些人手 如今空了很多位置出来 我又没人 也只有周大帅这边能信任 还请周大帅挑选一些人手 补充给我用吧 李若连和周玉吉一听他这话 顿时有点傻眼呢 心中想着这样也行啊 说实话 周玉吉其实是有点不愿意的 他的手下都是他好不容易训练出来 那是用来打仗的精兵 如果把人都抽掉出来 给了锦衣卫这边 他自己的实力就肯定会受到影响 然而呢 张明伟也没说错 崇祯皇帝临走之前 就是那么交代的 如今张明伟向他提了出来 他其实就没有拒绝的权利 另外一点呢 周玉吉也想通了 他的手下能调来锦衣卫任职 哪怕从军职品级上是平级调动 那都是相当于高升的 为了那些手下的前途 他也没有理由阻拦 这么想着 周玉吉便点头同意 好 那末将立刻去挑选何事人选过来 张明伟听着一笑 虽然困难不少 可是还是有解决办法的 他这边的动静闹得很大 消息传出去之后 顿时引发了联动反应 朝堂上刚开始议事 首辅周延如便出列奏的 陛下 微臣实在没想到 锦衣卫竟然做出此等 骇人听闻之事 这让微臣不由得想起了天启年间 那时候的锦衣卫 一如现在横行步伐 世神命如草芥 微臣以为 锦衣卫的存在 有害无益呀 文官和场位都 按照后世的话来说 那就是政治正确 听到首辅周延如抓的机会先开炮了 内阁府臣张子之立刻跟着上奏 陛下 一群武夫不知礼仪廉耻 手中有权便会胡作非为 此乃人皆所知之事 实在不宜让他们继续作恶了 兵部尚书陈新将 也抓着机会表现自己 反正新任锦衣卫指挥使 是最让他厌护的人 陛下 首辅此言 却乃老承持重之言 魏阁不知已 也是天地良心之言 内阁府臣魏兆成 甚至更进一步 向崇祯皇帝奏到 不知锦衣卫 最近这几天 东厂也是到处查封 气焰之嚣张 实属我朝之罕见 以史为鉴 可知得失 流烟未逆之祸 万不可重蹈啊 想起王承恩前日在内阁的嚣张 这两天到处查抄封家 这立刻引来的 其他文官的当场弹劾 反正在场的这些文官 有一个算一个 包括左都御使刘宗舟 在内全都出列附和 纷纷要求崇祯皇帝 重新把场卫禁足 甚至废掉最好 听着他们的这些弹劾 崇祯皇帝阴沉着一张脸 没有说话 想当初呢 他在刚登基的时候 经历了魏忠贤为首的场卫恐怖 因此听到这些文官一建议 就二话不说 同意禁足了场卫 可在以后当皇帝的日子里 他感觉这些文官 其实也没多少好货 于是呢 就又慢慢的 开始重新启用场卫 如今锦衣卫指挥士洛阳兴 竟然能干出杀人灭口 还是杀他最为 依赖敬重的先生 要是不知道 其他情况的话 必然是能引发 崇祯皇帝 过去对场卫的恐惧和厌恶 说不定这么多文官的上奏 还真的会有效果 让他下旨 重新进足场卫 然而呢 此时的崇祯皇帝却已经知道 导致大明王国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面前这些道貌 黯然的文官集团 说锦衣卫士武夫 不知礼义廉耻 就凭这里大多数文官所做的 他们就知道礼义廉耻的 忠臣不是二辱 不知道吗 亏他们还有脸说礼义廉耻 圣人的教诲都被他们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拾君之路 结果倒好 刘贼来了降刘贼 剑奴来了投剑奴 全身上下没有一处的骨头是硬的 心中这么想着 崇祯皇帝便再也忍不住了 王大半所做之事 事实俱在 皆是朕准了的 而锦衣卫这边 朕以令先生接掌 他做事 朕放心 此事 勿得多言 这些文官正弹劾的起劲呢 忽然就被崇祯皇帝迎面浇了一盆冷水下来 顿时不由得面面相觑 他们发现 这么多人说了这么多话 竟然一点效果都没有 不过要让他们乖乖地听崇祯皇帝的话 那也就不是缠接亡国之臣呢 为了他们的利益 这些文官的嘴皮子会怕过谁呢 陈欣甲立刻抓住崇祯皇帝这话中的一个点 马上出列再揍他 陛下所言之先生就是那位张明伟吧 微臣心有不解 不知此人适何来历 学问几何呀 竟然能让陛下以先生称之 顿着顿 一肚子的羡慕嫉妇恨终于爆发了 马上又追问他 他之前已是荆棘之地难民安置时 如今又要接掌锦衣卫 不知道此人算是文官还是勋贵武将啊 他到底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呢 陈欣甲的说话 在遇前直呼张明伟的性命 可以说态度非常明确 他对张明伟很不满意呀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八十四集 不过这话 却引起了在场大部分文官的共鸣 见兵部尚书向内人开的第一炮 其他人便立刻纷纷跟上 都想趁机了解张明伟到底是何人 如果能趁机把他搞下去 那是最好不过了 面对这么多人的质问 这一次 重真皇帝的想法压根就没变一点 只是冷笑一声 何德何能 朕且问你们 你们谁会捐出自身绝大部分财物 只为救助城外难民呢 面对崇祯皇帝气势汹汹的质问 这些文官犹如一下子被人用刀砍断一般 全都哑然了 在场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这场面 让刚才攻击张明伟的这些文官都很尴尬 陈心甲便强词夺理了 陛下 此乃孤名调狱 实为谋取陛下之信任也 在张明伟出现前 陈心甲是崇祯皇帝的宠臣 可此时呢 他怎么看陈心甲都有点厌恶 便毫不犹豫地怼道 那你也顾名调狱一次啊 把你的财物都捐出来 朕最是喜欢的 如何呀 陈心甲是万万没有想到 崇祯皇帝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顿时呢 他一下哑口无言 瞠目结舌在那里 如果在以前 其他文官看到陈心甲这个宠臣吃鱉 肯定会幸灾乐祸 不过此时呢 为了他们共同的敌人 立刻便有人出列给他解围 陛下 张安之时 确实宅心仁厚 为救难民 竟然以身作则 伟臣佩服啊 这是首府周延如 出来原场化解了 不过微臣以为 京师城外的难民 要想解决 实在是千难万难呢 就算是京师上下 全都如同张安之时一样 捐钱捐物 可难民之困 就算解得了一时 也解不了一世啊 只要京师这边 能安置难民的事情传出去 四面八方的难民 必定会蜂拥而来 这是一个无底洞 不是微臣等不尽力 实在是有心无力啊 好家伙 这么一说 回头他们都可以不捐钱捐物了 反正是无底洞 为什么还要捐呢 本来不少人听到周延如 在称赞张明伟 心中都对他有意见 可一听完他这话之后 顿时又一个个的 按赞他机智起来 然而 这还没完呢 就听周延如 继续上奏了 京畿之地 难民安置史一职 已经是非常艰难的 微臣以为 张安置史 不宜再接掌锦衣卫指挥时 否则城外难民之希望又会破灭 反而会引发更多骚乱 毁出大事的 听到他这话 顿时呢 大部分文官一下便明白了他的目的 先是打压张明伟 一看不行就立刻反手一掌 强调难民安置的困难 张明伟完成一个事情 就已经太难了 因此最好把锦衣卫指挥时 这个任命给抹了 要知道 以张明伟之前所表现出来的做事风格 真要让他当了锦衣卫指挥时 他们的日子肯定会非常难过的 知道了周延如的真正用意 一众文官愤愤附和 是啊 还请陛下为城外众多难民着想 安置时还是专心安置难民为好啊 陛下不是任命他为荆棘之地难民安置时吗 除了荆石城外 还有很多难民的 那可也都是陛下的子民呢 崇祯皇帝就坐在玉座上 面无表情地听着他们在作对 他发现一天 这些文官非常害怕 先生担任锦衣卫指挥时一职 一个劲地强调 经济之地难民安置的困难 但是 既然安置难民这么困难 他们却又压根不提及一句 说他们会捐个多少前五之类相助 如果是以前的话 崇祯皇帝说不定就会被这些文官上奏的这些话 牵着鼻子走了 可此时的崇祯皇帝 他就感觉自己是坐在云端之上 看着底下一群小丑在表演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先生的出现 让他对这些文官说这些话的目的 一下洞悉清楚 自然不可能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 听到后来呢 崇祯皇帝没听出有什么心意 就有点不耐烦呢 当即冷声道 先生之能耐 非是你等能比 在你们看来 安置难民之难 难于上青天 可是如此啊 哼 然由先生来安置难民 确实很简单 朕并不会耽搁他接掌锦衣卫 朕相信 锦衣卫交给先生职长 必定能重振锦衣卫职能 让朕安心 周延如等人听到崇祯皇帝的这些话 顿时有点傻眼了 崇祯锦衣卫职能 不就是真吉百官吗 这么直白地说出来 那就是以后厂位肯定是要横行的 这怎么行 肯定不行啊 于是周延如再度上奏了 陛下 城外几万难民嗷嗷待哺 稍有不慎便是人命关天之事 微臣以为 切不可因为张安之事随口说了几句 就把这等重要的事情当儿戏 陛下 那可都是一条条的人命啊 这话说到最后 他似乎还有点哽咽了 好像真的是为了那些难民的遭遇而伤感 不过他的真实用意 其实还是之前的目的 就是告诉崇祯皇帝 张明伟就管着难民就好了 千万不要再接掌锦衣卫了 崇祯皇帝当然明白他这个意思 也是如此 看到周延如的惺惺作态 他心中勃然大怒 便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猛得一排桌子 立声喝道 朕且问你 在先生之前 你们可有何人关心过城外那些难民 不是人命关天吗 来来来 你们给朕说说 你们是怎么关心的 你们可有为难民做过一点事情没有 先生的告示贴出来了 你们可曾捐过一点钱粮 不要给朕说你们没钱粮 你们哪个府上疼不出一件欲寒就衣 挤不出一碗米饭 一个馒头呢 你们真要这么做 城外难民之前还会每天都死人吗 人命关天 你们好意思来和朕谈人命关天 皇帝发飙 相当震怒啊 一众臣子没法直面面对这样的怒气 一个个不管情愿不情愿 全都只能下跪哀训 听到崇祯皇帝的话说完之后 首当其冲的首府周延如心中叫苦不敌 他是万万没想到 崇祯皇帝的口才怎么会变得如此犀利 这样的指责 他也没法承受 就立刻狡辩道 陛下 城外难民 非是一件欲寒就衣 一碗米饭 一个馒头能救的呀 如果真可以的话 微臣又如何会在一件衣裳 一个馒头呢 唉 实在是无济于事的呀 其他臣子一听 正想复合时 却听到啪的一声 只见崇祯皇帝又派着桌子立刻道 还敢狡辩 先生原本身无分文 朕就赏了他两万两白银 结果他全捐了 还有那五万代粮食 也是他名下粮谱中的所有库存 还有没有说 反正捐的也是白捐呢 朕看满朝文武 又有哪个 是真正如同先生一般 欣喜百姓 不问结果 只求竭尽所能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八十五集 大殿内就只剩下的崇祯皇帝的咆哮声 众多臣子一个个默然 有的心中对比张明伟 信有惭愧 因此黯然不语 但是更多的确实 只是一时之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而已 周延如的汉当场就下来了 然而 如果他什么都不说 这个首府的位置肯定坐不稳 也没脸坐了 因此 他吞了口唾沫之后 有点中期不足地说道 陛下明鉴 有的人好明 他正说到这里 忽然眼睛看到有什么东西飞过来 顿时吓了一跳 都顾不得再说 连忙躲避 说时迟那时快 最终周延如还是没躲开 砸在了他的脑门上 然后落到了地上 周延如有点疼 连忙用手护着额头 低头一看 却见识一只玉笔 朕以前真是瞎了眼 才会让你当首府 有你这种东西在 大明官场的风气 又怎么可能好得了 有本事 你耗明给朕看看 你要真耗明 城外难民就能活不上 大明也不可能落得如今这般局势 来呀 我这个东西 关入赵狱 堂上伺候的几一位校尾一听 立刻上前带走周延如 如果换成以前的话 可能会有官员劝谏皇帝 毕竟周延如可是大明首府 不但当面骂他东西 而且还要因为说个话就关入赵狱 那就太过了 可是呢 崇祯十五年的朝堂上 就没有一个官员为周延如说话 要么是基于首府位置 要么是惧怕震怒之下的皇帝 又或者本身就不持周延如 其实呢 崇祯皇帝把周延如关入赵狱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周延如是副社捧上来的首府 让他坐着这个位置 那就是在羞辱崇祯皇帝本人呢 此时 虽然副社领袖张浦已死 可副社依旧还在 崇祯皇帝把周延如关入赵狱 正好给张明伟一个查他的机会 至于首府位置 他听张明伟推荐之后 就已经派人去传候选首府了 发完脾气之后 崇祯皇帝一甩袖子走人呢 刚才发生的事情 对于朝堂上来说 同样是一件大事 顿时呢 很快就传开了 而这些 张明伟还一无所知 他正忙着锦衣卫的人事安排呢 就看到锦衣卫校尾压着周延如来了 周延如之所以被抓 至少在他自己看来 全是因为张明伟的原因 因此呢 身为原大明首府 在看到张明伟之后 昂着头摆出了君子气感 可谁知呢 张明伟却理都不理他 直接下令把他给关了 周延如一见 顿时感觉自己的造型摆错了人 便连忙对张明伟喊道 张安之时 你可知老夫是为何下狱吗 老夫可都是为了你啊 为了我就怪了 张明伟自己忙 没接他话 挥手让锦衣卫校尾把他给带走了 不管周延如本来想说什么 张明伟敢肯定 复射花钱 把周延如运作到首府的位置上 这绝对不是崇祯皇帝能容忍的 因此呀 这个原因绝对是最主要的原因 没有之一 这周延如被抓 算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张明伟继续接掌锦衣卫 文件档案之类 全都要移交 太忙了 更何况呢 他心中还惦记着城外难民 此时哪有空理周延如啊 反正他在诏狱又跑不了 他在忙着 可崇祯十五年三月初次 这天连续发生的大事 却已经震动了整个京师了 先是京畿之地难民安置士 张青天被刺 所有人都猜到 这是他昨天发出来的布告 得罪了权贵的原因 可没想到 随后查出来的凶手 却是锦衣卫指挥士洛阳兴 皇帝出宫 当场龙颜大怒 洛阳兴下了死牢 并被抄家 张青天接掌了锦衣卫指挥士 京师上下还没有 从这个消息中回过时来 就又传出了消息 首府周延如被下诏狱 说实话 这几件事情中 反而是周延如被下狱 这个事情轰动性最小了 因为崇祯朝的首府 除了温体人之外 就没有一个做的时间够长的 周延如被下狱 并不意外 如果是以前的话 首府出世 京师上下可能都会认为皇上不好伺候 但是这一次 随着周延如被下狱消息的传出 当时庙堂之上的一幕 也随之传开了 顿时大部分人 特别是普通百姓 竟然有一种扬眉吐气 第一次想为皇帝点赞的冲动 以前是不知道啊 如今有张青天做对比 朝堂上诸公皆是道貌黯然之辈 对 一个个都是师位素餐 在张青天之前 可有人在意过普通百姓 在意过那些难民呢 张菩萨为国为民 真的是竭尽所能 把所有的家财都捐了出来 可是那些朝廷诸公 谁捐过一点钱粮啊 就是 今天已经过去了半天 可是 听说回应张青天告示 去城外捐钱捐物的 都是些平头老百姓 甚至连风月楼中的都有 虽然都不多 可多少是一点心意 但你们看看 又有几个达官贵人 皇亲勋贵去捐了呢 说到后来 京师的百姓们都激动起来 更为愤怒了 亏得他们还是圣人门徒 还敢向皇上说 难民是个无底洞 所以这就是不捐一点钱物的理由了吗 真是怪不得皇上震怒 和张青天一对比 真不要太明显了 要我说 那些朝廷诸公 都该和那首府一样下狱 有他们当大明的官 我们的日子能好过就怪了 可不是吗 他们一个个 还有他们的家奴 哪个不是锦衣玉石 从手指缝里露一点点出来 有那么难吗 张青天可是把所有钱物都捐了的呀 这人比人真的是不能比呀 不用说呢 京师百姓已经如此 当这消息传到城外难民营之后 难民的愤怒之意当然就更大了 与此同时呢 对于张明伟的感激当然也就更深了 只是开口提及张明伟 连张青天都不叫了 全都是叫张菩萨 是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降世 才会有这么一位崭新人后一心为民的好官冒出来 被那些文官所渲染的救助难民之难 都不用别人来说了 难民自己就认识到了张明伟的这个差事有多难 张菩萨已经竭尽所能为他们筹备钱粮 可数目有限 而难民却是无限 京畿之地的其他难民肯定都会拥到京师来 张菩萨又不可能辩出钱粮来 所以说这其实是个无解的问题 京师中的百姓已经在分析 张菩萨如此的不合群 就因为一个不高就得罪那么多人 甚至都招来了刺杀 如果他干不好这个事情 没法妥善解决的话 那肯定会有无数的官吏弹劾的 说真的 这时候 有不少难民已经开始为张菩萨担忧了 要是有可能 他们感觉不能给张菩萨添麻烦 可是离开了京师 他们就会饿死 由此 一股悲伤的气息笼罩在难民营这边 全然没有了第一天 他们有吃的之后那种庆幸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八十六集 到了午后 出城捐助的人流忽然一下就减少了很多 很快京师中就流传出一个消息 说很多当官的都交代 谁都不准去捐一件衣裳 一个馒头 不能给张安之使帮上一点忙 看他怎么去安置难民 他们这么做 就是要逼迫张安之使完不成这个差事 总之呢 张安之使的存在 非常的爱他们的眼 这种官场上的事情 普通百姓根本无能为力 除了气氛之外 就只有祈祷皇帝对张安之使的信任 不会因为做不好这件事情而有变化 毕竟皇上在罢免周延如的时候 从那些说话上来看 他也相信张安之使已经竭尽所能了 短短大半天的时间 京师舆论有了那么大的变化 而身为主角的张明伟却一无所知 只是匆匆安排了锦衣卫事情的大概 因为惦记难民就又赶去城外 忙难民营的事情了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出城 王承恩却亲自找过来了 先生 对廖国林的审讯结果已经出来了 倒卖赈灾前粮的事情 就是他和武城兵马寺的几个人 联合起来干的 好 这难民问题也不能再拖了 我得尽快安置好了为好 到时候腾出手来狠狠收拾那些贪官污吏 王承恩听了 心中想着 好呀 你折腾动静再大一点 我这边就没有那么多压力了 咱们携手起来 一起折腾大明朝 张明伟这边 很快就赶去了城外难民营 看到他到来 果然一点伤势都没有 所有难民都松了口气 不过想起自身的问题 他们就全都为张明伟担心起来 该怎么安置呢 而当张明伟宣布了之前倒卖赈灾粮食的调查之后 又更是凸显出张明伟的为国为民 让他们更是担心张明伟出师的 不过张明伟本人却没有那么多担心 哪怕是他看了蓝天宝递给他的 有关精师上下捐助钱物 比预计要少得多的结果 也一样没有多少担心 因为他早就有解决难民的方案了 张明伟神色若长 行走难民之间 和蔼地问他们身体的恢复情况 还有那些卖儿卖女的 他们的儿女是否已经送回来了等等 只要他一到 难民们都激动地跪倒在地 口称菩萨大人 感激的同时 眼神中都是担忧啊 特别是他们知道 精师中的权贵 就连捐助钱物这点上都在使坏 要为难张菩萨时 他们就特别害怕呀 像张菩萨这样的好官 过了这次之后 会不会就没有下次了 特别是那些被卖儿女 都很快送回来时 他们更是知道 张菩萨这次肯定是把 精中权贵给得罪死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 张明伟对难民的这片心意 在这个时代之下 在绝大部分当官的对比下 显得更为难得 难民们对张明伟的 这颗感激之心 当然很自然的就有了 当张明伟了解了一圈 城外难民的基本情况之后 于第二天 也就是崇祯十五年三月初 他身穿崇祯皇帝 遇刺的蟒服 在周玉吉的护卫之下 再次来到难民营 张菩萨有话对我们说 快都去台子那边 不要让菩萨等我们 走 亏了张菩萨的恩典 这两天吃东西下肚 都有力气走路了 可不能让张菩萨等了 难民营这边 都不需要那些兵丁去催促 难民们一听通告之后 就立刻自发的一传十十传百的互相催促 赶紧拥向了难民营这边的台子附近 已经先到的难民 看到台子上的张明伟身穿蟒服时 顿时一个个都非常的惊讶 菩萨怎么穿龙袍呢 难道他是皇帝假扮的 本 这是蟒服 不是龙袍 你看那龙 少个爪子 不会说话就别乱说 小心害了菩萨 这个蟒服是皇帝遇刺 代表皇帝最看重菩萨了 毫无疑问 一开始难民的焦点都集中在蟒服上 这让他们都明白了 张明伟很受皇帝信任 连蟒服都已经遇刺过了 这让他们感到很欣慰 而在台子上 张明伟看到难民们 很快就都聚集到台子附近来了 便咳嗽一声 随后就开始大声说话 并由底下的君族 把他的话向远处传开 以便于所有人都能听到他说话的内容 诸位父老乡气 我已经竭尽所能 凑了尽量多的钱粮出来 相信 这已经是京师所能给出的全部钱粮了 一听张明伟一开口 就是他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顿时呢 难民们一个个都非常关切地竖起耳朵听着 他们当然知道张菩萨为了他们得罪了精中权贵 遇到刺杀不说 还把自己所有的家财都捐了出来 这真的已经是竭尽所能了 虽然如此 可粮食总有吃尽的一天 而且京畿之地的其他百姓 听到京师这边的情况之后 如果赶来的话 那必然会加速粮食的消耗 到时候大家都要再次挨饿 张明伟的这个实话 让难民们不由地也为自己担心了起来 真到了那个时候 京师真的没有粮食 他们就肯定会饿死的 不过正在他们想这事时 就听到张明伟又提高了嗓门 大声地说道 不过 我断然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说过 既然我来了 那就不会再让你们饿死一人 动死一人 如今 我在为之努力 不过还需要你们的配合 他的所作所为 是有目共睹的 原本就感激他的难民们 一听他这话 顿时就激动了 一时之间甚至都忘记了 张菩萨是朝廷大官 纷纷回应了起来 大人尽管吩咐 只要草民能做的 必定万死不辞 菩萨如此为我们 我们要是还不知道感恩 不配合菩萨的话 那真是要天打五雷轰了 是啊 要不是菩萨在 草民早就家破人亡了 菩萨尽管说了便是 张明伟站在台子上 看着他们在七嘴八舌地说话 说实话 好多百姓说的不是官话 他还真听不懂 不过他从他们的表情上 能知道他们所说之话的意思 稍微等了一会儿之后 他便伸手试一下 全场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边上的周玉吉看到 心中不有的暗叹 看来张大人 在这些难民心中的威望非常高 如此嘈杂之下 却只是伸手一示意 就完全达到了军中另行禁止的效果了 此时就听张明伟继续说道 我已经和皇上想出了办法 能保你们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说到这里 他在难民们好奇的关注之下 拿出了一份圣旨 大声地念了一遍 然后又解释道 皇上知道 长江以北 不但有天灾 还有人祸 特别是近些年来 越来越凶的兵匪之乱 更是祸害地方 皇上知道你们的困难 因此就有了这份旨意 减免长江以北 大明百姓一半的赋税 以后你们的负担 会大大减轻的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吊虫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八十七集 至于另外一半的赋税 都会留在地方 给地方上防贼 防乱而用 总之 你们放心 留贼 剑奴的叛乱 皇上和我 都会努力去评判 有像贼人一样的官兵 竟然也会严惩不殆 让大明重回太平盛世 我相信 这不但是我和皇上的心愿 而且也是你们所盼望的 为此 都要一起努力 好不好 这份旨意 之前只是在内阁通过 因为突然发生的事情 旨意都还没有公布的 因此张明伟这一公布 算是让难民们第一次听到 之前因为各地的叛逆 朝廷一直是加税的 也就是著名的三项 因此难民们没想到 如今朝廷竟然一下改变了对策 要给长江以北地区的百姓 都减免一半赋税 不得不说 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 那绝对是天大的好消息 因此呢 当他们听到张明伟的问话之后 顿时一个个都激动的连声答应 太平盛世 谁不向往 等他们稍微激动一下之后 张明伟又拿出了另外一份圣旨 当众宣读 这份旨意的内容 也就是他给崇祯皇帝所提的建议之一 就是地方主官 有权在地方危急时 动用权力争掉所有人 包括藩王权贵的财物 不过这份旨意中 其实还有玄妙之处 之前的文官没想到 却能被张明伟另外解释 在宣读完了这份旨意之后 张明伟便诚恳地说了 诸位父老乡亲 安置你们最稳妥的办法 就是你们各自回家 不要荒废了土地 如果遇到有贼乱 可以去县衙周府躲避 有这两道圣旨在 地方父母官要敢不管你们 就来京师找我 到锦衣卫来告状便是 之前的时候 张明伟就已经调查了来自京畿之地的难民情况 根据统计结果来看 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 基本都是京畿之地的百姓 更准确地说 是离京师最近的几个州府过来的难民 如果再远 估计也到不了京师 安置他们最好的办法 不是养在京师 而是让他们返回家乡 这个招数 其实古代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这些难民都是在家乡活不下去了 才会背井离乡地跑来京师求活 官府要拦着他们不来京师 那他们除了饿死意图 就只有造反了 而张明伟的招数 却和他们有点不同 就是解决了他们返回家乡之后的困难 减免了一半赋税给他们希望 另外一半赋税也留给地方 让地方上负担起 解决当地百姓的担子 如果地方上不能解决 当地百姓的问题 那就会引起民变 地方上就会有危险 因此呢 地方上就可以动用新的权力 向侠地富虎 征集钱粮 共度难关 这就是那份旨意 另类解读之处 不得不说 像张明伟这样的大手笔 真的是除了穿越者 直接掉崇祯皇帝面前 两个人还亲密无间 一起忠心大明之外 别无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张明伟不是穿越者 那他就不可能想出其他办法 来填补北方赋税 都留于地方的空缺 而如果不是掉到崇祯皇帝面前 让崇祯皇帝知道王国之危就在眼前 传接王国之臣 崇祯皇帝也不会同意这么疯狂的主意 然而呢 如今这事确实发生了 正好可以用来解决这次的难民危机 当然了 张明伟还不止是这两道圣旨 就听他继续对难民说 从昨天开始收集到的钱粮 就是给你们当路费的 回去家乡 每人都能领半个月的粮食 和五千银子 领完之后 京师这边就彻底没有多余的钱粮 其他人来了也没有 因此 也要你们回去的时候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去找你们当地的父母官解决问题 说到这里 他转头向蓝天宝一伸手 就要过来了一叠纸 这是两份圣旨有关的告示 你们每人都带上一些回去 给其他人看 给当地官吏看 我说过 如果地方上不执行的话 你们就来请一位衙门告状好了 看我饶不了他们 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如果张明伟宣布的这些事情 是由那个贪赃王法的廖国林来负责 那么这些难民 哪怕是看到真的有圣旨 他们也不会相信 可是呢 张明伟在这两天来 已经有实际行动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甚至都到了称呼张青天 张菩萨的程度 如此一来 张明伟所说的话 权威性就大了 这个时候 圣旨的加成也能体现出来了 更意外的是 洛阳姓还来了一手刺杀 这更让难民们感觉到了张明伟的可贵 也让他们格外珍惜张明伟这个好官 与此同时 也因为这个刺杀事件 让张明伟立刻接替了锦衣卫指挥使这个官职 因此呀 他可以给那些难民说了 如果遇到问题 可以去锦衣卫衙门告状 这比告欲状的门槛就低多了 真要遇到问题 还有人可以为他们做主 完全可以说 虽然他们是要被送回家乡 可他们回家乡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张明伟都已经替他们考虑到了 因此呢 张明伟的话说完之后 大部分难民都明白 这是最好的结果 是张菩萨竭尽所能 给他们求来的活命之道 他们当然是听得的 当然 也还有一小部分难民 心中其实是还有顾虑的 现在回去了 万一之后出问题 地方官不管的话 跑来锦衣卫衙门告状 门都不让进 怎么办呢 就比如这一次 难民们只要在城里 没有亲朋好友可以投靠的话 一律被拦在城外 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呢 有顾虑的这小部分人 听着周围大部分难民 都在感恩张菩萨 他们也犹豫着不好说 否则肯定会被别人唾弃 张菩萨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还想垂毛求辞 你也不想想 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官吗 比敌亲父母都要关心的 还要怎么样呢 然而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张明伟在台上伸手失忆 让他们安静下来之后 又大声说道 另外呢 你们知道 我刚接任了锦衣卫指挥室 因此决定 在你们当中募兵 入锦衣卫做事 不过有一点 我要说明白 只能解决温饱食素 并没有余钱发放薪水 等一年之后 表现合格者 才能正式成为锦衣卫的人 每个村镇寨子 只能推选一个有家小的年轻人 忠厚老实 能吃苦的 我可有言在先 锦衣卫乃是皇帝亲居 是军队来的 狡贼平叛 缉拿贪官污吏 都是有可能丢性命的 虽然绝对不会亏抚恤 但毕竟是条命 想好的 再决定要不要来锦衣卫当务兵 说完这个之后 张明伟就不说了 目光扫视底下 看他们的反应 难民们搞清楚了 张明伟所说的这番话之后 顿时就沸腾了 张菩萨是要招锦衣卫校尉 虽然没有薪水 可有锦衣卫的这个身份 从此以后 谁敢欺负 就连家人回到地方上 也绝对不会再让地方上的官吏 随意欺压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八十八级 至于丢不丢命的 在这个世道 难道不当锦衣卫就不会丢命呢 这世道 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命 这么想着 难民中符合条件的 还不开强这个锦衣卫的名额就怪了 于是呢 场面一下便热烈了起来 同村同镇 或者同装同寨的人 立刻互相聚集了起来 开始毛遂自建 或者积极推荐 和自己关系更近的人 看到这一幕 张明伟伸手是以他们安静 但是这一次 还是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安静了下来 并没有像之前那样 他一伸手 就能让全场鸦雀无声了 父老乡亲们 你们推选出来人呢 就都过来排队 一边领取回去的路费钱粮 一边把人选报上来 你们早点回家 我也就能早点腾出手来 重振锦衣卫 缉拿贪官污吏 为大明之重回太平盛世而奋斗 好不好啊 这还用说好不好 当然好了 难民们便忽然回应 就感觉他们也能为 开创太平盛世 尽上自己的一份力 现场之气氛 变得尤为热烈起来 菩萨都给我们安排的如此妥当 谁要再赖在京师 那是要天打五雷轰的 对 要不是菩萨出面 我们早就饿死了 人活着 总要讲点良心 不是吗 要是有可能 谁想背井离乡啊 现在总算是能回去了 我是归心四箭啊 千万不要再麻烦菩萨了 让菩萨好好地收拾那些贪官污吏 还大明一个朗朗乾坤 这多好啊 那些人选中争议性小的 很快就过来排队 举荐老乡进锦衣卫的同时 也领取了路费 随后便和锦衣卫老乡 千叮万主之后 就来向张明伟磕头再现 也是到了这时 张明伟身边的人才发现 张大人从一开始就说 要让难民多吃点 至少有走路的力气 原来是为了这个 在张明伟开门见山 坦诚相待之下 又给难民们妥善地 安排了所有的事情 最后更是有尽仅一味的刺激 难民们的行动 真的非常迅速 以村庄振寨为单位 排队去领了钱粮 背着行李 千恩万谢地 踏上了回乡之路 看到这一幕 张明伟身边的周宇吉 非常的感慨 他这些年来南征北战 见过的难民不知道有多少 可从未见过 会有难民被安排得如此妥当 能够让难民们 欢天喜地地回乡去 不过周宇吉仔细想想 却只能感慨 大人的手段之高明 这真的是连皇上 都在全力配合他 解决难民问题 如果没有那两道旨意 这些难民 未必会这么轻易地离开 可是呢 他又明白 那两道旨意肯定是出自大人的手笔 从中可以看出 大人是如何受皇上的重视 但是反过来说 以前不是没有臣子受皇帝宠信 可又有哪个臣子能在意民心呢 庙堂上的诸公 都是视百姓为除狗 视他们为代宰的羔羊 有何人一心为他们所想 能为他们拼命呢 周宇吉领兵打仗 得知民心会有多重要 也是如此 如今的朝廷官军 只有永卫营是真正做到了 对地方上的秋毫无犯 也因此 永卫营百战百胜 可是永卫营的人数太少了 大明各地全是烽火 如今的永卫营 已经分拆成了三部分去救火 可是流贼的势力却是越来越大 周宇吉不是傻子 面对这种情况 他深感忧虑 然而潜力有限 永卫营根本没法扩大 就只能是每次一少计多 只要有一次失败 那都是万劫不复的 他正在想着 忽然就听张明伟带着微笑对他说道 皇上之前有交代下来 让我拿锦衣卫列列手 看能否组建出一只 能打的锦衣卫军队出来 你看这批人如何呀 大人英明 挑选军队绝对不能选市井无赖 也不宜选城中之民 齐大帅曾有言 最好的兵员是矿工 不过大人 从这些难民中挑选忠厚老师 能吃苦的当兵 末将觉得也是不错的 只是不知道 皇上给大人几年练兵时间 钱粮准备的又如何呀 虽然他刚才听到了 这些兵是没有薪水的 可是要训练他们 那就必须要让他们吃饱饭 这粮食的消耗也是很大的 恩威病师 用赏钱刺激也是需要的 张明伟听了 想起 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话 还有两年就要亡国了 更为关键的是 年底时候 剑奴又会大举入口关内 而且关内的流贼 到处在攻城掠地 陛下虽然没有说 但我想总要越快越好 末将直言 还请大人 勿要见怪 要想练成精锐之时 能打胜仗的那种 一般而言 需要三年 训练不足 旗鼓不鸣 号令不严 一旦遇到战斗力强一点的敌人 那是会出事的 编练新军 之前很多官员都做过 比如崇祯初年 有名的徐光琪 就在天津编练过新军 当时徐光琪 给崇祯皇帝所承诺的 就是要三年时间 他当然不是随口乱说 肯定是有根据的 不过崇祯朝的局势 压根就给不了三年时间 也因此 整个崇祯朝 除了挑选精锐 组建出勇卫营 算是老兵新勇之外 就没有兵炼出 一支能打的新军出来 此时呢 张明伟听周玉吉这么一说 他当然不会以为 周玉吉是吓他骗他的 因此 心中一下感到了压力 在原本的设想中啊 他当然想的是排队枪毙法 一般而言 这种训练方法所用的时间 肯定会比较短 但是呢 他自从和周玉吉接触之后 是有请效果打仗的事情 已经更为深刻的明白 单一兵种在战场上 就算刚开始能赢 但仗打多的 就绝对会被敌人 想出破解之法的 如此一来 要练混合兵种作战军队的话 那就要花时间的 想到这里 张明伟忽然想起 自己连骑马都还那么勉强 这真的是 摇摇头 苦笑一下 张明伟心中才有了决定 打仗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自己在军队这边的思路 还是要变通一下才行啊 他们俩在聊天的时候 那些出城来的人 有极小部分是来捐钱物 更多的人是来看热闹 甚至是看笑话的 当他们突然看到 难民营这边的难民 竟然欢天喜地的结伴离开 顿时就傻眼了 可眼前事实俱在 他们回过神来之后 就有点懵呢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为什么都走了 是啊 看他们高兴的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看这架势 他们都是要回去吗 这么说来 京师的难民问题 就要解决了呀 不会吧 张大人到底用了什么法子 竟然能让城外的难民 都欢天喜地地离开京师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八十九集 历次以来 到京师来的难民 哪一次不是一直赖在这里的 眼前这一幕 真的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于是呢 他们急忙去打听情况 等他们搞清楚了其中缘由之后 顿时一个个大惊 不少人更是撒腿往城中跑去 显然是往城里通风报信去的 什么 城外难民都回乡的 而且还是欢天喜地地回乡的 难民问题 竟然就被他这么轻易地解决了 京师中的权贵 还有庙堂上的诸公 听到消息之后 一个个都觉得是难以置信的 在他们看来 就算张明伟能解决难民问题 那也绝对不会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都想好了 回头帮张明伟去京畿之地 管而告知一下 就说京师这边有张青天在 绝对恶不死人 这样就能引来更多难民 看张明伟怎么填这个无地洞 然而 他们都还想看一下热闹呢 张明伟那边就已经解决了难民问题 就算他们再派人去宣传 可再有难民过来 也不是一下能到的呀 这也就是说呀 城外难民走完之后 这难民问题就真的是解决了 这才过去几天呢 就真解决了 城中这些有意看笑话的人 有很多人是不相信 纷纷出城去亲自看个究竟 结果可想而知 他们出城的时候 难民差不多走了一半了 这速度之快 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真的是说走就走的那种 于是呢 他们傻言呢 老爷 那张大人对难民说 难民们早点走 他就能早点腾出手来 抓贪官污吏 这消息 又犹如一记闷棍 打在了很多人的头上 这些难民走得那么快 就是要让张明伟 早点去抓贪官污吏 刁民 这些全都是刁民啊 然而此时此刻 这些人面对这样一个局面 他们也只能是干瞪眼 实在是难民走得太快 压根就不给他们反应的时间 等到天进傍晚之时 大概就走了一半多了 估计明天再有一天时间 城外的难民就能全部返乡了 面对这样的结果 说真的 张明伟还是很欣慰的 自己一心为难民考虑 而难民也都知恩图报 完全配合自己的意愿形式 在这个时代 没有信息爆炸的污染 大部分百姓 其实都是很淳朴的 或者说就没有多少心眼 他们就只认一点 你要是对他好 他就会热心回应你 像梁山好汉那样开黑店的 毕竟只是极少数而已 虽然安置难民的进度很不错 但是也确实是非常累人的 等回府的时候 张明伟的嗓子都因为说话太多而哑了 每一队难民临走之时都会向他拜别 张明伟便好歹要说个几句 就这 嗓子就哑了 而负责文书活的蓝天宝 要记录领取前两的人民地址等等 不停地写 两只手都是隐隐在颤抖 倒是周玉吉还好 他就一刻不停地紧随张明伟身边负责护卫 不用做其他事情 不过虽然累 但是一行人的心情都是很不错的 大伙就这样一路回到了张府 让张明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看到了昆星公主朱美琛在练弓箭 你这是在干什么 这妮子这两天都没跟他 原来是躲在府里干这事的 朱美琛练得满头大汗 此时看到张明伟回来 便立刻收了弓箭 兴奋地迎了过去 听到张明伟的问话之后 便严肃地说道 我不想成为先生的累赘 万一有事我也能保护先生 那就最好了 公主殿下执意要学弓箭 说再有刺客就不用躲起来了 还真别说 公主殿下很能够吃苦 学得也很坏 在练武方面真的是有天赋的 张明伟一听 顿时有点傻眼呢 他想起来了 朱美琛在后世文明的一个形象 是独鄙神尼 武功厉害着呢 该不会他真有这个天赋 将来能成为武林高手啊 其实啊 也是张明伟想多了 朱美琛自幼就有人教导琴棋书画 礼乐摄玉等技艺 有非常好的底子在 在学真正杀人的剑技之类 自然是进步很快的 据说崇祯皇帝的田贵妃也是如此 可以说是文武双全 即琴棋书画无所不精 促拘棋舍无所不能 还不止这么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非常有名的秦良玉 他爹是个共生而已 可他却以武明传后世 还有他的儿媳妇马凤仪 是尚书之女 一样是个领兵打仗的金国英雄 可以说呀 明末这时候 女子学武并不罕见 文武双全的人也多的是 想到这里的时候 张明伟忽然想起 秦良玉之子马祥林 如果按照原本的历史发展 是会在今年12月 襄阳城被李自成攻破的时候 战死殉国 这也就是说呀 马祥林这个时候是还没有死的 自从在城外和周玉吉 说了练兵的事情之后 张明伟一直是把这事放在心中的 此时想起 他忽然灵光一闪 顿时就有了另外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之后 思路就一下不可抑制 一口气联想了很多呀 忽然之间 他一拍场大赞道 好 好 好 先生也是赞同我的做法 那真是太好了 父皇那边 必定也不会有问题了 张明伟一听 有点傻眼 自己刚才说好好好的意思 是想到了解决编链新军太慢的问题 毕竟明末这个时候 已经是崇祯十五年了 十万火急的时候 另辟蹊径找到了一个好办法 才不由得称赞了下自己 又不是说 朱美错练武好 不过他看朱美错很欣喜的样子 心中想着 练武强身嘛 在这乱世多一份本事 总是好的 朱美错擦了擦额头的汗 这个时候才回过神的 连忙有点担心地问张明伟道 先生 你嗓子怎么了 他这才发现 张明伟的嗓子好像有点哑了 因此呢 在问完话之后 连忙转头对费真娥吩咐道 快给先生断茶 要温的 费真娥一听 连忙答应一声 就立刻匆匆离去了 张明伟其实不渴 就是说话太多才哑了 不过此时呢 他也无所谓 喝茶就喝茶好了 顺口回答道 那民们走之前都来拜见 多少总要交代安慰他们几句 这不 话说多了 这嗓子就这样了 就算有录音机重复播放 那也不行啊 亲自交代安慰 那就有诚意 不能糟蹋了 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民心呢 朱美错听了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可周流氏的阅历多 一下就听出了这话中的寒意 忍不住惊讶到 有那么多难民走了 哎呀 近日我真是大开眼界的 那么多难民 就扶大人一个 说走就走 这是一日的功夫 哎呀 这就走到一半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九十集 就算前梁安排到位了 可要难民二话不说就走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听到这话 周流氏和朱美错等人 不由的都惊呆了 虽然他们没去城外 可也能想象得到 得有多少人和先生告别 才会让先生的嗓子哑了呀 其实不止他们惊呆了 等到天黑之后 只要听到消息的 就全都惊呆了 哪怕张明伟事先和崇祯皇帝 商量过的 听到他竟然这么高的效率 处理的这事 也都是惊喜万分的 兴奋之余 崇祯皇帝搓着手 就决定给满朝文武一个惊喜 同时也给张明伟一个惊喜 当然 这个事情呢 还要等明天所有难民 都返乡之后再说了 第二天 京师里面的很多人 都跑出去看情况 果然一如传闻那样 城外难民营的百姓 都是一会儿一会儿的 领着钱粮离去 在他们的身上 压根就没有看到 以往被驱离京师的不情愿 反而都是高高兴兴的返乡 这种情况 真的是太让人意外了 以至于每个看到 城外难民营情况的人 都有点难以窒息 于是呢 有不少人偷偷地拦住了 那些返乡的难民 问情况 毕竟才过去一个晚上 细节上的内容 很多人都还不了解 菩萨帮我们安排好的一切 能回去家乡过活的 谁想背井离乡不是啊 你们看看 这是菩萨分给我们的钱粮 就算回到家去 都能再支撑一些天 而且回去之后 实在有问题 还可以找父母官去解决 为什么不回去啊 什么 怕父母官不管我们 哎呀 你们不知道 皇上已经发了两道圣旨了吗 看看 这就是 菩萨还让我们 带了相关告示回去的 幼稚 你们怕是不知道吧 我们每个地方 都有一个老乡 被菩萨召进锦衣卫做事了 如果地方官不作为的话 就可以去锦衣卫告他 菩萨还说了 回头还会派锦衣卫寻查地方 发现贪官无理 他绝不会顾惜 七嘴八舌中 经师中的人都了解到了细节 他们不得不感慨 张安之事 真的是替难民考虑到的方方面面 难怪他们会高高兴兴地返向了 于是呢 就在他们的目送之下 难民们只用了两天时间 就已经全部离开了京师 返回周边的州府去了 随着他们的离去 有关京师这边的情况 也传了开去 张明伟的菩萨名声 也第一次开始在京基之地传开 路上偶尔撞到去京师的难民 他们也都会说明情况 说朝廷也没有余粮 京师那边能捐助的 都已经捐助 去了也没用了 反而可以去找地方官 因为有皇帝的旨意 锦衣卫的督查 地方官一定会解决问题的 能来京师的 都是周边周府的 十之八九 都有老乡在京师难民之中 一般都会听从老乡劝说 只有个别人投铁的 甚至是想赶到京师 也领一份钱粮的 却因为京师这边发放迅速 只用了两天时间就结束 这些个别人赶过来也捞不到什么 而且人数太少 都抱不到张明伟这边 这也是张明伟一旦开始解决难民问题 就会非常迅速的援业 要不然 总有一部分京师周边的百姓会贪心 就算没有问题 都会跑来京师领取一份路费钱粮 那就真是没一个劲头的 崇祯十五年三月初期 也就是张明伟在安置了城外难民之后的 第二天早朝 崇祯皇帝召集文武官员 当着众多人的面 让张明伟把情况给禀告了一番 然后呢 他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大声地问在场的这些文武官员 前两日 你们中的很大一部分 不是一直都在嚷嚷 说城外难民安置是如何如何的困难 如果朕没记错的话 你们还说那是什么无底洞 是无解的难题 如今怎么说呀 满朝文武全都低着头 没人敢去应这个话 在他们看来 其实还真的是那么像的 那些难民真的是没法解决的 强行驱离 那一定会被政敌弹劾 然而 张明伟处置难民的手段和结果 他们或者有亲信 或者自己亲自去看了 那些难民都是高高兴兴回去的 而非用强 这样的结果绝对是最妥当 最让各方满意的结果 想着这个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 便不由得心中埋怨 原首府周延如等人呢 皇帝的那几道旨意 要是内阁这边不同意的话 只是一份中旨 说不定地方官还会抗制不尊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站住脸 可是呢 那两道圣旨在王承恩的威压之下 竟然迅速就通过了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两道圣旨 竟然还能用于解决难民问题 此时的他们绝对可以肯定 这一切都是阴谋 是这个张安之士和皇帝的阴谋 他们从一开始就在谋划来 才会有这样的连环寄出来 崇祯皇帝见他们一个个都没人吭声 便又兴奋地喝他 朕说过 先生大猜 在你们看来 无解的难民问题 对先生来说 却不是问题 如今怎么样 你们可是福气 要换成你们的话 能在两天之内 就如此妥当地解决难民问题吗 他每问出一个问题 就感觉是打了一个无形的耳光 在这些臣子脸上 还抄得他们心服口服的那种 这让他心中感到非常的舒畅 非常的舒爽 连问之下 满朝文武 至少在这个时候 都没有人敢出来对话 先生轻易便能解决满朝文武 都解决不了的难民问题 朕心甚畏啊 先生之才情 也为朕之钦佩 朕期待先生 为中兴大明做出更多努力 为表彰先生之功 特赐决新国公 还望先生再接再厉 为朕分忧啊 他这道旨意一下 顿时呢 刚才还低着头的满朝文武 立刻震惊地抬起头来 满脸都不可思议 刚才皇上说什么 封那张明伟为新国公 一下就给了一个公爵 还是新国公这种名目啊 什么时候公爵就这么不值钱了呢 羡慕嫉妒恨之下 欲使杨芝起立刻出列揍道 陛下 万万不可 我大明朝非军功不能封决 这个封赏实在是有为阻制啊 陛下 陈复义 兵部尚书陈新甲跟着出列揍道 要是如此封决 这让厮杀将产的将士如何看待 如此封赏 太不公平了 还请陛下收回旨意啊 其他不少文武官员纷纷出列反对 一时之间的 大殿之内 陛下陛下的声音此起彼伏 好生热闹 够了 朕就是要重赏 能帮朕解决难题之任 先生之才 比起那些师尾素餐 以至于局势糜烂至此的人 不知道要高多少 你们想要反对 还不如想想 怎么为朕分忧 有本事的 能解决公认无解难题的 朕一样风绝以待 如何呀 他决定给满朝文武的惊喜 给张明伟的惊喜 又岂能收回去 他就是要让天下人知道先生之重要 让天下人知道 他崇祯皇帝对于有功之臣 绝对不领奖赏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九十一集 封绝这个事情 最终还是取决于崇祯皇帝本人的 一般来说呀 都是皇帝抠门 舍不得封绝 而文官武将 却是霸不得封绝的门槛能低一些 此时呢 崇祯皇帝强烈表示要封绝 其他人还能怎么说呢 不想认都不行啊 因为这个不需要走内阁什么的流程 就连勋贵的俸禄 也是从皇帝内裤走的 而对于张明伟本人来说 一下被封为新国公 说真的 确实有点惊喜 但你要说有多惊喜 那也谈不上 毕竟作为一个后世的人 对于爵位的概念 并不是那么清晰 更重要的是 他此时的志向 更多的是中兴大明 就万民于水火之中 为万事开太平 国公不国公的 有当然好 这没有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随后呢 崇祯皇帝又下旨 廖国林等人 攀赃枉法 连难民的血都喝 已经毫无人性到罪无可赦 打进监望堂 斩立绝 并传守天下周府 引以为戒 这次的早朝上 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件事情 虽然从明面上来说 是一讲一成 可对很多文官武将来说 这两件事情 其实都是非常糟糕闹心的事情 散了朝会之后 消息不进而走 本来就比较关心朝局的京师百姓 顿时就又轰动了 皇上英明啊 张青天被封为新国公 这真是太好了 朕心希望 皇上能一直对张青天信任有加 给他足够的支持 这样就能震慑朝堂 我们的日子就能好过了 张青天可不是一般的官 而是锦衣卫指挥使 不管大名官员大小 全都能管啊 相对于普通百姓的欢天喜地 各级官吏就不爽了 你们说好好的 为什么要强调安置难民那么困难 结果好了 皇上用这个理由大赏他 我怎么就有种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呢 还不都是那周延如带头干的好事 他脑子到底怎么想的 之前两道圣旨 不就经过内阁吗 他难道不知道 现在好了 新国公赐莽夫 任锦衣卫指挥使 唉 这京师要鸡犬不宁了 可不是吗 听说他对那些刁民说 让他们早点回去 他就早能腾出手来 惩治探官污吏 很多人都是有 侍候诸葛亮的天赋 事前不知道 事后觉得就是这样 不止周延如 包括大部分人 事先的时候 又有几个人能把那两道圣旨 或者说一共三道圣旨 去和京师城外的难民联系起来呢 总之呢 他们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可是啊 真要让这个事情放任之不管 就这么认了 很多人就是不甘心的 于是呢 很多人开始动脑子 看怎么拖张明伟的后腿 有的人呢 立刻写奏章 开始弹劾某某锦衣卫校尾横行步伐 或者欺压两闪 或者不能克尽职守 总之呢 能被他们弹劾的地方 全都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弹劾 如此一来 皇上就算想包庇张明伟也不可能了 这样的弹劾多了 还都不是瞎逼 崇祯皇帝听多了 肯定会对锦衣卫的印象又不好 众志成城之下 就不信不能趁着张明伟 刚接任锦衣卫的时候打压他 让他知道 锦衣卫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不止如此 就在一处酒楼包厢内 门口是戒备森严 而门里面却是两个人在会面 王公公 这个事情你可不能不管呢 就见一个有胡须的 对另外一个没胡子的 用非常诚恳的语气说的 厂卫一旦无人压制 天启朝之火便在眼前呢 这个王公公听的 面露苦笑 也不碰满桌的佳肴 摇摇头说道 厂卫这事 关键在于皇上 本兵来找杂家 又有什么用啊 本兵呢 就是兵部尚书的别称 这个有胡须的 就是大明兵部尚书 陈新家 听到这话 当即严肃地说道 公公不是长着御马剑 永卫营 不是公公手下的人吗 如今难民安置的事已经算完了 周玉吉不是带着人在帮那张明伟吗 你完全有理由去调回那些永卫营的人呢 那些人调过去是经过皇上同意的 要不然 你以为凭周玉吉一个武将能私自吊得动吗 厂卫要是真起来了 不管宫里宫外 大家都不好过 那王承恩如今不就在宫里折腾 王公公就不怕吗 还真别说呀 王承恩这几天在宫里抓王德化的人 他大概已经知道原因了 是因为贪腐收银子 听到这消息之后 他也担心了 比起王德化那一戏的贪腐收银子 他就没少吃空想 探御马剑侠下军队的军饷装备等的钱 一旦被查 这事也不大好掩盖 因此他一直担心着 此时听到陈新家一说 王之心就忍不住叹了口气 唉 怕有什么用啊 如今他是司里剑掌印太监 兼东厂提督 正是最受皇上宠信的时候 谁能挡他呀 宫内十二建筑 司里剑掌印太监是老大 可御马剑掌印太监的权势同样不小 是有和司里剑掌印太监分庭抗礼的本钱 不过终归来说 还是司里剑要压一头的 瞧他那日在内阁的架势 说真的 我们谁会舒服呀 不瞒公公 内阁主公 还有我们其他人 对于王承恩的上尉都是很有意见的 如今之局势就只有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应对 才能对付场位的嚣张啊 说到这里 他忽然从袖子里取出一张银票 放到王知心面前的桌子上 然后用非常诚恳的语气说道 这一次真的需要公公出手相帮 调回永卫营的人 名正言顺 让那张铭伟无人可用 我们也会帮着公公 在正式上托住王承恩 让他没有精力去折腾宫内 如此 方能打架都抚顾了 否则的话 一旦被他们彻底掌控场位 培养亲信 那个时候要再遏制 就难上加难了 如果能遏制常位 王承心当然愿意了 此时听到他的这番话 顿时心中移动啊 这事 咱家可以去试试 不过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们外庭在弹劾锦衣卫的时候 可不要忘记了东厂啊 锦衣卫的破事 东厂一样少不了 只要有心 绝对能找到弹劾理由 没问题 回头你必然能看到弹劾的奏章 陈欣甲一听 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反正弹劾锦衣卫都干了 也就不再怕弹劾东厂了 打压场位的事情 是所有人共同的心声 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遏制 以后就更难遏制了 王之心听了 不着痕迹的把那银票收了 那好 永卫营调出去的那些人 就交给咱家吧 在王之心离开的时候 他却不知道 从始至终就有人跟着他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九十二集 表面上 好像王承恩就在招王德化一席的人 忙得不可开交 一直没有找其他人的麻烦 但实际上 因为张明伟的到来 开门迎贼 劝禁李自成登基为帝的王德化和王之心 是崇祯皇帝必然要最先除掉的人 之所以没动的 一是因为王承恩忙不过来 要先解决王德化那一席的人之后 二来呢 接替王之心的人选还没到 不过呢 这不等于就放任王之心这边不管 而是一直有人在暗中监视 此时的王之心呢 匆匆回宫 拿钱准备办事 当然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与此同时 长安大街上 一行十来骑 就在大街中间策马飞奔 风尘仆仆的样子 好像是刚赶路到京师的样子 就见这些人直接到了皇城根下 然后为首的那人 就对身后其中两人说道 你们两人 先在这里等着 咋家回宫先去见皇上 说不定皇上 随后会召见你们两人 这两个人 都是身高必长 典型北方汉子的模样 听到这话 双双抱拳 大声回答 草民遵命 先前开口这人 很显然是个宦官 在听了他们的回话之后 也没有多余的吩咐 立刻转身 往城门守卫那边而去 人未到 就已掏出了一块腰牌 尖着嗓子 大声对守城兵族说道 保定镇守太监方正化 奉旨回京 这个时候 崇祖皇帝正在殿内 和张明伟说话 只见他指着 医院上的一堆奏章说 先生 这才短短半天 那些御史严官 就已经上了这么多奏章 都是弹劾锦衣 为校尾横行步伐的 他们言辞凿凿 说有人证物证之类 定要朕严惩之啊 朕传先生过来的意思 就是怕先生有负担 听到很多人 弹劾锦衣卫而担心呢 因此 朕会把这些奏章 都留中不发 不管那些过躁 说真的 他是真怕张明伟 刚正式担任一个职务 就遇到了这么多弹劾 而有思想负担 因此就特意 给张明伟说明一下 表明他绝对支持 张明伟的立场 可谁知呢 张明伟听了之后 却是微微一笑道 陛下 要不把这些都转往处理吧 如果真的事实俱灾 刚好给我一个 整顿锦衣卫的借口 他才刚上任 这些锦衣卫校尾 横行步伐的事情 那基本上肯定是 在洛阳姓在任的时候 如今新官上任 借助刺杀理由 把锦衣卫的大小官员 都给关了 不过还没有处理 主要是张明伟没有时间 才刚忙完难民的事情 另外呢 如此大规模的 整顿锦衣卫内部 如果只是一个刺杀 名目的话 就有点夸张了 总不可能说 那么多人都参与了刺杀吧 然而 要想真正掌控锦衣卫 那绝对是要好好 整顿一下的 原有的这些官员 绝大部分肯定是要换的 他正在发愁整顿的名目 想着怎么去找 这些人的不法知识 这不 崇祯皇帝这边就有了 对别人来说 觉得打击锦衣卫的话 就是打击他 但是呢 张明伟压根就没有 这样的想法 崇祯皇帝没想到 他会这么回答 稍微愣了下 见张明伟始终保持着 那种轻松的笑容 便知道这是真话 好 既然先生有这样的想法 那朕就让王大半 把奏章都整理下 回头就给先生送过去 陛下 保定镇守太监方正化 以奉旨赶回 请求觐见 来得正好 先生既然刚好在 那就一起见见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方正化是张明伟所举荐的 而且当初给的旨意中 崇祯皇帝还让方正化 带两个人过来 给张明伟用的 如今撞到 就刚好一起了 张明伟当然也是想看看 这位方正化同学 传说中的东方不败原形 因此当然不会有意见 于是没多久 方正化就带着两个人过来了 奴隶方正化见过万岁爷 万岁 听到崇祯皇帝的 免礼平身的话后 三人站了起来 这其中呢 方正化还好一些 毕竟原本就是宫里的太监 被崇祯皇帝派出去的 但张罗府和金镇孙两人 此时都还不是武进士 一介草民 突然得到了皇帝召见 说实话 这一路过来惊失 他们两人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除了激动就还是激动 此时呢 见到了皇帝当面 两人都不敢抬头 只是看着自己的脚尖 方正化当然就不会了 他在刚才一进殿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殿内还有一人 让他吃惊的是 这人竟然是身穿蟒服 在他的印象中 崇祯朝似乎就没有人 有这样的殊荣被赐于蟒服的 没想到刚赶回京师就见到了一个 正在想着 就听崇祯皇帝对他说的 方大半 先生说你非常忠心 朕仔细想来 大半确实是如此 因此此次叫你回来 是让你来执掌 玉玛剑的 方正化原本以为皇帝叫他回来 是要问有关地方上的贼乱情况 因此呢 突然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就有点惊呆了 要知道 如果说宫内 能和有内向之称的 司里剑掌印太监相抗衡的 就只有玉玛剑掌印太监 一直以来 这个职位 算是宫中第二个位高权重的职位了 说实话 方正化本人在宫内 还真不是排在前面的宦官 要不然呢 之前的时候 他也不会被派出去当镇守太监 突然之间听到这个消息 那绝对是喜从天降的那种 因此呢 他立刻跪下谢恩 表示一定要做好这份新的差事 与此同时呢 他心中也对张明伟非常关注 就只是刚才的一番话 就有太多的信息了 比如说 皇帝称呼这人竟然是先生 还有啊 他能得到这个玉玛剑掌印太监的职位 也是因为这人在皇帝面前夸他忠心 这到底是什么人 自己好像和他不认识吧 为什么会这样举荐自己 甚至都能影响到皇帝 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呢 这个时候 崇祯皇帝却没给他介绍 而是看向那两个相当局促的北方大汉 仔细打量一下之后 便笑着赞道 不可以是先生举荐的 单是看样子 就能看出来两位是有本事的 边上的方正话一听 又是一愣啊 原来皇上让自己带着这两个人来惊师 又是因为先生举荐的 而张罗府和金镇孙一听皇帝夸奖 心中大喜啊 联盟又想谢恩 但他们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崇祯皇帝已经转头对张明伟说道 先生 那这两个人 朕就交给你了 我是新任锦衣卫指挥使 向陛下要的你们两人 到我锦衣卫做事 你们可愿意啊 他这话一说完 真相便是大白 原来他们被叫来惊师是因为这个 可以说呢 之前还是一介百姓 还在为考取武进士而努力的 突然之间 就能到锦衣卫做事 这是一份相当大的惊喜 不管是张罗府还是金镇孙 又岂会不愿意呢 第九十三集 于是呢 张明伟这边就带着这两人先回锦衣卫衙门呢 而崇祯皇帝这边 自然是要对方正化有所交代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有那时奏报说 御马剑掌印太监王之心请求进店 哼 朕刚想找他 来得正好 不一会儿 王之心就进店了 看到方正化竟然在 稍微有点吃惊 不过他自然不可能想到 外放的方正化回来 会和他有关系 因此呢 他就没管 只是向崇祯皇帝走道 陛下 如今贼使滔滔 听闻归得府县 奴婢身以为忧啊 而如今能战之君 唯有永未赢 奴婢想着陛下不是很可能要让永未赢出征 因此不敢有丝毫懈怠 却没想到 奴婢在检查永未赢之时 发现重大纰漏 因此特来向陛下禀告 什么 崇祯皇帝虽然很不爽这个死太监 不过听到他这话 还是有点意外 便想听听他要说什么 奴婢发现 永未赢副将周玉吉 前两日调拨君族 给京畿之地难民使调遣安排 奴婢没意见 可如今难民都已经安置完毕了 不但周玉吉没有归营 甚至他调派过去的将士 也都没有归营 奴婢查了下 他一共调派过去了五百余人 皆是永未赢的精锐骨干 说到这里 他偷偷观察了下崇祯皇帝的脸色 没发现有什么变化 就连忙补充道 陛下 永未赢要是缺了这五百余人 那是伤筋动骨的呀 奴婢恳请陛下下旨 把那五百余人从锦衣卫那边调拨归营吧 方正化听得一惊 他要接掌御马剑掌印一只 当然最在意的 就是这只赫赫有名的永未赢呢 如今听到王之心说 永未赢的骨干被调取了锦衣卫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永未赢本身 这让他本能地觉得不妥 便立刻看向崇祯皇帝 想知道皇帝是怎么个说法 永未赢如今驻扎京师 并无战事要打 而锦衣卫那边 心尽要大力整顿 先生正缺人手 周玉吉调人过去 是朕同意的 再者说了 朕就不信 周玉吉调人过去的时候 会不考虑永未赢的战力影响 如今的他 已经认清了这些臣子的本质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听他们说啥就觉得是啥了 听到崇祯皇帝这话 方正化觉得也有道理 因为周玉吉没有道理 把他最精锐的人马调去锦衣卫 从而影响他自己领兵打仗 另外呢 他又从崇祯皇帝这话中 进一步认识了新任锦衣卫指挥师 在皇帝心中的重要 以至于他在心中暗暗称奇 好像京师发生了很多事情一样 回头得好好了解一下来 而王之心听了崇祯皇帝的话之后 心中不有的暗暗叫苦啊 最近陛下还真是中了内人的邪 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我琢磨出来的这番说辞 按理来说 皇上是完全会赞同的 怎么如今却一点用都没有了呢 崇祯皇帝的反应 超出了他的预估 王之心脑筋急转 就想再找理由来说服崇祯皇帝 正在这时 王承恩来了 他看到王之心和方正化都在 便立刻知道 应该是要到摊牌的时候了 于是呢 他便立刻向崇祯皇帝禀告道 陛下 奴婢刚得手下禀告 王之心刚和兵部尚书陈新家 在万德宣密谋 要准备刁难先生 丁烧王之心的人 在大概了解情况之后 禀报给王承恩 然后王承恩再赶来给崇祯皇帝禀告 因此呢 时间上就比王之心晚了一点 不过这时机确实不错的 崇祯皇帝一听 顿时大怒立刻盯向王之心 脸上全是怒容了 王之心听到王承恩的话时 就感觉不妙 没想到自己是被东厂给盯上了 此时见到崇祯皇帝又发怒 便连忙解释道 奴婢必以为陈上书有公事相谈 可能是什么地方贼乱之类 因此才去见了 听到他说当心永卫营的战力 奴婢一时糊涂 就查了下 发现永卫营的骨干确实少了很多 一时情急便来向陛下禀告 除此之外 别无他意 万万没有想为难先生之意呀 他心急之下 也用上了先生的称呼 来替代新任锦衣卫指挥使 不过呢 崇祯皇帝早就已经认定了 他的阴暗卑鄙 又岂会被他这么一解释 就糊弄过去 当场发飙了 谈公事 为什么就不能在衙门谈呢 你真当朕是三岁小孩 难敢骑军吗 把他给带去东厂 好好审审这个狗东西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瞒着朕 王承恩早就知道会有这结果 便当即领命 挥手叫过跟班小内侍 把惨白脸色的王知心 给带了下去 不过在他走之前 崇祯皇帝还吩咐他 那些弹劾锦衣卫的奏章 先生说了 都转去他那边去合场 如果确有其事 他刚好可以以此 打力整顿锦衣卫 奴婢明白了 崇祯皇帝却得到了启示 又严肃地交代王承恩的 虽然你主要是替朕 看着司礼剑 但东厂的事情 也绝对不能马虎 如果有害群之马的 也一定要像先生一样进行整顿 明白吗 王承恩有点意外 不过他当然不会反对 马上表示 绝对会严加管教那些小兔崽子 看着这一幕 边上的方正化就彻底呆了 这才过去了多久 这世界就变天的 司礼剑 御马剑 还有锦衣卫 东厂都换人了 再说张明伟回到锦衣卫衙门 便立刻去了教长 在这里 周玉吉正帮他正在整讯 从难民中挑选出来的那五百来人 此时看到张明伟过来 便立刻过来迎接 向他禀告道 大人 这些人的身体条件都还可以 且末将能看出来 他们对大人都很感激 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不过说句实话 这里的绝大部分人 没有一点基础 想要练成精锐 是需要不少时间的 对此 张明伟是有心理预期的 便点点头 然后给周玉吉介绍道 那 我向陛下叫了两个人 你帮我看看怎么样 到这时 周玉吉才转头看向 跟在张明伟身后的两个人 稍微一打量 便立刻招呼他们两人过去 不但问话 还让他们上场展现本领 而张明伟这边 就在教场的点将台上坐了下来 看着周玉吉考核这两个人 他的脑海中 却又想起了周玉吉给他所说的 那些有关军队方面的介绍 大明原本是卫所军制 后来卫所兵不堪重用 就又加了募兵制来补充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因为军饷的缺失 朝廷所拨两下 并不足以养活全军 这让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差了 而明军一直以来最主要的敌人 就是蒙古达子 这蒙古达子的一个特点是精锐上 但是可以全民皆兵 每次入侵大明呢 都是一些蒙古贵族的亲随精锐 带着普通牧民蜂拥而入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 九十四级 针对这种情况 明军这边发现 只要把蒙古军队中的那些精锐干掉 剩下的牧民就会丧失战斗意志而溃败 而刚好明军这边的战马也没有那么多 面对蒙古军队的这种骑兵骚扰 就选拔军中最精锐的兵族 给予最好的待遇 由将领带着 专门寻找机会干掉蒙古军中的精锐 以此来打败蒙古军队 久而久之之下 大明这边就终于出现了加丁制 而这种加丁制的存在 又能克制蒙古军队的入侵 因此朝廷上下也都是默许了这种方式 事实上 就连剑奴那边其实也是这种情况 努尔哈赤刚起兵的时候 也是以加丁制为核心征战沙场的 不过对于剑奴来说 他们不叫加丁 而叫谷出 原本谷出是朋友的意思 但是奴隶制度下的权贵强势 最终谷出便成了加奴 是依附于奴隶主的 逐渐演变下 就和大明的加丁差不多了 不过剑奴幸运的是 他们劫略供养加丁之余 还有鱼才武装其他军组 最终整体的战力就强了 想着这些 张明伟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任何兵制的出现都绝非是拍脑袋出来 肯定是有其出现的原因的 而周边地区绝对是互相影响 更不用说周边还是大明的陈属 自然受大明的影响会很大 没道理不学大明的 他正想着这些 忽然就听到一阵叫好声传来 回过神来抬头看去 却见那个张罗斧在展现他的骑射 持马奔跑中竟然也能见中靶心 因此赢得一片喝彩之声 见到这个情况 张明伟便不由地笑了 史书上记载 张罗斧力大善射果然是没错的 等过一会之后 金震孙上场 却见其拿着少见的狼牙棒挥动起来 似乎轻如无物一般 顿时又引来一阵叫好之声 他们的这个演练 顿时就带动了叫场上的高涨情绪 已经在这里的刘金 蓝蒂宝等人 也都是不服气 当即上场对任 张明伟也是看得兴起 看到精彩之处 便会为他们大声叫好 他如此 自然就更是带动了军中气氛 一时之间 叫场这边比起平日 不知道热闹了多少倍 过了好一阵 周玉吉带着 一众人等 上了点将台 来到张明伟的面前 能够看出 周玉吉也是比较兴奋的 就听他对张明伟说道 他们两人 末将都有问过 平时也会读些兵法 对于军中战争并不陌生 末将以为 这个张罗府可为奇将 这个金震孙为部将 说到这里 他看了下张府的两个家将 便有评估道 刘金是猎户出身 身手确实了得 可谓业不收 而这个蓝地宝 则能给金震孙当副手 让他跟着金震孙多学一些 之后 当能为一员汉将 说完之后 周玉吉看了下张明伟的脸色 稍微有点犹豫 好像有话想说 但又有点顾忌 老周啊 你我什么关系 有什么话 就尽管说来便是 犹犹豫豫的 像个娘们 周玉吉一听哑了一下 不过他并没有感到不快 反而感觉和张明伟更为亲近 便不再犹豫 大人 其实吧 末将军中 也很需要他们这样的 您看锦衣卫这边 想要成军 还不知道要多久 不如让他们来末将手下 倒能立刻上阵杀贼啊 原来如此 这是健烈欣喜 来挖墙角的 难怪犹豫 不敢说话的 此时呢 金震孙和张罗芙两人 都已经知道周玉吉的身份 他们当然久仰大名 听到他想要他们 顿时也有点异动 不过他们也不是傻子 已经知道张明伟的身份更高 又受皇帝重视 因此也不敢表露什么 张明伟听了哈哈一笑 正想说话时 却得报说 私里见掌印太监 兼东厂提督 王承恩到访 便没有再说话 先见了王承恩再说 先生 这是陛下让咱家送过来的 咱家可是一点都没耽搁 这里面的内容 咱家也核查了下 应该是确有其事 张明伟听了 便随手抽了几本奏章看 然而呢 这奏章全是数牌 而且没有标点符号 还有不少繁体字 看着他有点头疼 于是呢 他就丢了回去 正在这时 就听王承恩又说道 先生这边要是没事了的话 那咱家就先回来 刚有奉旨抓了王承心 真的有太多事情要忙呢 看到方正话道了 张明伟就知道 王承心会被抓 因此听到之后一点都不意外 他也没什么事 王承恩就走了 不过这当中呢 新来的两人 却是见识了 司礼剑掌印太监 都对锦衣卫指挥 是客客气气的 这认识便又深刻了一番 但更让他们意外的是 却听到张明伟 在吩咐蓝帝宝 去叫你哥 还有公主一起过来吧 我有事要让他们做 吩咐公主做事 该不会是姓公明竹的人吧 要不然 一个锦衣卫指挥师 怎么可能让大明公主做事呢 这两人心中如此猜测事 就见张明伟 又转头对周玉吉说 不用担心 御马剑掌印换人 不会对你有一点影响 我有个想法 倒是会和你有关 等我回头理一理再说 和张明伟相处时间长了 周玉吉自然知道 此时张明伟所说的话 或许比崇祯皇帝的话 都要管用 这虽然有点夸张 却是事实 因此呢 听了张明伟的话之后 上官换了就换了 周玉吉没有多少其他想法 昆星公主朱美辰这边 就在周刘氏的陪同下 也在轿场一脚练着 听到张明伟的传话 很快就兴冲冲地过来了 先生 有什么事情吩咐吗 哦 你一会儿和蓝天堡 把这些奏章整理一下 立一份详细清单给我 这个简单 一会儿就给先生准备好 朱美戳一听 连忙答应一声 然后就收拾奏章走了 张明伟接着对周玉吉说 你让他们都休息一下 一会儿我有话说 周玉吉得力 便让手下回动旗号 向轿场上的将士传达军令 回转锦衣卫衙门后 张明伟单独叫了刘金 对他说 我有一个事情要你去做 老爷尽管吩咐 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我刘金必定万死不辞 这个事情虽然没有上刀山 下火海那么凶险 但是也确实是个危险的活 说到这里 他拿起暗机上的一份暗卷 对刘金说 商丘县令梁以章 被贼人砍伤 如今在 他把梁以章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 然后严肃地说道 我估计 他所控诉的事情 十之八九是真的 因此 之前朝廷的通稿下去 很可能会被左家派人灭口 我之前向皇上提了建议 如今还是交到我手里了 今天教场上 看你伸手确实可以 这个任务 就想交给你去之讯 你可愿意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如果左家真的派人去刺杀 商丘县令梁以章的话 肯定是打算一击毙命 而刘金要保护他的安全 还要最好能抓到刺客 这肯定是件危险的事情 只要老爷吩咐 小人必定照办 拼死完成此事 到了张府这些天 他自然明白 如果他有个意外 那老母和七小姐都不用担忧 而且之前险些卖儿卖女的往事 是他这辈子心中的痛 如果能竭尽所能弥补的话 他当然是竭尽所能了 张明伟明白他的心情 也不劝说 便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腰牌和告身道 好 既然你同意接这个任务 那你就是锦衣卫总旗 去军中挑几个弟兄 和你一起秘密前去 不得不说 如果跟对了人 别人拼死拼活才能得到的东西 就能简单很多的拿到 一如张明伟自己 随手就是一个国公 而刘钦也是如此 锦衣卫总旗 一般人也得不到 但他却轻松就得到了 刘钦听了更是欢喜 当即拿了张明伟早已准备好的 给商丘县令梁以章的书信后 就立刻走了 他忙完了这个事情 朱美辰就领着蓝天宝 带着那些奏章过来了 张明伟随手接过他们整理出来的清单 看了一遍之后 心中有书 便立刻传令锦衣卫叫场集结 锦衣卫一共15个签户所 但实际人数 不算那些只是在锦衣卫挂个名 只领取俸禄的那部分官寻子弟外 一共竟然只有5000人左右 也就是说呀 锦衣卫大概就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张明伟之前一次 让能到达的5000人 就在寒风中站着 结果连一刻钟都没有 那些老弱病残和顽固子弟 就全都站不住 最终只剩下了不到3000人 如今他下令叫场集结的锦衣卫军族 就是这不到3000的人数 点将台上 张明伟看着底下的人群 这里面有锦衣卫中的老人 也有从难民营转过来的临时工 还有从永卫营调拨过来的军官 从他们的战力姿态和神情中 大概能区分出来 只是看了一会儿之后 张明伟便大声说道 我们锦衣卫 是皇帝亲军 自大明开国以来 一直赫赫有名 可是 如今你们自己看看 不要说打仗 就是比普通人强一点的 也就你们这点人呢 还有 这些都是百官向皇上 谈和我们锦衣卫的奏章 控诉我们锦衣卫的人 横行步伐之事 东厂那边 还有我和公主殿下 都核查了下 这都是事实 我们锦衣卫北政府司 是皇上的耳目 真机百官 惩治贪官污吏 是皇上整顿官场的一把刀 可是 自身都是污济斑斑 那又如何成为皇上耳目 成为皇上手中的刀呢 不要以为我没听说过 以前的锦衣卫 有很多人都以手中皇上赋予的权利 去做交易 去敲打勒索 勾结权贵 做那不法之事 大明官场上 如今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大明的局势如今又是如何 相信不用我说 你们都是知道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 场位难辞其咎 他的这些话 让那些难民转过来的锦衣卫校尉 最是感同身手 贪官污吏的横行 人祸叠加的天灾 才会让如今成为一个乱世 我把话交代在这里 我们锦衣卫中的害群之马 那些败坏锦衣卫名声的败类 亵渎锦衣卫手中这份权力的不法之徒 发现一个就除了一个 我绝不姑息 他这话完了之后 没有一个人敢有不同意见 实在是张明伟的来头太大 以刺杀为名 把原锦衣卫指挥使给抄家下死牢不说 甚至连军中大小官员全都一起抓了 谁有他猛啊 疯了 才会给新任锦衣卫指挥使一个不好的印象 信不信 能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被碾死 还没处喊冤呢 再说了 以前的事 当然是那些官在大牢中的拿大头 要处罚他们 和这些底层的锦衣卫校尾并没有多大关系 于是呢 台上的张明伟说完之后 见全场鸦雀无声 便开始根据奏章宣读 宣布一份罪状 当场就处理一个 没有意外 能被那些御史言官弹劾的人 当然不会是无名小辈 恰巧是那些被张明伟关入大牢的原锦衣卫官员 就这样 那些人被张明伟当着所有锦衣卫君族的面 一个个的都给处理了 随后呢 他又开始宣读任命 就是正式用周玉吉调拨过来的那批人 担任锦衣卫中各级官员 当然 这其中呢 也少不了对张罗甫和金振孙等人的安排 至此 张明伟才算是初步整断了锦衣卫 把原本洛阳姓一系的人全都干掉了 如今还留在锦衣卫的 主要是李若连那一派的人 还有就是永卫营过来的人 当然 这些是锦衣卫中的军官 这个说起来简单 但首尾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比如对普通君族的关心 还有军饷 军械等等 另外呢 要想收拢锦衣卫的军心士气 可不能只靠军官 因此张明伟很忙 不过树大招风啊 张明伟在崇祯皇帝的力捧之下太过耀眼 他没有去找别人麻烦 很多人呢 却是一直想找他的麻烦 督察院内的御史 平日里各自为政 各有各的利益 各有各的小团队 朝堂之上 你弹劾我 我攻击你 这样的事情 不要太平常了 可是这一次 他们竟然难得的 都在督察院内集结一堂 对于他们平时不怎么在意的上官 恭敬有加之余 还慷慨陈词 这次的事情 我们绝不能善罢甘休 一定要坚持到底 对 我们身为监察御史 干的就是这种活 王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 区区锦衣卫 就能无法无天了吗 很明显 督察院内 群情汹汹之下 矛头都是指向了文官天然的对立面 场位 难怪他们彼此之间能抛弃成剑 联合了起来 说到激动处 就见御史扬之气喷出的唾沫星子 都快喷到左都御史刘宗舟的脸上了 大人 您身为我们督察院上官 士林清流之手 这锦衣卫诸多不法之事 全都证据确凿 可一定要皇上严惩锦衣卫呀 刘宗舟心中实在有点脑木 擦了擦脸 说实话 他对这个杨芝奇很没有好感 虽然他道任时间短 却一听说这个杨芝奇和被处死的廖国林一样 都是公开买卖手中权利 谁给的钱多就帮谁说话 不过眼下的局势 都是在谈论弹劾锦衣卫这个事情上 刘宗舟知道 要是他敢岔开这个话题 眼前的这些御史 转眼前就能上奏弹劾自己 就他本人而言 当然对场位也是没有好感的 如果能借这个机会扳倒锦衣卫 至少是让皇上重新进足场位 那是最好不过的 如果错过了这个众志成城的机会 以后绝对是千难万难了 第96级 想着这个 他又想起了新任锦衣卫指挥使张明伟 说真的 张明伟任京畿之地难民安置事实 他也和其他官员一样不看好 结果没想到 才短短几天就解决了城外的难民问题 这一点他是非常诧异的 本来的话 刘宗舟以为他可能会多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僚 却没想到 那个张明伟竟然文官不作 转去做武将呢 还是锦衣卫指挥师 这让他非常的遗憾 他正在想着 就听到蒋拱臣也上前对他说道 大人 明日早朝 为了我们大明官场的安宁 我们决定死见 您到底带不带头啊 这个蒋拱臣素有殖名 任职地方官的时候 名声也是颇家 刘宗舟见他说话 那就重视多了 当即点头道 我是督察院 幼督御师 弹劾不法 当然是当仁不让 仅依未所犯之事 事实俱在 我又岂能置若访闻呢 好 有念台宫这句话 那我就放心了 念台宫还是那个念台宫 敢于直言 能为民请命 一点都没变 几世中袁凯听了 也是启鸿叫好 同时还对刘宗舟说道 六部那边 也是群情汹汹 都有人在牵头 约好了明日 一起死见 我就不信了 任凭那人再得圣宠 如此局势之下 皇上难道 还要再包庇他不成吗 听到他这话 督察院大堂内的 这些御史阎官 一个个都如同 打了鸡血一般 就差嗷嗷叫出来了 就崇真一场 百官何曾有过如此精诚合作的 对付一个人 这么声势浩大之下 皇帝就算再喜欢那个张明伟 也肯定要秉公决断 处罚锦衣卫 对了 我还听说 勋贵那边也都非常不满 杨知启的性质非常高 当即又宣布一个消息 据我所知 那人一下被封为新国公 竟然连推辞都不推辞一下 已经引起众怒了 听到他说这话 其他御史也纷纷公布 他们听来的消息 皇期那边 对于这个张明伟的意见 也非常大 武军都督府那边 听说都在大骂这个张明伟 寸功未利 竟然能禁绝国公 就连国子剑的那些剑声 也不例外 嚷着要比学问呢 一时之间 他们竟然发现 这个张明伟 已经成为众矢之地 这真的是有多罕见 才会落得如此 不过这样也好 人多力量大 就不信皇上 还能扛住这么大的压力 这个张明伟 让他嚣张 这下要倒霉了吧 然而正在这时候 却见刘宗舟一拍桌子 严厉地说道 我们身为御史严官 是替皇上监察百官 凡有失职毒职 汗脏王法等 可风闻奏势 以震朝纲 你们联合其他衙门 这是干什么 是想逼宫吗 谁也没想到 他竟然会说出 这么一番话来 顿时 大唐之内 全都面面相去 一下鸦雀无声了 弹劾仅仅一味 不法之事 乃是我们督察院的 职责所在 这与其他人如何 何须操心 更不能串联 你们身为御史严官 难道不知道这点吗 听到这话 蒋公尘的脸色一阵 当即复合说道 念台公所言极是 就事论事 我们只管弹劾我们的 无关他人如何 明白了刘宗舟发怒 并不是不想弹劾锦一味 其他御史严官 不由得都松了口气 心中最多暗骂一声淤腹 然后在明面上 自然是刘宗舟说的对 他们纷纷附和了 经过这么一闹 这会议也有了个结果 很多人都不想再看 刘宗舟的臭脸 便纷纷散了 看着他们离去 刘宗舟想起 明日早朝的事情 不由得低声自语道 还放言说要早日 惩治贪官污吏 岂不知 木秀鱼林封闭摧之 这点道理都不知道 去当什么臭名昭著的 厂位来督察院不好吗 在他看来 如果张明伟最终是 当个御史严官 那肯定不会引来 这么大的攻击 可是去当了厂位 那就是所有人的敌人 哪怕他再受圣宠 可在百官弹劾之下 又是事实俱在 他的圣宠 又能持续几天呢 或者 明天的早朝 就是一道鬼门关吧 想着这些 刘宗舟不由得一声叹 便去准备自己的 弹劾奏章了 这几天百官的反应呢 家定伯府这边 自然也是有所耳闻 那个周碧安 在之前那事之后 一直待在府里 几天没出去 听闻此事 当即大喜道 好呀 你也有今天 正高兴着事 忽然就听到 下人来禀告道 国公来访 什么国公 不见 周碧安一听 想也不想 立刻就说道 他现在听到 国公这个词 就直犯恶心 倒是周魁听到 便问了一句 是哪位国公啊 他相信 不可能是 那个新国公来访的 果然呢 那下人听了 连忙回答道 老爷 当然是 陈国公来访啊 哦 是他 快 快请他进来 说到这里 他又吩咐自己的儿子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替我去赢下他 周碧安倒没有拒绝 答应了一声 因为这个 陈国公之前 也会不时来一趟 双方的关系 算是不错的 只是周魁要面子 虽然对方是国公 而他只是伯爵而已 可是呢 皇后是他亲女儿 太子是他亲外孙 那就不一样了 总得有点架子呀 但好歹是国公来访 因此每次都是让他儿子去接的 不一会儿呢 周碧安就引了 成国公朱纯辰过来了 老周啊 今日心情不错 可来找你 到老到老 这是南边的小崽子们 特意加急送来的望来 兵阵过来的 应该还新鲜 说这话的同时 他用手指了下 跟在后面的一个家丁手上礼盒 那个家丁听到 立刻配合着打开礼盒 让周魁等人过目了一下 这个望来呀 赤法有讲究 我这下人最会摆弄这个 就 朱纯辰话还没说完 周魁就伸手示意他就座 同时不稀罕地说的 这东西 我府上都有 啊 瞧我这记性 老周可是我们大明最尊贵的皇亲国戚 这种水果 对我们来说是稀罕 可老周却是司空见惯呢 南边进宫到宫里面 自然肯定会有一份 送到老周府上的 听到这话 周魁显然很受用 当即微微一笑 还行 还行 顿了顿 他就有点好奇地问道 你可是贵为国公 还有什么喜事 让你这么乐呵的呀 老周还不知道吗 如今文武百官 可都在弹劾那人呢 不光是督察院 还有六部等等 全都在上奏章弹劾 你说 这事算不算是个喜事啊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97集 啪了一声 朱淳淳冷不丁地 差点吓了一跳 文生看去 却是陪同在侧的周比安 用力拍了拍桌子 然后就听到他大声说道 可不是吗 刚才我们都说 要庆祝下这事呢 这个事情 我们高兴 那是肯定的 但是 那人没招你惹你吧 你这么高兴 是图什么呀 就是 难不成 那人也去管你 陈国公府上的闲事了 虽然他没有来招惹我 可是 你们想想 我这个国公 那是我先祖 跟随陈祖皇帝 立下赫赫战功 又命换来的爵位 对不对啊 可是他呢 随便一件破事 竟然就封了国公 要和我来相提并论 你们说 这事 我能服气吗 我会高兴吗 嗯 说来也是 他就一小人 把皇帝马屁拍舒服了 就和你祖上一样 确实会生气 来来来 喝口茶 小小气 朱唇晨听了 听话地端起侍女端过来的茶 一口气喝了 随手往桌子上移放 然后瞧着周葵父子俩 其实要说这个 我更替你们布置啊 什么替我们布置啊 周葵也是盯着 很显然要听他说怎么个布置法 朱唇晨见了他们俩的神情 忽然想起什么一样 随即摆手 哎呀 算了算了 不说这种扫兴的事了 没意思 哎 你这就没意思了 要么别说 要说了 就把话给说完呢 一直这德行 你也该改改了 就是 我爹都说过你好几回了 也不长记性 又是说话说一半 真没意思 我怎么敢掉老周你的胃口啊 实在是刚说出来 就感觉有点不妥 就不想说了 免得老周你生气而已 让你说你就说 别磨磨蹭蹭的 像个娘们一样 朱唇晨听得脸色一僵 哪怕他对这父子俩有心理预期 还是差点没承受下来 就见他不在兜圈子 立刻回答 老周啊 刚才我是想到 他一个只会拍马屁的小人 却得了国公的爵位 但是 你为我大明 培养了一个贤惠的皇后 大明上下谁不称赞 最为关键的是 还生了一个贤明的太子 让大明后继无忧 如此的大功 最终只是得了个伯爵而已 哎呀 我这一想起来 就觉得替你有点不值啊 听到这话 周葵的脸色就变得非常的阴沉 显然心情很不高兴 然而呢 朱唇晨却没说完 他转头看向周比安 又感慨了一下 哎 你的亲姐姐 是大明贤后 亲外甥 是大明贤明太子 却连个爵位都没有 真是让人惋惜啊 啪的一声 又是周比安拍的桌子 就见他非常恼火 凶疼起伏 好像是快气炸了的那种 看看 看看 我都说了还是别说的好 我这一说 你们不就生气了 其实吧 你们可以这样想想 那小人正得宠着 压过老周你们 敢管你们的闲事 也并不意外呀 归根结底 还是他在宫里那边来看 要比你们更重要啊 说到这里 他看了一眼周葵父子 见他们的脸色都阴沉得可怕 就又接着说 要我说呀 你们还是先忍忍吧 不要去宫里折腾 别去证明给所有人看 你们周家对大明的贡献有多大 没必要去和那小人比 他要再对你们有什么 也先忍着 他被那么多文武官员弹劾 反正马上就要倒霉了的 又是啪的一声 还是周比安拍着桌子 爹 这口气 您还咽得下吗 凭什么他被封国公 而爹还只是一个家定伯呢 还有我 为什么连个爵位都没有 要是皇上封他一个伯爵 我也认得 但是 凭什么他能直接封国公 而我好不容易 辛辛苦苦养大了的女儿 成为一代贤后 还有一个太子亲外孙 我就只有一个伯爵而已 对 甚至我连个屁的爵位都没有 其实呢 他们自然不可能知道 在崇祯皇帝知道两年后就要亡国 一切希望可以说完全寄托在张明伟身上后 之前连平分江山这样的话都对张明伟说过 就更不用说 只是封一个国公给张明伟了 这种情况 在末代皇帝眼里 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爵位根本就不值钱 比如南明时期 是个人都有爵位 公侯伯 甚至是异姓王也不少见 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在崇祯十五年的时候 又有几个人能认清大明 其实只有两年寿命 因此以常理论治 就觉得崇祯皇帝 一下封了张明伟为国公 虽然没说是世袭 可也是太不合理了 小小气 小小气 我都说了 我就不应该说呀 看看 你们生气了吧 这事儿就只能认的 等着百官弹劾 把它给重新夺绝便是 不过 虽然这是给你们一个 加绝的机会 但还是别折腾的好 什么加绝的机会 你看啊 连这种阿谀奉承 能哄皇上开心的人 都能封国公 那以你们周家 对大明的功劳 对比一下 怎么样也都有理由加绝吧 拿武清侯来说 他只是已故太后的 堂兄弟而已 都是世袭侯爵 而周葵这边 有皇后为女儿 还有一个亲外孙太子 伯爵 真的是有点低的 不患寡 而患不均 这是人之同病 周家原本就通过对比 感觉自己的伯爵 拿不上台面 心中就有意见的 此时再被张明伟的 国公一对比 就感觉更委屈了 对 你说的对 爹 过了这个村 就没那个店了 趁此机会 去给姐姐说 去闹 我就不信了 姐姐的脸面 还有太子的脸面 还要不要了 我们周家付出那么多 却被人压得死死的 指不定被人小瞧 笑死人了 如果按照原本历史的发展 周葵在大明朝灭亡之前 会被封为侯爵的 但是呢 此时被朱纯辰这么一说 周葵父子俩就都有点等不及了 周葵也是恼火的说 你说的对 要是不去争一争 别人还真会小瞧我们周家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九十八集 一听这话 朱纯辰却连忙劝阻他 别别别 你们可别乱来呀 怎么乱来 就那种小人都能封国公 我们对大明这么大的功劳 去争取下自己该得的就不行了 哎呀 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我说 我当然认为老周 你早就该封国公了 可是 你们现在要是去皇宫 该得到决策略 你说 你要是说我劝你们去的 皇上 还有皇后 肯定会对我有意见的 肯定会对我有意见的 说不定还会怪罪下来 说真的 我得拦着你们才行啊 要不然我会倒霉的 都怪我嘴贱 说了不说的 结果还是忍不住 我们周家的事 你拦得住吗 你放心吧 这事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们自己觉得被羞辱了 要么撤掉那小人的国公爵位 要么封我们周家 如此方显公平 真要说起来 这个事也是皇上自己引起的 和你无关 真和我无关 不会牵连到我呀 我就怕皇后追问之下 你们还是会供出我来 好心没好报 我就倒霉了 我们交往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之前的事 我有说出过你们 既然我已经把话撂这了 那你就放一百二十个信号了 你点醒了我 让我周家不至于吃亏 我肯定不会说你一点的事 对 你今天就没来过 这总成了吧 爹 这次怎么着 也要给我讨一个爵位吧 没有爵位在身 出去和那些皇亲勋贵混的时候 人家互相之间 总是爵也侯爷的称呼 就他一介白身 总让他有点不自在 不行 趁着这个机会 我得争取下国公爵位 不给再说 反正我死之后 你不就是国公 这样不好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 眼看着周奎父子俩 自己吵了起来 朱唇臣连忙站起来说道 那你们慢慢商量 我相信老周的人品 就当我没来过 老周 告辞了 听到他这话 周奎父子俩都暂停了争吵 对他们来说 朱唇臣这个正儿八经的国公 对他们都很奉承 这让他们有一种纠悦感 自然也舍不得这样的朋友被牵扯 因此呢 周奎便又保证了一次 说这事绝对和朱唇臣一点关系都没有 才让他走了 不过他们却不知道 朱唇臣出了家定伯府之后 冷笑着往墙角拖了口拖嘛 以军功风诀传世的 他们骨子里又何尝看得起 靠着裙带关系风诀的呢 只不过 看到有价值可以利用罢了 才会曲节交好而已 崇祯十五年三月初九这一天 百官上朝 互相之间都是眼神失忆 彼此心领神会 由玉士阎官冲锋在前 开启一场正义之战 定要打倒邪恶的常位 遏制常位 继续让常位当归孙子最好了 与此同时呢 周奎父子也赶往皇宫 要去见皇后 争取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好处 唯独那些勋贵 不用上朝的 开始喝茶看戏 同时 当然派人得打听着朝中的动静呢 这次的早朝 无人缺席 司礼剑和内阁六部的官员分离两侧 在他们的后面 则是品级再低一点的那些 崇祯皇帝看到这个架势 稍微移了 感觉今天的人有点多呀 该不会是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了吧 果不其然呢 才建立完毕 底下的御史杨芝琪 就先出列奏的 微臣有本要奏 与他和内阁俯臣 做事托他 有负陛下之意 内阁俯臣 魏赵成一听 心领神会 当即出列应对他 虽然如今没有手辅 可我等几人兢兢业业 何曾做事托他 即使如此 下官弹劾 仅因为不法之奏章 为何至今未见处置结果呀 对 还有我的弹劾奏章 同样未见处置 另外一个御史蒋公臣 同样出列质问道 不只是他呀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就出来了一群人 崇祯皇帝看到这个情况 顿时就明白 原来今天来这么多人 是冲着这事来的 只听魏赵成不慌不忙的应对 你等弹劾奏章 事实俱在 内阁这边第一时间 就已经票你 送进了司礼舰 至于为什么还没有结果 这个应该问司礼舰才对呀 这次的早朝 王承恩是来了 见他们这样 便想说话时 却又见到左都御史刘宗舟 也出列奏道 陛下 场位久有修名 诸多横行步伐之事 乃是人尽皆知啊 如今督察院诸多同僚 已实情上奏 为朕朝廷刚祭 还请陛下秉公断之 很显然 都不用王承恩来表态了 这些人都猜到 是崇祯皇帝这边 把奏章留中了 之前商量好的 是一级级的怼上去 给皇上一个脸面 不至于皇帝要面子而硬称 但刘宗舟却对此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 归根结底就是皇帝的问题 因此 他都懒得先去怼司礼舰 直接冲崇祯皇帝开炮了 见他如此 其他人无奈 就只好一起上了 纷纷出列 营造浩大声势 造成人人喊打的局面 这样一来 崇祯皇帝肯定要考虑多数人的意见 说不定就不会再包庇锦衣卫 包庇那个人了 锦衣卫罔顾陛下所给权力 横行步伐 当严惩之 陛下 为臣去见了苦主 那是被锦衣卫害的家破人亡 实在太惨了 只是因为看了那锦衣卫 刘某一眼 一户殷世人家就全毁了 这实在让人惊骇 这还有锦衣卫不敢做的事情吗 崇祯皇帝冷眼看着他们 心中给他们记账 独察院 兵部 吏部 礼部 还真是朝廷各个衙门 一个都不缺呀 这是在逼宫 逼朕屈服于他们吗 想到这里 他忽然又有点庆幸 当初自己想着 为了照顾先生的面子 就把这些奏章都留中好了 如果真这样的话 如今面对这么多臣子 而且还一件件摆出来说 有苦辱 有证据的 除非甩袖子走人 要不然就真的有点难以应对了 哪怕自己同意 拿出几个情节恶劣的进行处罚 瞧这些臣子的架势 估计也不会善罢甘休 肯定要求惩治所有违法之锦衣卫 他正在想着时 却听到内阁首府魏兆成 和张四之等人一起出列奏道 陛下 场位祸害天下 天启朝之祸 游在眼前 万万不可不惜呀 其他文官剑呢 也纷纷一起出列 陛下 万万不能不惜呀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九十九集 大胆 王承恩见此 立刻出列 怒声喝止道 好大的胆子 你们这是逼迫万岁爷 是不是 听到这话 刘宗舟毫不畏惧 立刻回答 敢问王公公 我等所奏 可有半点欺瞒陛下 要我看 该是你们场位背着陛下 做下步法勾当 是你们的胆子才大吧 对 场位皆是皇上亲居 在外代表皇上 张四之立刻附和道 你们场位贪赃王法 那是给皇上脸上抹黑 你们才是好大的胆子 有了他们两人带头 其他文官全都跟着附和 全然没有平日里 畏惧王承恩的那样 一个个跟着质问 他们相信 众志成成 这一次难得 所有人都一起携手合作 定要让皇上 把那些奏章都处理了 如果真这样 就算皇帝不同意进族场位 那基本上 场位处理了那么多人 也就差不多废了 此时的崇祯皇帝 已经听得有点不耐烦了 正要拍桌子说话时 却听到殿外内侍 禀告他 锦衣卫指挥使 星国公请求觐见 这个声音 让大殿内稍微一静 他们都想着 这郑主自己来了 有请先生 他的这个话 也让文官中不少人听得刺耳 皇帝对那人还这么客气 这是铁定要包庇吗 说实话 之前的时候 其实不少人的弹劾奏章 还都有针对张明伟的 比如这先生之称 比如张明伟平日的言行举止 甚至还有人 已经听闻了一些 昆星公主的事 也都想弹劾一番 不过最终这些弹劾都被按下来 不是不弹劾 而是要集中火力 先弹劾锦衣卫不法之事 至于其他事情 都是细枝末节而已 他们要的是和崇祯初年一样 进足场位 或者让场位名存实亡 就这会儿功夫 张明伟已经进殿来了 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两个锦衣卫校尉 手中捧着厚厚的一大碟奏章 第一时间 所有人都被张明伟给吸引了 实在是张明伟穿着一身蟒服 太过耀眼 让这些文官怎么看就怎么刺眼 他们就感觉 这个张明伟怎么有一种 浓浓的嚣张味 这是特意来示威的吗 想着这个 他们就不由的都在暗恨 来得正好 等会儿让你好看 与此同时 周魁也进宫来看他女儿的 不但如此 就连周碧安也跟着来了 在路上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知道 百官在早朝要干什么 幸灾乐祸的同时 周碧安对周魁说 爹 我们得赶紧了 要是皇帝最终处罚了那人 把他的爵位给夺了 那我们就不好以此为理由 求姐帮我们争取爵位了 周魁听了连连点头 一路之上 那是一刻都不敢耽搁呀 可谁知这一次 让他们有点想不到的是 周皇后竟然派人来跟他们说 如果没有要紧的事 就不用进宫了 周魁对此非常恼火 这种事以前是没有过的 再说了 家官禁绝这种事 绝对是要紧的呀 于是呢 他答复有要紧之事后 就终于和他的儿子进了皇宫 张明伟去参加早朝 和他一起的昆星公主朱美绰呢 就去给他母后问安 同时也想着 把这几天和先生所处的情况 和他母后说说 这是周皇后的要求 也是他想知道自己做的怎么样 是不是比以前有改进呢 对于之前 他竟然会被那个徐人超所鄙视的事情 朱美绰是一直耿耿于怀的 可谁知 他还没见到周皇后呢 就听到店内传来了争吵声 这让他非常的惊讶 母后这里怎么会有争吵声呢 好奇之下 他也没让侍女禀告 就先站在外面听了下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 如今你是贵为皇后 享受荣华富贵了 那你爹我呢 还只是区区一个家定伯 你说 这说得过去吗 就是啊 姐 那人凭什么直接被封为国公呢 而我们爹还只是一个伯爵 再看看你弟弟我 竟然连一个爵位都没有 我可是您的亲弟弟 太子的狄亲舅舅呀 姐 这是看不起我们周家 看不起您吗 够了 我姐问您 上次我给您的首饰的物 至少有五千两吧 结果 您给了陛下多少 你 你怎么就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呀 还有你 在外面胡作非为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这么做 是给我抹黑 给陛下难堪 难道 你们就没想过吗 外面的朱美绰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听得怒火中烧啊 他没想到 家定伯父子竟然脸皮厚到如此地步 不在家反思 反而跑来以先生封国公为名 来要爵位的 大明马上就要灭亡 亏了上天降了先生来救王图存 父皇连平分江山的念头都有 更何况区区一个国公而已 可就算这样 先生却是为国为民 只是想着中兴大明之后 能传授科学技术学识 让大明能像影视里面那样强大 区区一个国公而已 对于先生的功劳而言 根本不值得一提 而你们这一家子呢 还有脸面来要爵位 就不想想 何德何能 何德何能啊 听到殿内没了动静 他的怒火又稍微平息了点 总算是在母后的质问下 他们父子俩是没话可说了 于是呢 朱美绰就想进殿去了 可就在这时 安静也只是一会儿而已 店内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我的好女儿 难道你不记得以前那些苦日子的吗 想想为父 早出晚归的 去给别人算命 一天都吃点啥 这样的苦日子 我怕呀 你说 我多存点钱有错吗 就是 还有我 我可是您的亲弟弟 太子的亲舅舅呀 这出去了 别人一口一个绝也 一口一个吼也什么的 就我什么都没有 我都觉得是在丢您的脸呢 朱美绰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对父子竟然如此的不要脸 竟然没有一丝悔改之心 又开始在找理由逼迫母后了 于是呢 她再也忍不住 直接闯了进去 吕声喝道 你们这还是人吗 还有一点羞耻之心吗 母后不好说重话 那就由自己来说好了 要不然没完没了 她都能想得到 看到这对父子的嘴脸 母后心中该有多伤心呢 而此时呢 在义士殿内 张明伟已经向崇祯皇帝见过了 随后呢 她扫视殿内这些文官 一个个地看过去 她的这个动作 这个态度 让一众文官非常的不爽 他们就感觉 这张明伟太嚣张了 这要是坐稳了 锦衣卫指挥使的位置 那还不嚣张到天上去了吗 他们正想着 就听张明伟开口 向崇祯皇帝说 陛下 锦衣卫中的不法之徒 亥寻之马 我全都已经严惩 最轻的都是丢官去职 仗走五十以上 抄家问罪的 也为数不少 具体的 都在这些奏章后面游戏 听到她这话 店内的这些文官 不由得傻眼呢 真的假的呀 那么多人都处置了 那锦衣卫 还有人手可以用吗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集 虽然他们有听说 锦衣卫这边 戒掉了勇卫营不少人 可第一呢 那些人可能要还 第二呢 那些人是上阵杀敌的君族 和锦衣卫这边 完全是两码事 不可能胜任的吧 这张明伟就真的能下得去手 把所有人都给办呢 之所以他们觉得崇祯皇帝 会包庇张明伟 不会处罚锦衣卫 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 如果这么多人 都被处罚了的话 锦衣卫就等于是瘫痪了 身为新任锦衣卫指挥师 肯定不会允许 这种事情发生了吧 可是为什么 他说把那些人 都给处置了呢 虽然想不明白 不过陈新甲却 不由得暗自高兴 如果王之心那边 把永卫营的人调了回去 那锦衣卫 就真的是一个空架子了 他自然不知道 此时的王之心呢 其实已经下狱了 而御马剑掌印太监 也已经缓人了 我听说很多人 都来问陛下 有关锦衣卫衙们 这边的处置情况 那刚好 我把这些奏章都带回来了 可以还给他们 任凭他们去核对 处置结果 是否和奏章上 所回复的一致 听到这话 崇祯皇帝当然知道 先生所说 肯定是真的 便点了点头 吩咐道 就依先生之言 把那些奏章都分了吧 王成恩一听呢 立刻吩咐 私里见 丙比太监们 去接过了奏章 按照所奏之人 一一发还给他们 刚才不就是在闹着这奏章吗 这不 还你们 行不行啊 看着底下一个个文官 都看着自己的奏章 脸色有点难看 张明伟转头 看了看崇祯皇帝 都是相识一笑 这些文官的心思 他们岂能不清楚 如今好了吧 看他们还有何话要说 等了一会儿 张明伟忽然又开口 对这些文官说道 今天你们齐聚一堂 追问我锦衣卫的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是基于攻心的 还是害怕锦衣卫 就像扳倒锦衣卫而发难 看看 内阁 督察院 立部 兵部 公部 礼部 刑部 这么多家门一起 少见呢 谁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而且还是在御前问的 一时之间 不少人有点傻眼 有些东西 无非是兵来将大 水来土也 各自过招 心中有数就可以 这张明伟是怎么想的 竟然在御前说了出来 这一刻呀 他们突然感觉到 这个新任锦衣卫指挥使似乎来者不善 而且还是不按规矩的那种 看到张明伟的目光注视过来 御史扬之起 不由地按耐住心中的不安 立刻回答 当然是基于攻心 张明伟没理他 目光右转 看到了左都御史的身上 刘宗舟见此脸色微红了一下 不过最终还是昂首挺胸的回答 违法必究不应该吗 张明伟点点头 你说的违法必究 心中如此想着 他就又转头看向其他人 那些被他看到的人 虽然很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皇帝在看着他 要是不回答的话 指不定被皇帝怀疑为心虚的 因此呢 不管他们情不情愿 就都回答是出于公义 对于这种回答 张明伟一点都不例外 他忽然又问刘宗舟 我想知道 督察院的职责是什么 刘宗舟听了稍微一愣 抬头看了下御座上的皇帝 发现他也很关注地听着 便大声回答道 这何须用问 当然是在正极 以正百辽 必存诸中者 尚可见君父 下可知天下士大夫 而后百辽 则而相知 大臣法 小臣连 济刚震速 执掌在世 而则成寻方 其守物也 寻方得人 则立至清 民生随 这段话 原本是刘宗舟答崇祯皇帝的 在这个位面上 用来回答张明伟的这个问题了 虽然张明伟听得有点吃力 但是呢 大概意思还是听懂了 呵呵呵 说的没错 锦衣卫的职责和督察院差不多 都是监察百官 整肃朝纲 陛下 如今锦衣卫就已经先正己身 之后的日子 定然不负陛下之望 监察百官 如有违法乱纪 定然缉拿奏报陛下 绝不容贪官污吏 祸害大明 好啊 先生辛苦了 那些文官听得无语 这是君父对臣子说话吗 该不会陛下真的把他当先生看待 他何德何能 竟然真能当陛下之先生呢 他们还在羡慕嫉妒恨张明伟 在崇祯皇帝西目中地位时 却听张明伟对他们说道 锦衣卫职责所在 还请诸位 以后多多配合 大家一起做好各自的事情 不负陛下之望 如何呀 如何你祖宗 杨知启听得心中大骂 不过表面上 却是立刻抢着回答道 这个自然 无需兴国公来说 此乃人臣之本分 说完之后 想起这么声势浩大的兴师问罪 结果一拳打到棉花上来 不止如此 还得舔着脸说违心的话 杨知启就感觉着 简直如同吞了一只苍蝇一般难受啊 在崇祯皇帝的注视下 其他人还能说什么 又能说什么呀 就只能是如同杨知启那样答复 心中的郁闷就别提了 张明伟看着他们这表情 心中却是冷笑 别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 你们等着吧 这么想着 他忽然看到刘宗周低着头 沉默不语 便不由地眉头一皱 说实话呢 对于刘宗周这个人 他还是有好感的 不过他也能理解 刘宗周身为文官 也参与进来了是屁股问题 不过终究是有点不爽的 因此呢 既然他不说话 张明伟便直接问道 左都玉是刘大人 不知道你对我刚才之言 可有意见 这种问话 如果是崇祯皇帝来问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呢 张明伟直接点名问 说真的 有点嚣张的意味 事实上呢 他从进殿开始 就主导了殿内的一切 就已经表现了那种嚣张的意味了 不过谁也没想到 却见刘宗周抬起头来 一脸诚恳地说道 如果锦衣卫真能做到国公所言 贺尽职守 秉公执法的话 自然是没有意见 陛下 微臣建议 先从督察院清查开始 挤身正 方能正天下 一如锦衣卫这般 听到这话 其他御史言官一听 不由得骂娘了 你刘宗周是什么意思 要查自己 不是说好了 今天是一起来弹劾锦衣卫的 你倒好 还要内讧 你吃饱了撑的吗 很多人不高兴 崇祯皇帝却听得高兴了 当即点头赞同 刘卿所言极是 甚何振意啊 如此 就由卿前头 半月之内 朕要看清查结果如何 明代对阎官的考核权 都是由督察院和吏部行事 考核分为两种 第一为考满 是考察那些任职期界限满的严管 考满又分为三个阶段 每三年考察一次 三年为初考 六年为再考 九年为通考 考察完毕 根据政绩表现 分为称职 平常 不称职三个档次 每个档次呢 又分为上中下三等 通过对阎官执掌势力的 考核结果 决定其升降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01级 这种是有前提条件 并不适合崇祯皇帝刚才所说 第二种考核为考察 大明队所有官员 都要进行定期考察 经官六年一查 地方官三年一查 严官按照经官力 六年一考察 考察有具体的要求 要根据平时核查过什么人 纠据过什么事等情形定结果 这是个定期考核 时间没到 也是不考核的 但是呢 因为严官的职能特殊 在常规考察的同时 大明还附加了清流措施 对那些被认为不称职 不合格的严官进行惩戒 也就是平时的考核 比如呢 老病者治事 浮躁 不及者降调 霸软 不谨者贤王 贪酷者贬为民等等 崇祯皇帝所言 就是指这种平日的考察 督察院上官 御史之间 都可以提出对其他御史 严官的弹劾 当然 督察院上官的职权 更重一些 那是肯定的 另外呢 明代不但赋予 严官很大的职权 但也负有很大的责任 也就是权力和责任对等 依明治 对严官贪赃王法的惩处 要比常人加三等 有赃从众论 这也是不少御史严官 一听刘宗舟的话 会暗自骂娘的原因所在 这么郑重其事地提出自查 那肯定是一道难过的鬼门关 不管怎么样 总要做样子 做出一些能拿得出手的成绩来才行 而且呢 自身能不能过关 谁也不好说呀 不得不说 从制度上来讲 大明的制度其实已经是非常完备了 至少在封建君主制度的前提下 各项规章制度真的非常完备的 但是呢 制度是人执行的 大明经过两百七十来年之后 再好的制度 也已经失去了原本的作用 这一点 不得不让人感慨啊 崇祯朝难得有一次文官联合起来 弹劾锦衣卫的行动 就这么虎头虎尾的结束了 谁也想不到最终的结果会是这样 三朝之后 有的人哀声叹息 对于没有达到目的而遗憾不已 而有的人呢 则是忧心忡忡 那个左都御史老匹夫 竟然向皇上郑重其事地 提出了考核御史严冠的事 这下好了 他刘宗舟在皇上面前邀殖鸣 是得了圣宠 可我们却要难过了 谁说不是 甚至我感觉 他这是新官上任 还没烧三把火呢 借着这个由头 向皇上要权 故意的 对 肯定是这样 没想到这个老匹夫 真是老奸巨化 他这是要趁机排出一级啊 该不会 他是没钱用了吧 想借这个机会 大大的捞一笔啊 刘宗舟的形象 一下在百官心中各不相同 每个官都从他自己认为的 那种可能性来猜测 不管他们怎么猜 有一点是相同的 就是刘宗舟一下把他们都给得罪了 还有的人呢 则会自我安慰 不管如何 那个张明伟还真是一个狠人 竟然把那些锦衣卫的官员都给处置了 真是让人没想到啊 是啊 这一次虽然没有扳倒锦衣卫 没有让皇上禁足他们 但是 那么多的锦衣卫官员都给处置了 这锦衣卫 其实也差不多废了 那张明伟要想有所作为 没有个一年半载肯定不行 一年半载 我都不觉得可以 一个个都是没经验的 你来说说 这种锦衣卫校尾还不容易对付吗 其实啊 要我说 锦衣卫就已经是废了 我们的目的 换了一个方式达到了 相对于他们来说 正在喝茶看戏的皇亲勋贵们 就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 也不管刘宗舟到底是基于什么 向皇帝提出要自查督察院 他们只关心一个问题 什么 那个张明伟一点事情都没有 这么多官员 这么多衙门联合起来弹劾 依旧是国公 真够狠的 为了保住他国公的位置 竟然把锦衣卫的官员都换了一遍 以后日子难过了 这是个狠人呢 是啊 他连家定伯府的闲事都毫不犹豫地管呢 那个时候连个官位都还没有吧 如今好了 锦衣卫指挥使还是国公 估计气焰要嚣张到天上去了 相对于他们对张明伟的那种羡慕嫉妒恨 京师普通百姓却是拍手称快了 看到没有 我就说张青天吉人自有天相 不会有事的 现在你们信了吧 鬼扯 你这是事后诸葛亮 马后炮而已 也不知道之前是谁在担心 说这么多大人弹劾之下 张青天怕是要倒霉了 我也听到了 你还编排皇上 说崇祯朝就没有一个臣子能一直受宠的 这么多人弹劾之下 皇上肯定会对张青天不满 你们这是诽谤我 哎呀 家里婆娘还在等着我呢 不聊了 回头见 青天果然是青天 绝不循私枉法 那么多的锦衣卫官员 都毫不手软一起办呢 呵呵呵 以后看谁还敢再说法不择重 就让张青天来治便是的 今天是个好日子 走走走 我们喝酒去 外面的这些反应 皇宫里暂时还不知道 崇祯皇帝留下的张明伟单独说话 他们这些人一动 朕就知道他们定然是冲着先生来的 不过先生一出手 那刘宗舟就反水了 张明伟听得无语啊 皇上 你不是很严肃的一个人吗 怎么也开起玩笑了 亏得没有其他人在场 要不打死也不会相信 皇帝竟然会说这样的话 哼 也不能说反水 朝中还是有一部分人 是有国法在心中的 只要他们据实做事 不管是弹劾锦衣卫 或者弹劾我 都尽管来好了 如此才能正本清源 让励志清明 大明的忠心 才能有希望啊 如果励志不行 换了一波又一波 都是自私自利 真的是千里当官只为财的话 就算穿越者有天大的本事 那也是无法改变现状的 嗯 先生所言极是 那还有什么不错的官 不管如今什么职位 什么身份 都给朕举荐下呀 明末很多史料中 都会把一个人吹成青天在世 说有多好多好 但有一点是没法吹的 就是这个官员最终是怎么死的 为国尽忠 还是投降刘贼或者满清 虽然说呢 死于国事的人 也未必就是清官能力 可至少他们有起码的底线 基于这一点 张明伟听崇祯皇帝这么一说之后 还真是想起了一个人 便对崇祯皇帝说 陛下 有一个人 后世有称他为大名文天祥 这个人 坚持操守 气节满满 应该是个不错的帮手 文天祥那是非常有名的 是文臣的楷模呀 啊 有这么好的官 还不快快到来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呀 这个人被南明选派 定要让他到京师和剑奴议和 不过剑奴治在天下 议和当然不可能 剑奴洗其财 让红城丑等大名相关劝他 都被他骂了回去 到后来呢 他就写了 生为大名忠臣 死为大名忠鬼 把对联贴在门上 一则明智 二则赌劝降说客之口 他还画了一幅苏武牧阳画像 挂在墙上一字笛 剑奴用尽手段 都无法劝降他 最终便把他给杀了 听到红城丑三个字 崇祯皇帝心中就有点痛 那么信任的一个臣子 竟然就降了剑奴 也因此呢 他听到张明伟后来的介绍 就越是感觉 这个人果然有闻天祥的样子 便大喜过望 连忙对张明伟说道 此人是谁 姓什么叫什么 先生乌咬吊人胃口 快快说来 陛下别急 我还没说完呢 哦 哦 我想起来了 他在任地方官的时候 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 不管香绳或者普通百姓 都非常感激他 还给他立词 哎呀 先生 是谁呀 快快到来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左茂帝 崇祯三年 左茂帝乡市 中山东第二名巨人 次年中进市 随后出任陕西寒城县令 一当就是八年 崇祯十二年 终于升官至户部几世中 尚书提出时局有四弊 民穷 兵弱 陈公推诿 国际序号 从崇祯十四年开始至今 左茂帝出京督促曹玉 道中持书眼 陈自靖海底林青 见人民击死者三 亦死者三 为道者四 米旦银二十四两 人死取一时 为圣名垂念 不得不说呀 这样的人才 崇祯皇帝当然是知道的 因此呀 一听之下 便是恍然大悟 当即扶掌道 原来是他 不错 不错 为何如此良才 皆在地方呢 之所以如此说 他是想起了张明伟之前推荐的准手服 有胆有识 有眼光的赌印西 也是在地方认知而已 张明伟听了 这还不简单呢 劣币驱逐良币而已 朝堂之上 最是权力斗争 决力之所在 当大部分官员都是那些劣币的时候 就不会容忍良币的存在 被排挤出京师 都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 稍微解释后 崇祯皇帝就立刻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先生 多给朕举荐些真正的人才 这样 朕就能把朝堂上十位素餐的人都给一扫而逛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吊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02集 听到这话 张明伟稍微苦笑了下 陛下 非常有名的 我肯定记得 能马上给陛下举荐 但是 毕竟相隔了四百多年 而且我也不知道 我会有穿越这么一回事 因此有些人 有些事 都是遇到的 才会想起来的 要不 先生再想想 不管怎么样 再想起一个也行啊 这求贤若渴的样子 让张明伟有点无奈 看来还非得满足一下 崇祯皇帝的要求才行 于是 他谗言了一会儿 忽然想起一个 陛下 崇祯三年初 不是剑奴入寇 昌黎县令左应选 却守住了城池达七日之久 迫使剑奴无奈退去 这个人才是可以用的呀 崇祯皇帝听得愣了会儿 是有这么一回事 不过 这个左应选嘛 想了半天之后 他忽然想起来了 他后来 被周延如这贼子带头弹劾 朕信以为真 就折束焚州府去了 这个时候 他已经认清了周延如是什么样的人 自然知道 被先生举荐 被周延如弹劾的人 那绝对不会差 因此呢 就后悔自己误听了奸人之言 于是呢 崇祯皇帝立刻向门口内侍下旨 招左茂帝即刻进京 而左应选也官府原职 同样立刻进京 安排完了这个事情 崇祯皇帝都有点不敢问呢 因为问一次 就证明他眼瞎过一次 崇祯皇帝很快另外起了一个话题 关心地问张明伟 锦衣卫州 那些人都已经处理了 那没有老手可用 不知先生打算怎么做呀 陛下 还记得那个来刺杀我的周文振吗 我就让他们戴罪立功 替我打探消息 盯着重点关注的那几个人 他们想得到赦免 就肯定会尽力 锦衣卫这边还在整顿中 一时半会儿 倒真的没法派上用场 哦 锦衣卫一系中抄家所得 都用于锦衣卫的重建 不知可以支撑几时啊 新兵的训练 先生又是怎么样一个想法 具体数次还在统计中 还有一些固定资产 就是商铺填产之类的 也还在核实 不过估计折合个十五万两 是肯定有的 张明伟回答到这里 脸色一正 主动对崇祯皇帝说道 今日我来找陛下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有关这锦衣卫新兵的训练 要和陛下商量下的 哦 先生有什么想法 尽管说来 我多次向周一吉询问过 这个时代的军队 根据他的估计 哪怕再快 要想训练出一支精锐之军的话 恐怕也要个两三年左右 这个时间 我们肯定是没有的 不说十月左右 剑奴会再次大规模入关截律 就是李自成内伙流贼 也会在中原地带兴风作浪 接二连三地消灭了大量朝廷官军 从而局势转变 让这一年 成为流贼转流窜 为主动进攻的转折点 如果没记错的话 五月份 就会第三次攻打开封城 崇祯皇帝被他说的心情 又一下沉重了起来 真的是处处都是亡国之先了 朝堂上 剑奴 流贼等等 自己和先生全力挽救 到底能不能救过来呢 唉 那先生的意思呢 之前我不是让陛下 照马香林的百杆军进京吗 这样一来 他就不会在今年底战死襄阳 再加上勇卫营 这都是忠于陛下的精锐之士 可能他们和这个时代的 其他精锐之军差别不大 甚至是要弱一些 比如对上剑奴 不过 再加上我的锦衣卫 就能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实力 可是 先生刚才所言 不是说锦衣卫新军 要想成为精锐之士 至少要两三年吗 哼 是啊 不过我并不是想把锦衣卫新军 训练成和勇卫营 百杆军那样的军队 而是用锦衣卫 来补他们这种野战军的短板 另外 我的优势 是脑子里多了四百多年的箭矢 利用这些箭矢才是我的专长 对对对 那先生有何想法能立刻增强勇卫营的实力 我和周玉吉谈过 发现勇卫营军中大都还是在用火生枪 于是我就问他 为什么不用自身火虫 因为我知道 自身火虫比火生枪要好很多 最终一定是自身火虫淘汰火生枪的 这就是我的箭矢之一 哦 因为自身火虫不惧大风天气 相对来说 受气候的影响要小一些 这是其一 第二 自身火虫因为不是火神 无需担心身边同袍的火神 会无意中碰到自己身上的火药之类 而引发事故 因此可以排列得更紧密 如此一来 就能形成有效的弹幕 更好地杀伤敌人 对 先生所言极是 那他是怎么说的呢 这些话后世的人 至少看穿越历史的 都能说出一二 可以说很普通 但崇祯皇帝却是第一次听到 自然就觉得很不错而兴奋的 他说自身火虫的优点 他其实知道 不过自身火虫 比火神枪要贵多了 军队已经没钱 用不起 第二 他又说自身火虫容易压火 也就是激发的时候 已燃不了火药 导致无法开枪 对战事会有致命影响 因此军中 基本上都不用自身火虫 对啊 他说的也有道理吧 张明伟能明显看出 他脸上的纠结 这自身火虫又好又不好的 咋办呢 哼 其实这事不难解决 第一呢 自身火虫更贵的问题 不用他来担心 陛下和我不都在想办法吗 这不 锦衣卫这边查查所得银两 就可以用于打造这个自身火虫 能打造多少算多少 总之呢 就以当前财力 慢慢地用自身火虫 替换火神枪便是 那 哑火的问题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吊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03集 这个哑火的问题 其实也不难解决 主要就是那个激发装置 激发出火星 引燃发射药 就是靠弹片的用力撞击 因此呢 只要做好这个自身火虫的质量把关 就能大幅度减少哑火的可能 到时候 一排将士 人数多一点开火 哪怕还有几枪是哑火的 也不影响战场杀敌之用 另外 锦衣卫不是有真机百官之责吗 那么监察军功质量 自然也是可以的 好呀 那就按先生说的办 锦衣卫严查勇卫营军械 质量不可靠 就严半之 无论是谁 都绝不能影响将士们 上阵杀敌之用 这时候的崇祯 太需要一支能打的军队了 陛下 还有很多赶进的地方呢 张明伟见他这么高兴 便顺口又来了一句 崇祯皇帝一听 顿时大喜国王 连忙伸手拉入张明伟的手 先生啊 还有什么好点子 快快说来啊 真 真太想知道了 这种见识上的改进 那对军队的战斗力 是立竿见影的 远比张明伟去训练一支军队 要强夺了 崇祯皇帝明白这点之后 又怎么可能不欣喜若狂呢 陛下 我检查了军中的所有枪械大炮 发现还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 第一呢 不管是枪还是炮 都可以用定中弹 也就是用纸事先包好 合适分量的火药和铅弹之类 等要用的时候就简单多了 如此 不会在战场上着急时候 放多了火药而炸糖 又或者放少了火药而没了威力 对呀 先生这个主意真妙 崇祯皇帝这是第一次听到 纸壳弹的想法 一听之想就知道好处不少 便连连赞同 第二呢 目前的铅弹大部分都是圆形的 这不利于铅弹的精准射击 这涉及数学上的弹道学 还有物理上的空气阻力等等 简而言之 就是尖头的铅弹 飞行会比源头的要准得多 这一点 回头可以通过试验 很容易证明 他的这个话 就让崇祯皇帝觉得很高深了 虽然他想不明白 可下意识地就觉得 先生所言肯定是对的 便连忙先点头再说 第三呢 我查看了下 目前所有的枪炮 发现都没有弹线 如果枪炮都拉了弹线的话 射击距离会大大提高 并且精准度也会得到提高 啊 崇祯皇帝听得哑然 这时候 他听到又是弹道学 又是弹线什么的 就感觉后世学问好像很厉害 便连忙谦虚地追问 先生 这个弹线到底是什么 竟然如此有用啊 哼 虽然就目前的科技水平来说 拉弹线并不容易 但是 我有一整套的思路 从炼钢开始 都是适合目前的技术 做到应该没问题的 前期时候 因为各种问题 可能产量不会高 可有这种火器的话 会比敌人的火器厉害很多 优势就会很大的 这一点 回头也可以通过火器的对比试验 来证明两者的差距 真是太好了 走 先生 我们一起去兵杖局 就把这想法交代下去 立刻要他们去做 刘贼这边还好 下半年要入侵的剑奴 明军基本上就没赢过 面对这样的强敌 崇祯皇帝感觉太需要有好的武器装备 从而让朝廷军队打赢剑奴成为可能 如果大明军队够强的话 那大明还会亡国吗 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也因此 崇祯皇帝才会如此在意张明伟刚才所说的这些 张明伟听的当然是同意的 崇祯皇帝都有点等不及了 当先就大步往殿外走去 同时还笑着对张明伟说道 别的不说 就光是先生刚才的一番话 就值一个国公啊 真是可笑那些师尾素餐之人 还觉得镇丰先生为国公是过于儿戏了 当时呢 他听到张明伟一下解决了难民问题 便直接封出了国公 一是因为大明就要亡国 国公在他眼里已经不值钱了 二是京师那么多熏鬼 包括国公的一个个都让他那么失望 他要给先生一个国公又怎么呢 风低了的话 那些比张明伟爵位还高的国公师尾素餐 更让他和心 第三嘛 他最想笼络的就是张明伟 虽然张明伟拒绝了平分天下 可给个国公给他 多少算是一种回报不是吗 不过他却不知道 就是为了这个国公 有人在宫里头闹着呢 大明内宫 设十二戒四司八局 兵杖局呢 就是其中之一 设有长印太监 崇祯皇帝亲自带着张明伟过来 不用说呀 兵杖局上上下下 顿时全都战战兢兢 全力用心接待 之前张明伟向崇祯皇帝所提的几点 对于这个时代来说 并不难 有很多呢 比如说自身火冲 也就是碎发枪的打造 原本就是会的 最难的也不过是拉唐线 张明伟身为明末专业户 这一块查过很多资料 知道在明末这个时候 怎么拉唐线为好 因此呢 在崇祯皇帝的陪同下 他就对兵杖局中 手艺最强的一批匠人侃侃而谈 甚至还用纸笔画画来辅助 给他们解释该怎么做之类的 崇祯皇帝在这个过程中 一直没有说话 只是在边上静静地注视着张明伟 这时候的他 通过那些最熟练匠人的脸色上 就能发现 大概先生之言 把这些匠人都给震惊了 由此可见 先生的学识 也就是那个科学技术的学识 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一运用起来 就能极大的改进军械 如果按照先生所言 把他的那些学识 都在大明传开之后 说不定大明就真能造出 一炮弥烂几十里的那种火炮了 万炮齐鸿之下 那气势真的是惊天动地 还有那叫坦克的东西 几百辆推机 这场面 对了 还有那天上的飞机 是叫飞机这个名字吧 黑压压的一片 还能下弹 真的是无敌的存在啊 崇祯皇帝正想得快要流口水时 忽然听到有什么动静 回过神了 却见是张明伟 在给兵杖局的掌印太监说话 怎么做 我都已经说清楚了 我们锦衣卫定做的这些 全都不会差你们的 可交货的质量 那是一定要保证没问题的 陛下在这里看着 从火药配置开始的所有这些 全都不能含糊 可好 咱家能回答不好吗 兵杖局掌印太监听了 心中暗自回了一句 他明白 这个活儿绝对不轻松 更不用说捞油水之类的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零四季 哪怕不是皇上在这里 这位锦衣卫指挥使的大名 他也是知道的 那是连司礼舰掌印太监 兼东厂提督都要刻意交好的 就算再贪呢 也不敢贪他的 兵杖局做事 咱家一直都是严格要求的 绝对能让国公满意 先生所交代的这些 费同小可 要是抽点岔子 朕绝不饶你 兵杖局掌印太监听到这话 心中非常的无语 他其实很想说 这活能不接吗 胆子太重了 万岁爷放兮 奴婢就在兵杖局 哪都不去的 肯定能早日完成 国公交代下来的这些事情 哼 你这么一说 我又想起了一点东西 万人敌知道不 主要用于守成的那种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那这样好了 我来说说 兵杖局掌印太监的心中 如果用后世的话来说 绝对是一万头草泥马飞驰而过 咱家这是向皇上表忠心 你还当真的 要把咱家累死在这里吗 然而呢 崇祯皇帝在看着 他也不敢真的把这个想法表露出来 一脸认真地听着 不时点下头 好像很配合的样子 张明伟才不管他想什么呢 一口气又说了好几样出来 在得到兵杖局掌印太监的确认之后 他才转头看向崇祯皇帝 陛下 有关这些细节 我回去准备一份详细的文档 把从炼钢开始的一些细节都写下来 给兵杖局这边参考改记 说得顺流了 就连他后世的词汇都说出来了 崇祯皇帝听得大喜 反而觉得这肯定是好东西 自然是脸生较好啊 陛下 我的想法 让锦衣卫来当辅助兵种 使得永卫营和白杆军他们这种正规军 加上锦衣卫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而是有大于二的效果 刚才说的这些 就是锦衣卫到时候拿出来用的东西 另外呢 锦衣卫的职责加以强化 又刚好能补上他们这些正规军 所不擅长的那些 崇祯皇帝对于张明伟后面所提的东西 早已经听得睁大了眼睛 此时听他这么一说 当即连连扶掌 不错 不错 一加一大于二 这样好啊 比起朕之前所想 让先生编练新军要强多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说完之后呢 他有点不放心 又对兵杖局掌印太监 眼里的交代了一番 从兵杖局离开时 崇祯皇帝想着 以后永未赢和锦衣卫的联手 感觉打败流贼 哪怕是面对剑奴 说不定都有赢的希望 他就很兴奋呢 回去的时候 不时和张明伟说笑几句 等他看到朱美错事 便笑着对张明伟说道 先生 时辰不早了 该回来 好好休息 记得 身体是中兴的本钱呢 看来性质是真不错 都会活学活用 用张明伟的话来关心张明伟了 张明伟听了 当即一笑 正要说话时 却见朱美错已经走过来 红着眼睛 对崇祯皇帝说道 父皇 他们真的太过分了 崇祯皇帝听到 一看走到近前的朱美错 不由得有点诧异 我的怪女儿 这是怎么了 谁真的太过分了 于是呢 朱美错把周葵父子去闹 周皇后的事情说了一遍 然后问崇祯皇帝 父皇 您来说 他们这样做还是人吗 崇祯皇帝早已听得怒火充天 他没想到 竟然有人能没脸没皮到这个地步 由此可见 他们父子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肯定能做出出卖太子的事情 这么想着 崇祯皇帝整个人忽然变得无比阴等 传王承恩立刻来见朕 那对父子虽然被朱美错骂出宫去了 可此时的他已经决定 该是收拾他们的时候了 父皇 您这是 长痛不如短痛 以后你母后 就不会再被烦呢 先生 今日朝堂之上 有一点说得好 正本清源 先正己身 宰正天下 朕以为 该是收拾他们的时候了 张明伟听了 便明白 他这是听从了自己的建议 要拿周葵父子开刀 杀鸡害猴 对此呢 他也觉得正好是个机会 就让那些文官看看 你们不是闹吗 什么是违法必究 看好了 哪怕是皇亲国旗哪也不例外 更不用说你们这群人呢 侦办周葵父子的事情 崇祯皇帝一开始就是让王承恩的东厂去调查的 这时候 崇祯皇帝决定要杀鸡害猴 自然是传召王承恩的 且对崇祯皇帝来说 张明伟手中的事情 远比承治周葵父子的事情更加重要 因此 张明伟就出宫了 这时候 天色已晚 他便在昆星公主的陪同下 周玉吉夫妇的护送之下返回张府 然而 这还没到张府呢 就远远看到有情况 就见一大群人围着 高声喧哗着 哪怕离得很近 都能听到一些动静 附近的府邸 都有人在东张西望 显然是看热闹的 张明伟看得有点奇怪 因为他发现 那群人喧哗的地方 好像就是他家门口 这是怎么回事 周玉吉显然也看到了 立刻叫了一个亲卫赶上前去查看情况 不一会儿 那亲卫就回来禀告 大人 那些是国子健的见生 说大人何德何能 竟然要当陛下的先生 他们不服气 再嚷嚷着找大人鄙视学问 朱美戳一听大怒 竟然又是来找先生麻烦的 不过这时候 他记得自己的身份 没有乐族带袍去发号施令 而是乖乖地陪同在张明伟一侧 听着张明伟说话 周玉吉听了 在边上见言 大人 要不末将派人 把他们赶走 赶走 这背后肯定是有人在鼓动 赶走他们 并不能解决问题 他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肯定是在朝堂上奈何不得他 就又想出了这样的招数 总之呢 朝中很多人对于他的出现 绝对是非常不满的 一招不成就又来一招 哪怕是暂时威胁不到他的权势 也想着先搞臭他的名声 然后再后续出招 这么想着 张明伟不由得便是冷笑 他早就有这种心理准备了 那些人也绝对不可能会乖乖就范 总要经过多次的血与火 人头落地才行啊 张明伟正在想着是 就见那边的国子健监生们 已经发现他的到来 便蜂拥而来 气势汹汹的 有点无知者无畏的架势 事实上呢 在明末这个时候 秀才这一阶层的人 其实是非常嚣张的 兴风作浪 扰乱衙门办公 简直不要太平常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05集 地方上呢 这群人有功名在身 已经脱离普通老百姓的范畴 他们的身份 也开始让他们接触 有头有脸的人物 有了和官场上人物 勾搭的基础 而明末 风气的败坏 又让这群人为了利益 无所顾忌 比如说呢 地方上新任主官 要想做什么事情 必须要取得他们的拥护才行 如果触犯了他们的利益 那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之所以如此 一是他们大多都是本地人 而主官都是外地人 这就让他们有了本地的优势 第二呢 他们熟悉地方民情 有一帮子利益瓜葛的人 能鼓动知情 或者不知情的民众跟着一起闹 声势能搞得很大 事实上呢 这个事情在明末已经非常常见了 有名的呀 比如苏州民变 也是这些人带头 和万历皇帝派出的太监闹 甚至还烧衙门 杀人等等 然后呢 就有了复兴社领袖张浦的五人墓碑记 这是他的扬名之作 让他名声雀气 不出名的那就更多了 有历史记载的 南方多个地方都曾发生过 声援驱逐县官攻占县衙的事情 明末这个时候 风气就是这样的 很多地方主官不敢得罪他们 自然就只能和他们勾结 所作之事 也就只代表了他们这一部分人的利益 朝廷的利益 和普通百姓的利益自然就没了 当然呢 最终会演变成这样 并不是说大明有多开放 言论有多自由 而是在他们的背后 有乡绅官僚在背后支持 纵容的原因 归根结底 还是利益纠葛 对于这些 张明伟这个明末专业户 自然是有过研究 知道这个情况的 此时一件成群结队的奸生来闹自己 便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般而言 被这些奸生缠上 都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就如眼前来说 这些奸生就借口张明伟 有何本事当皇帝的先生 你要是就这样对他们喊打喊杀 不但显得气量小 法理上也站不住脚 信不信 你要是动了这些奸生的话 这消息一传开 就会引来更多的奸生闹事 而且传到地方之后 各地的奸生也会对张明伟喊打喊杀 虽然肉体消灭是做不到 但却能把张明伟的名声给搞臭 明明张明伟是为国为民 却能笔杆子动动 嘴皮子说说 就把张明伟说成了 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而且呢 他们背后的那些人 也肯定会跳出来 指责弹劾张明伟 说他动这些奸生 那是把持言路 不给人说话机会 进而就会把持朝政 把大明带入万劫深渊 什么帽子都能隐身着扣上来 朱美错对此并不了解 但是呢 蓝天堡来自地方 自然是知道的 他听到张明伟的话之后 连忙附和他 老爷所言极是 这群人是非常难处置的 说完之后 他三言两语地 大概说了一下情况 然后一脸担忧地 对张明伟说道 老爷 要不先暂时避一避 回头查清了 是谁鼓动他们来的再说呀 周玉吉没想到 这种事情既然这么复杂 他不有的也是头疼 心中想着 哎呀 幸好自己只是武将 不操心这些事情 要不然还真是头疼死了 朱美错也是担心的 便跟着劝道 先生 要不我们先回宫 将这件事禀告给父皇 让父皇来处置 我要是躲他们呢 信不信他们会更嚣张 这群人 就是该治一治的 朱美戳一听 顿时眼睛一亮 不由地问道 先生 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这时呢 他立刻就想起了 之前太子哥哥说 神仙下油锅的事情 那么奇怪的事情 都被先生随口就破解了 其中奥妙 那么对付这些奸生 或者别人会头疼 先生却是说不定的 这么想着 他看向张明伟的眼神 都带了一点崇敬了 张明伟没有回答他们的话 只是驱马向前 往那些气势汹汹而来的奸生 迎了过去 果然呢 这群奸生 就是冲着张明伟而来 看到他身穿蟒服 明白他是新任 锦衣卫指挥使 新国公 却依旧拦着张明伟的去路 为首那人 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 只是向张明伟一拱手 便不客气地问道 敢问 是新国公当面 张明伟乐马而立 俯视这群人 见他们虽然大都是三十来岁 可一个个脸色激动 和后世二十来岁的奋青 差不多样子 周玉吉的手下 这时已经上前 就在张明伟和朱美初的 马前戒备 盯着这群明显过来 找事的奸生 怎么 你们有事 张明伟其实想说好狗不当当 不过想起自己是新国公 虽然厌恶这群人 似乎也犯不着一开口就这么说 便冷冷地问了一句 那为首之人 本来就已经肯定张明伟的身份 此时一听呢 便又是敷衍一下的抱权毅力 在下浙江举人黄宗西 听闻皇上言必称你为先生 不知你何德何能 竟然如此拖达 还请赐教一二 这个黄宗西呢 是到京师来参加春围的 不过落榜呢 这时候的科举 其实并不是以真材实学来分胜负的 前权这些占了非常大的比重 虽然崇祯十五年春围的时候 是附设扶持上去的周延如为首辅 而黄宗西也是附设一份子 可是呢 他师从刘宗周 而刘宗周为清流之首 经常攀人 被朝堂诸公所排挤 他的学生当然也会被殃及了 并且呢 黄宗西参加春围的时候 刘宗周还在意 并没有当任左都御史一职 自然就更不可能帮到他了 黄宗西自负财学 觉得不比别人差 可却落榜 因此正愤世嫉俗着 然后就听到了张明伟的事情 被人鼓动 便领头当了这个出头鸟 领着一群奸生 要称量称量先生的能耐 那些奸生听了他的话 也都纷纷跟着嚷了起来 敢问大人 不知道相识会识如何 极假尽识啊 大人可有传世之作 可否容我们败独一番 就是 一个武将 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例子 竟然能成为皇上的先生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仗着人多的原因 说话间一个比一个不客气 这让听到他们这样说话的 周玉吉勃然大怒 手握刀柄 就差拔出来了 按他的脾气 那绝对是要教训一顿这些人 暴打一顿都是好的 读书人好动嘴皮子 但是当兵的却喜欢用拳头说话 或许啊 这也是当兵的能嗑秀才的原因所在 朱美琢也是听得秀没竖起 他实在没想到这些人凭什么来质问先生啊 而张明伟没想到 这个带头的年轻人竟然是黄宗熙 这人可是后世有名的 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 又有明末清初五大家的头衔 还有海内三大红儒 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等等荣誉称号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06集 不过如今更多的是奋青多点 或许就是因为大明王国让他成长了起来吗 张明伟因为听到黄宗熙这个名字 一时之间不由得想得有点多 而没有马上答话 这在黄宗熙等人看来 却以为是张明伟被问住了 那气势就更胜了 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周玉吉等人 非常气愤的样子 可他们什么时候会怕过这些武夫呢 反而更让他们觉得 面前这人是个没本事的 大人是心虚不敢赐教吗 又或者是不屑我等 连进士都不是的人呢 既然如此 在下兜胆 四叔五经 诗词歌赋 任凭大人选一个 又或者全选都可 我们来比比如何呀 听他这么一说 他身后这群奸生 顿时犹如打着鸡血一般 纷纷鼓噪起来 对 有本事就和太冲比比看 就是 敢当皇上的先生 肯定是满腹精伦 说不定能力压太冲呢 来比比呀 来来来 太冲都说了 四叔五经 诗词歌赋 任凭大人挑选 就这样 不会不敢吧 黄宗熙听到他们的七嘴八舌 嘴上虽然不说 心中肯定是更加得意 就怕张明伟不接招 便伸手示意 让那些奸生安静 随后看向张明伟 用那种不屑的语气说道 这样吧 随便大人考教如何 你问我答 我问你答 看谁的学问更大一些 就由大人先问 可行啊 说完之后 满脸都是挑衅意味 蓝天堡在边上见的 再也忍不住 当即对黄宗熙立声喝道 老爷是何等身份 岂是你说比就比的 你也不瞧瞧你是谁 你有什么资格 来要求我家老爷 来来来 要比试吧 我来接招便是 张明伟此事已经回过神了 听到他说话 便伸手一拦 示意他推下 虽然从这几天的接触中 他确实觉得蓝天堡的能力还行 如果公平科举的话 举人肯定不在话下 不过他面对的这个 可不是一般人 那是大名鼎鼎的黄宗熙 哪怕此时没有后世那么有名 那底子肯定是有了的 蓝天堡要去和黄宗熙比 大概率是会输的 黄宗熙最怕的 就是张明伟照着自己的身份不接招 此时听到张明伟的下人说话 心中就急了 不过他心中越急 可表面的那种淡定 却越想保持 因此呢 这么冷的天气 还是把手中的折扇一晃 想晃开了故作潇洒一点 结果呢 或许是心急的原因 一下没抓住 折扇掉到了地上 颇是有点尴尬 张明伟看着他蹲下去 把折扇捡了起来 便冷声问他 那好 我且问你 一听张明伟开口了 黄宗熙顿时大喜 赶比就最好了 他就不信 以他自觉多才博学 与经史百家及天文 算术 阅律 以及世道无补研究 就凭这个看着还没有他大的国公 能问到他 自己会比不过这种唬人 简直是做梦 亏了皇帝称他为先生 今日一笔 定要揭穿他的真面目 让世人认清 他到底何德何能 竟然敢当皇帝的先生 请 这么想着 他就怕张明伟反悔 态度都好了一点 联盟接招了 张明伟岂能不知道他的心思 便用手一指黄宗熙手中的折扇 问他道 这折扇为何是往地上掉 而不是往天上掉呢 那些奸生看到黄宗熙和张明伟的比试开始 一个个都非常期待 在他们看来 黄宗熙的学问 那当然是没得说的 肯定能赢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子 可谁知呢 一听张明伟的问题 他们顿时就傻眼了 这折扇为何是往地上掉 而不是往天上掉 折扇怎么可能往天上掉呢 这还有为什么呢 不说他们呢 就是张明伟这边的人 也同样是愣住了 心中都是想着 张明伟该是问不出问题 就开始乱问了吧 唯独朱美错虽然有点意外 却并没有任何怀疑 先生是什么人 来自四百多年后的 学识远超当下 所问之问题 岂会没有意义呢 万事万物皆有其内在规律 格物置之 然后用之 为国为民 造福百姓 可忽 真要和黄宗熙去笔四书五经 诗词歌赋的话 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张明伟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 要用自己擅长的学识去教训他 还真别说 黄宗熙有点傻眼 这里面竟然有这么多的道理 事实上 在明末这个时候 因为西方传教士的影响 明朝士大夫们中 有一部分人开始放弃空谈 转为识学 讲究京士致用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 当然是后世有名的徐光奇 其他的 还有陈子龙 方以智 包括黄宗熙在内 也都是 不过这个时期 他们却大都还在空谈 并陷于门户之政 对于实学方面大都还在初阶阶段 此时呢 如果张明伟这话是对于那些顽固的酸儒所说 他们可能压根就不承认 直接否认掉 可他这话是问刚开始有点实学萌芽的黄宗熙 这个就让黄宗熙有点懵了 只见他听了张明伟的问话之后 不由的结结巴巴的说道 这 这还用格武 格武制之 这能有什么 有什么用处啊 格武制之 原自理迹 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学说之一 因此呢 古代人对于格武制之这个 其实并不排斥 只是各自理解不宜 就拿明朝来说 著名的王阳明 就曾有过很长一段时间 用于格武制之上 怎么会没用呢 知之者知之 不知者为不知 承认这点有多难呢 这句话后世很普遍 经常会说的 也是来自儒家经典 论语 黄宗熙听了 顿时面露惭愧之色 脸红承认道 在下 确实不知 好 那我再问你 一把折扇 一本书 同时往地上掉 那是折扇先落地呢 还是书先落地 黄宗熙没想到 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 顿时又愣下 有点不确定地说道 应该 应该是一起落地的 那要是一个铁球 一根羽毛同时往地上掉 那么是铁球先落地呢 还是羽毛先落地 铁球 这一次 黄宗熙毫不犹豫地就回答了出来 这个答案 只要是正常人都能回答出来 为什么 黄宗熙感觉脑壳疼 感觉张明伟问的问题太刁钻的 不过这个问题还是很容易 铁球重啊 听到他的回答 那些同样傻眼的奸生也都一起点头 没错 铁球重肯定是铁球先落地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吊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零七集 为什么 黄宗熙傻眼了 怎么又来一个为什么 这时候 他都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 黄宗熙感觉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 下意识地就能回答 可再往深里一想 却感觉无解 这里面竟然也有为什么 那些奸生 包括周玉吉等人 听到他们的对话 也都傻眼了 彼此之间互相看着 一脑子的晕 张明伟俯视着他们 也不给他们多时间想 便又问黄宗熙 我再问你 一个铁球 一块石头 同时丢到水中 哪个先沉到水底 应该是铁球 应该是铁球 不 也有可能是同时 不知道为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他忽然隐隐好像发现了什么 可一时之间 他就说不出来 到底是有什么好像要被发现的 那一根羽毛和一个铁球一起丢到水中 那哪个先 铁球 这一次 他的话还没问完 黄宗熙和那些奸生就异口同声地回答了 为什么 因为水有福利啊 张明伟问的问题实在是太古怪 吸引了他们所有人的注意 这时候 感觉回答出会有成就感 就不言而同了 不过唯独黄宗熙 还有朱美初两人想得更多一点 几乎是在这回答完了之后 异口同声地说道 空气中也有福利 听到这话 其他人才恍然大悟 通过刚才几个问题一对比 就能很明显地得出结论 空气中也有福利 可是呢 得到这个结论之后 他们所有人几乎都傻眼了 这空气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怎么可能也像水一样会有福利呢 然而 他们仔细想想刚才的这些问题 不就是证明了空气确实和水一样 是有福利的呀 想到这个 他们一堆人就全都有点傻眼了 这个结论有点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一时之间呢 他们都忘记了鄙视的事情 而是在想着这个颠覆他们认知的事情 黄宗熙仔细地推敲了一下之后 感觉空气中有福利这个事情 定然是真的 于是他脑子快便立刻向张明伟问道 先生 就算知晓了空气中有福利 那如何用之 如何立国立民 如何为民造福啊 不知不觉间 黄宗熙的称呼都变了 不过他自己还不知道 不得不说呀 从一些正常认知中 推断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 一下就把他们这些人都给站住了 此时呢 听到黄宗熙的问题 其他人包括那些奸生 大部分人都是盯着张明伟 就想知道这空气中竟然都有福利 那知道这个又有什么用呢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福利和什么有关 应该怎么算 如果知道这些 那是不是就有很大作为了 现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去想这个问题了 唯独朱美错的眼睛 确实越来越亮 因为此时的他 想起了在纪录片中看到过的飞机 空气中能扶着的 那飞机不就是吗 他很想脱口而出这个答案 不过他又想起他母后说 把张明伟当父皇看待 就不会逾越本分 因此呢 一想要是父皇在和臣子说这话的时候 自己好像不应该插嘴 于是呢 他就忍住了 知道了水中的福利 这个可以和船有关 甚至都可以用不同材质 去造船而不沉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福利的算法 知道福利和什么有关 比如 有想过铁船不沉吗 那么什么样的铁船会不沉呢 类似的 在空气中有福利 那么空气中 能不能造出船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 俗称的飘在空中 一口气 张明伟说了好多 那些智商低一些的 就被他说糊涂了 感觉张明伟所说的 好像完全不可能啊 但是啊 黄宗熙却立刻联想起来了 铁皮包船 还有孔明灯等等的 经过张明伟一点播 还真的是 这些东西能福 要是知道其中有关福利的秘密 岂不是真的有可能实现一些 以前从来不敢想象的东西 这么想着 他就有种迫不及待 就想着马上去搞清楚事情真相的冲动 还有 你们应该也已经知道 空气中 应该有和水一样的东西 能产生福利 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 人的动作 会在水里比较困难 这是为什么 在空气中 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情况 而这个 又会影响到什么呢 他这话 说的这些听到的人更懵了 水中动作比地上要困难 这是常识 可这其中的为什么 还真没人去想过 最多会回答是水的原因 可是呢 为什么水的原因 就会动作困难呢 空气中又如何呀 大部分人 就在这一会儿功夫中 已经死了 不知道多少脑细胞 第一次感觉脑袋不够用了 黄宗熙被张明伟问到这里 已经是完全忘记来质问了 当即作医 态度诚恳地问道 还请先生赐教 这一个赐教 和之前刚过来的时候的赐教 已经绝对是两种含义 非华夏人 绝对搞不清楚这个区别 因为水中有阻力 相对的 空气中也有阻力 你可以去研究这个阻力 如此一来 你就能掌握这个阻力 可以用到很多地方 比如说在水中 怎么样让传速更快 而在陆地上 就是怎么样 让千弹射得更远 我今日进宫的时候 就刚向陛下禁言 改进我大明军队的军线 其中一项 就是如何让千弹射得更远 如今天下大乱 有点报复的 我想该是怎么为万事开太平 我在为之努力 而你们呢 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这是儒家经典名言 至少明朝时候的读书人 哪怕压根心中没有 口头也会说这个的 此时突然被张明伟提出来 类似黄宗熙这种聪明人 便犹如被人当头一棒 一下镇住他们的 可在这时 张明伟还没完 又对他们严肃地说道 诗词歌赋 是否能让天下太平 国泰民安吗 而那些四书五经 朝堂诸公们 还包括你们 不熟悉吗 可是 如今天下 为何会有如此乱象 看着天下百姓受苦受难 你们就感觉不到一点责任吗 圣人志向 读书初衷 你们都忘记了吗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08集 其实呢 很多古代的读书人 他们最初的志向都是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胜 济绝学 为万事 开太平 正是因为这四句话道出了心声 才会成为名言 然而很多人到了官场之后 慢慢的就变了 不过这些奸生 不能说全部 至少有一部分人 是还有这种想法的 也因此 被人鼓动之下 被有些人带动之下 觉得张明伟是个小人 而变得愤青 黄宗熙也是如此 因此热血上头 就要来揭穿 张明伟的真面目 可是此时呢 被张明伟一连串的发问 他们就已经觉得 张明伟真的非常博削 他们敢肯定 张明伟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 当今之事 就没几个人能回答得出来 甚至大部分人是想都没想过的 这一开始就被张明伟的学问给折服 再面对张明伟的这番 贺问 想起他们的初衷 很多人就开始惭愧了 至少此时的黄宗熙就是这个状态 只见他满脸羞愧之色 不过转眼之间 他忽然又兴奋起来 认真一礼 对张明伟说道 学生想恩师取得首肯之后 不知道大人 可否指点学生一二 原本黄宗熙具有精士之用的实学萌芽在心 此时被张明伟的一番话揭开了一个以前从未想过的世界 当然是心痒痒了 那群奸生中也有个别学着黄宗熙的样子求问 不过大多数人是沉默的 其中甚至有几个回过时来后再想着怎么为难张明伟 要不回头就不好交差了 然而呢 这次为首的黄宗熙等人却已经被张明伟折服 他们就算想搞事也没门 反而会引来同伴的呵斥 因此呢 也只能干着急了 此时呢 天色已暗 张明伟驱马动了起来 不过同时说道 大明百姓如今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没时间教你们 你们要有良知的 就少点空谈 少点风华雪月 多为天下百姓做点实事吧 黄宗熙听到这话 很是羞愧 不敢阻拦 恭敬地让开去路 如此博学多才 却又为国为民 难怪会被皇上称为先生 看着张明伟的背影 黄宗熙忽然有点不甘心 他冲着张明伟的背影喊道 大人指点一二 也能让天下多一个造福百姓的 也多一条路啊 回家烧水 看湖有什么反应 看你能不能悟出什么道理 再来找我 随同张明伟的一行人 全都沉默不语 一直到一行人进府了 他们才先后回过神来 先生 拿壶烧水有什么学问吗 其他人听到朱美冲这么问 也纷纷露出关切的神情 转头看向张明伟 这个问题 对于后世的人来说 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可是呢 这个时候的人 却觉得非常诧异 拿壶烧水 不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吗 这里面也有学问 这里面的学问大的 你也可以和黄宗熙一样 先自己去想想 我可以告诉你 这里的学问 是开创一个时代的学问 能改变这个世界 这种说法非常的夸张 如果一般人这么说 肯定会被人认为 这人有病 可在这个时代 是张明伟所说 身份地位摆在这里 那就不一样 更不用说 刚才一行人在外面 已经被张明伟一连串 从最普通的事情中 问出的学问所影响 因此呢 听到张明伟这么说之后 就没人怀疑 她的话有多夸张呢 先生 我知道了 朱美戳非常兴奋 心中已经下定决心 一会儿就去烧水看看 边上的周玉吉 虽然没说话 不过却打定主意 嗯 烧水看看 就这么的 让张明伟想不到的是 张甫府里面的烧水壶 突然就变得非常抢手了 铜关呢 位于关中平原东部 雄具秦 记 玉 三省耀冲之地 有天下第一官之称 因为铜关的形势非常显要 南有秦岭 东南有晋谷 古南又有十二连城 背有魏 洛 二川 会黄河报官而下 西进华越 周围山连山 封连峰 古深崖绝 山高陆霞 中通一条狭窄的洋场小道 往来仅容一车一马 此时呢 看着眼前的天下第一官 孙传廷不有的感慨万千呢 过了铜关就是秦帝 这是他成名之地 率领秦军南征北战 立下了赫赫战功 就在这眼前铜关 甚至一举歼灭刑灭刘贼主力 打得李贼只待十八旗仓皇而逃 正当行事大好之时 简农入寇 他领兵秦王 结果却被构陷入狱 一关就是四年 如今再度出善 担任三边总督一职 再临同关之时 却已经是物是人非了 原本手下的秦军已经不在 曾经联手对付刘贼的同僚 红成仇 在关外全军覆没 而曾经被打得仓皇而逃的李贼 却率领大军在中原肆虐 朝廷官军莫敢与其争锋 想到这些 孙传廷便不由地一声叹息 一番努力复制东流 待今朝只有从头再来过了 老爷 怎么了 看到孙传廷的样子 他身后的随从孙大 不由地关切地问道 其他几个随从 全都是孙传廷的家仆 和孙传廷命运与共 看到他意气有点低沉 也都非常关切 哎 物是人非 时局之艰难 希望渺茫啊 孙大听的 不由得也是愁容 不过随从中年轻一点的 叫孙伍的 却有点疑惑的说 如今老爷贵为三边总督 大权在乎 以老爷的本事 定能领着我们 在打杀四方建功立业吧 孙传廷听的 脸色依旧严峻 看着不远处的铜关 看着没有行人的官道 并没有说话 孙大看了孙伍一眼 哎 三边总督又怎么样 老爷这次回来 还能有多少作为呀 没军饷 又没精兵可用 以目前的局势 你觉得老爷能练兵多久 还有军饷呢 又从哪里来 那就像以前一样 清理屯田 不就有钱粮了吗 对呀 如今的朝廷哪里有钱 还是要靠老爷 用以前那招才行 这是太祖皇帝规定的 谁也不敢阻挠不是啊 就是 组织之下 那些卫所指挥使 还有那些地方豪强 不就是干瞪眼的吗 孙大看了一眼孙传婷 然后回头训他们 够了 你们不知道 上次秦王 按理来说 我们老爷有功无过吧 怎么最终就被问罪了呢 你们到现在 还闹不明白吗 场面顿时静了下 不少随从都看着孙传婷 见他依旧还在宁市通关 并没有管他们这边 孙武便小声说道 老爷 不是被那杨四昌给陷害的吗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信 第一百零九集 杨四昌为什么要陷害老爷 你们就没想过吗 那些秦帝豪强 明面上奈何不了老爷 就派人在京师活动 所以老爷才会遭遇如此不公 你们还不明白吗 我还以为是老爷闹脾气 说到这里 他顿时觉得自己失言 立刻闭嘴了 不过孙武马上回过神了 那杨四昌已死 老爷又出任三边总督 比以前好了吧 那些人 难道还能再暗算老爷 又有哪里好了 没了杨四昌 朝中 朝中不又有了个沉心甲慢 都是不要脸的货 要前眼里的 如果不是局势严峻 皇帝老儿迫于无奈 才启用又赫赫战功的老爷 估计 听到这话 一众随从全然没有了 按胡汉三回来了的那种兴奋 想着前途险恶 不由得得有点沉默 也替他们的老爷担心 孙传廷虽然看着没理他们 其实把他们的话都听在耳里 心中也是叹了口气 休得乱嚼舌头 雷霆雨露 借势俊恩 我们在外 只管做好眼前事 朝堂上的就随他去吧 这个话 多少透露出了一点 孙传廷的无奈 甚至还有一点英雄耻目的感觉 休息好了 走吧 孙传廷吩咐一句 随后便驱马准备进通关呢 可正在这时 忽然就听到有急促的马蹄声传来 虽然离得有点远 但他们这些人都是军武中人 对于马蹄声很是敏感 便立刻转头看去 果然呢 就在他们的身后 一行五六旗正飞驰而来 离得近一点的 他们看清之后 顿时都有点意外 这是什么情况 只见官道上 应该是一名宦官 在几位锦衣卫校尾的护卫之下 急迟而来 看这架势 应该是有旨意 该不会是 剑奴又入口 给各地的秦王旨意吧 应该不是 如今虽然嵩山之战 全军覆没 可锦州应该还在朝廷手中 剑奴不可能分兵入关 那就是 李贼又杀的藩王宗室之类 皇帝急着到秦帝调兵 该不会是找老爷的吧 应该也不会 老爷离顾远都还远着呢 顾远呢 就是三边总督的驻地 在陕西的西部 他们正说话间 那一行人已经飞驰而来 超过他们 往同关而去 看 他们赶着去秦帝呢 肯定不是找老爷的 可谁知呢 他这话音刚落 就见正在急驰的那一行人 立刻减肃 然后围守那个宦官 吊转码头 驱马过来 上下打量了孙传廷之后 有点不确定的问道 敢问 当面是新任三边总督孙传廷 正是孙某 同时呢 他心中有点诧异 看样子好像是来找他的 这么急 是有什么事吗 反正在如今这种局势下 也不可能有好事 孙传廷心中如此想着 便有点担心 该不会自己都没上任 朝中就有人给自己下眼药了吧 刚才几个家丁没有提及一点 就是如今皇帝的宠臣 兵部尚书陈新家 是杨四昌内司提拔的 因此虽然杨四昌疑死 可孙传廷可以断定 这个陈新家绝对不会给他任何支持 不拖后腿都是烧高香的 这宦官其实是见过孙传廷的 也是如此 刚才急驰而过时 看到路边竟然有一伙人 就瞧了一眼 结果看到为首这个好像有点像孙传廷 因此呢 他就折回来求证了 此时呢 听到回答 也认清了面容 确实是孙传廷本人 于是他便立刻说道 幸好没错过 孙总督 借旨吧 顿时呢 孙传廷心中一疙瘩 这么急 该不会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吧 然而呢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道旨意 家计赶来传旨给他 就是崇祯皇帝听了张明伟的话之后 给他送上方宝剑来的 在这份旨意中 崇祯皇帝明确告诉他 别担心呢 青豚冲响很好 尽管放手去干 并且还告诉他 他当前首要的任务 是整一支大明精锐出来 短时间内 不会打断他的练兵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借正司正法贺人龙的机会 一定要严肃军纪 崇祯皇帝再三强调 军队是朝廷的军队 不是流贼 是要救民于水火的 谁要扰迷 严惩不淡 孙传廷听着这道旨意 真的是呆住了 这还是自己印象中的那个皇上吗 为何才过去半个月左右 皇上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该不会是太祖托梦 给皇上指脸了 要不怎么可能一下变得如此英明神武呢 孙大人 孙总督 孙总督啊 还愣着干嘛 借纸吧 孙传廷听了 连忙珊瑚万岁 恭敬地借过旨意 稍微一看 他发现这道旨意是直接从宫里出来的 也就是中旨 对此 他其实也无所谓 只要皇帝如此支持他 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 说真的 此时的他呢 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 这位公公 是不是京师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传旨宦官当然是王承恩的心腹 也就是他的干儿子之一 多少知道一点张明伟的事情 他念的圣旨 当然也明白孙传廷肯定会有大用 便笑地说 哎呀 怎么说呢 总之呢 皇上得了一位先生 就犹如刘备得了诸葛孔明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就是因为那个先生 他干爹王承恩就接掌了司礼剑 他们这一系的人前途都将无量 对他们来说 张明伟当然是诸葛孔明了 这孙传廷听得又是一乐 什么诸葛孔明啊 这是什么意思 他还想再问 却见这位传旨宦官向他一报全说道 旨意已经传到 罚家就赶回京师赴命了 孙大人好好干吧 莫要辜负了圣恩呢 说完之后 他竟然就真的带着护卫的锦衣卫走了 之所以这么急 是皇帝交代过要尽快传到旨意 不过最为重要的是 这个传旨宦官惦记着京师 别回去晚了 王承恩这一系的其他人把位置都占了 而他不在京师 那就惨了 孙传廷看着这反常的一幕 实在有点想不明白 这京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就听到孙武打断了安静 老爷 我是不是听错了 皇上 你没听错 老爷没有后顾之忧了 老爷要大战宏图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一世纪 要是平时呢 他们这么没个正经 孙传廷说不定会训他们几句 不过此时呢 他却是带着微笑 看着已经消失了的船指宦官 感慨地说道 唉 真是太意外了 孙大 你先回京一趟 看看京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赶回来 禀告一切 说真的 孙传廷总觉得刚才这些 有点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实在是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因此呢 不搞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心里不踏实 孙大厅呢 立刻领命 也不耽搁 马上就走了 孙传廷也不休息了 当即命令赶路 锦同关 他后面的孙武都能感觉出来 老爷好像一下变得意气风发起来了 京师 也已经深了 但是呢 张明伟所在的楼里还透着光亮 房间里 张明伟坐在椅子上 背靠着椅背 闭着眼睛再说话 自身火冲的关键之处有三 一是枪击 二是枪管 三是腾线 要做好这三点 要先从炼钢开始 下面介绍三种炼钢以炼法 在他边上的书桌边 费真额在研磨 而朱美错 却是非常认真地写着 把张明伟所说的记下来 不是张明伟要使唤他们 而是实在是他的那个毛笔字 狗爬一样的 拿不上台面 虽然张明伟有想过 弄那羽毛笔这种硬笔 但关键的是 他一直是打字的 就算用硬笔写 那也是难看的 而且就算张明伟写的 那肯定都是简体字 崇祯皇帝等人 看得也会很吃力 所以啊 最终他口述朱美错记录了 除了朱美错 因为见过张明伟写毛笔字 大概猜出了原因之外 其他人都以为 张明伟的架子比较大 不过公主都没意见 其他人也不敢有意见了 此时呢 穿越带来的一个副作用 就是记忆力超强 开始体现出厉害了 张明伟以前查阅过一篇 明末大批量生产米尼枪的 科技术的文章 另外呢 他也买过一本 十六至十七世纪 西方火器技术 向中国的转移 为了写明末穿越历史 那是真的下功夫查过相关的资料啊 而此时呢 张明伟闭着眼睛回忆 基本上能回忆个七七八八 缓缓说出来 就好像他不是在背 而是他就懂这些学问一般 或许是第一次回忆这么多 且有很专业的知识 张明伟的速度有点慢 因此呢 很久之后 他才说完睁开眼睛 先生 还有吗 张明伟看着他边上放着了一叠稿子 便伸手过去拿 同时说道 我先看看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还有一些图片 他没法说出来 如果稿子可以了的话 他就准备自己画了 不过呢 等他拿到稿子一看之后 确实有点傻眼了 数牌 从右到左书写 这没什么 最关键的是 竟然没有标点符号 而且还不分段 这就让他难以忍受了 想当年呢 他写网文的时候 那是一句话一个段 读者看了都说好 反而是不分段的那种 看得脑壳痛啊 于是呢 张明伟便认真地对朱美丑说 我说的这些 都是技术告词 要求比较严格 必须明白无误地传达给别人 如果某个地方 理解稍微有点不对 就很可能做不出 想要做的东西 你这样书写不行 我来教你 其实呢 断句是读书人的 基本技能之一 当然了 虽然是基本技能 但遇到一些 比较复杂的句子 断错句也是有的 就拿张明伟 这个大白话来说 就算没有标点符号 其实也不会有奇异 但至少在张明伟看来 这实在太难看了 朱美丑一听 他要教他东西 顿时性质更高 连忙小鸡痴米般的点头 从傍晚时候 听到张明伟竟然说出 那么新奇的结论之后 他就对张明伟的学问 变得更是感兴趣了 恨不得张明伟一下就都交给他 不过他当然也知道 张明伟自从穿越来大明之后 就一直忙个不停 不但每天很晚才睡 甚至有时候都忙得忘记吃饭 他又怎么好意思 去挤占先生的时间呢 张明伟倒不知道 他脑子里想了那么多 拿过毛笔 把标点符号示意了一下 并做了简单介绍 古代读书人 私下里其实也有剧毒 就是类似标点符号的东西 不过很显然 并没有后世标点符号的全面 张明伟随口一说 朱美绰便连连点头表示明白 看他这样子 张明伟一时兴起 便指着一些段落问他 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都了解了 结果呢 张明伟又发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朱美绰以前 从未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 因此虽然能看懂每个字 但是却不理解这些字 连起来之后的意思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 张明伟便仔细地去看 他记录的这些稿子 他又发现了一个毛病 就是因为口述的原因 也有口音的问题 因此呢 在这些稿子中 有不少错字和别字 这不是朱美绰的文学水平低 而是因为他对这方面不熟悉 没办法呀 张明伟只好指点 朱美绰改错别字 这让朱美绰有点羞愧的同时 就更加的专注了 过了好久之后 总算是把稿子的错别字都给改完呢 这中间还有个差距 就是张明伟所说要改的字 还不是简体字 因此必须和朱美绰沟通 有时甚至呢 也要问下费真额的意见 才能确定这个字到底该怎么写 这个情况 让张明伟感觉 朱美绰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书记员呢 这些稿子他要改一遍不说 让朱美绰拿去给皇帝的话 也无法回答皇帝的一些问题 这就又要张明伟亲自去才行 包括去和工匠沟通 也就离不开他了 可张明伟自己有太多的事情要忙 比如锦衣为新军的整编 牢房里关着的周延如 让周文镇监视的那些人的情况等等 事情太多了 唉 看来自己的身边 还是要有一个专业人才才行啊 他正这么想着呢 忽然之间 一个人名就蹦了出来 啪的一声 张明伟一拍手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先生想起什么了 有一个人 眼下应该是在当教育 不过他是我需要的好帮手 等天亮之后 你帮我去宫里 向你父皇要这个人 让他尽快来京报到 有人才啊 朱美辰听了也是高兴 连忙答应了下来 正在这时 却听到外面传来了鸡叫打鸣声 张明伟听得有点傻眼 这就通宵了 于是呢 他转头看向朱美辰 你还是先去休息吧 晚些时候再进宫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11集 父皇知道先生又想起了一个人才 定然是非常欣喜的 我也不差这点时间 让父皇赶紧把人找来才是正事 先生 您就说吧 这个人才是谁啊 等一等 这篇稿子还差一些插图 我先画了 结束这篇稿子 我再跟你说详细的 你先睡会儿 你进宫的时候 顺便把这个给你父皇 在张明伟去补教的时候 崇祯皇帝一如以前那样勤勉 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早朝 此时的他 心情其实是不错的 不说张明伟昨天给他说了那么多 可以改进大明军县方面 增强朝廷军队实力的事情 光是锦衣卫以身作则 对于犯法之徒严惩之外 督察院那边也开始了自查 崇祯皇帝有理由相信 大明的这几个监察衙门 先证了己身之后 再证天下 用不了太长时间 立志就能好转 更不用说 此时的他还下定了决心 准备杀鸡害猴 并且这次的杀鸡害猴 还不只是杀一只鸡而已 而是一群鸡 崇祯皇帝觉得 如此一来 更能震慑那些师尾素参者 然而 让崇祯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还是想得太简单的 早朝上 一如昨天一般没有缺席的 在建立之后 御使徐电臣第一个出力 比原本历史上提早弹劾内阁府臣魏兆成 说他亲近小妾抛弃妻子 怂恿女婿作恶为奸 等诸多仇计 这魏兆成一听 当然不肯认罪 立马当庭自辩 这还没完呢 几世中马家直 御使郑坤真 曹荣等 又弹劾另外一个内阁府臣张四芝 说他巧取豪夺 亲帝家财 教子无方 为货乡礼等等罪状 张四芝当然也不会认罪 立刻当庭自辩 结果还没等他这个事有结论 又有杨芝奇等御使跳出来 竟然还是弹劾他自己的上官 左渡御使刘宗舟 说他借着皇帝的信任准备排除异计提拔他的人 至于证据嘛 哪有那么容易能得到的 顿时呢 朝堂上炒成了一锅粥 这一幕 让崇祯皇帝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还想着立志清明呢 就这还怎么个立志清明法 如果换成以前的话 他会被底下这些臣子一个又一个的言论 给搞得头昏脑炸分不清楚谁是谁非 到了最后呢 就是党争中胜出的那一方 成为他认知中正确的一方 不过此时呢 因为张明伟给他讲解过 让他能跳出这个吵闹的圈子 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看待这一切 他便明白 他们压根并不是在真正做事 而是借着这个机会攻击政敌 或者他们说的是实情 但也可能是编造出来在扣屎盘子 相对来说 御史严官是文风奏事并不需要证据的 这是太祖定下的规矩 原本的意思 是让贪官无力想要作奸犯科的时候 想一想风声泄露的后果 警醒他们不得作奸犯科 然而 如今却是极佳的党争借口了 因此呢 对于底下臣子的吵闹 崇祯皇帝是一个都不想听啊 他明白 督察院怕是没法自查的 要想整治这些人 还是要靠场位才行啊 于是呢 崇祯皇帝第一次 在底下臣子还在奏事的时候 拂袖而去 他的这个行为 让文官们都愣了下 他们都有点意外 不过回过神来后 这些文官一个个也都无所谓 搅黄了督察院自查的事情 也算是达到目的了 于是呢 就一个个的散了 以前该干什么 就还是干什么 私里见掌印太监王承恩 看到皇帝走了 便立刻跟上 他大概知道崇祯皇帝的心思 因此紧走几步 到了崇祯皇帝身后时 便小声安慰他 万岁爷 等先生举荐的人到了之后 便能把他们一个个都换呢 那个时候 万岁爷就能省心一些了 崇祯皇帝听到他这话 站住脚步转头看了他一眼 神情明显好了一点 不过王承恩还没高兴 就听到崇祯皇帝问他 那件事情 准备得如何了 再有个两日 便差不多了 只是先生那边 似乎还不知道 要不要通知他 催他一催 这周延如也是可恨 而且他当过首府 一并处置的 更有威慑之力 那你就去催催先生 他这话还没说完呢 就看到昆星公主过来了 便有点诧异 当即问道 先生呢 对于父皇最关心先生这事 朱美绰已经有点麻木了 因此他也不以为意的 先生昨晚忙了一宿没睡 这会儿再休息 唉 这个先生也是 一点都不爱惜身体 这熬夜伤身的呀 怎么 你也通宵了 嗯 这是先生连夜整理出来的东西 有关昨日军系方面的 很详细 崇祯皇帝一听 马上二话不说 立刻就抢过那份奏章 第一时间打开看了起来 果然呢 这里面 从钢铁冶炼开始 到最后打造枪械 都说得很详细 从配图上看 有些内容甚至都是 以前没见过的 虽然不知道实际 执行起来时会怎么样 但他一看这份奏章 就感觉这里面的学问很多呀 因此呢 他一边看一边点头 刚才早朝时候的不快心情 不知不觉间就没了 看了个大概之后 崇祯皇帝立刻把奏章交给王承恩 严肃地吩咐他 你先立刻去办这件事情 相关的衙门都要交代下去 就按照先生所说去做起来 那周延如那边 多他一个不多 少他一个不少 这杀鸡害猴 就那几个人也可以了 王承恩听了无语啊 刚才皇上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不过他明白 先生对于皇上来说太重要了 先生要休息 这是最重要的 于是呢 他便连忙领旨退下去办事的 这时候 崇祯皇帝才想起来 看那个字迹就是女儿所写 便关切地对朱美辰说道 你也是通宵了一夜吧 去吧 快点去休息 听到这话 朱美辰心中意暖 连忙说道 先生还取见了一个人 要女儿转告父皇 帮他调这个人来给他用 是谁 快快说来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一十二集 这人叫宋应兴 是江西南昌奉心县人 举人出身 因为一直考不上进士 便做了教育 在这期间呢 他写了好多著作 总结了他在赶口途中 见过的所见所闻 其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叫做 对 天宫开悟 先生说 眼下他没有时间细心教导传授 这个宋应兴 会是最合适的帮手来帮他 说到这里时 他有点黯然 因为他其实是想做这个角色的 但是呢 从昨夜记录上就能看到 他的水平确实还不够 好 既然先生能用上 朕就立刻派人加急传召 说到这里后 他忽然也是有点黯然 因为崇祯皇帝突然发现 又是一个人才 可这个人才并没有在朝堂之上 果然呢 大明的人才选拔存在问题 不过先生来了 当然能补救这个问题的 崇祯皇帝这么想着 便又高兴了起来 吩咐朱美戳赶紧去休息 然后他竟然不管朝政 亲自赶去兵杖局看看情况 因为在他的眼里 朝堂上乱成一团 与其去听他们互斗 还真不如去先干点实事 再者说了 这和增强军队实力有关的事情 也是他最想最迫切去做的 崇祯十三年时 三十岁的方以智重进时 选为数级时 有人在向崇祯皇帝推荐 方以智 崇祯赵队得正殿 方以智语中机要 尚服己称善 后再兴任公部官政 汉林院检讨 同时也是太子的讲官 这个方以智 又与张普 陈子龙 吴伟业 陈真慧 吴应齐 侯芳玉等主盟附设 材量人物 讽议朝局 人称四公子 以文章欲望动天下 也就是说 他是附设中的领袖人物之一 这一切呢 都得益于他的家庭出身 过着依植湖 世骤旗 名家蝶吹 贤雅甚多的富贵凡人的生活 虽然他的生活 仕途等等 都因为这些 而过得无比惬意 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也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 如今他的官职很清线 加上他的能量 也没人敢管他 这大白天的 除了应付皇帝和皇子之外 他一般都不在官押中 反而是在他自己的府邸 做着他喜欢的事情 不过这一次 他并没有去做那些事情 而是在书房生闷期 自从好像天上掉下一个 所谓的先生之后 方以智发现 他失业了 本来的话呢 他其实对于起草诏书 教太子学业什么的 并不怎么看重 可是呢 等到他发现 有人比他还重要 把他给挤掉之后 他就郁闷了 何德何能 竟然让皇上称其为先生 凡有事 严必问先生怎么看 这必然是弄臣小人 看来 非某出手不可 原本的话 他不屑和朝中那些 银银狗狗一起 看到他们要弹劾 那个张明伟 他就当个看好戏的 做看他们狗咬狗 结果没想到 这一波又一波的弹劾 竟然一点都撼动不了 那个张明伟 听闻那昨日的结果 方以智终于缠不住气了 这不 在书房内烦躁着呢 不过呀 等他写了弹劾奏章之后 却又觉得不好 便随手撕了一扔 我堂堂方某人 岂能无端弹劾 别的事我也不管 就让他和朝堂上那些恶心人 斗去好了 唯独学问这块 定然要分个高下才好 学问才识 一直是顺风顺水的方以智 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就算在复射中 他的才华也是公认的 每次聚会 都有一大堆人追捧 因此呢 他可以不介意 张明伟当锦衣卫指挥师 但是呢 让张明伟当皇帝的先生 如今更是让皇帝 几乎把他给忘了 连太子都几天不见踪迹的 这种事情 他是绝对不能忍的 这么想着 方以智终于找到了方向 当即又坐下 刷刷刷的很快又写了一篇 不过这一篇 不是给皇帝的奏章 而是一份挑战书 他决定了 下次风雅聚会之时 他要邀请张明伟到会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 和他鄙视 战而胜之 夺他先生之命 写完之后 方以智便想叫家仆进去时 却听到有家仆在外面禀告道 少爷 附设黄宗熙 持铁登门求见 方以智一听呢 虽然他和黄宗熙不是很熟 不过作为都是附设中人 他当然知道这个黄宗熙了 就和他自己一样 除了四书五经之外 其他杂学也都颇有研究的一个人 黄宗熙他爹 是东林七君子之一 只是很可惜啊 天启年间就死了 因此呢 他平日里 就没有和方以智这些家里 都是高官显赫的世家子弟走得很近 此时呢 方以智听到他竟然主动来拜访 不由的心情一下变好 便立刻吩咐道 快快有请 他最近正想着要出一本书 其中不少内容 倒是可以和这个黄宗熙探讨一番 或许在这京师之中 也只有这个黄宗熙才有这个资格 能和他探讨一番 因此呢 对于黄宗熙的到来 他是很欢喜的 甚至在说完之后 他觉得这样不好 就亲自去迎接黄宗熙了 然而呢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原本他见过的黄宗熙 也算是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 可此时一见 却是面容憔悴 顶着两个熊猫眼 哪有半点玉树临风 潇洒梯淌的样子 太冲凶 你这是怎么了 方一致很是奇怪 一边引着黄宗熙进府 一边好奇地问他 黄宗熙要大方一致一岁 可对方如今又是进士 还是树极士 因此呢 除非迫不得已 黄宗熙一般不愿意和方一致来往 伤心呢 可此时呢 他却主动来访了 听到方一致的问话 他便立刻拉着方一致的衣袖道 我有一难题涉及杂学意图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米芝为我附设才智卓绝之事 因此特来请教呀 方一致听到这话 心中不由得很是高兴了 一般人的奉承话 他都已经免疫了 但是呢 黄宗熙说出这话 对他来说 那绝对是一个肯定 他当然高兴了 于是呢 他毫不犹豫地说道 请教不敢当 我们一起探讨便是 别的他还不敢打包票 可这杂学意图 殊不知 他如今正在准备出书的 就是这杂学意图 名字都已经想好了 叫做物理小石 原本的历史上 方一致要在崇祯16年才完成物理小石的出稿 不过呢 他的这个物理并不是后世的物理 而是指世界一切事物之理 包括了天文 地理 物理 化学 生物 医药 农学 工艺 哲学 艺术等诸多方面 后世的物理一词 其实就是物理小石传到窝国 然后由窝国的学者 把physics翻译为物理学 传回华夏而来的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13集 如果方一致不是真的博学 他也写不出这本书来 如今已经开笔再写 那当然对这一块是有信心的 黄宗熙刚好登门拜访 请教这块内容 正是挠到了他的养处 不一会儿 他们两人就到了书房 宾主坐好 仆人上了好茶后退下 还没等黄宗熙说话 方一致便有点热切地问道 不知道男主太冲的 到底是什么难题啊 不如说出来 一起探讨下 虽然是如此说 不过在他的心中 却是准备给黄宗熙 详细解答一番 最好是说的黄宗熙 心服口服的那种 这种成就感就最爽了 可谁知呢 黄宗熙却并没有 立刻提出他的难题 而是问方一致 另外一个问题的 请教秘之 你说这东西 都是往地上掉 为什么 就不能往天上掉呢 方一致是万万没想到 黄宗熙竟然问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顿时傻在了那里 这是什么问题 这也算是问题 看到方一致的样子 显然并没有出乎黄宗熙的意料 因此 他都不等方一致回应 又接着问道 一把折扇 一本书 同时掉的话 哪样东西会先落地啊 书房内 就只有黄宗熙的说话上 他把昨天张明伟所问的那些问题 都问了一遍 最终自然也得出了 那个匪夷所思的结论 此时呢 方一致已经完全傻了 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此时的他呢 对于这些压根就没有研究 从他的物理小时上可以看出 他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有认识 天文方面 是地缘学说 甚至提出了金星 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 物理学方面呢 他提出了被后世称之为 气光波动说的 朴素光波动学说 并在此基础上 禅食了他的光肥影兽主张等等 医药学方面 主要是中西医结合的论述 让中医取长不断 另外呢 他的书中还介绍了 属于生活科学方面的知识 如其中的洗面筋法 曲衣垢逆法 藏书辟度法等 这些条目 为该书增加了不少 居家必备的实用价值 但不管他怎么样 对于黄宗熙问出的这些问题 那是真的被震惊了 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 竟然是河水类似 真的太让人惊讶了 不得不说 方以智对于科学意图 有着比别人都没有的兴趣 因此呢 听完之后 他当即大喜站了起来 大步走到黄宗熙面前 感慨地说道 太冲兄这哪是来请教问题的 而是来传道授业解惑呀 今日一席话 真是招闻道 惜死可以 此时的方以智 就感觉又打开了一扇认知的大门 这让他有种欣喜若狂的感觉 不过黄宗熙听了 却是没有一点自豪之意 依旧是那副愁眉苦脸的表情 对方以智说道 米智误会了 我今日真的是来请教的 你看我这样子 我是实在没辙的 啊 那太冲兄 是想出了什么难题 又自己解不出来的 哎呀 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本欲得到恩师首肯 便去拜师学道 结果 却先给了这么一个难题 要是解答不出来的话 一切就不要再提了 哦 什么难题 说来听听 说这话的时候 他是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底气 这语气都是弱了几分的 先生交代 说让我去看看烧胡子开水 看能不能误出什么道理来 然后才有拜师学道的资格 哎呀 从昨日到今天 我是一眼没眨 可硬是看不出有什么道理啊 方以至听得稀奇 对于这个 他还真是从未在意过 于是呢 他当即传来仆人 让其当着他们俩的面 烧胡子开水来看看 那仆人也搞不懂两位老爷 这是闲得有多无聊 不过既然吩咐下来 他就在书房当场开始烧水 然后呢 黄宗熙和方以至两人 全都全神灌注地盯着看 结果过了很久 那湖里的水都要烧干呢 因为有之前的那一系列问话 这让他们对误出的道理 大概处于什么水平 心中多少有个数 因此呢 最终方以至和黄宗熙两人面面相去 确实误不出什么道理 黄宗熙在方以至这里 也得不到答案 不由得很是丧气 我都看到胡子里的水 被烧得一滴不剩 甚至连胡子都被烧得通红 也没有特别的心得 看来 我还是太笨了呀 嘿 太冲兄 有了 我想到了 啊 你想到什么呢 太冲兄请看 这里面的水 是不是都不见呢 这也就是说 原本的水 都已经跑到空气中去的 那么可以肯定 空气中的浮力 其实还是来自于水 你说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可是 这浮力如果都是来自于水的话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先生所想让我误出的东西 恐怕并不是这个 那太冲兄 以为是什么呢 黄宗熙要能回答出来 就不会跑来问方一致的 见他如此 方一致便一回首道 哎呀 我们也不用猜了 就去督察院问下令师 不就知道是不是了吗 黄宗熙听了 稍微愣了下 随即明白过来 便苦笑了一下 哼 恩师被朝堂上的事情 闹得焦头烂额 哪有空离我们 再者说了 出这个题的也不是恩师啊 你不是说是先生出的题吗 不是你的恩师 那还会是谁 在这京师 有这方面水平的 似乎也没什么人了呀 怎么会没有呢 新任锦衣卫指挥使 新国公便是这出题之人 什么 你说是谁 黄宗熙一听他这问话 便明白方一致 也是和他之前所想的呀 便用非常钦佩的表情 对方一致说的 新任锦衣卫指挥使的 新国公啊 他被皇上称为先生 实在是实至名归呀 怎么可能呢 他不就是一个 阿鱼奉承的小人 以此赢得的盛心而已 太冲修 你这玩笑真是开大了 你也不想想 他才多大 怎么可能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叫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14集 黄宗熙33岁 方一致32岁 但是啊 张明伟还不到30岁 光是这年龄 就让一向被人恭维 聪明绝伦的方一致难以接受 还有比自己年龄小 却懂得多的人吗 米芝啊 以前我们都误会他了 就在昨日 我不服气他 就去拦他 想要鄙视一番 结果 他就随便从我调了把折扇开始 连续问出了那些话 从而得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结论 最为可贵的是 他虽然贵为新国公了 可一心却以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 念念不忘的 就是早日救百姓于水果之中 说起来 还真是惭愧啊 一直以来 我对诗词歌赋 对于明家大作都是下了功夫 又是加入了诗社 又是加入副社 高谈阔论 并以此为乐 整天陷于空谈之中 甚至还为了各明家门派之不同 而争论不休 却忘记了 如今已是天下大乱 我等读书人 当初可是要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呀 方以智听到这话 心中有点不高兴 要知道 他可是副社四公子之一 不过如今见黄宗熙 非常诚恳地对他说话 倒也没有发作 只是分辨他 太冲休 我等加入副社 不也在指点朝政得失 这不也是立国立民吗 还真别说呀 副社其实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有别于一般的结社 其中呢 对于朝局影响最大的就是操控科举 如何立国立民 要我看还不是争权夺利吗 别的不说 新国公只是用短短几天时间 便解决了城外那么多难民 让他们不至于饿死 给其一条活路 你知道百姓怎么称呼他们 张青天 张菩萨呀 可是 我们这些人呢 之前的时候在哪里 百姓又是如何看待我们的 人就是这样 如果他认定你不好的话 那你所做的任何好事都不会看到 或者会往坏里想 可要是认同你的话 那你的所有优点都将会被发现 黄宗熙刚好落榜 受到了打击 然后被张明伟的财学 所折服的同时一番呵斥 他就已经醒悟过来了 因此呢 对张明伟的事情一下便都认可 用后世夸张点的话来说 已经是张明伟的粉丝一个了 不过方一致有不同 他是家庭显赫 自己的事业也一帆风顺 可以说正在人生的巅峰期 他这样的人 就比较难以接受别人的意见 因此呢 哪怕黄宗熙已经说了这么多 他也没有立刻就改变了想法 对他的过去进行反思 接受张明伟这个人 此时呢 听到黄宗熙这么说 方一致低着头没有说话了 说起来呢 这方一致也不是酸如一个 算是明末开眼看世界的人之一 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比较大 对于杂学这块非常的感兴趣 如今更是在提笔著书立说的阶段 因此呢 哪怕他一时没有接受黄宗熙说的这些 可对于刚才的这些杂学 却还是非常有兴趣的 以此为媒介 确认都是张明伟所说 他心中对于张明伟的看法 多少还是有改观的 黄宗熙说完之后 见他如此 连有诚恰地对他说道 你知啊 我被新国公点醒 方才认识到 如今天下之局时 真的已是触目惊心了呀 朝堂上的争斗 你觉得几时能休啊 为何不能尽我等自己之力 为天下百姓多做点事 为皇上分忧呢 就拿新国公来说好了 他突然冒出来才几天的 可是 活了几万难民 也替皇上解决了一大难题 又整顿了锦衣卫 把锦衣卫上上下下的不法之徒 全都绳之以法 你说 这才几天时间 就做了这么多事 可是我们呢 我们做过什么呢 这一想起来 就感觉以前都是碌碌无为 白活了 还有 新国公格物置之 想明白了天下万物之理 用于立国立民 为君分忧上 不说别的 就说刚才所提这些 新国公就说 他已经向皇上见眼 以这些学识所悟出来的道理 改进了军心 如此一来 朝廷军队的实力必定大增啊 对于平定流贼之乱 还有剑奴之祸 都是有好处的 他在为天下太平而努力 可我们呢 可有利用所学 而做了真正的立国立民之事啊 门心自问 不管是学问还是良知 我们不如新国公多议 皇上封他为新国公 至少在我看来 皇上盛名啊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我皇某虽不才 可却已经醒了 不管如何 都将不忘初衷 从此以后 为天下太平 去真正的贡献一份自己的能力 说完之后 他便转身走了 话已至此 道不同不相为谋 再留在这里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过还没等他走出书房门口 就被方一致叫住了 太成兄 他新国公 真如你所说 博学多彩 却精实致用 这些道理悟出来 而用之呢 当然 那这里的道理 空气乃是水所化 又能用来干什么呀 我要是知道 就不来找你了 不过我觉得 有可能你说的这个 也未必正确 要不 我们一起去求见新国公 看他能说出什么道理来 如此 你当面受教 便知我刚才所言不假 能多说动一个人放弃空谈 做那立国立民之事 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黄总习心中这么想着 便追问他 怎么样 敢不敢 愿不愿意 听到这话 方一致瞧了一眼书桌上的那封挑战书 想了下 塞在了袖子里 随后果断地抬起头来 走 立刻就走 那个张明伟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 此时的方一致 已经不敢随便下定论了 张明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 算是变成他心中最大的疑惑 还有匪夷所思的推论 也让他想知道 这烧水里面到底是不是他所想的那样 难不成那个张明伟 还能说出其他道理来不成吗 这种种疑惑 都让方一致觉得 还是亲眼去见见那个张明伟为好 如果说不出什么来 那就正好 亲手给战书挑战 揭穿他的真面目 于是呢 他们两人就一起出了府 往张府而去了 不过此时呢 张明伟已经睡醒 并不在府里 黄宗熙便和方一致一起 又前去锦衣为衙门拜发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15集 得到通传之后 一名锦衣卫校尉便带着他们进去了 不过走了一会儿 方一致就吃惊了 是不是去错地方了 没错 我家大人在教场 不在衙门里面 校尉回答一声 就很快带着他们到了教场上 只见在这个锦衣卫校场上 一队队的锦衣卫校尉都在训练 虽然天气有点冷 可这里却让人感到热火朝天 这场景让他们非常的意外 不过其中最瞩目的 是有几骑在绕场跑着 速度并不是很快 特别是围守那人 似乎还是非常小心翼翼的样子 在方一致等人到了之后 陪跑的一名骑士 似乎提醒了围守那人 这几骑就开始减速 并往他们这边而来 黄宗熙一见围守那人 便立刻恭敬地行礼道 学生黄宗熙 见过新国公 方一致是第一次见到真人 发现这个新国公 果然是个年轻人不说 甚至比他还要年轻 顿时心中就更怀疑了 就这么个年轻人 真的能有大学问吗 心中如此想着 表面上多少还是有点礼数的 不过态度明显没有黄宗熙恭敬 公布官政 汉林院检讨方一致 见过新国公 不知新国公这是干什么 国难当头 还有闲情一致 骑马玩乐 这话就有点不客气了 黄宗熙一听顿时急了 有这样上门来求教的吗 于是呢 他连忙拉了下方一致的衣袖 然后替方一致解释 国公 秘之性格直爽 口无遮拦 还请不要怪罪 陪着张明伟练奇术的张罗夫 见这人出言不逊 顿时怒目相识 反倒是骑在马上的张明伟 没有这么大的反应 他在后世写明末小说的时候 又查过方一致的资料 知道他的大概情况 见他有点来者不善 稍微一想 便明白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不过张明伟也不在意 他知道自己又没有王霸之气 凭什么让明末有名的才 孩子才见面就纳头就败的 因此呢 他审视了一眼方一致之后便回答道 我不会骑马 可一如你所说 国难当头日 我自当头比从容 沙场征战在所难免 不学会骑马 何以杀敌 何以打出一个天下太平呢 方一致之所以说话有点不客气 其实也是存了试探张明伟的心思 如果张明伟暴怒 那么可以说明他没有容忍之量 连这么一句话都无法包容 他就不信 沉不住气的人 何以有大学问 不过呢 方一致没想到张明伟会这么回答 顿时愣了下 他心中立刻想起 黄宗熙转述的那些话 好像还真对上来 该不会 这个新国公真的是一心为国为民 要为万世开太平的有志之师啊 他这么想着时 张明伟却没理他 转头看向黄宗熙 俯视着他 感兴趣地问道 怎么 来见我 是误出什么道理了吗 他听到禀告说黄宗熙来求见 就以为有结果了 不由得有点意外 因此呢 当然是要见上一见的了 才刚问完 就见门口方向那边 也有几个人快速过来 张明伟正对着 抬头一看 便微笑着说道 这么快就从宫里回来了 我要的人 陛下有去传照吗 父皇听了很是心血 说先生举荐的人 那是定然不错的 已经派人加急出京传照了 然后呢 他立刻看向黄宗熙 果然认得是昨天那带头闹事的人 此时一见 不由得也是惊喜地问道 你误出什么了 刚才他在门口那儿就听说了 知道黄宗熙来 就急忙赶过来 想听听黄宗熙误出了什么 因为他还没误出什么道理 就被张明伟叫去当书记员呢 然而此时 黄宗熙和方以智却是惊呆了 叫父皇的 那定然是公主无疑了 根据年龄 两人立刻猜到 这人是昆星公主 便连忙见利 在这外人的面前 张明伟忽然发现 朱美戳一下就变得有公主范 而不是自己平时见到的 小女孩模样了 只听他先让他们免礼 然后又对黄宗熙问道 先生所言之格物 可有收获 草民惭愧 未有收获 不过秘之 却是得到了一个结论 也不知道 是否是对的 这一下 所有人的目光 便都集中到了 方以智的身上 说实话呀 这个时候 方以智是有点享受的 便开口对朱美戳说道 微臣以为 湖中水减少 散于空中 由此可知 空气中 存在水一样的东西 公主都称赞了 这让方以智心中 微微得意了一下 转头看向张明伟 就等着他肯定答复了 张明伟没想到 这些人竟然得到了 这么一个结论 让他有点无语 空气中 确实存在和水一样的成分 不过 原本我想让你们 从中观察到的 并不是这样的结论 算了 练了一阵马术 我刚好休息一下 就给你们讲讲这个好了 朱美戳听了之后 少尉有点失望 竟然是错的 不过他很快就又兴奋起来 当即赞道 先生说这里的学问 是开创一个时代的学问 能改变这个世界 能听到先生讲这个 真是太好了 黄宗熙和方以致一听 顿时有点傻眼 开创一个时代的学问 能改变这个世界 这 这是不是太夸张了呢 说实话呀 他们两人都有点不信 这怎么可能呢 心中这么想着 他们便随张明伟去了衙门 而后呢 张明伟去沐浴更衣 让他们先把水烧开再说 等过一会儿 当张明伟回来之后 看到他们围着胡子等他时 确实有点傻眼 只见在炭火之上的那个水壶 里面的水在沸腾 可是最为关键的是 壶盖呢 壶盖在哪里 没有壶盖 你们能误出蒸汽机就怪了 你们该不会在观察的时候 都是没有壶盖的吧 他这一问话 顿时让一群人都傻眼了 聪明的他们立刻意识到 观察这个是需要壶盖的 黄宗席想着这 不由得很是懊恼 便下意识地解释道 有壶盖呢 就看不到开水沸腾了 其他人听的都是点点头 张明伟听得又是无语 指不定他们还特意让人 把壶盖给去掉了呢 于是呢 他让人加上了壶盖 然后就让人躲上壶嘴 随后张明伟对他们说道 好了 你们接下来注意观察 听到这话 不管是朱美绰 还是方以智他们 全都盯着水壶 会看发生什么情况 就这当口 听到消息的周玉吉 竟然也跑了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16集 能改变时代的道理 周玉吉也偷偷地烧过水 但却没发现什么 因此 好奇心也很大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沸腾的水蒸汽 便把壶盖给顶上去 释放了蒸汽之后 便又落了下去 如此周而复始 方以智看了一会儿之后 发现别无其他现象 不由得有点纳闷 总不会是说 烧水能顶开壶盖吧 对了 就是这 方以智也是顺口一说 没想到还是真的 顿时呢 就有点傻了 这算什么改变时代的道理啊 他对张明伟 并没有像黄宗熙那样尊敬 因此听了之后 便有点不高兴了 该不会是国公在消遣我们吧 公主就在这里 他没敢乱说话 要是公主不在这儿 就有可能会说得更难听了 此时的黄宗熙也有点失望 按他的想法来说 张明伟那天能从他的折扇 掉地上的事情上 说出那么多匪夷所思的结论 那这个能改变时代的结论 肯定也会非常震撼人心的 结果只是烧水顶开壶盖而已 这算什么呀 不过他和方以智的想法又不同 没觉得张明伟会消遣他们 便诚恳地向张明伟说 还请国公明示 他相信这里面肯定有道理 倒是朱美错呢 因为看过纪录片 见过蒸汽火车 他一直盯着那壶盖一掀一掀 蒸汽冒出一股又冒出一股 等到这时候 他终于联想到了什么 便有点不确定地说 先生 该不会这个顶弧盖的力气 能拉东西吧 比如车子 对了 就是这个 你能想到这个 真的是不错 在古代的时候 讲究的是君子远刨除 围在这里的这些人 可以说都在这个范畴 在张明伟让他们观察之前 估计从未见过烧水这个事情 另外呢 就算偶尔见到了 如果不对力量的转换敏感 也不会想到去利用蒸汽力量 如果说非要找一个大明 可能会悟出这个道理的 估计也就只有之前张明伟 让皇帝去传照的那位了 此时呢 生活优越的方一支 也算过得去的黄宗熙 都没想出这个 听到公主的话是正确的之后 顿时都吃了一惊啊 过公 这个蒸汽的力气 又怎么能拉车子呢 就算能拉车子又怎么了 这算什么改变时代 最多也是拉个车子而已 他们还真想不通 感觉张明伟说的太夸张了 不过朱美初得到肯定 知道他联想的是对的 他当然知道 那肯定是改变时代的 那喷着漆的车子可以很长 可以运很多东西的 此时呢 见他们质问张明伟 朱美初便有点生气 当即对他们说道 自己笨 还不知道虚心求教 你们就是这样求学的吗 方一支和黄宗熙一听 不敢反驳公主的话 至少表面态度上是改了 张明伟能看出来 他们虽然被朱美初说了之后改了态度 但是呢 实际上他们的内心肯定不服 就连边上这位总兵大人 都是心中不以为然的 张明伟瞧了周宇集一眼 便开口对他们说 天间地头的水车 你们有人见过吗 黄宗熙见过 方一支和朱美初没见过 周宇集不开口的就忽略他了 水流落下 驱动水车转动 从而让水车为百姓自动灌水 这是一种力量转化的运用 这个蒸汽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利用水的力量 这受地形的限制 没法影响到大部分百姓 但是呢 这个蒸汽的力量 确实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能烧水 就都能有蒸汽 从而利用蒸汽的力量 你们每个人呢 可以去试试这个蒸汽的力量 按住壶盖感受一下 小心点 不要被烫伤了 听到他举例说出道理来 就算最不服气的方一致 也已经知道 这里面肯定大有学问 态度明显好的些 听到张明伟说了之后 又等昆星公主先试了下 他就迫不及待地也去感受了 怎么样 这力道有点大吧 如果把这个水壶 换成坚固的气缸 这个壶盖改为活塞 眼前这几个人 已经算是大明 最不迂腐的读书人之一 更难得的是 他们不歧视杂学 甚至都还在研究杂学的 如此一来 就没有比他们更好的听众了 因此呢 张明伟就详细地给他们讲解 蒸汽机的原理 一如公主所说 如果把这套东西搬上一辆车子 用来代替牛马拉车子 只要做到尽可能地 不浪费这个力量 你们可以想象 能拉动多少辆马车的 还有 当他沿着固定轨道移动的话 是不是又会昼夜不停地可以移动 再有了 如果这套东西搬到船上 以此为驱动力呢 如此种种 你们自己想象下 这套东西最终会不会改变世界啊 人的想象力是最惊人的 在张明伟的启发之下 凡是所有需要动力的地方 都可以换成这种东西之后 这种可能性顿时就大大的震惊了这些人 他们都没法想象 如果不用风力 不用人力来驱动 那船就能自己走的情况 到底会怎么样 还有车子也是 就坐在车里烧火 这个车就能前进 不过呢 要说最不震惊的 就是朱美错了 其他人都还在幻想之中 他就已经回过神来 当即对张明伟兴奋地说 先生 那个是叫火车吧 那么长 一次性都可以拉多少车厢的东西啊 如果现在就有的话 那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 路上也不需要消耗那么多粮食了吧 他从出宫之后 遇到的第一个大事 就是城外的难民问题 而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是粮食 因此 他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这粮食问题 这个火车要是有了的话 能极大的改善大明交通 东西南北的货物 会加速流动 互补有无 不但粮食问题能改善 还能促进各地的消费和生产 让百姓的生活 得到大大的提高 什么是消费和生产啊 张明伟听了 便又给他解释了一下什么是消费和生产 在他们两人对话的同时 其他人就只有听的份 此时张明伟所说的话 真的就犹如给黑暗中的人打开的一扇窗户 让他们发现原来外面竟然还可以这样 而朱美错聊得兴奋 便又问张明伟 那先生 那个天上飞的什么飞机 是不是也能打造出来了 飞机 你还真敢想啊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 117 靠这个蒸汽机作为动力 是没法飞到天上去的 因为力量转换效率太低 且本身太重 看到朱美错听了 露出一丝失望 毕竟对于任何人来说 会飞这种事情绝对都是非常下往的 不过呢 原理其实是差不多的 在这个蒸汽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使之能量转化的效率更高 当这个动力能产生足够的福利 让飞机漂浮在空中时 就能实现的 朱美错一听 顿时又高兴了起来 连忙再接着问 于是呢 在这大堂之内 就只有张明伟和朱美错在对话 而其他人全都竖着耳朵听 但是呢 大多数都是听得一脸迷糊 哪怕是方一质和黄宗熙 他们对张明伟和朱美错的话中 有好些个词是不理解的 可越是这样 越是显得张明伟博学多才 甚至就连朱美错在他们看来 那也是学识渊博 因为换成是他们的话 根本不可能和张明伟聊那么多 有公主的参与讨论 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 张明伟所说的那些 绝对不是忽悠人的 要不然 公主不可能会说这么多 这一下 周玉吉还好 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懂得多 可对于方一质和黄宗熙来说 特别是方一质 那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风流梯毯 聪明绝伦 博学多才 这是方一质在大明王国之前的标签 可是呢 这些标签 在遇到张明伟之后 就遭遇到了最严重的危机 让方一质自己都不好意思 再这么认为了 相对于普通人受到这样的打击 很可能会拒绝承认 而拂袖离去来说 方一质确实不一样 对于未知领域 对于没有学过的知识 那都是很好学的 恨不得自己一下就搞懂 也是如此 他才会比别人懂得更多 在一边听一边想象之后 他也没法否认 不说别的 就这蒸汽机真能造出来的话 确实会改变大明 改变世界 如果说呢 格物置之世门大学问的话 此时的方一质 就认为再也没有什么其他格物 能有比这个格物更厉害的 他之前所研究出来的光波动说 此时在他看来 压根就没有利国利民 造福百姓的用途 可是呢 这个蒸汽机就不一样了 怎么想着 等到张明伟和朱美初的对话 告一段落之后 就将方一质占好了身体 整理了下衣冠 非常恭敬地向张明伟依礼 先生之大才 闻所未闻 学生不才 自然还有点能力 恳请先生收下学生 为打造这个蒸汽机尽力 为百姓谋服 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此时的他呢 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 和蒸汽机一比 其他事情简直就是无足轻重了 他之前还想著书立说的那些 都不好意思再拿出来了 古人的拜师呢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的 特别是对方一致这样的人来说 如果不是真正的折服了他 那是绝对不可能拜师的 张明伟听到他这话 心中还是很高兴的 你真有一颗求学问道 为百姓谋服 一心为国为民的心 人的追求呢 无非就是钱权名等集中而已 相对于商人追逐钱财 当官的追求权利 那么读书人就是名呢 当然 这只是相对而言 方一致出身官宦世家 不缺钱 权这个东西也有 而他步入官场没两年 还没有陷入党政 还在做学问之中 甚至都开始动笔 写他的物理小石 对他来说呢 至少眼下的追求 是和普通人不一样的 此时呢 听到张明伟的问话 便同样非常认真的回答 此乃学生的肺腑之言 还请先生成全 边上的黄宗熙 看得非常羡慕 他也很想败事 可是无奈 他还没有向刘宗舟 取得手感 因此就只能用羡慕的 眼神看着 不要小看着蒸汽机 要想做出来 并改进到真正实用的地步 可是要花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而且所要学习的学识 也是非常之多 你真能抛开一切 专心研究这个吗 读书是为了做官 如今好不容易读出来的 目前虽然是清闲 可却是前途远大 将来有很大的可能性 会进内阁的 要说方一支对此不在意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然而呢 对于杂学意图的喜爱 也是他从小就有的 要不然呢 他也不会再中了近视 进了官场之后 还有心思再琢磨杂学 甚至还开始动笔写书 此时的方一支 是真纠结了 如果只是一般的杂学 要方一支放下一切来研究 那他压根根本不会这么纠结 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多 毕竟他还这么年轻 前途远大 可是呢 如今这个杂学 那是会改变这个世界的学问 是真正的京士致用的学问 立国立民 造福百姓 也能留名史册的 张明伟看到他并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低头沉思 也不意外 知道这个决定不是那么容易下的 虽然他可以用别的诱惑 比如承诺他的官位 相信只要他给崇祯皇帝一说 绝对是没问题的 不过张明伟并不想这么做 因为如果方一支同意拜他为师的话 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弟子 他想看看 方一支到底有多大的决心 来学习他的科学技术知识 相对方一支来说 黄宗熙其实没有那么多顾虑的 他科举失败 对于官场 其实就没有那么热心 只是碍于没有取得刘宗舟的同意 因此他只好憋着 黄宗熙此时看着方一支的眼神 有一种替他着急的焦虑 怎么还要考虑那么久呢 大明的士大夫 求学问道的心思 其实真不是后世想象那样的 王阳明新学出来时 就有不少状元之才的读书人 起了官场 而拜王阳明为师 一心研究阳明新学 甚至连不少已经当官的 都器官不作 去学阳明新学 并千方百计传播新学 此时呢 方一支一直不说话 朱美错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当即冷声说道 先生之学问 浩如东海 能得先生指点 那就是你的造化 如此犹豫 看来你的求学问道之心 连我都不辱 张明伟的渊博 何尝不是朱美错心甘情愿 想要当侍女 留在张明伟身边的原因之一呢 特别是她看过后世的影像 就更是对四百年后的学识感兴趣 荣华富贵这些 朱美错本身又不缺 自然不会重视的 也就压根没有方一支的纠结想法 这个 可以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过实情就是这样 方以致听到她的这个话 犹如被人当头一棒 一下便醒了 历朝历代 当官的从来不缺 哪怕是宰相首府 年年都有 然而史册留下好名声的 又有几个人 又能被世人记住几个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18集 如今呢 自己机缘巧合 竟然遇见了足以改变这个时代的学识 却还贪恋官位 犹豫不决 这是怎么了 真的是猪油蒙了心吗 想到这里 她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惭愧之色 向张明伟郑重毅礼 学生惭愧 亏得公主典型 学生愿意起官跟随先生 还请先生 收下学生 朱美错听到这话 稍微有点意外 随后露出了无声的笑容 有点欣慰 张明伟看出了方以致的决心 好 既然你真有这个心 那我愿意把格物所获 包括天文地理 物理化学 数学等等 全数传授给你 方以致一听呢 虽然不知道这些没听过的学问到底是什么 不过她能听出来 张明伟郑重其耻地说这话 那这些学问定然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此呢 她当即大喜便立刻恭敬 跪到在地 恩师在上 请受学生一拜 这还不算是拜师礼 那是有讲究的 不过这不妨碍她先拜一下 敲定这个关系再说 此时的她呢 压根就把她之前还怀疑张明伟学问的事情 忘记得一干二净 一心为她能拜到张明伟为师而兴奋 可谁知呢 就在这个时候 有什么东西从她的袖子里掉出来 掉到了她的面前 此时呢 她是大堂内的焦点所在 东西掉在她的面前 自然也被所有人给看到了 只见掉地上的那东西是一封信 信上还有几个字 方以致剑呢 顿时吓得一激灵 这是她本来准备好的挑战书 于是呢 她下意识地用飞快的速度捡了起来 不过她刚想起藏的时候 动作忽然停了下来 就那么僵硬在那里 众人见到 都有点好奇 不过没人说话 忽然呢 就见方以致的脸色变得坦然 看向张明伟 学生之前悠眼不住 不愤恩师被皇上言笔称先生 因此就想挑战而是 师叔狂妄之极 还请恩师责罚 听到这话 在场的几个人 几乎不约而同地 看了眼边上的黄宗熙 顿时呢 就看到黄宗熙面红耳赤 一下低下了头 哼哼 三人行 必有我师嘛 哪怕是田间老农 都有其擅长农事的一面 以后记住 虚心好学 方能长久进步 学生受教了 其他人听了 看向张明伟都是尊敬之色 特别是朱美错 甚至都在点头啊 看到这一幕 黄宗熙便顾不得羞愧 没忍住 稍微有点局促地说道 先生 可否容我去禀告恩师一声 也向先生求学问道 我恩师肯定是会同意的 言辞之间呢 很显然就担心张明伟不同意 受他为徒 传播科学技术知识 想靠张明伟一个人 那是绝对行不通的 毕竟孔子当年 都还收了那么多徒弟 因此呢 张明伟又怎么可能会拒绝 后世有名的黄宗熙拜他为师的 于是呢 方一致和黄宗熙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一个是要去准备正式的拜师事宜 另外一个 则又敢去找他的恩师的 张明伟自己也挺高兴的 没想到啊 自己来大明才十来天 就收了后世有名的方一致为徒 还有一个黄宗熙 也是准徒弟的 目前他的心思 还不在传播科学技术的学问上 但早点收徒 把一些事情交给他们去做 这当然也是一件好事的 不过他还没开心多久 就见王尔彪匆匆找了过来 自从周玉吉夫妇 调过来护卫张明伟之后 王尔彪就撤回宫里去了 此时呢 他拿着一份奏章 双手递给张明伟 近日收到的奏章 万岁爷 让咱家给先生送过来 一听这话 张明伟就知道 这个奏章和自己有关 便连忙拿了过来看 只是那么一看 脸色就有点变得难看 先生 怎么了 你来念给我听 对于古代这种竖牌没有标点 还有不少繁体字的奏章 看得脑磕疼 虽然大概能看出是什么意思 不过他需要知道细节 有朱美冲这个秘书可以用 当然不会放过来 朱美冲听了 便连忙接过奏章 读了起来 读着读着 他的声音也变了 变得有点愤怒 原来呢 地方上来报 说发现有一伙流贼流窜 京畿之地 最近更是到了京师西南以来 拦路劫掠 抢钱抢人 甚至还杀人 返乡的不少难民 因此都遭难了 在崇祯十五年这个时候 外面不太平这样的事情 张明伟当然知道 可是 他没想到 那些流贼都敢出现在 京师附近的州县 还公然杀人劫掠 这真的是乱世 不过虽然如此 张明伟还是很气愤 地方官府是干什么吃的 就连京师周边都这样呢 先生 虽说天下不太平 可以前的时候 京师周边却没有这样的事 宫里面猜测 有可能是冲着那些难民去的 因此 万岁爷才让杂家 把这奏章转给先生看 先生放昔 万岁爷震怒 已经责令地方 严查此事了 张明伟听得一愣 以前没有发生过 现在出现 有可能是冲着难民去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会是什么人呢 到底是冲着难民去 还是冲着自己来的呢 想了下 他想不出什么结果来 但是呢 在这乱世之中 用最坏的结果来预估 确实不会错的 于是呢 在王尔彪告辞之后 张明伟便传令叫来了一个人 大堂之内 除了朱美绰和周玉吉陪同之外 就只有一个贵着的人呢 起来说话吧 我让你盯着的那些人 可有什么异常 谢国公爷 草民已经布置下去了 可这才几天 还看不出什么异常来 确实也是 这才过去几天呢 而晋商在京师的产业不算少 要不是罗祖教的人手够多 一般人还都盯不过来呢 但是要想一下看出什么异常 对他们的要求也就太高了 毕竟他们又不是专业干这个 也没经过这方面的培训 想了一下 张明伟便对面前这人 也就是周文振 说道 回头我从锦衣卫和东厂这边看看 如果有他们府上的人事细节 就给你一份 没有的话 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搞清楚 然后你们重点盯人即可 周文振听了 脸盲答应一声 不过心中有点纳闷啊 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位大人物 要他去盯着晋商那些人呢 他想问一下 可最终却又不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一十九集 上次刺杀的事情 是他自己想幼稚的 原本还想着利用这个机会 交好锦衣卫指挥士 从而让罗祖教 能像道夫两教一样公开传教 结果没想到 皇帝闻听震怒之下 所有不利于锦衣卫指挥士的人 都要杀 挥了张明伟求情啊 才把他保了下来 然后就是替锦衣卫办事赎罪 你们罗祖教的教徒不少 想必经师之外也有吧 这个并不是什么秘密 周文振听了 脸盲点头 那最近返乡难民 有被劫力杀害之事 你可有听说 听说了 大人 此事有蹊跷 有什么蹊跷 以往的时候 外面死一些人 根本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也没人会关心的 但这一次 难民被杀的这个事情 在京师一下就传开了 很多地方都在讨论 草民以为 以为 这背后 是有人在故意散布这个消息 那你能查出来 是什么人在散布消息吗 这 眼下消息已经传开 怕是很难查了 听到这话 张明伟便皱起了眉头 他倒不是生气 而是觉得 这个舆论监控的事情 必须要做起来才行 如此一来 京师中有个风吹草 他就能及时掌握了 可是呢 要想监控京师舆论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分片区 按酒楼茶馆什么的人群聚集地 派人盯着 消息汇总 每日梳理 整理存档 这些事情说起来简单 可真要做的话 人手 资金 都是问题 这么想着 张明伟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 随后就又问周文振 知道是什么贼人杀人吗 说完之后 看到周文振面入为难之责 张明伟忽然冷横一声 罗祖教的兴衰可都在你身上 不好好办事 信不信我能把你们连根拔起 要是好好办事 为朝廷立下大功 不要说给你们证明 就是赐你们一片根基也是可能的 佛道两教 都有自己的根基之地 香火旺盛 而如今的罗祖教 却是东躲西藏 整天担心朝廷镇压 如果说之前 主要是因为佛教的打压 罗祖教还能撑着的话 眼前这位大人 翻手覆语之间 罗祖教真的是天上地下的分别 此时的周文振 心中也不知道后悔不后悔 和锦衣卫这边沾边 冒着冷汗赶紧回答 还请大人给草民一点时间 我去联络京基之地的教徒 查查情况 好好干 我就不会亏待你们 明白 草民明白 周文振听了 擦着汗 连连点头就推走了 等他一走 边上一直听着的朱美绰 便有点疑惑地问道 先生 他能查出来 猫有猫道 鼠有鼠道 有的东西官方查起来困难 但是三教九流中的人去查 却能事半功倍 这个道理 张明伟看多了港台剧 哪怕没经历过 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 哼 走着瞧吧 夜幕降临 各级官员散牙 他们中有的人心情不错 有的人心情沮丧 还有的人焦头烂额呀 其中一人就是吹胡子瞪眼的 显然在朝中受够了气 老爷 您回来了 您的学生一直在等您呢 哦 太冲嘛 有事啊 没错 学生是太冲 也就是黄宗西 那么这个官员呢 就是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的 门房听了 便又禀告 是他 好像坐卧不安的 神色也不对 一听这话 刘宗周都忘记了朝中的破事 皱着眉头 有点担心地问他 他人呢 该不会那些人弹劾自己之余 这个学生也受到波及了吧 这么想着 听到门房的回答 便立刻快步往他的书房而去 不一会儿 就到了书房所在的院子 刘宗周没想到 这么冷的天气 书房的门竟然是开着的 或许是听到他的脚步上 黄宗西立刻出现在书房门口 快步迎了过去 同时问候 恩师 刘宗周点点头 看着黄宗西果然是一脸憔悴的样子 心中顿时不满 转头看向文生跟过来的管事 有点不满地问道 怎么回事 连个门都不关 恩师 是学生的要求 不关刘伯的事情 嗯 刘宗周听着 转头看向他 有点奇怪 开门不冷吗 黄宗西显然看出了他在想什么 开着门 便能第一时间看到恩师回来了 听到这话 刘宗周有点鼓语 就差这点时间 至于吗 这么想着 他跨步入内 去主位上坐来 太冲啊 看你这样子 似乎是有事情啊 管事没有进去 不过他把门带上来 书房中就只剩下了两人 恩师 学生发现 有人学识渊博 格物置之 所得学识 更是精识致用 立国立民 实乃历代少有 因此 学生想跟他学那些 精识致用之实学 哦 刘宗周一听呢 顿时好奇心大气 他本人就是一代名儒 属于王阳明心血一脉 不过却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立唱成静 以补救王阳明 治良知理论的弊断 明末不少才智之士 败于他的门下 创集山学派 提倡世事求实的学风 提出了许多贝离宋明理学的思想观点 从某个方面来说呢 刘宗周是偏向实学一脉的 也因此 他自己 包括他的学生 对于杂学都是有设计 也并不歧视 此时呢 他一听黄宗周竟然说得那么夸张 便连忙问他 真有如此学识 他自己这个学生 他还是了解的 说话从来不会夸张 不过 他还是觉得有点难以窒息 就追问了一句 黄宗席一听 兴致立刻便来了 把张明伟当初说的那番话 也给刘宗周说了一遍 不用说呀 就算刘宗周是这个时代的名儒 甚至还能开创自己一派的宗师 那也是受到时代的局限 对于后世的学问 一听之下 就和方以致没有两样 全都震惊了 真的是难以想象 从一把折扇掉地上开始格物 竟然得出了那么匪夷所思的结论 温士 你还知道吗 他还从烧开水壶的动静中 悟出了改变这个时代的道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吊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二十集 刘宗舟听了 不由他嘴巴违章 烧开水壶中能误出改变这个时代的道理 如果说他之前觉得 黄宗熙说话还算实事求是的话 这个话 他是无论如何都觉得是夸张的 因此 他不得不沉下脸 纠正黄宗熙 太冲 唯师说过多少次 做学问必须要有沉稳的性子 否则走不远 以前一直好好的 为何如今又如此冲动呢 太冲 别太冲动 黄宗熙一听 立刻便明白 恩师这是不相信 觉得自己夸张的 于是 他连忙辩解道 恩师 是真的 要是不信 刘伯 刘伯 刘管师听到 推门而入 看着他们两人 黄宗熙当即吩咐他 让他去拿水壶烧水 还特别叮嘱 一定要带壶盖 刘管师见刘宗周不反对 便立刻去办了 看到这 刘宗周还真的有点狐疑了 该不会 这里边真的有那么大的学问 很快呢 书房内的实验便开始了 这个时候 书房内的主角就是黄宗熙了 他几乎是眉飞色舞地转述着之前听到的话 如果张明伟在的话 就能发现 黄宗熙是几乎一字不差地转述了出来 毫无疑问 刘宗周也和方以致一样 硬得呆住了 真的是从烧水中竟然能得到如此一个结论 真要运用起来 真的是能改变眼下的很多东西 说是划时代的学问确实不为过 这么想着 等到黄宗熙说完之后 刘宗周便没有了大儒的沉稳 连忙问他 此乃何人 竟然有如此惊天伟地之才 此子之格物天福 这乃历朝历代未见 这是大明之福啊 听到这话 黄宗熙正想回答时 忽然想起 他之前和刘宗周在一起的时候 有听到刘宗周发过张明伟的牢骚 印象不是特别好 一想到这 黄宗熙就怕如实回答的话 万一刘宗周不同意怎么办呢 虽然以他对刘宗周的了解 应该不会阻拦他求学的 可是万一呢 这么一来 他就有点患得患失的 看着一脸期待的刘宗周 黄宗熙淒淒哀哀哀地回答 恩师 您 您是答应学生 去拜他为师 学这些学问吗 那是当然 如此实用之学 如果来日能实现的话 真比在朝堂上天天勾心斗角要好太多了 说真的 要不是还恩浩荡 为师我都想辞官不作 跟着你一起 去做这等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更好吗 在原本的历史上 刘宗周对于朝堂上几次失望 辞官不作 这最后一次 也是崇祯皇帝实在没人 然后又去传他出山的 结果呢 没当几个月的佐渡御史 就在党争中又被革职削吉了 此时呢 黄宗席一听他答应了 不由得喜出望外 便没有任何犹豫 当即便回答他的问题了 此人就是 新任的锦衣卫指挥士 新国公 什么 谁 你说谁 锦衣卫指挥士 新国公 这怎么可能 这根本就不可能啊 在刘宗周看来 能够格物置之出如此伟大的学问 说真的 比起他最重庆的王阳明 他都觉得要厉害了 像这样的一个人 那肯定是个宝学之士 常年累月在格物 积累多年之后 才有可能会有如此的成就 可此时呢 黄宗席竟然告诉他说 这个人就是张明伟 那么年轻 比起黄宗席都要年轻吧 怎么可能会是他呢 刘宗周的这种心态 黄宗席不但自己体会过 也在方以智身上看到过 因此一点都不奇怪 在听到刘宗周的质疑之后 他连忙说道 真的 千真万确 恩师 您不要忘记了 皇上都是称呼他为先生 如果没有真才实学 没有用他的学识 折服皇上 会称呼他为先生吗 这不可能 这 刘宗周下意识地说到这里 忽然之间就停住了 是啊 皇帝是笨蛋吗 如果不是 那他会称呼一个 年纪比他还小的人为先生 就在那么多臣子的面前称呼 皇帝就不要面子吗 可是如果按照皇宗席所说的那样 那皇上称呼他为先生就合情合理了 对了 好像还有死里见掌银太监 兼东厂提督王承恩也称呼他为先生 这么想着 刘宗周又愣住了 虽然理智上他接受了这个结论 可是啊 在情感上 说真的 他有点难以接受 那个张明伟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呢 以前从来名不经状 就犹如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般就这么出世了 他的这些学识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诗从哪个大儒啊 经事致用 为万事开太平 显然是一个儒家子弟 可是为什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呢 边上的皇宗席看到刘宗周一直不说话 他就有点担心了 等了一下 还是没有反应 他便开口呼道 恩师 恩师 你可是答应过了 让学生去求学的 听到他说话 刘宗周回过神了 嘴角不由地露出一丝苦笑 这个学生什么性格 他当然是最清楚了 从黄宗席如此渴求知识上就能看出 他自己不管对那个张明伟的事情是如何的想不通 但有一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张明伟一定是有本事 已经让自己这个学生心服口服的 恩师 新国公乃是学生所见 少有的一心为国为民 愿为天下开太平之人 不说其他 光是京师城外那么多难民 就只有他挺身而出 急于妥善安置 还有 学生和秘之登门拜访的时候 刚好看到 新国公在叫场骑马 听到这话 刘宗周有点诧异 便看着他要说什么 当时秘之有误会 就出言讽刺 说国事如此危急 新国公何以由此闲心玩乐 本以为新国公会生气 可谁知 新国公的答复实在出乎学生意料之外 他说什么呢 新国公说 我不会骑马 可既如你所说 国难当头日 我自当投笔从容 沙场征战在所难免 不会骑马何以杀敌 何以打出一个天下太平呢 恩师 新国公不管是人品还是学识 皆是学生最为钦佩的 还请恩师准许 让学生向新国公求学问道 黄宗希知道 自己这位恩师最欣赏德才兼卑之人 甚至更看重德 而不认可曹操为才事举的那套 也是如此 在朝堂上 他也这么一直向崇祯皇帝建议 哪怕崇祯皇帝并不认同 他还是坚持极建 因此呢 黄宗希感觉把新国公为国为民这一面 说给恩师听的话 当能获得恩师好感 进而准许他去求写问道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叫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21集 不得不说呢 黄宗希对刘宗舟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刘宗舟的主张 在这明末又怎么可能有生存空间呢 毕竟明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 党争不断 怎么可能还有德才兼备之人 最终刘宗舟哪怕学问名声再大 也被他人排挤 几次丢官去职 真的是一点都不意外 此时呢 刘宗舟听了他的学生的话之后 才恍然大悟 之前的时候 他就有点感慨过 为什么张明伟好好的文官不当 就要去做个武将 原来是弃比从容 要为天下开太平 有那么高的学问 还这么一心未攻 想着这个 刘宗舟下意识地忽略掉了张明伟的年龄 当即认真地点头说道 去吧 为师支持你 好好学 争取早日学出来 做一些为国为民的实事 莫要辜负了这么好的机遇 好 恩师放心 学生定然不会输给秘之 一定努力求学 惊世致用 惊世致用 惊世致用一词 就是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福之 黄宗熙 顾延武等提出的 之所以会如此 是因为大明到中后期开始 因为经济的发展 生活水平提高之后 空谈狂妄之风开始盛行 到明末时达到一个顶点 可这时候已经显现乱世之兆 特别是崇祯时期开始 天下大乱 于是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空谈物国 就转为实学 如果按照原本历史发展的话 这些有识之士的士大夫 经过亡国之祸之后 对于实学意图的认识 得到了升华 也是如此 最终出了不少杰出的作品 包括思想方面 还有科学方面都有 不过此时呢 原本还是萌芽的精士致用 在张明伟的影响下 在他格物出来的学识灌溉下 一下便茁壮成长了 想要大明中心 重回盛世 还是要靠你们呢 跟着新国公好好求学 做事 想着有你们在 为师定会撑着局面 不让他们为所欲为的 说真的 今天朝堂上的乱局 让他感觉 根本就没法好好做事 都有点心灰意冷了 但此时呢 他却又有了斗志 因为他找到了一个 做事的方法 就是不管世人怎么看 支持新国公便是的 于是呢 第二天一大早 黄宗熙就准备好拜师的礼物 匆匆赶去拜师了 对此呢 张明伟自然是高兴的 甚至还连夜口述 让朱美辍记录 把和蒸汽机有关的物理方面的知识 整理了出来 丢给黄宗熙 让他先去看 看着什么利举 利弊 摩擦力 压强之类的专业名次 就让黄宗熙感觉新国公所格物出来的学识 果然是闻所未闻 自然就更是兴奋 这个时候 方以至来了 不但是来正式拜师 而且还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近日朝中 有好些人要弹劾恩师 说你给城外难民分发钱两 结果招来了杀身之祸 他们有的说 您害的那些难民 您要负责 还有的人说 您的难民安抚算失败 要追责您 至少夺去您的爵位 黄宗熙听得非常意外 立刻变怒了 不过他还没说话 方以至就又义愤填膺地说道 他们如此颠倒黑白 不去怪那些贱人 反而怪其恩师来了 以学生看来 这朝堂上的人都是没救了 和他们同朝为官 学生很是不耻 一会儿就辞官不作 转心学问最好了 他之所以能提前知道 就是因为有附设中人 来联络他这个 附设四公子之意的大才子 让他不要再看戏 也一起上奏弹劾 张明伟听了 不由的也是有点意外 一如方以至所言 那些人竟然弹劾 他给难民路费导致被杀 这是他的责任 这种说法 真的刷新了 他对明末这些官员的认知 马上 张明伟就想起来 难民被截杀的消息 一下子惊失传开 按照周文震的说法 是有人在暗地里推波助澜 由此可见 是不是有朝中的狠人 干出了这么黑心的事情 却不说 有一点确实确定的 就是朝中有人 看他非常不顺眼 千方百计地想着扳倒他 想着这个 张明伟便不由地冷笑 要是普通人的话 就算受崇祯皇帝宠信 被他们持续不断 换着花样弹劾 说不定还真能被他们 给弹劾成了 毕竟在崇祯朝 每个新任的首府 肯定都是崇祯皇帝所信任的 然而 又有哪个首府有好结果 也就是不解党 连结文明的温体人 坚持世间最有 可就算这样 最终也还是被他们 弹劾而扳倒了 然而 他们绝对想不到 自己可不是一般人 而是来自后世 和崇祯皇帝之间的信任 压根就不是 这个时代的人能破坏的 特别是崇祯皇帝已经知道 朝中这些人的真正面目 之所以没有收拾他们 是因为替换他们的人还没到 这么想着 张明伟便对依脸担心 却又愤恨不已的方以智说 没事 就让他们弹劾去好了 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即可 恩师 他们不搬倒 您是不会罢休的 学生怕皇上 刚说到这里 就看到昆星公主过来了 一时之间便卡住了 我说了没事 就不会有事 那些人 皇上迟早会收拾他们 倒是你说的 词官不作的事情 让我想起来了 先生 谁要此官不做了 不是我 是秘之 他想专心学问 有关这个蒸汽机的事情 是立国立民的大事 必须提到国家的高度上 我会向皇上建议 回头成立一个专门的衙门 设立专门的官职 从事这个蒸汽机的研发 你们好好学习 皇上不会亏待你们 听到这话 方一质和黄宗熙 有点不敢相信 成立专门的衙门 设立专门的官职 这怎么可能呢 以前可是从未有过的呀 朱美错听的 却是点点头 给张明伟背书 嗯 先生说得对 父皇肯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父皇知道你们 跟随先生做学问 肯定会非常高兴的 看到昆星公主这么肯定 方一质和黄宗熙 不由地互相看了一眼 在他们的心中 再次刷新了皇上 对他们恩师看重的程度 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研发蒸汽机 是需要大量资金和人手的 不过目前朝廷 没有这个钱粮 有限的一点 都要先安定局势之用 因此呢 你们先从这些相关的知识学习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随时来找我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信 第122集 锦遵恩师教会 学习上呢 这两个人都是学霸 对学习的态度 那当然也是认真的 不但如此 就听方以至还说道 学生家里还是有点积蓄 不用朝廷出资 也可以试着看看 之所以古代的成就 都出自士大夫 就是因为士大夫们 不受温饱干扰 有那个实力 去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情 这和后世一样 西方国家通过殖民 先一步到达了发达国家 他们才可以 在衣食无忧的基础上 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都是一个道理 因此呢 对于方以至的这个提法 张明伟当然不会去管的 他们正在谈话之时 王尔彪又匆匆地过来了 果然如同方以至所说 带来了不少弹劾 张明伟的奏章 理由呢 也就是方以至所说的那些 另外呢 还有一些奏章 是为周延如说话 想把周延如 从诏狱中救出去的 原因无非是周延如 身为首府 有谏言的权利 不能因言获罪 就算周延如 当时有怀疑新国公 也不至于关进诏狱 又是弹劾张明伟 又是为周延如说话 朝堂之上 果然没个消停啊 万岁爷 让先生放心 大概明天左右 便会狠狠地受试 杀鸡害猴 杀杀朝中奉气 张明伟听了 自然知道是什么事情 便点点头表示没事 他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 才不会被朝堂上的事情影响到呢 王尔彪转达完的话 便匆匆走了 实在是公里人手不够 明天就要明正典型 还有一些王之心的爪牙 还没有审讯完毕 他也得赶回去帮忙 等到下午的时候 张明伟突然得爆 说锦衣卫衙门口 有人前来告状 有冤情要告状 那也不该来找锦衣卫衙门 如果真来锦衣卫衙门告状了 那应该就只有一个可能 是之前的难民来告状的 特别是这两天 听到不少难民回乡路上 被劫掠甚至杀害的消息 因此呢 张明伟立刻高度关注这件事情 第一时间处理 告状之人刚进大堂 就在门口那扑通一声跪道 一边磕头一边连声说道 倾天老爷 菩萨 为草民做主啊 语气急促 一嘴的吐音 让张明伟这个穿越者 压根就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无奈之下 他只好大声打断 别急 起来说话 说清楚一点 那人倒是听得懂张明伟的话 便又磕头之后才站了起来 张明伟看向他 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 表情悲愤 又带有一点畏惧 正在打量着 这个告状的汉子就低着头说 倾天老爷 我 我是 好吧 张明伟还是听不懂 转头看看身边站着的中美戳 见他也是摇头 便转头扫视其他人 边上站着的蓝天堡倒是听懂了 便当起了翻译 在他和那人沟通了一阵之后 便向张明伟禀告 老爷 他叫马三 是房山县人士 是之前在京石城外的难民 他的弟弟叫马六 被他们马家沟的人推选出来 进了几一位的 在他说话时 这个马三也在听着 连连点头表示没错 他们回去没遇到贼人 但是 很快就听到说 有刘贼四处劫掠杀人 他们马家沟三十二户 一共一百二十五人 商量之后 就决定去县城躲避一站 结果县城不让他们寄 哪怕他们里长拿出文书 还有城里的亲戚给他们证明 也不让寄 听到这话 张明伟的眉头便皱了起来 接下来的情况 大概是什么样的 他也猜到了 老爷发给他们的粮食 哪怕再节省着用 和树叶混着吃 也快要没了 城外还有流贼 他们危在旦夕 就想起老爷说的 地方上如果不给安置 就来锦衣为衙门告状 因此 他们别无选择之下 就选了他赶来惊师的 老爷 普通百姓呢 其实很怕见官 不敢和官吏打交道的 如果有可能 他们肯定不会去县城求助 肯定是被逼无奈才会去的 都过去了这么多天 朝廷的旨意 京畿之地这边 肯定是传到的 而且他们去县城的时候 还带了发给他们的告示 可就算这样 县城那边也不放他们入城啊 听到这话 张明伟有点不确定 这是到明末王国前两年 朝廷的旨意 在地方上已经不好使了呢 还是说 那房山县只是针对难民安置这个事情而有抵触 拒不执行呢 不管是哪种原因 这都是张明伟没法接受的 难民安置 可以说是他第一次在大明办事 如果说房山县就这么抵制了 那其他地方肯定会群起而效仿 不但会打击他的威信 更让大明的难民问题无解 于是呢 他又问了一些细节 问到后来呢 他的眉头就皱得更厉害了 很显然 情况不容乐观呀 张明伟正在分析着 忽然看到 那马三的身子晃了几晃 就往地上倒去 窥到边上的蓝天宝眼疾手快 一把扶住了他 老爷 他这是疲劳过度 加饥饿导致的 你先下去好好休息 这个事情 我一定会管的 传达兄弟马六 让他来照顾下他哥 等马三一走 张明伟便皱着眉头问道 房山县在京师西南 而那些流贼 就在西南一带肆虐 是不是这样 朱美戳的记性很好 听到这话 便立刻点头 是的 先生 张明伟得到确认 便用手指敲着按计 开始思考了起来 这些流贼的规模并不大 虽然各有说辞 但肯定没有超过千人 如果规模大的话 京师早就解研了 按理来说 出了这个事情 地方官府和卫所军队 就应该有责任去剿灭 然而别的地方 马三不知道 就房山县来说 地方官府 不但没有丝毫派兵围剿的迹象 反而还不让治下没有防御力的庄寨百姓进县城躲避 如果说担心混入贼人 可除非整个庄寨的男女老少都成了贼人 要不然互相指认下压根不可能混进贼人的 换个说法 地方上真要有心 肯定是有办法进行甄别的 难不成 他们是想让那些贼人祸害的百姓 不但可以减少负担 还能再得一些地方上的田地吗 对于明末的官员 张明伟真没法往好的方面去想 对他们的人品压根不敢寄予希望啊 他正在想着这事时 忽然手下来报 说周文震前来求见 一听这话 张明伟稍微有点吃惊了 该不会这么短的时间内 周文震那边就有消息了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吊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23集 他可是记得 也就是不久前才吩咐周文震 让他去查贼人消息的 如果没有收获 他不可能那么快来求见自己吧 要不然呢 就是晋商那边有大的动静 不管哪种情况 张明伟便立刻吩咐接见周文震 过了一会儿 就见周文震在锦衣卫校委的引领下 心冲冲而来 看到张明伟就马上禀告 大人 那伙贼人有消息了 没想到还真的这么快就有消息了 张明伟也挺高兴的 连忙问道 是个什么情况 回大人的话 刚好有教内兄弟来惊师 带来了贼人的消息 那伙贼人是大房山的贼人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次竟然出山截略 还闹得这么凶啊 房山县西高东低 或者说 西边是太行山渔脉 也就是大房山 东边是平原 这种事的 山上有贼人也都可以理解 不过有点奇怪的是 如今贼人闹得这么凶 为什么房山县那边 却没提及大房山有贼人呢 是不知道大房山有贼人 还是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的 好奇之下 张明伟便有仔细地问起 这伙贼人的情况 周文镇知道张明伟会问这些 因此事先详细了解过 便立刻娓娓道来 张明伟听完之后 心中便有了主意 当即带着朱美错进宫建架去了 不用说呀 听说张明伟来见 崇祯皇帝第一时间 放下手头的事情 马上就接见了他 先生不用担心 王大阪那边已经准备了差不多 朕要以此杀四个 看他们还闹不闹 陛下 我不是为这事来的 刚才 说完 他把了解到的情况 给崇祯皇帝说了一遍 然后说出他的想法 这些贼人 在京畿之地 劫掠百姓 且冯山县 竟然抗制不尊 不安置难民 如果不狠狠地收拾他们 杀鸡害猴 那朝廷旨意 就没法让地方执行 如此一来 我们所有的计划 就是镜中花 水中月来 还真别说呀 崇祯皇帝并没有了解得那么稀 他还以为 就是有些贼人而已 没想到背后的事情那么多 当即就怒了 好 那朕就立刻派人去 不是不是 陛下 我是这么想的 对于古代的打仗 虽然从书上什么的了解过 可是真正的打仗 我还是没有经历过 如今正好有个 剿灭小谷刘贼的机会 我的想法是 让周玉吉领兵去围剿 我随行监军 这样能了解 多一些这个时代打仗的特点 另外 那个防山县的事情 我想亲自去处理 可是 朕身边离不开先生啊 如果张明伟在身边 遇到什么难题 直接问张明伟就能知道 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要不然 底下臣子的话 他有的时候 还真的难以分辨 陛下 政令不达 地方上阳奉阴围 这是丧失朝天权威 亡国之先兆 绝对不能有这苗头 必须尽快镇压 而且相信勇卫营出马 只是牛刀杀鸡 并不需要多少时间 就能回来的 如果按照原本的历史发展 五月份的时候 李自成会再度领兵 攻打开封 这一次开封会破 另外 年底的时候 剑奴大军再度入关 这些事情都是迫在没邪 我想按部就班的练兵 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 了解下军队的打仗特点和细节 发挥当下军队的最大威力 才是最快增长朝廷军队实力的办法 如果有可能 救下开封 把剑奴拦在关外 那是最好的呢 好 那就由先生去处理吧 地方军政事务 借由先生决断 朕在京时 杀鸡害猴 先生去了地方 有必要的话 也来个杀鸡害猴 看谁还敢不准朝廷旨意 这个时候 张明伟身上的京畿之地 难民安置使的差事 其实还在 崇祯皇帝还赐给他亡命棋牌 地方官又不是封疆大吏 就算是普通握有亡命棋牌的钦差大臣 侦查时地方问题 那都是可以先斩后奏的 听他们有了结论 一直不说话的朱美错便开口道 父皇 娘也要去 也好 跟在先生身边 安全得很 去吧 于是呢 旨意传下去了 周玉吉这边立刻开始准备出征 按照张明伟的意思 那是越快越好啊 家定伯父 周葵父子俩正在饮酒作乐 听着府里养着的戏班唱戏 可以看出 他们的心情明显不错 事实上 这个时候 他们并没有在意戏班子在唱什么 而是自顾自地说话 神情畅快 好像很高兴 瞧这情况 估计过不了多久 那个国公爵位肯定就没了 那是 这国公爵位 不是安置了难民才有的吗 如今好了 这难民的事情没算完 这算个屁的安置 那么多人去弹劾 看皇帝能坚持多久 那个朱美绰真是吃里扒外 好歹我是他亲舅舅 他竟然敢骂我们 我只是要个伯爵而已 人家外人都是国公的 他怎么就不去骂呢 哎呀 算了 别管他了 女人嘛 胳膊肘像外拐 再正常不过了 哎 太子呢 好像这些天都没太子的消息 之前不是说 他要去南方吗 怎么也没动静呢 哎呀 那肯定是说说而已 你看看啊 如今朝堂上的那班鸟人 都在逗那个鸟国公 谁还管太子南下不南下 朝堂之上 不一直是这个鸟样吗 嗯 说的也是 那个鸟人还放话说 早日安置了难民 就要早日整治贪官无力 哼 不把这鸟人给扳倒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当然顾不得其他的事情了 说着话 喝着酒 吃着菜 又随意听着下息 忽然 周碧安又对周葵说 哎 爹 这次的事情 皇上好像并没有发怒 也没见派人来斥责我们 我觉得有戏 有什么戏啊 绝位呀 看看 皇上都没发火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应该是认为 给我们家的爵位确实低了 哎 要不 爹 我们再去闹一闹 怎么样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24集 说到这里 周碧安把筷子一放 又补充道 反正我听说过 会闹的孩子有奶吃 不管怎么样 我就要个爵位 要不都没脸出去混呢 好 那我们再找个时间 再去宫里 闹得宫里烦了 爵位也就到手了 爹如今就一个伯爵而已 也太掉价了 爹也没法出门呢 自从被提醒之后 周魁也是真心觉得 自己的伯爵实在太低了 这父子俩从头到尾就没想过其他 一门心思就想着升官加绝 这不 正在讨论着呢 就见到徐云超几乎连滚带爬地跑起来 大声说道 老爷 不好了 宫里来人了 宫里来人就来人好了 你如此大惊小怪干什么 宫里的人来家定伯府 那不要太正常不过了 如果以往的话 他只要这么一发飙 那徐云超绝对会吓得哆嗦 能多乖就有多乖 可此时呢 却见徐云超还在那惊慌失措地说道 老爷 是东厂来人了 东厂 周魁一听 眉头顿时一皱 不过还没等他说什么 就听到前院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 还有一些女人的尖叫声 和一些人的呵斥声 听到这动静 周魁顿时就怒了 当即也是学他儿子一拍桌子喝的 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要造反吗 台上的戏班子看到这情况 都吓到了 全都没有继续往下演呢 就在这说话间 就见外面涌进了一大群人 这些人 都是戴肩帽 着白皮靴 穿褐色衣服 季晓涛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人 为首那人 周魁也认的 是新任的东厂提督 斯里剑掌印太监 王承恩 这来势汹汹的样子 让周魁吃了一惊 当即站了起来 怒容满面道 王公公 你这是要干什么 这里是家定伯父 是你能胡来的地方吗 周碧安也是站起来 跟着他老爹一起摇合 这对父子 真不知道那脑子里面 是什么东西 到如今这种情况 竟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王承恩盯着他们父子俩 心中那是相当无语 其实呢 天下真没有 无缘无故的神经病 周魁父子 这对活宝会如此 还是和他们的经历有关 原本周魁只是穷人家一个 在街头给别人算命 中了极品彩票 女儿成了大名皇后 就等于是一下报复了 然而呢 周魁父子骨子里的东西 并没有因为地位的改变而改变 有了皇后 特别是太子为依靠 就觉得 以后的荣华富贵再也不愁 在京师里 各种达官贵人 都得哄着他们俩 让他们俩更是晕得 不知道东南西北 当然 最为关键的是 这俩货压根就看不清形势 感觉天下就算再乱 大明也不可能亡国 那就不可能影响到他们俩 因此呢 他们的所作所为 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也是能够理解的 此时呢 王承恩懒得和这对火宝啰嗦 当即以挥手的 奉皇上旨意 周必安为非作歹 祸害京师 立刻集拿绑复武门 贾定伯教子无方 跟着胡作非为 念在皇后太子情面上 夺绝驱逐离京 边上的东场翻译一听 立刻如狼似虎地扑了过去 周奎和周必安父子听得吓呆了 他们俩是万万没想到 在皇后和太子卫依靠的前提下 竟然也有今天 一时之间 他们俩都傻在那里 一直到两个东场翻译把周必安给抓了 他才回过神来 当即用力挣扎 同时怒吓 王公公 你疯的 你想造反吗 竟然感到太岁头上动土 周奎稍微理智一点 知道肯定是皇帝的质疑没错 要不然 王承恩绝对没有这个胆子的 王公公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呀 你先不要动手 我进宫去面见皇上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万岁爷说了 他不会再见你们的 省省这个心吧 想想你们平日里做的好事 一而再再而三地做 还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们吗 王承恩 你这个没卵的东西 有本事就不要拦着我们去见皇上 还有皇后 太子 我就不信呢 王承恩听到他那骂人的话 立刻看向他 盯着他的眼神 就犹如一枚利剑一般刺了过去 愣着干嘛 带走 这都是要死的人呢 还跟他废话干什么呀 那两个东厂翻译看厂工的神态 也都吓到了 连忙用劲 半拖着周比安走了 周比安哪遭遇过这种情况 惊惧交价 心中知道 看这个样子 唯一能救他们的就只有皇后和太子 便还试图挣扎 同时大喊 你们敢对我动手 皇后肯定饶不了你 还有太子 也肯定饶不了你 看着他消失在眼前 王承恩心中不由的冷笑 就凭你们会出卖太子这一天 你们其实就已经和皇家断了情分 还想让太子救 真是做梦 更不用说太子早已不在京师的 这么想着 他转头看了一眼还在发呆中的周葵 心中又是一声冷笑 哼 这是你们自找的 随后 王承恩一挥手 给咱家搜 其他东场翻译一听 立刻大声领命 随后便四散而开 翻箱倒柜 开始搜寻整个家定伯府 那戏台上的戏子看到这情况 全都缩到了一角 瑟瑟发抖 他们是万万没想到啊 家定伯府竟然都有这么一天 真是太难以想象了 直到这个时候 周葵才回过神来 伸开双手 想要去拦那些东场翻译 与此同时 他大声喊道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们这是要抢钱呢 来人呐 抢劫了 王承恩听的无语 抢什么劫呀 他不想见这个老东西 让手下人看着他 而他自己则转身走了 去钱院里等搜查结果 截二连三的去宫里楼钱 崇祯皇帝就想知道 家定伯府到底有多少钱 事实上呢 家定伯府在外面的商铺良田之类的情况 王承恩早就查到了 就是家定伯府里多少财物 这个不知道 这次过来 因为时间紧迫 他是带了好手过来的 没过多久 一箱箱的绫罗绸缎 金银珠宝 还有古丸自画等等 全都抬到了前院这边 王承恩看着 书记员核对 固执记录 忽然 又一阵比较大的喧哗声 从后院响起 随后呢 东厂藩衣们抬着一个个箱子过来 打开一看 全是银元宝啊 厂工 从地窖里挖出来的 估摸着 有二十多万两 为首的议长 兴奋地向王承恩禀告 王承恩一听呢 顿时高兴地站了起来 好一对父子 不愧是会捞钱的 竟然现银都有这么多 这一下 该能给皇上 解下燃眉之急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二十五集 嘉定伯府这边虽然热闹 但其实武门那边更热闹 就在平时官员打停仗这 已经聚集了文武百官 他们不是闲得无聊 而是奉旨不得不在这里围观 在他们围观的空地上 已经由东厂翻译压着几个人 原司理剑掌印太监 将东厂提督王德化 原御马剑掌印太监王之心 原锦衣卫指挥使洛阳兴 就在十来天之前 这三人还是大明朝权势最大的几个内战 可如今呢 却是要当众行刑的 看着跪在这里的三个人 说真的 文武百官还是相当震撼的 这其中呢 洛阳兴要被杖杀 他们是能理解的 谁让他去刺杀荆棘之地 难民安置使的呢 最为关键的是 竟然没有刺杀成功 还当场被抓到了证据 真是活该呀 不过对于王德化和王之心 就让他们非常意外了 之前的时候 他们就听说王德化被抓 换了王承恩上尉 这让他们非常怀念 王德化当司礼剑掌印太监 见东厂提督的时候 那个时候多和谐呀 因此呢 他们不是没想过 王德化到底是因为什么被抓 还有没有重新启用的可能 要是有可能 他们不介意替他说几句好话 替他喊冤 但是呢 不管是王德化还是王之心 就算再权势滔天 那也只是皇帝的家奴 皇帝对他们喊打喊杀 他们这些做外臣的 根本就没有一点办法 直到此时呢 一名宦官正在大声念着 眼前三人的罪状 这才让文武百官明白 王德化和王之心 到底是为什么要被杀的 总结起来 其实就是八个字 贪污腐败 祸国殃民 听着宦官在读着 某年某月某日 王德化和王之心 干了什么事情时 不少文武官员都不淡定了 虽然王德化的 很多受贿没有公开 但是呢 在场的这些文官 地位够高的那部分人 大都是给斯里建 掌印太监 将东厂提督送过礼的 他们就害怕 皇帝会不会查到了 他们头上 而那些武将 同样也是担心的 因为王之心的 主要罪状是 吃空想 贪军费 武将之中 包括掌管军队的 勋贵 又有几个人 没有做过这种事呢 对此呢 他们只能是 偷偷安慰自己 别怕 朝堂上那么多 贪腐吃空想的 不是都没事吗 如今皇上处置的 只是几个家奴而已 没事 没事的 宫里面的权力斗争 看来非常激烈 都到了鱼死网破的地步 对 看来那王承恩 嚣张还真是有理由的 竟然把对头直接消灭 不给他们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 听说街掌 御马剑 掌印太监的 是方正化 平时不知道 看来这人在宫中势力 已经很大了 这人在外面都能扳倒王之心 哎 这么理解 其实也是有理由的 外庭的权力斗争 也就是所谓的党争 其实也是非常激烈 在崇祯朝 大明的顶级官员被杀 不都是党争的结果 同样是肉体消灭 不给起伏机会 要不然呢 就会如同那周延如矣 存在起伏的可能 还一下又成了首府 当然 如今又是前首府了 这么想着 他们心中就开始慢慢地淡定下来了 宫里宫外的权势斗争 对他们来说 那就平常了 斗争失败被杀 当然不会说争夺权力失败 总会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杀人 如此依赖 眼前这三人 只能说是本事太差了 他们正在低声说着这事的时候 忽然远处又有喧哗声传来 他们这些人闻声看去 却见又一对东厂翻译过来 看样子 还是压着一个人来的 离得近一些 顶经细看时 他们不由得大为震惊啊 周碧安 当今皇后的亲弟弟 太子的亲舅舅 平时在京师横行惯了 他们当然是认得的 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才万万想不到 竟然连周碧安都被抓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连他都抓 该不会也是要杀头吧 皇后知道这事吗 太子知道吗 对了 好些天没有见到太子了 不是说 太子要南巡 到天津去坐船吗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如果说之前 王德化和王之心要被杀 这已经让他们震惊了的话 如今看到周碧安也被压了 和王德化他们在一起 显然也是要行刑 那就真的是非常震惊了 因此呢 哪怕太子几天不见这种大事 也只是个别人诧异而已 更多的人 是在关注眼前这事 甚至连王德化和王之心 这种要死之人 都被震惊到了 他们要被杀 应该是权力斗争失败的结果 可是呢 周碧安也要被杀 他就一个外戚而已 和权力斗争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时候 周碧安已经压到 边上的宦官 便开始宣读周碧安的罪状 文武百官听着 就是周碧安这伙 平时欺男霸女 横行轻尸 为非作歹的事情 这些事情 其实这些官员中 很多人都知道 甚至有一些事情 还是某些人怂恿的 有周魁父子在前面顶着 那他们去做类似的事情 也就没有什么顾忌的 真要说起来 周魁父子 从一个普通老百姓 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他们这些怂恿的人 绝对有很大的责任 此时的他们 那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皇帝竟然要杀他小舅子 难道皇帝 真的是要严惩 贪腐不法之事 要不然呢 如果只说是党争的话 杀周碧安的事情 就说不过去了 他们惊惧地 正在低声讨论这事 宣读罪上的宦官已经退下 新任的司礼剑 禀比太监王二彪 大声对这些官员说道 陛下旨意 听到这话 文武百官便立刻停止了议论 纷纷先接纸再说 王子犯法 尚且与庶民同罪 朕不管是何人 只要敢违法犯计 祸害大明 朕就绝不顾戏 朕就看着 还有谁想和他们几个一样的 王二彪说完之后 便吩咐东场翻译行刑 于是呢 一队东场翻译伺候一个 全都开始打板子 一板子一板子地打下去 那都是往死里打的 不过王二彪还得到过吩咐 不能一下打死 要多打几下 不管如何呢 杀鸡害猴的效果 总要最大才好 于是呢 五门外 每一次趴的板子落下 就伴随着一声惨叫 响了起来 每一声动静 都让文武百官 听得非常刺耳 之前的时候 贪赃王法 都不叫贪赃王法 那是代价而沽 就比如说呢 遇使杨芝启公然卖他的奏章 谁给钱就帮谁说话 谁给的钱多 帮的力度就越大 这种事情 也不是杨芝启一个人在做 还有啊 换了大价钱 给吏部送礼 给那些朝堂高官送礼 得到了个官位 一心为民吗 怎么可能呢 都是上任之后 再想着番捞回来 有一个词 就能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情况 肥缺 这有油水 能捞钱的就是肥缺 一心为民的 会有肥缺这个词吗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吊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26集 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有 但是啊 在明末这个时候 已经是毫不掩饰 是司空见惯的一种社会现象 猛然间的他们忽然发现 做这种事情 竟然是要被算账的 眼前四人就是了 账杀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哪怕是有内向之称的 司理舰掌印太监 还是说手握兵权的 驭马舰掌印太监 又或者是和皇帝 最亲近的外戚 如今都在被追责 每一次啊的惨叫 就犹如一把重锤 打在他们的心里 吓得他们的小心杆 都扑通扑通跳得厉害 甚至不少人都脸色惨白 好像他们在受刑一样 他们压根就不想再看 就是不能掩耳朵 要不然肯定会有人掩的 这次的刑刑 对于绝大部分官刑的文武百官来说 就是一种煎熬 当然 这个煎熬呢 也不只是他们 包括在皇宫里的周皇后 其实也有 崇祯皇帝就在这里 先斩后奏的方式 旨意下达 王承恩已经去执行了 他才亲自过来告诉周皇后 之所以动作这么果断 他也是怕周皇后会求情 都说天家无亲情 很自然的 当皇帝的基本上是不可能有爱情的 当然 极少数除外 比如呢 大明朝就有过一个 一般来说的 出现这种事情的话 皇后的位置肯定是不稳的 然而 关键的是 还有一个太子在 那么这么一来 要想废后 就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话说回来 周皇后平日里的表现 崇祯皇帝也是满意的 也是因此 他就压根没有想过要废后的事情 如果不是周魁父子实在太过分 说不定瞧在皇后的面子上 也不会如此绝情 甚至如果换在成平年代 特别是他还不知道 大明其实还有两年就亡国的话 说不定也不会下这种狠手 然而呢 所有的假设 那都是假设而已 如今的他呢 已经知道大明还有两年就要亡国 又知道这俩货 连亲外孙都要出卖 因此呢 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犯他的底线后 便不再犹豫了 唉 朕触发他们父子 和你没有一点关系 和太子也没关系 周皇后听了 沉默不语 只是低着头默默流泪 很显然 虽然他非常的气恼 非常的失望 可那毕竟是他亲爹 还有亲弟弟 如果说只是夺绝 驱逐出京的话 那他也能接受 可是如今呢 他的亲弟弟周比安 是要被杖杀 皇帝已经下旨执行 说明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他除了伤心 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唉 这是他们自作孽 和你无关 朕也是巧在你的面子上 才只处置了周比安 一个人而已 你想想看 要是换成其他人 朕岂会如此容忍 早就依法严惩呢 说不定 有些事情 是误会了他们 也不一定呢 皇帝这么急着 要杀他弟弟 不管是谁 都是有点难以接受的 假定伯父 为非作歹的事情 都有人证物证可查 这些且不说 光是他们父子俩 屡次和朕作对 又该如何 朕要处置五亲侯 结果他站出来 帮着凑钱 还卖锅碗瓢盆 这是打朕的脸 还是打你的脸呢 还有 就在前两天 朕向他借钱 结果他竟然来你这里 要了五千两 转头才给朕多少 自己摆得一大笔钱 这又怎么说呢 在朕封上先生之后 他们俩竟然不知羞耻 还敢来宫里闹 有的时候 朕真的难以相信 你竟然会是他的女儿 该不会是简 崇祯皇帝一口气 喷到这里时 感觉好像有点说过了 便没再继续往下说 但是呢 他虽然不说 可意思也很明显 就是怀疑周皇后 是周魁捡来的 此时呢 周皇后低头捶泪 见崇祯皇帝不再说了 事关他亲弟的性命 就还想辩解几句 小时候家里穷 我爹是过惯了苦日子 因此养成了节俭 吝啬的毛病 也有可能 家里的钱真的不多 因此 也拿不出多少来吧 虽然朝廷极缺钱用 可朕有亏待过他们 荣华富贵 能少得了他们 正说到这里时 外面传来禀告声 是王承恩回来了 于是呢 崇祯皇帝便先不说了 看向近来的王承恩道 家定伯父 一共有多少家财 王承恩在近来时 早已瞧见周皇后在垂泪 心中不由地叹口气 得罪皇后的活 都让自己干的 始作俑者却一点事都没有 自己就是干苦力的命啊 他这边正想着 周皇后听到这话 当即诧异地抬起头 盯着王承恩 目光很是有点的 他没想到 皇帝竟然还要去抄家 奴婢不敢大动干戈 只是稍微搜了下 得现银二十一万两之多 黄金三千五百五十两 如果再折合其他金银珠宝 和古丸自画的话 至少在五十万两以上 他这话还没说完 周皇后就呆住了 就是打死他都想不到 竟然会有这么多银子 这一下 真的不管是从哪个角度 都无法解释的 想起就在前些天 他爹竟然还来哭穷 让他把首饰都凑起来 给他爹交差 可谁知 他爹光是现银就有二十多万呢 崇祯皇帝也是震惊 不过比周皇后要好一些 因为他听张明伟说过 原本的历史上 周葵交给李贼不少银子 此时呢 他见周皇后的样子便下定论了 听到了吧 他们父子哪来的那么多财物 都是借着宫里的名头 在外面瞧取豪夺 这得害了多少人 有多大的民分 知道吗 还有 国事如此危急 却连一分钱都不想出 这是朕的亲戚吗 喝着大明的血还要添乱 朕和那些贪官污吏有何区别 都是在挖大明的根基呀 如果不处置他们 朕何以处置其他人 你自己说 大明江山重要 还是他们父子俩重要 朝廷有多缺钱 周皇后当然知道 甚至皇帝的礼仪破了 都舍不得坏 也是他亲手缝补的 都到了这个份上 那是真的没钱 然而呢 他爹都有这么多钱 还一毛不拔 还从他这里再赚了一笔 想着这些 周皇后是彻底无话可说 露出一丝凄凉的苦笑 对崇祯皇帝说道 我不管了 你爹虽然驱逐出京 可回到老家之后 依旧是一事无忧的 这一点 你放心好了 那太子那边呢 要不 我去给他说吧 这好几天的 我都没有见到他人了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赵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二十七集 他已经南下了 不再京师 啊 什么时候南下的 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连告别都没有 这让他相当意外 先生遇刺的事情发生后 他就歉意 让慈郎秘密南下 有他在京师吸引注意力 比起公开座船南下 都要安全一些 这 陛下 难道 还有人敢胆大包天 想要对太子不利 哎 如今天下大乱 人心败坏 不能不做最坏的打算 别的不说 一旦利益冲突 有些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本来的话 他想拿周魁举例 在荣华富贵面前 连亲外孙都可以出卖 就更不用说别人了 不过话到嘴边 想着不刺激周皇后了 也不好说 就没说了 周皇后一听顿时就担心了 如今对于她来说 娘家如此让她失望 一颗心就全在太子身上了 便急切地说道 陛下 万年如此危机 那此劳岂不是危险了 朕已经派了几个忠臣保护 不但有锦衣卫 还有军队 还有文官等等 危险可能是有 但不会有多少 如今乱世 她身为太子 也总要去面对 一如先生有言 不经历风雨 又如何见彩虹啊 周皇后听到这话 立刻再次感觉到 先生在皇上心中有多重要 不过这个念头也就一闪而过 她的心思还在太子身上 便又担心地说道 让子朗跟着先生身边 也能成长起来吧 她这么小 一个人去了南边 又能干些什么呢 非太子去南边 才能镇住地方 而且她要做的事情 都是非常重要的 关系到大明的生死存亡 这本就该是她的责任 都替她安排好了 勇于认识才是对的 朕最讨厌的 就是尸位素菜 说完之后 她就转身出殿了 王承恩从头到尾 就没说过一句话 当了一个透明人 此时见皇帝要走 他连忙向周皇后毅力 也跟着走了 殿内呢 就只剩下周皇后再发呆 或者说有点害怕 因为他听出来 虽然大明废太子的 事情非常少 几乎可以说没有 但皇上此时却透露出 要是太子真的一无是处 那是有可能会被换的 虽然不是直接明说 也够吓到他的 五门外杖杀的四人 早已毙灭 文武百官被命令 绕着地上的尸体走了一圈 然后才各自归牙 不得不说 这杀鸡害猴 特别是杀了周比安的效果 那是非常大的 这些文武百官 大部分都是脸色沉重 一言不发 默默地想着心事 而五门外这么大的动静 随着他们的散去 消息也在京师传开了 对此很自然的 百姓纷纷拍手称快 对他们来说 可能宫里的几位 和他们关系不大 但是呢 周比安横行京师 他们却是有目共睹的 真是大快人心呢 没想到 这个京师一霸 竟然也有今天 皇上圣明啊 大义灭妻 以后看谁还敢欺男霸女 皇上连周比安都处置了 谁有胆出来试试 乱世当用重点 好 当服一大白呀 而相对他们来说 那些勋贵外戚听到的 就是一个晴天霹雳 他们中的一些人 为什么要怂恿周葵父子 让他们这两个蠢猪顶在前面 就是他们觉得 皇上不可能处罚这对父子 既然如此 那皇上也就不好去处罚其他人了 然而呢 如今皇上不但处罚了 甚至还杀了周比安 这真的是震惊到他们了 皇上 好狠啊 以前的皇上 好像不是这样 我感觉 就和那个新冒出来的人有关 肯定啊 你们想想看 自从这人出现后 皇上就性情大变了 对不对 这样下去 日子还怎么过呀 是啊 此人不除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有这种想法的 也绝对不是一些人而已 只要是朝堂上的名言人 都知道皇帝的这些改变 是什么情况 要说对张明伟恨不恨 当然恨了 但是他们之前不是没有想过办法 甚至都放下党争联合起来 试图扳倒他 却没有一点效果 而张明伟则是万万没有想到 整个事情中呢 皇帝都没让他出面 结果他还是被人记恨上了 当然了 他就算知道也不会在意 要想中兴大明 就是要改变利益的分配 不得罪那些既得利益者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蛋糕做大也不行 肯定有人不满 因此呢 这杀人的事情是不会停的 如今杖杀这四个人 还只是开头而已 出征将士的选拔 粮草的准备等等 这些都由周宇吉去负责 张明伟并不需要操心 不过他并没有闲着 也同样在做准备 虽然张明伟并没有打过仗 可因为后世互联网的原因 又是写穿越历史的 加上男生天生爱看打仗的影视资料等等 因此呢 打仗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肯定是知道的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这句话在他看来是不对的 因为先行的不应该是粮草 而是情报 虽然大军行计 会有夜不收前后查探 可那只是战场的消息而已 属于战术层面 张明伟所想的情报 就是更高层面上的那种 属于战略层面 张明伟忙碌了一天 就是从众多锦衣卫中 挑选出了二十人 暗机上摆放着这些人的档案 拿起一份便传令召见一个 不 大堂上就有一个 刚进来就连忙见的 属下马五参见大人 我马上就要去你们防山县 这事你应该是知道的 在此之前 我要你先回去 打听县城的消息 还有那些贼人的消息 等我领军到了的时候 希望你能提供一些有用的消息 只要你能做到 便是正式的锦衣卫议员了 你可愿意啊 听到这话 马五又怎么可能不愿意呢 就算没有许诺成为正式的锦衣卫议员 光是为他家乡解决这个事情 他都是没得推辞的 属下责无庞贷 定然全力查探消息 张明伟听着 向边上坐着的昆星公主点了点头 于是呢 朱美措便示意费真额 从边上的箱子里 取出了一些银帝 放在桌子上 大小不一 看得让人喜欢 马五见呢 有点不明其意 这里一共是20辆银子 是你本次任务的活动费用 用好这些银子 记住 我要的是有用的消息 明白吗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28集 20辆银子 按照后市从万历年间的购买力折算 大概一两银子相当于后市500块钱 20辆就是1万块钱的 马五长这么大 都没见过这么多银子 顿时非常的意外 连忙带着一点兴奋回答道 属下明白 属下记住了 然后便去了朱美冲那边 签字画鸭 签字不会 就按手印 等马五一离开 张明伟又连续召见其他锦衣卫校尉 都是防线人士 或者是周边的 和马五一样 从这次难民中转过来的 对他们说了一样的话后 同样给了每人20辆 让他们先一步离京 回去打听消息 后续有三个人 并不是难民出身 而是原本锦衣卫中的老人 但多少和防线那边有关系的 就被张明伟挑了出来 其他事情都一样 只是说法有点不同 不再说什么转正之类 毕竟他们原本就是锦衣卫 张明伟对他们的说法是 万历年间 锦衣卫刺探有关窝寇的消息 对抗窝有极大的帮助 我希望你们能继续发扬 锦衣卫的这种职责 做好了 按消息的重要性 给你们升职 等这二十人都打发走了 没了外人 公主便吐了吐舌头道 哎呀 这一下子啊 就少了四百两了 以前的时候呢 朱美戳对于钱这个东西是没有概念的 可随了张明伟出宫之后 总算是有了概念 四百两一下拿出来 那是真不少了 在京师都可以买好几套不错的房子了 哼 打仗就是烧钱呢 如果四百两银子能换来一个有用的消息 那绝对是值的 他刚才布置的任务 还只是一个短期任务 也是他第一次安排这种事情 等以后如果要安排长期潜伏 或者更危险的刺探任务 那还需要安家智晓的银子 活动所需的银子 说不定也要更多呢 亏了茶巢锦衣卫一系的银子 崇祯皇帝都留给锦衣卫用了 要不然就还得另外再想办法 此时呢 他们正在说话间 五门那边的消息便传过来了 朱美厨并不在意王德化等人 不过听到周碧安也被杖杀时 还是稍微愣了会儿 但他回想起先生所说过的事情 自己亲眼见到周碧安横行京师 还有去宫里闹的事情 说真的 他也就只是愣了下而已 不过呢 他脸上还是有点担心 便对张明伟说道 先生 我有点担心母后 我想回宫去看看 去吧 我去一趟永威营 去看看永威营的情况 出征的事情 还是要越快越好 崇祯皇帝已经在朝堂上杀鸡害猴 接下来 该是他去地方上杀鸡害猴 整顿大明风气 希望这么一来 能有效果才好啊 或许杀鸡害猴是真的有效 第二天的时候 内阁府城张四枝 和卫兆成两人竟然不约而同的上奏 一个说年老体脉 想要告老还乡 另外一个说呢 身有隐疾 对做官有心无力 要辞官 除了他们两人之外 各衙门也还有一些 和他们一样 竟然不想当官了 当然 他们俩的官是最大的 对于这些 崇祯皇帝并没有马上批复 而是留中了 在张明伟进宫 给崇祯皇帝禀告出征情况 已经准备完毕时 崇祯皇帝是恨声指着那些奏章 对张明伟说的 先生看到没有 杀鸡害猴之后 这些东西就怕了 朕才不会放他们走 就让王大半从他们查起 吃进去的全都给朕吐出来 陛下 这么做也没错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贪够了钱 就拍拍屁股想走呢 不过这个事情 也不能做得太明显 让他们知道 没有退路的话 怕会狗急跳墙啊 哎 先生不用担心这些 倒是朕担心先生那边 此次出京 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还有没错 都不能出事 万事小心 宁可稳一点 也不要冒险 对此呢 张明伟自然是答应了 于是呢 在崇祯十五年三月十五日这一天 永卫营副将周玉吉领一千兵族 其中马军三百 随同京畿之地难民安置时 兼锦衣卫指挥士 新国公张明伟 出京剿贼公干 不管是永卫营还是锦衣卫 都不属于兵部和武军都督服管 说走就走 也无需说明什么 直接就出发了 不过就算再怎么低调出京 毕竟有上千多军族的行动 满是不可能满得住的 街头路人最先看到军队出城 一时之间 纷纷好奇地打量 永卫营又要出征啊 外面的世道还真乱呐 怎么才来一千人 这能讨伐谁啊 该不会是那些截杀返乡难民的贼人吧 不会吧 听说贼人不多呀 至于要出动永卫营吗 一道旨意下去 地方上就能剿灭的吧 就在他们疑惑间 有眼尖的人看到了 不由得大声说了起来 看军队里面还有锦衣卫 看到没有 至少有四十个吧 为首那个 好像 好像是张青天的 没错 就是张青天 锦衣卫指挥使啊 虽然是穿着盔甲 不过张青天去难民营的路上 我就看到过 绝对是他 这就对了 那些贼人不开眼 竟然敢劫略杀害返乡难民 这肯定惹火了张青天 用上了永卫营 牛刀杀鸡就可以理解了 如果只是一般的教贼 那京师中人也是见怪不怪了 可如今呢 是新国公带着永卫营去教贼 这就是大新闻了 不少人纷纷拔腿就走 回去告诉自家老爷去了 大约半天之后 京师中就传开了 对于张明伟的离经 不少人都是松了口气 走了好呀 走了最好就别回来了 想想看 自从张明伟凭空出世之后 京师风云变幻 那外相全都落马不说 就连最不可能有失的家定伯父 都难逃一劫 要是有的选择 京师这些官员 是真不想再见到张明伟了 对于张明伟的离开 他们自然也都猜出来 看来是得皇上包庇 并不会把难民被劫掠杀害的责任 安在张明伟的头上 该是让他把事情做到底 去解决那些贼人呢 换句话说就是 张明伟就还是新国公 一点事都没有 对此呢 不少人心中非常的无奈 纷纷诅咒张明伟 最好中个流史什么的 一命乎乎的多好呀 这不 在某个府里 主人听到下人过来 禀告张明伟的消息之后 同样立刻猜出了张明伟去干什么 顿时就皱着眉头说道 好快的动作呀 这么快就出京 真是狗急跳墙了嘛 有福 你立刻快马赶去防山县 一定要赶在勇卫营到达之前 告诉那边情况 让那边立刻收拾首尾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吊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二十九集 是 老爷 这仆人听着 立刻答应一声 然后势力匆匆而去 看着他离开 这个人背着双手 看着已有绿色的庭院 口中喃喃自语 不在皇上跟前 这倒也是一个机会 神太监 能明显看出 他是下定了决心的 对于这些 张明伟当然是不知道 随军出发 这是第一次感受的 古代军队 虽然表面上比较淡定 不过他的内心 估计和他身边的 朱美错差不多 都是很兴奋 男儿志向 金戈铁马 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吧 看着永卫营的军族 还是周玉吉挑选出来的 这是真的精锐 哪怕是在行军的时候 都是队列整齐 竖着的旗帜 就绝对不会东倒西外 兵种之间的间距 永远是那么宽 绝不会走乱 从这些细节上 就能看出来 这只永卫营的精锐程度 只是很可惜 如今大明烽火遍地 永卫营的兵力太少 根本就不够用 关外剑奴如今 还在围着锦州城 如果永卫营足够多的话 就能去救援 但是很可惜 不到两万的永卫营 如今都被分成了三部分 分别由周玉吉 孙应元和黄德公统领 散布在大明各处 而其他能调动的军队 都在嵩山之战中 全军覆没 因此呢 锦州城虽然还没投降 却已经等于是被朝廷放弃了 在目前剑奴的绝对实力面前 就算张明伟是穿越者 那也是无能为力 只能任由锦州城 按原本历史的发展 最后祖大寿再次投降剑奴 想着这个 张明伟就感觉压力好大呀 从穿越过来的十来天里 一直在解决京师这边的麻烦 整顿锦衣卫 安置京师难民 就这些天的时间 其实已经是用了快刀 斩乱麻的速度了 要是换成别人 估计一件事都没办成 还在扯皮当中呢 不过朝廷对于嵩山之败 一直都还没有去处理 只是因为张明伟的缘故 叫停了祭奠红尘筹 而张明伟这边 如今都还在为安置难民的事情 而忙碌 好在是剑奴经过几个月的 松紧大战也已经损耗了大量的实力 并不会进一步的威胁大明 按照原本的历史发展 时要休整半年 在年底的时候才会静观节律 如今才是三月份 还有一段不算长的时间 在朝堂上 已经举荐了几个人才 崇祯皇帝也派人去传诏 远近算起来 估计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才会到达京师 等他们到了 朝中就能多几个能干实事 值得信任的官员 那个时候做事 就应该会轻松一点 而刚刚杀鸡害猴一番 也能杀杀当前朝堂上的风气 地方上呢 自己处置了敢对朝廷旨意 扬奉阴违的地方官 估计也能震慑地方 让他们知道 朝廷旨意可不是闹着玩的 如今的锦衣卫 也不是洛阳姓时代的锦衣卫了 忙完了这些事情之后 回京就要处理 松山之败的首尾了 对了 宁远城也需要安置 要不然呢 回头又被剑奴围困破城 还有山海关的防御 也要重新审视才行啊 剑奴基本全占了关外 还对关内虎视眈眈 李自成在河南地区肆虐 攻城略地 张献忠在湖南湖北纵行 很快就要进四川了 到处都是事情 而且还都是大事 有的忙啊 心中想着这些 说实话 张明伟肯定是有担心的 然而呢 既然已经穿越过来了 承担起了这份改变历史的责任 不行也得行 光担心是没用的 张明伟正在想着这些事情时 周玉吉驱马从队伍前头过来 向他禀告道 大人 末将就按对阵剑奴的方式布置下去 叶不周洒去了方圆百里 如今天色已近傍晚 该是要扎营呢 军中具体细节 你看着安排就是 遵命 周玉吉听了 双手抱拳领命 随后转身对他身边的将领 传达了寻找扎营地 扎营过夜的军领 而他自己 则还陪在张明伟的身边 没多久 一处临近水源 又是开阔地 作为扎营所在 永卫营将士 当即从随军偏向车内 搬运帐篷之内 开始忙碌了起来 张明伟等人自然不用去干活 骑马半天 早就有点不舒服了 此时下马 哪怕他事先练过几天骑术 也是动作僵硬 费劲下马 随后呢 转身一看 朱美车早已经笑眯眯地下马 一点事情都没有的 站在他身后了 而周流氏 领着女兵 护卫着朱美车 同样都在 张明伟开始下马时 就后发先制 早已站在地上了 哼 看来这个马儿 还是要多齐齐才行啊 这可不是面子问题 而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啊 周玉吉 假装没有看到这点尴尬 找了话题 对张明伟说道 这都过去好几天呢 也不知道那些贼人 是不是还在房山县境内 估计要花几天时间搜寻呢 说到这里 他想着 张明伟连马都是刚学会骑 估计不懂兵事 便连忙又补充了 大人放心 只要能找到那伙贼人 就那点人说 哪怕是今年老贼 也就让骑军一个冲锋而已 哼 我在得到消息的时候 就已经派出了一些 本地警衣卫先行查探 相信明天左右 估计能有贼人的消息 周玉吉一听的 顿时吃了一惊啊 刚才还想着大人不懂兵事 结果大人早就未雨绸缪 在军队出发之前 就派人打听消息了 明白这一点 知道张明伟对消息的重视 他还真不敢再轻视 张明伟在兵事方面的能力了 要知道 他所擅长的 其实是违将之道 属于战术层面 而张明伟所表现出来的 却是违帅之道 是战略层面的 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就是这个意思 大人未雨绸缪 那这一战就更轻松了 其实呢 周玉吉不知道 后世的剑盘侠 按照他的理解 应该都是属于战略层面的那种 大方向上 谁都能侃侃而谈 反而是临阵细节上 就谈不出个所以然来 此时呢 朱美错听了 也是点头说的 先生前几日就教过我 情报战 无论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还打算在锦衣卫衙满里 成立一个军情司 用于收集大名敌人的消息呢 目前的锦衣卫 只有南北镇府司 其中南镇府司管锦衣卫 而北镇府司就是后世印象中的锦衣卫 主要还是针对文武百官的 张明伟的意思 就是另外专门成立一个军情司 用于收集各处流贼 剑奴的情报 等到未来呢 只要大名要对付的敌人消息 都要刺探 周玉吉一听 便钦佩地说道 大人之远见 末将佩服之志 做这些事情都要钱呢 如今朝廷没钱 如果有钱呢 先要解决各军的军饷 还有战功奖励 得来钱才行啊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说着这话 他就在想了 回京之后 要加大对晋商的刺探 抓住证据 皇帝就能信服 天下妇人 也不至于人心惶惶 那八头 绝对是非养 相对来说 京师中还有不少小非养们 此时呢 周玉吉听到他的话 就更是欢喜了 连忙附和他 大人英明啊 我们大明军队 真要保证军饷 还能得战功奖励的 末将都敢拍胸脯保证 灭了剑奴都不是难事 周玉吉都不用转头去看 就知道是他媳妇在搞鬼 脸色不由得一红 不过当他看到张明伟 带着笑意看着他时 顿时就又不管了 认真地看着张明伟 大人 末将真不是吹牛啊 我们大明边军百万 世代军户 非是不能战 实在是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 没法打仗啊 他是辽东锦州卫人 也是世代军户 从小兵凭着战功 一点点升上去的 南征北战之下 见识也多了 刚才的一番话 就是他的肺腑之眼 就连他的媳妇周刘氏听了 也不再咳嗽提醒了 放心 你们只管打仗 该得的 绝不会少你们一分的 永卫营之所以战无不赦 就是御马剑要的连面 基本保证了永卫营的后勤 没敢太过伸手 崇祖皇帝不知道 既然这个效果不错 就按照永卫营的做法 再见一样 结果却压根儿 不能和永卫营比 原因就是 只有永卫营保证了后勤 周玉吉听了 又是惊喜 感觉自己跟对了人 哪怕他这么实诚的人 也不由得派起了 张明伟的马匹 当然 和他媳妇单独 见面说起的时候 他是绝对不承认的 说这就是 他的肺腑之眼 张明伟对于他的公伟话 只是笑笑 听过就算 随后呢 就开始问话 周玉吉答 如果当面之敌 是贱奴大军 和我军兵力相当 你如何应对 如果当面之敌 是李贼大军 数倍于我 你如何应对啊 对于这些问题 周玉吉以为是在考教的 便连忙认真回答 就怕回答 让张明伟不满意的话 刚才的保证 就没勇未赢的份了 其实呢 这压根就不是考教 而是张明伟 真的是问这些问题 看他这个名将 会怎么做而已 就这么的 一天就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 天刚蒙蒙亮 张明伟睡得比较浅 听到军中有动静 他也就起床了 谁知他刚露面 周玉吉就过来禀告 大人 昨日放出去的夜不收 虽然没发现流贼所在 但是抓回了一些 刑际可疑的人 末将先行问过 有两人 该是锦衣卫的兄弟 另外有几人 是京师权贵服上的 派出去当密探的锦衣卫 都不会随身携带腰牌 否则容易被发现身份 张明伟知道几个 因此基本可以确定 自称锦衣卫的撞过来 那基本就是的 不过另外几个刑际可疑的 是怎么回事 他就有点好奇了 随后呢 那两个自称是锦衣卫的人 便被带了过来 果然没错呀 就是张明伟先前派出来的 其中一人便是马武 他们两人都是房山县人士 一赶回来之后 就立刻联系老乡 很快便有了之前贼人的消息 大人 这下就省了我们功夫了 哪怕他们又再转移 近日都能追上他们 张明伟听了点头 他便马上派出叶不收 都是一人双马 往贼人所在方向搜索 接着呢 张明伟便问过了几个 另外形迹可疑的人 大人 那几个人都是精实权贵服装的 连夜急行 有官道不走 试图绕过我们 结果被末将放出去的叶不收拦下问话 却只是仗势压人 匆忙赶路 却不肯说明干什么事情 其中有两个人是成国公府上的 另外三个是内阁府臣魏赵成府上的 据叶不收禀告 看他们的方向是往房山县而去 这些人的来历确实算大 如果是一般军队的话 还真不敢为难他们 可永卫营就不同了 是御马剑侠下属于皇帝亲军呢 如今军中更是由张明伟坐镇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不会被吓到 哦 身上可有携带什么书信 没有 要不大人去看看 一直在嚷嚷着 说是要见大人搞末将的状呢 张明伟听了 并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在想着问题 在这个时间点 还有惊识有人在难民问题上 推波助澜的背景下 周玉吉说行迹可疑 确实是有道理的 不过直接问 肯定问不出什么了 那么该怎么做呢 脑海中的例子太多了 只是一想 张明伟心中便有了主意 当即叫过马武等人 一共四名锦衣卫校封 吩咐他们 你们且去认下那几个人的脸 不要被他们发现了 然后就去房山县的城门处候着 如果看到他们几个 就跟着他们 看他们和什么人接触 如果有必要 就再打听下具体的消息 马武等人听了 立刻领命而去 大人英明 莫将佩服呀 如此一来 就能大概知道 这几个人是来干什么了 他的话刚说完 就听到身后响起了一声咳嗽 周玉吉转身一看 却见是妻子护着昆星公主过来了 这是不是太巧了 自己今日刚说的句 就又被他给听到了 回头估计又会说 自己怎么学会拍马屁了 一时之间 周玉吉有点脸红 想之前 那可是沙场厮杀汉 哪会这样 不过话也说回来 新国公确实厉害 周玉吉在想着 朱美辰已经走了过来 带着一丝兴奋说道 先生 我们什么时候拔营出发 人生第一次征战沙场 为挽救大明而战 对他来说 真的感觉非常神圣 可谁知呢 张明伟却看着他 笑眯眯地说道 哼 那么快干什么 我们先去打猎吧 他这话一说出口 顿时所有人都傻眼了 不是来搅贼 惩治地方官的吗 怎么还有功夫打猎呢 包括周玉吉在内 看他们全都一脸不解的意思 张明伟便笑着解释 马五他们又回来禀告 大概知道那些贼人的位置 如今已经派了叶部收去查探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另外 我们也要给别人机会 演戏给他们看 一般来说呢 大军可以往贼人方向而去 并不妨碍夜部收查探后的回报 不过很显然 张明伟要打猎的真正原因 是要演戏 因此呢 朱美错听了 不由得好奇问道 先生 演什么戏啊 张明伟稍微一解释 就连朱美错身后的周刘氏都看着他 眼神连闪 也不知道是觉得张明伟英明呢 还是狡猾 总之他算是明白了 刚才为什么听到自己夫君 再说佩服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三十一集 这里面的道道 谁能想到呢 太阳越升越高 永卫营毫无拔营的迹象 被勘压着的朱友福心中焦急的同时 也很是有点纳闷 为什么没有一点拔营的迹象呢 这里离房山县还远着呢呀 虽然想不明白 不过他怕耽搁了事情 就继续闹 强烈抗议他被关押 然而呢 勘压他们的永卫营将士就像聋了一样 压根儿不理会他们 眼看着快到中午了 朱友福也闹得有点累了 正和同伙商量怎么办好时 忽然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动静 真是太有趣了 还是出宫好玩 公主既然对打猎这么感兴趣 那待会儿酒足饭饱 下午我们接着再去打猎好了 真是可惜 我连个兔子都没打到 公主却收获甚多呀 新国公正是让着我吧 那下午我们再比比好不好 朱友福听到这些话 顿时恍然大悟啊 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 昏星公主黏在新国公身边 如今竟然又随同新国公出来 这也就不奇怪了 永卫营之所以没有拔营 原来是公主要打猎 还有啊 这个新国公竟然把行军打仗当儿戏 也陪着公主再玩 果然是歌于奉承 才有如今之地位 真是小人一个呀 这么想着 在嫉妒张明伟的同时 他和同伙一对视 就又大声闹了起来 果然如同他们所愿 把张明伟和朱美戳招惹了过去 一番问话之后 朱美赫便呵斥了周玉吉 让他把人放了 随后便又催着张明伟快走 他都等不及下午的打猎 说什么人生第一次出京 一定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玩玩 等看到朱友福等被关押的人远去之后 朱美戳就没了公主范儿 而是安静了下来问张明伟 先生 他们会上当吗 公主表现得很好 至于他们会不会上当 很快就能知道的 说完之后 他的神情就有点沉重了起来 刚才出去转了一圈 却看到了几具白骨 这还是京师周边 对于来自后世的张明伟来说 还是比较震撼的 如果在陕西呢 或者在中原地带 流贼肆虐更厉害的地方 还不知道是怎么样呢 一定要努力 看怎么样 来改变这个世道吧 等到下午时分 夜不收就快马回报 贼人的踪迹了 柳家寨呢 是房山县辖下 比较富裕的寨子 此时寨门紧闭 围墙内都站着人 全都紧张地看着外面 而在寨墙外侧 躺着一地尸体 至少有三十来具 在一箭之地外 则大概有两千左右的贼人 拿着长矛锄头 甚至还有扁担木棍之类 只有极少数轻壮 才有零星盔甲在身 不用说呀 这些穿着盔甲的人 肯定就是贼头了 此时呢 一些贼人正在向寨子里喊话 刚才只是开胃菜 要是不识相 不给钱粮的 下一次就来真的了 再给你们一顿饭的时间 还不听话的 攻破寨子 男的杀 女的 嘿嘿嘿嘿 这些贼人说到猥琐处 就引得一群贼人哈哈大笑 围墙内的众人听得愤怒 但更多的人则是恐惧 他们是万万没想到 离京师这么近的地方 竟然也会遭遇贼人的攻打 要不是贱奴入寇时 有过一次教训 修了围墙 寨子都已经没了 外面的好汉听着 寨子里实在没那么多钱粮 还望大王开恩 朝廷官军马上就来了 你们再不跑 到时候都走不了 做梦吧你 朝廷大军全军覆没 皇帝老二 哪有闲心来管我们呀 就算皇帝老二派兵来了 信不信比我们还厉害 把你们给祸害了 虽然在喊着话 不过围首那几个贼人 却没有听 估计是知道 喊不出什么结果来 自己围在那里 商量着事情 大哥 离京师太近了 万一皇帝老二 真的派兵怎么办 要不差不多得了 回去吧 是啊 大哥 城里头 只是让我们拦路截略 那些从京师返回的人而已 我们之前没听 已经抢了个马甲钩 该回去了 你们不记得 城里头是怎么说的吗 说从京师返回的人 都有很多钱粮 那钱粮呢 就那么点 怎么回去 还有 就那个马甲钩 一群穷鬼的地方 我们抢到了什么 只有这柳家寨 要是打下来 才不忙我们出来一趟 大哥 可不止马甲钩的人说的 那些从京师返回的 都有说 他们有人进了锦衣卫的 锦衣卫怕是不好惹 万一朝廷派兵出来 剿灭我们怎么办 笑话 怎么可能呢 你以为锦衣卫是随便能进的 而且京师要是出兵 肯定是派京营出来 我们怕什么 又不会真的剿灭我们 是啊 这一点 城里都保证过 就算京营出动了 顶多就给他们送些人头便是 而且就朝廷那德行 就算出兵 那至少也要十天半月的 这柳家寨 还是要打下来 总不能空手而回吧 好了 就这么定了 把那些新抓来的赶上去供寨子 于是贼人这边就又动了起来 一群男女老少哭哭啼啼的 被一伙贼人驱赶 往柳家寨的寨门过去 另外有一些贼人弓箭手 还有手拿火冲的 就躲在这些人的后面跟进 没过多久 寨子底下就又多了一些尸体 还有人没死的 就躺在那痛苦深夜 寨子里也在大呼小叫的救护 好些个人被贼人阴的 贼头见此又催促手下 再次驱赶一些人攻打 就不给寨子里的人 以喘息的机会 时间慢慢地过去 不管是寨子内外 死上的人数越来越多 外面的贼人 都能看到寨子里面的一些人 都是裹了伤继续的 很显然 寨子里面的人手已经不够用了 看到这个情况 贼手便得意地笑了 对其他贼人说道 老子今夜就要在里面过夜 可不可以啊 他边上的贼人一听 都是哈哈大声 正要回答时 忽然就听到了悠扬的号角声 响了起来 听到这动静 顿时就吓得他们一大跳 纷纷往声音来处看去 只见远处有一支旗帜鲜明的军队 正往这边过来 最让他们魂飞魄散的是 对方竟然还有几百旗骑兵 完了 官军 是官军 完了完了 朝廷官军来了 贼人中 顿时有人惊恐地叫了起来 贼头一见 转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手下 满脸都是绝望啊 虽然他这边人数 看着好像比官军要多不少 但是 官军有几百旗啊 这绝对是正规军队 压根就不可能打得过呀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三十二级 大哥 这肯定不是地方上的 指不定就是经营军队 要不我们降了吧 有城里的关系在 我们应该会没事的 是啊 大哥 人家有马 我们逃不掉的 那贼头听的 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好答应了 而在柳家寨这边 他们也看到了官军出现 在松了口气之后 反而又紧张了起来 看他们神情 似乎比起刚才还要紧张 得知的贼人踪迹 张明伟便同意了周玉吉吉行军的要求 没想到啊 这古人的精锐行军速度 比起后世有名的两条腿军队 也差不到哪里去 速度之快 让张明伟骑马 都不敢太过马虎大意 当然 这也只是局限于他 朱美错他们却是很随意的样子 张明伟这马术 还是有待继续提升啊 让张明伟有点没想到的是 一如周玉吉所说 最困难的是找到贼人的踪迹 战斗 那是不存在的 大军一到 贼人要么四散而逃 要么就跪地投降呢 这些贼人的事情 自然不用张明伟操心 由周玉吉会处理 他到了地头 就只是下马休息 活动下腿脚 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 周玉吉押了几个贼人过来 向他禀告的 大人 这几个人就是贼手 说有下情禀告 当贼的 还能有下情禀告 张明伟当即皱眉看着他们 这几个贼人立刻扑通跪地 为首那贼人露出谄媚之意 讨好的说道 不知道大人 是陈国公的那位手下呀 小人也是为陈国公效力的 我们是一家人呢 张明伟听得疑了 难不成 这些毛贼是把勇卫营 当成精英的 因为陈国公 目前是精英总容 对于这个陈国公朱纯臣呢 虽然张明伟还没有打过交道 不过基于他对历史的了解 对这个陈国公可以说是很没有好感的 他的祖上为朱能 静难名将 南征北战立功无数 封陈国公 死后呢 追封东平王 也是基于这一点 崇祯皇帝到后来 是寄希望他能发挥他祖先的家传领兵打仗的本事 不但把精英交给了他 甚至到了最后关头 还要把太子也托付给他 结果呢 李自成攻打京师的时候 他不但献齐化门 还与陈衍上表劝记 最后因果报应 被李自成发现了 崇祯皇帝没有发出去的圣旨 就被李自成给处死了 不说这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光是朱纯臣在任精英总容的这些年 根本就没有什么座位 精英还是那么烂 就能知道 这个朱纯臣也不会是什么好货子 此时呢 张明伟听到这贼人的说话 立刻便想了很多 这些贼人劫掠杀害返乡难民 随后京师城内的消息散布很快 再想起叶不收抓到的 那个朱纯臣府上的人 在这当口荒急出京 张明伟敢肯定 这个朱纯臣肯定在背后搞什么摇额子 不过他此时却不动声色 只是假装不信向着贼人喝道 休得胡言乱语 你这毛贼还敢和国公拉上关系 谁和你是一家人呢 来啊 把这污蔑国公的贼人砍了 遵命 大人 真的 小人没诬蔑 小人是大方山老龙窝寨子的乌黑子 平日里 一直都有孝敬县礼的朱元外 这次也是奉了朱元外的意思 出来发财的 朱元外 就是朱石文朱元外 他是陈国公的侄儿啊 休得胡言乱语 堂堂陈国公的侄儿 还会和你这等毛贼有所勾结 大人 我妹子就嫁给了朱元外为妾 这还能有假吗 张明伟听到这里 便立刻想起后世看过的一本小说 写的也是明末这个时候的事情 说的是 一个家族要长久 必然要有多手准备 有的为地主 有的就为山贼 或者一处是甲方势力 那么另外一处就是乙方势力 在明末这个时候 帝方相声勾结山贼 也不是不可想象 他在想着时 吴黑子终于轻松了一点 因为他觉得 这位大人该是相信了他所说的话 这么一来 他终于有着闲心去看其他人了 然而 这一看 他顿时就有点傻眼了 就见在这位大人的身后 竟然还有不少穿黑色飞鱼服的 别的不说 就这身打扮 惊失周边的人 就算再没见识 那也肯定知道是什么人 于是呢 他就戚戚爱爱的对张明伟说 大人 京营中 怎么 怎么有锦衣卫呢 谁说是京营呢 这位是京畿之地难民安置士 西任锦衣卫指挥是新国公 谋乃勇卫营副将 你眼瞎的吗 对于山贼来说 朝廷官军对他们来说都是差不多的 又不识字也没法通过旗号来辨认 此时一听 吴黑子顿时就傻了 不是京营 而是永卫营 这 这至于出动永卫营吗 最为关键的是 他和永卫营盘不上一点关系 而且这时候他终于想起来了 之前说那些返乡难民中有人进了锦衣卫 估计是真的 这么一来 他终于明白自己是踢到了铁板 扑通一声 吴黑子再也站不住 又一次跪倒在地 连声大喊饶命 张明伟不理他 只是转头吩咐身边的锦衣卫校尉 让他们把他带下去 审问有关这个贼人和朱诗文做过的勾当 回过头来 周玉吉又向他请示 大人 这支贼军怎么办 张明伟听了 私下扫事 大概两千来个贼人 大部分一看就是普通百姓而已 说是贼军 那真是夸张 如果按照明末这个时候通常的做法 一般都是杀的 防止再成贼人 这一点 在崇祯初年以来 已经有过多次教训 除非朝廷能拿出足够的钱粮安置他们 对于这个的认识上 红成仇就是代表 他和杨鹤做法完全不同 是不要俘虏的那种 另外 据说曹文赵也是如此 都是不要俘虏的 张明伟是来自后世 让他把这些人都杀了 那肯定干不出来 因此 在昼美考虑了一会之后 便对周玉吉说的 先都押去防山县 回头再说吧 这时 又有将士来报 说柳家寨的人派人来搞靠军 不过寨门却依旧关着 不肯开门 一直没有说话的朱美错听了 不由得有点奇怪 他们没看到 我们是朝廷官军吗 你以前在宫里不清楚 如今这个乱世 官匪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这寨子里的人 怕兵和怕贼 都没两样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吊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33集 对于柳家寨的人 他是能理解的 犒赏的东西他也不要 对战战兢兢的柳家寨代表说 你们村子刚遭贼 钱粮还是自己留着 放心好的 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柳家寨的人本来还担心 这位将军发怒 索要更多 却没想到 这一开口竟然是为他们考虑 顿时就有点傻眼了 张明伟却没管他的 吩咐军队开拔 去防山县 等到他走了之后 柳家寨的人才回过神来 立刻追了上去 问走在后面的官军 我们是永卫营 那位大人是新国公 听到转述的话之后 柳家寨上下 包括地主柳青在内 不由的都开了寨门 纷纷前去送行 传说中的张青天 果然是一心为民的 大明有新国公 那就有盼头了 与此同时呢 之前被张明伟放走的朱友福 也已经赶到了防山县城 他自然不知道 城门口有人在专门等着他 等到他进城了 就一直跟在他后面 朱友福直接到了一处挂着 朱府排扁的大门口 快速翻身下马 上前就动动动地敲了起来 里面很快响起 不满的贺文声 但是打开门一看 门房就立刻点头哈腰起来 哎哟 福爷来了 快快有请 你家老爷呢 有急事 前头带路 福爷 我家老爷被县尊请走了 眼下正在县衙呢 朱友福一听 脸色有点恼怒 不过也没说什么 转身就走 房山县衙后院 一桌子的人正在推杯换站 满满一桌的韭菜 稍微有点凉了 就有后者的丫鬟撤下去 换一盘新菜 坐在主位上的那副台中年人 举杯说道 本县在跪地几年 多是仰仗各位支持 等这次的事情一了 若真能高升的话 必然会记住诸位的好处啊 一桌子的人见词 纷纷举杯回应 其中做他身边的那人回应道 显存放心就是 朝中几乎所有人都反对 你出手了 那朝中大人们定然会记住你 相信国公爷 再稍微美言几句 自然有的是大人 会记住县尊的功劳 加以提拔 是啊是啊 县尊大人这是为了防备县城被贼人所献 是为了全体房山县城的百姓着想 就算有人想追责县尊 我们必定代表房山县为县尊请命 再加上朝中诸位大人记住县尊的好 这可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啊 听着他们说话 房山县令是满面笑容吗 没错 他想得很清楚 接纳那些返乡难民 要想渡过难关 等到粮食收获 就靠着县衙里的一点东西 那是绝对不够的 这么一来 就需要动用朝廷心下的旨意 向全城相身征收钱粮 那就等于是得罪了他们 别的不说 光是眼前这位诸诗文 他是成国公的侄儿 虽然是远房的 那也不是自己能得罪的 还有其他几位 这里离京师记 多少都和京师里面有点关系 同样不能得罪 一下子得罪了那么多 这官位稳不稳且不说 京师那边随便有人不满意了 那自己在官场上的前途就毁了 而要是不接纳那些难民 不但能让眼前这些乡绅不用破费 赢得他们的好感 还能在朝中赢得诸多大人的好感 进入大人物的视野 哼 那个京畿之地难民安置时 据说得罪了很多人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迟早要完呢 除此之外 退一步来说 外面不是闹贼了吗 万一接纳了难民 里面混了贼人怎么办呢 就这理由 就算上面要问罪 也是可以有个说辞 不管是地方上 还是朝中大臣 肯定也都会帮着说话 至多算是有惊无险而已 哪个当官的不是一门心思的 想往上爬呀 如今有这么好一个机会不用 那就太可惜了 这么想着 县官笑眯眯的 连连举杯相邀 显然很是开心的 可正当他们这些官身吃喝的高兴时 却有一名牙医匆匆而入 随后呢 朱友福便大步而来了 朱石文见到 匆匆迎了上去 双手作一 笑容满面地问好 哎呀 可是我书有事啊 朱友福扫尸了堂上的那些人 随后低声吸语了几句 朱石文一听 脸色顿时一变 宫后朱友福回他府上去歇息后 就转身回到县令身边 表情严肃地说道 经历消息 那锦衣卫指挥使 领着永卫营出京征讨那些贼人呢 什么 怎么是永卫营出动呢 不是说京师出兵 最多也是京营的吗 说真的 这个房山县令是有点吓到了 这说明皇上是非常重视这个 竟然连永卫营都能派出来 而且那个锦衣卫指挥使亲自过来 他一个小小县官 如何能应付得了呢 县尊羞慌 昆星公主也跟着出来 如今忙着再打猎玩耍 估计也得过几天才会过来 还请县尊迅速发兵 我们各府也都能出动家丁协助 先永卫营一步 断了那些贼人在房山的老巢 就算永卫营到了 县尊这边还是大功一剑 这个事情 其实他们之前就通过信 也是这次敢于违背圣旨的底气之一 此时一听 房山县令连连点头道 对对对 立刻发兵 立刻发兵 于是呢 这些香绳立刻各自行动了起来 没多久 一群五百人的牙役家丁和兵族就集结完成了 房山县令在乡绳们的簇拥下 就站在这些人面前对他们说道 打房山的贼寇 本县欲剿灭已久 如今朕得贼寇出山劫掠 你等前去端了贼寇老巢 杀尽贼人 所得财物 见由尔当分的 听到这话 不论牙役家丁还是那些君族 全都嗷嗷叫着 士气顿时就高杭了起来 一声令下 在一名八总的带领下 由朱府的护院头目领路 浩浩荡荡地出城而去了 看着他们远去 朱石文向捋着胡须的县令公位了 大人此次 不但能赢得朝中诸委大人的赏识 还有剿灭贼人的军功在身 指日变个高升 可喜可贺呀 房山县令听了 哪怕他自觉修养很高的 可还是忍不住笑容满面 当即投桃暴力 对朱石文等人说道 本县在走之前 定然会把那些无主田地 都划归你们名下 县城拒绝了那些返乡难民的求助 被贼人一洗劫 还包括一些倒霉的村寨 那就都不会有什么人剩下 那么他们原本的良田 自然就是无主之地了 算是给各处乡绅的回报了 这几个乡绅一听呢 全都呵呵笑了起来 各有所获都很满意 更不用说呀 朝廷旨意中还说了 以后免一半税 剩下的税也留在当地 到时候 信不信都被他们给挂分了呀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34集 哎呀 走得走 都去本县那边 继续唱一个痛快呀 县尊 我府里还有一点事情 没有处理 容我先回去处理一下 房山县令听了 正在问话之时 忽然就感觉城外 好像有什么动静 便转头看去 县尊 是马蹄上 有齐军的 一名随从 应该是军中出身 立刻听出了什么 联盟禀告道 有齐军 那就说明城外 要么有大股流贼来了 要么就是朝廷正规军道了 就目前来说 最有可能的 是前来剿贼的永卫营 得到这个结论 房山县令顿时有点傻眼 不 不是说 那个人正在 正在陪着公主打猎吗 其他人也是没想到 实在是没这个心理准备 突然之间要面对锦衣卫指挥时 就都有点乱呢 倒是朱石文还缠得住气 当即对他们说 慌什么 最多是少了一份军功而已 你们想想 还有什么要处理的事情 赶紧去处理的 至于城外那边 县尊先去应付下 我府里的事情要尽快处理 必须得马上走了 如果县尊觉得 不好立刻见内人 就先不要开城门便是 等到明末这个时候 地方上担心朝廷官军 已经有不开城门的先例 哪怕是首府也在军队中 照样拒绝开门的 都有发生过 其他乡神厅了 纷纷点头附和 然后都说有事情要处理 要先离开一下 房山仙灵一听 有点惊慌 连忙对他们说道 那好 我先去应付 你们务必收拾干净 快去快回呀 在他们原本的想象中 就算京师中派兵出来 也肯定不是勇卫营 而是成国公掌管的经营 那都是自己人的 他们有着充分的理由和时间 来应付这些作家的事情 可是呢 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面对新任锦衣卫指挥使的家里 特别是知道他在处理难民问题上 那是敢得罪京师所有权贵的 就立刻都慌了 就这么的 原本房山县令身边的一大群人 立刻作鸟受散 只留下了那些不能走的 也就少数几个人而已了 走走走 快去 先把城门关好了 拖延时间再说 看着随从离去 县令在这三月份的冷天中 还是忍不住擦着擦 怎么都擦不完的额头汗 转身对县城说 你去承托应付 本县身体不适 刚喝了药睡下来 县城有点傻眼 这刚才还一起风发的 现在就喝药了 你喝的哪门子药啊 看着县令匆匆返回县衙的背影 他转身对典力吩咐道 你去看着城门 在城里老爷们回来之前 千万不要开城门 说完之后 他转身就走 有点傻眼的典力 别忙问道 大人去干什么呀 我突然肚子疼 要去方便一下 有什么事情 你找县尊 他才是一县之主 我去迎接锦衣卫 指挥室 算什么事 很显然 这个时候 锦衣卫 指挥室的名头 还有张明伟 在处理难民时候的强硬 已经影响到他们的 想想看呀 那个人可是连 买难民的精实权贵 都会毫不犹豫地得罪 就更不用说 他们区区县衙的人 而且那个时候 他还不是锦衣卫 指挥室 就已经这么横了 要是惹得他不高兴了 还不知道会出现 什么事情呢 人呢 有时候就是这样 在没有面对的时候 往往会侃侃而谈 好像一切云淡风轻 大局在握的样子 可一旦事情出乎意料 事到临头之时 就又全然没有了 想象中的淡定从容 有点不知所措了 这不 就连典力 也不敢去惹锦衣卫指挥室 凭什么让他去 给锦衣卫指挥室 吃闭门羹的 然而呢 还没等他找到 借口溜的时候 就看到城门方向 有一队骑兵 已经急迟过来了 顿时他就傻眼了 这下好了 都不用找借口了 房山县令 前脚刚回到县衙时 后脚骑兵就到了 立刻 这只勇卫营骑兵 就控制了整个县衙 在队伍中的几名锦衣卫 校尾 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县令给拿下来 你们干什么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我是堂堂朝廷任命的 房山县令 你们 主要的就是你 再敢锅躁 赏你耳瓜子信不信 这一下 房山县令再不敢说话了 惹火了锦衣卫 不要说耳瓜子了 更难堪的事情 说不定都能做出来 此时的他呢 在见到来势汹汹的锦衣卫之后 终于想起了 虽然崇祯朝的锦衣卫没什么名声 可以前的时候 锦衣卫那是有凶名的 忽然之间 他有点后悔了 为什么是自己出这个头呢 大概半个时辰之后 张明伟才到了房山县 城门口这里 被锦衣卫和勇卫营骑军 看押的一大堆人 都在这里等着 此时的他们 全然没有了 之前宴席议事时候的 意气风发 一个个垂着头 露出的笑容 比哭还难看 先期到达的 勇卫营骑骑军将领上前 禀告了他们 到达时候的情况 哼 勇卫营将士持我的手令 你们也敢关门无事 真是好大的胆子 黑了城里头 已经先派了锦衣卫过来 及时拦住了 试图关门的守城兵族 大人明见 如今城外流贼肆虐 下官是怕 有流贼冒充了 眼瞎的吗 这是第几次了 他这话说得县令一愣 第几次 猛人见 他回过神来 这是来算账了呀 顿时呢 房山县令一下就汗流浃背 刚才锦衣卫的蛮横 终于让他认识到 他所要面对的是什么 张明伟没管他的 驱马进城 直到这个时候 城门口的这堆人才发现 城外竟然不只是勇卫营 还有很多普通百姓装束的人 但是啊 只是一看就能知道 他们估计就是那伙贼人 怎么这么快就被抓了呢 就在县令后面的香绅队伍中 朱石文不由得暗自祈祷 希望为首的那几个贼人 已经被永卫营干掉了 要不然 万一说出个什么 那他就要倒霉了 想着这个 他心中也很纳闷啊 自己那个小妾怎么就不见了呢 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 房山县城 在永卫营的进驻控制下 所有的人都带着不同心思 过了一夜 第二天 天色大亮之后 就有军族在街上宣布 锦衣卫指挥士 兼京畿之地难民安置士 新国公 衙门公开审案 房山县城外面 将近两千的贼人中 身份已经甄别出来 其中有将近一半人 是房山县或者周边的百姓 被贼人裹挟 这当中呢 有一部分是去过京师的返乡难民 剩下的人中 大部分是大房山的贼人 小部分呢 是听到消息 投奔他们 想发财的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35集 永卫营押解他们来县城 浩浩荡荡的规模 自然也引起了周边村寨的注意 加上有仅一位上门通知 因此 这一大早的 各村寨也都派人来城里看情况 这不 等到张明伟开始公开审案的时候 县衙外面已经是人头涌动 挤满了人了 不说别的 光是锦衣卫指挥室身份 新国公公爵 在这县城估计也是从未有过 以后也不会有的事情 不来凑个热闹 以后都没谈资 此时呢 在县衙堂上 外侧站着永卫营的君族 里侧站着锦衣卫校尉 这气势就远非平常所见的衙役可比 明镜高悬的牌匾之下 锦衣卫指挥室 兼京畿之地难民安置时 新国公张明伟 身穿蟒服高举主位 两名锦衣卫校尉 驾着已经摘取官帽的房山县令 到达堂前 看到正系开堂 所有在窃窃私语的人 全都安静了下来 敢问大人 不知下官何罪 竟然受到如此对待啊 本县之内 治理不善 以致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 前往京石求活 你可知罪 如今天下大乱 这等事情又不是只有本县如此 再说了 贼人肆虐 又久汉无语 巧妇难为无弥之吹 下官又能有什么法子呀 听到这话 围观的人群中 有不少人看向县令的眼神中 都露出了同情之色 因为他们觉得县令说的有道理 狡辩 世卫速参且不说 难民返乡 按朝廷安置之法 进城避难 寻一条活路 你为何不接纳 你可别告诉我 你没接到朝廷旨意 免税一半 就是要减轻地方百姓负担 留下一半赋税在地方 就是给地方官府安置百姓 稳定局势 不给贼人机会 你不知道吗 他的这个话 还真别说呢 围观的人群中 有不少人都不知道 此时听到很是诧异 而有些人虽然听说了 却压根不信 真要这样 那朝廷怎么办呢 因此都觉得这是谣言 外面贼乱 下官就怕有贼人 混在其中偷城啊 为了现成百姓 才不得不狠心这么做的呀 房山县令必中就虚 经过最初的紧张之后 稍微恢复了一点正常 就连忙拿出了 早已经准备好的理由回答 哼 传马三 早已等候的马三立刻上前 把他们马家沟的情况 说了一遍 以此驳斥房山县令 所污蔑的 他们那些人中 存在贼人的可能 你有何话可说 再退一步说 外面的贼人是怎么回事 你心里就没数吗 房山县令听了一惊啊 有种不妙的感觉 他不是刚到吗 怎么好像全知道了一样 他正在想着 张明伟却不理他 又对外喝道 带上来 围观的百姓 以城中居民为多 说实话 他们对县令 不接纳城外那些人的做法 其实是有好感的 这种时候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虽然没到这个份上 可有类似的想法 却也是正常的 可他们听到后来 就听出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的 便一个个都没说话 继续看后续 等他们看清上唐的人士 有不少人都不由得惊呼起来 朱园外啊 就影响力来说 外来的房山县令 还真抵不过作为地头蛇的朱石文 平日里 如果说有人敢得罪县令 也绝对不敢得罪朱石文的 要知道 以前在这房山县 不管是本地还是外来的 只要和朱园外作对 不是被官府拿了 就是招贼什么的 绝对没有好下场 久而久之呢 这威慑力就出来了 于是呢 他们就竖着耳朵 更是集中精神 去听有关朱园外的一切 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大明国公呢 竟然查到了大房山贼人 和朱园外有勾结 不但这次的贼乱 是受朱园外等人的指使 就是以前也没有替朱园外少干龌龊事 看着堂上的人犯一个个带到 有朱园外的小妾 蒲从 还有大房山贼手 也就是朱园外小妾的大哥 吴黑子在那招工 这一刻 他们都润清了 原来朱园外竟然黑白通吃 慢慢的 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就都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了 这次房山这边的事情 其实是官身和贼人一起勾结所引发的 当官的呢 想要讨好朝中诸功 谋求高升 地方相身的 既想要朝廷给的好处 又不想担负相应的责任 还试图谋取百姓良田 贼人就不用说了 劫掠财物 围观的百姓搞明白了这些 顿时一个个都是非常愤怒 官身如此 世道烟囊不乱呢 普通百姓在他们眼里 又是什么呢 张明伟也不拖了 请出了亡命棋牌 当场宣布 房山县令 斩力绝 周诗文 抄家 斩力绝 大房山贼守护黑子 斩力绝 其他一些参与的乡绅 还有大房山其他贼人 同样按情节轻重 或抄家 或仗责流放 可以说呀 整个房山县的官身阶层 几乎都有设计 被张明伟连根拔了 还有大房山老巢 也派人去端呢 有军队在手 就有这个无所顾忌的好处 吴黑子等人 因为知道了朱诗文 还想着趁他们外出之时 涂他们的巢穴 还要杀他妹子 因此不但配合招供 连他们的老巢 其实也是他们自己 带着永卫营上去的 不为别的 就为报复那些 比他们还黑心的官身 当然 也为张明伟 给他们的家属一条活路 而不得不这么做 在张明伟的雷霆之威下 用快刀斩乱麻的态势 只用了短短三天时间 就把这房山县的事情 处理得差不多了 昏星公主见证了这一切 不过她还有一问 就听她问张明伟 先生 从种种迹象上看 京师成国公肯定有问题 但我们没有证据 那个朱有福又不开口 怎么办 没错 朱有福再次落入了锦衣卫手中 不过什么都不招供 只是说奉命走亲戚而已 对此呢 张明伟冷笑 没证据就奈何不了他们 只要有了目标 那一切就都好办了 正在这时 外面忽然闯进来一个人 却是和他们非常熟悉的 私里见丙比太监王二彪 一脸焦急的 一看就知道京师那边 估计出了大事啊 国公 京师出事了 万岁爷问国公几时能回京啊 王二彪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证明了他们的猜测没错 顿时呢 几个人全然没有了完成防山县这边事情的倾诉 一个个都紧张了起来 皇上派私里县 丙比太监匆忙出京 那绝对是大事啊 京师出了什么事情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36集 王二彪看了下在场人员 除了新国公之外 就是昆星公主和周玉吉夫妇等人 都算是国公这边的可靠之人 便没有顾忌 交集之中带着担忧回答道 京师传言又起 说万岁爷身边有 有奸臣 祸乱朝纲 蛊惑皇上 以致万岁爷六亲不认 宫内不宁 外戚遭殃 急需有咒王之想 九连菩萨大怒 如果大明皇帝执迷不悟的话 就要降罪到皇帝的妃子身上呀 九连菩萨 也就是孝定太后之前已经显灵过一次 周玉吉一听顿时大惊 他当然知道 那一次九连菩萨显灵 说重振皇帝欺压外戚五亲后 降罪于皇五子 结果果然死了 当时几乎是轰动了整个京师 议论纷纷 都说首府薛国关诱导皇上欺压外戚 以致于皇子身死 为此呢 皇帝就开始疏远首府 没过多久 在群臣弹劾之下 薛国关不但丢官去职 最终还落得被调身亡 如今竟然又有类似传言 而且这个传言只指新国公 且不说会不会真的显灵 只是这个传言意气 世人必然想到之前五亲后时候的事情 那岂不是说 新国公就是那个奸臣 除非皇帝除掉这个奸臣 要不然九连菩萨再次降罪 皇帝就要死妃子了吗 这么想着 周玉吉转头盯向新国公 又有点难以置信 毕竟和新国公相处久了 要说新国公是奸臣 这比能灭掉贱奴还来的荒谬啊 不说别的 只有新国公在意京师难民 甚至为了他们捐出所有家财不说 还不惜得罪京师所有权贵 也要为难民主持公道 让他们骨肉团圆 再之后呢 刚接任锦衣卫 就严加整顿 没有一丝薄笔 还有这次的房山贼人事件 无不证明新国公是真的一心为民 如何会是奸臣呢 周玉吉想到这里 真的不敢苟同九连菩萨的那些话 他敢保证 这肯定是神仙打瞌睡 搞错了呀 而朱美错却听得很是吃惊 因为他知道 之前的那次九连菩萨显灵之事 其实是有人在装神弄鬼 如今竟然又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而且矛头还是冲着先生来的 这么想着 朱美错听到这话的第一时间 立刻转头看向张明伟 想知道他是怎么个看法 张明伟没想到 原来京师是出了这样的事情 感受到一股被针对的恶意 他当即眉头微皱 问方二标 如今京师那边 是怎么个反应 哎呀 此等传言一起 顿时就传遍了整个京师 皇城内外 全都在说这个事情 文武百官纷纷上奏 又要万岁爷重视此事 必须给天下百姓 甚至给九连菩萨一个交代 还有的说呀 为了宫中娘娘们的安全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必须要处置的 处置的国公才好呀 宫里面也是人心惶惶 就怕皇上不听劝 九连菩萨真的降罪下来 万岁爷眼下的压力很大 龙颜大怒了几次 甚至还处罚了几个弹劾 国公的人 可宫里宫外 还是有不少人在 反万岁爷 万岁爷说 杀鸡害猴的影响 因为这事的出现 已经荡然无存呢 这一招还真的毒啊 特别还是这古代环境下 很多人都是相信这些鬼神之说的 特别是在之前已经发生过一次 这次来世之凶就更是厉害了 崇祯皇帝哪怕知道是有人在捣鬼 可面对这些压力也确实是非常大的 张明伟可以肯定 那些之前被崇祯皇帝杀鸡害猴而怕的的文武官员 肯定是觉得天降及时雨 不管他们信不信 不趁机推波助澜就怪了 在这明末环境 要想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 真的是困难重重啊 这次的事情和上一次明显是有关联的 王公公那边之前已经在查了 可有进展 周玉吉夫妇听得莫名其妙 什么意思 去查神仙 战场厮杀汉原本就不大信这些的 要不然手中那么多人命还怎么过呀 不过之前九连菩萨显灵之时 朝廷上下都是认了的 因此呢 周玉吉夫妇一开始也是新的 但此时呢 他们听了张明伟的话就立刻明白过来 该不会这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吧 这么想着 他们两人就更是集中注意力听了 没有 要是有进展 万岁爷也不会急着派砸家来找国公爷了 干爹那边事情太多 实在忙不过来呀 而且国公爷应该知道 这事不好查 干爹也确实是在用心查的 但是还没有查到有用的线索呢 张明伟听得眉头紧簇 嘴炮他肯定没问题 但是呢 正儿八经的查案 他也是没经历过的 东厂都没查出线索来 看来是有点难查呀 想想也是 这都过去了好几年呢 肯定不好查呀 而且呢 幕后黑手做这种谋害皇室 恐吓皇帝的事情 一旦泄露 那是要诸九族的 又岂能不小心翼翼呢 不过事到临头 就算难查也要查 大不了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见招拆招便是了 先生 那怎么办 我母后会不会有危险 他这么想不是没根据的 这次的传言 很显然是来自他父皇 处罚家定伯父 甚至还杖杀了周碧安 而皇后对此并没有表示 如果那些人想要谋害皇帝妃子的话 他母后就是最容易被针对的 因为名正言顺呢 哼 你不要担心 王公公之前已经在清查整顿宫内 以皇后之尊 他们就是有心 也未必有力 王二彪 你立刻回京 转告陛下 没什么好怕的 装神弄鬼 迟早能揪出来 眼下关键是外松内计 保护好皇宫的同时 严查宫内 我这边差不多结束 说到这里 他才发现王二彪一脸疲惫 显然是从京师用最快的速度赶来 也是累到了 于是呢 张明伟便改口 算了 你随军回京吧 我即可出发 先一步赶回京师 不行 父皇交代过 不管什么情况 都要保证你的安全为要 王二彪原本心中一喜 要是新国公赶回去 那他甘地的压力就能大减 不过听到昆星公主的话之后 他也不敢说什么 因为他同样知道 新国公是万万不能有诗的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吊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三十七集 如果新国公出事 那么他们这些靠着新国公得势的 就有可能会被清算 可同时呢 他也替王承恩着急 看到周玉吉 便演出了一转 由周都督护送 那就应该不会有事吧 周玉吉包括他夫人在内 一直护卫新国公 在外人眼里 已经是新国公一系的人了 这一点 周玉吉自己其实也是这么看的 如果新国公出了事情的话 不但难以对皇帝交代 以后他的前途肯定也会影响到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 都要保护好新国公才行啊 而且他也知道 如今京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新国公要能早点赶回京师去 那肯定是要早点赶回去的 如今房山县的贼人已平 末将领两百骑军 护送国公先行一步 不均后悔 该是没事 永卫营的两百骑军 那可都是精锐 就是去到贼口横行的中原地带 都不会怕 遇到贼人 打不过总能跑掉 更不用说呀 如今京畿之地附近 就没有成规模的贼人 张明伟知道 崇祯皇帝肯定很是惶恐 自己只要赶回去 就能安抚他 稳住情况 好 那就这么办 我们立刻出发 那我也去 张明伟点点头 又交代道 传周文镇 让他一起随同回京 这一次房山县的事情 周文镇这边处理不少 能这么快就全盘了解 朱石文他们的算法 除了先期布局的锦衣卫之外 县衙中的仆人 又罗祖教的信徒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此呢 不管有用没用 他准备带周文镇回去 让他注意市井情况 算是有备无患 多了一个了解消极的渠道 于是呢 一行两百多骑 当即离开房山县城 日夜兼程 赶往京师 房山县城到京师 直线距离也就是 百多里路而已 不过河流众多 要来回绕路 就有点影响到时间了 但是呢 最影响张明伟一行人赶路的 其实还是张明伟本人呢 哪怕他的骑术 比起刚穿越那会儿 已经进步了很多 可连续的骑马赶路 这速度还是拖累全队的 他们离开房山县城的时候 就已经是快傍晚 因此走不了多远 就天黑了 稍事休息之后 便打着火把继续赶路 一路之上 为了保证安全 周玉吉是真的认真对待的 特别是张明伟的速度并不快 就更是给了他布置的空间 队伍中的夜不收 向前后左右洒了出去 平原地带 目光所及之处 保持距离 警惕行军 哪怕是入夜了 距离虽然没有那么远了 可一样保持这个赶路架势 深夜 火把照耀下 队伍继续前进 任谁看了 都知道新国公 因为骑术的原因 很是辛苦 终于呢 昆星公主 有点看不下去了 便对张明伟说道 先生 要不要下来歇息 活动一下腿脚 吃点东西如何 没事 刚好能磨练下我的棋树 多来几下 就肯定能赶上你们的棋树了 磨练棋树也不是在这黑灯瞎火的情况下来磨练的 他这是担心父皇那边啊 这么想着 朱美绰不由得有点感动 便又对张明伟说道 先生 是我有点饿了 吃点东西吧 张明伟听到这话 那就肯定只能停下来了 不过他明白 这只是朱美绰找了个理由 让自己休息一下而已 这个小腻子 现在说话都已经不是直来直去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说话的 这么想着他有点感激 同时呢 看着一个人成长也有欣慰 找了个避风处 生了火堆取卵的同时 还是只能吃点干粮 水倒是能热一下再喝 三月份的荒野上 还是深夜 能喝上一口暖和的水 也是很享受的事情 张明伟这么想着 一边活动着他的腿脚 大人 按照这个速度 我们到达京师的时候 刚好京师能开城门 正好啊 周玉吉笑着对张明伟说道 言外之意呢 就是不要着急 要不去早了也没用 城门没开啊 张明伟听了笑笑 正想说什么事 忽然 就见到远处一支火箭飞往空中 很是引人注目 几乎与此同时 那边还隐约有声音传来 周玉吉也看到了 就见他立刻一跃而起 站到了张明伟身边 有情况 严加戒备 在他说话的同时 散步四周的勇卫营 骑军将士和锦衣卫校尉们 也已经开始戒备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是散出去警戒的 夜不收发现情况 因此夜晚的时候 会发火箭示警 张明伟睁大眼睛 仔细瞧着那边 但夜色昏暗 看不清什么 不过周玉吉 却大概看明白了一点 立刻发布命令道 李云照 过去看看 听到这话 有一人立刻答应一事 随后便带着五六个同袍 立刻赶了过去 与此同时 火堆已经被锦衣卫的人扑灭 张明伟这边陷入了黑暗中 周玉吉小声地说道 大人 公主 我们稍微挪个地方 张明伟当然知道 这是怕这边遭受暗处敌人的偷袭 便立刻转移了一下 随后身边是周玉吉夫妇和他们的亲卫 在外侧是锦衣卫校尉和勇卫营的齐军将士围着 一切妥当之后 便全都看向远处那边 那边的火把同样是丢地上 离得有点远就看不到火光 也就看不见情况了 但是呢 能听到呼和声传来 不过并没有持续多久 火把重新亮起 随后便有一行人往回过来了 遇到外围的将士时 互相通报 确认身份之后 有一人就继续往里走 同时大声禀告道 大帅 射杀了一个贼人 其他贼人跑了 听到这话 火把也都重新点燃 在火光之下 来人到了近前 继续补充禀告道 大概五六个贼人 偷偷摸摸地靠近 被前哨兄弟们发现 而暴起发难 有一名兄弟受了点箭伤 立刻反击之下 射杀一名贼人 另外伤了两个贼人 但他们都有马 骑马跑了 黑夜中没法追击 贼人的人数 已经现身的 有五个人 外围绍全都加倍 先前的 全都换回来休息 等周玉吉安排完了 边上听着的朱美绰 不由得担心地问道 这些贼人 该不会都是来 刺杀先生的吧 他没见过什么场面 之前听到的 都是京师那边 在算计先生 更为重要的是 他知道先生有多重要 因此第一时间 便想到了这个上面 这可不好说 如今不太平 拦路劫掠的贼人 也是有可能的 等一会儿 末将再查下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三十八集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外围那边 忽然响起了惊呼声 便没有再往下说 立刻闻声看过去 只见外围那边有骚乱 不过很快就又安静下来 随后呢 李云照又返回来禀告道 大人 那些贼人用的是毒箭 还好受伤兄弟发现得快 已经放险了 一听这话 周玉吉不由的一阵 随后立刻看向张明伟 大人 说不定这些贼人 真的是冲着您来的 普通拦路截略的贼人 基本上不大可能给箭直上毒 只有那些一心 想要夺取目标性命的 才会有如此歹毒的心思 当然 大概率是这么个思路 也不能排除特例 得到这个结论 张明伟也不奇怪 就自己所做的事情 要是没人针对自己 就怪了 看看那位受伤兄弟的 伤情如何 看是否需要郎中再诊治一下 听到他并没有担心自己 反而第一时间关心受伤的兄弟 周边围着的勇卫营齐军将士们 都不由得转头看了下他 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不过很显然 张明伟的这话 立刻就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周玉吉听到吩咐 便又让人去查看情况 而他自己则建议 估计再有一个时辰 天就要亮了 黑灯瞎火的郊外 不知道是否还藏着贼人 末将建议 等天亮之后再动身吧 先生 就听周副将的 好 那就都休息一下 等天亮之后 再看看贼人情况再说 荒原之中 二十几个火堆取暖 里面的将士 一半警惕一半休息 而在外围黑暗中 轮值的哨兵 却都要忍受春日的寒党 警惕地关注四周 防止贼人再来 但是呢 一直到天亮 都没有事情再发生 那具被射杀的贼人尸体 已经带到了张明伟的面前 是一个轻壮 穿着普通的黑衣 从穿着上 看不出多少异常 周玉吉亲自搜查了尸身 竟然摸出了几个肉包子 用纸包着 其他东西就都没有了 显然这些贼人都很小心 但是呢 周玉吉却还是看出了什么 当即向张明伟禀告 大人 这些人应该是君族出身 只是不知道是哪里的君族 当兵的人总是有特征的 张明伟相信 周玉吉这么说 那肯定是有把握的 如今的贼人中 有很多都是边军 或者畏锁的君族 因此光靠这一点 也没法去找 正在这时 有一名锦衣卫忽然插嘴说道 这些包子 闻着香气 还有这样子 好像是京师马家铺的包子 一听这话 周玉吉便立刻把包子递了过去 那锦衣卫校尾仔细再查了一下后 便向张明伟禀告道 大人 没错 这就是京师马家铺的包子 属下喜欢这家的包子 肉馅里面肥肉多 肉包收口这里 不多不少 刚好是五层折叠 经常吃 那也就是说呀 这些贼人到过京师 或者是从京师出来的 得到这个结论 在场不少人的眼睛顿时一亮 可是这个结论却是相当吓人的 只有朱美册没什么顾忌 立刻说了出来 该不会是成国公那个奸贼所为吧 大明一个国公 试图谋害另外一个国公 这有点难以想象 也有可能是巧合呀 毕竟这些贼人是外地贼人 去京师一趟同样说得通啊 并不能说明 这些贼人是从京师出来 而且还是受成国公指派的 朱美册却不认同 当即又说道 之前的时候 不是还抓到了那个朱友福吗 连夜赶路 就这么巧去房山县走亲戚 又刚好他一道 房山县就要去端贼人巢穴 这是想杀人灭口吧 见到自己夫君的话被质疑 周刘氏便开口说道 不过魏兆城的家仆并没有去房山县 但有可能是剑机不对 就改变了想法也不一定了 不管怎么样 就按这个方向查 带着这尸体 先回京城 这时候的他 没有一点被针对的恐惧 反而是高兴 因为他最怕的是敌人不作为 隐藏着就不好查了 之后呢 一路无视 一行人便感到了惊失 奸臣 朕看着你们才是奸臣呢 你们来给朕说说 有捐出全部家财的奸臣吗 如果有 那么朕就要这样的奸臣 有没有 还有没有 谁也没想到 今天惯例又递上了一堆弹劾新国公的奏章 结果崇祯皇帝勃然大怒 直接就发飙了 这让一众臣子措手不及 不敢当面承受皇帝的怒火 只能先低着头 看是否有其他人去面对皇帝 奸臣 别以为朕不知道 先生掌管着锦衣卫 你们怕了是不是 就像这千方百计的弹劾他 以为朕还会像以前那样糊涂吗 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上 朕最相信的就是先生 就算再多的弹劾 也不会有用 这么着吧 不管是什么理由 谁若再敢弹劾先生的 朕就让他直接滚蛋 要是不信的 就来试试 这些天哪 一直被传言给闹的 他是一肚子的气啊 自从先生出京之后 竟然一件事情都没做成了 朝堂上下 都围绕着那传言弹劾先生 要这么下去 大明不亡才怪了 底下的这些臣子 那是真的没有见过 崇祯皇帝竟然会生这么大的气 甚至连谁敢弹劾先生 就让谁滚蛋 这样不理智的话都说出来了 还真别说呀 文华殿里的这些文官 还真没有人有那个胆子 敢试试皇帝这话 到底是说说而已 还是真的会说到做到 于是呢 他们一个个都成了泥菩萨 至于脸面 混官场的 都有城墙那么厚的 也算不了什么 甚至不是唐之楼师德 拓面自干 而轻始流明吗 文华殿内 在崇祯皇帝的话音落了之后 竟然变得非常安静 安静到殿外 有匆匆的脚步声过来 都能听得很清楚 陛下 新国公回来了 啊 先生回来了 好 好呀 回来了就好 快 快 先生在哪里 听到这话 殿内那些文官 低头互相看着 都有点无语 先生还在五门后旨呢 什么 朕不是说过 先生要见朕 可以随时入宫的 哦 对了 朕还忘记了 以后 就次先生 可以在紫禁城骑马 这样好歹能节省不少功夫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三十九集 说到这里 他仿佛才想起来 眼前还有一群臣子 想起他们刚才的事 不由他鼻孔一哼 甩袖走了 显然是要单独和新国公说话 踏着一走 这些文官就没有在文华殿内待的必要了 他们一个个抬起头来 往殿外走去 同时呢 大都摇头叹息 从刚才这事上 他们发现 至少在短期内 想要扳倒新国公的可能性 好像不可能 除非又有重大的变故发生 这些人中呢 也不知道是谁 忽然喃喃自语道 看来 还真的只有天上的神仙菩萨 才能治得了了 治谁 都不用问 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是谁 没过多久 张明伟便由内侍领战 到了五英殿 崇祯皇帝早已等得及了 一见之下 联盟从玉座上站起 迎了过去 哎呀 先生可算是回来了 刚说到这里 他就发现张明伟是一脸的疲惫 顿时一惊 随即想起来 便联盟又改口说 先生这是连夜赶来 真是辛苦了 说完之后 他也想起张明伟去干什么呢 便顺口再问道 房山县的情况 处理得如何呢 其实呢 他的内心里 相比京师这边的情况 房山县的事情 真的是无足轻重了 不过因为是张明伟去处理的 所以他还是按耐住内心的急切 先问下那边的情况 还算顺利 一切如当初所料 京师这边 如今是什么情况 先生你是不知道 就在你走之后 那传言又起 朕让王承恩彻查传言源头 却一无所获 之前先生指点的 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真的是让朕很是头疼 朕知道 那些人都是冲着先生来的 可不是 先生接职以后 连夜赶路回来 结果在路上 还遇到了刺杀先生的贼人 什么 怎么样 先生可有受伤 得上天垂怜 竟然凭空降下先生 虽然是来自四百年之后 但和神仙下凡 来拯救大明就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不是先生出现 大明还有两年就要亡国 他也要上吊自杀 会对列祖列宗 如今呢 正当要借重先生 重振大明 救王图存 就算任何人出事都可以 但先生是万万不能出事的呀 对于重振皇帝的这番关切 张明伟能理解 不过却有点受不了 一个大男人这样 便不着痕迹地挣脱着手 微笑着说道 哼 有惊无险 只是伤了一个 勇卫营的兄弟而已 说完之后 他便问起了 京师这边的具体情况 刚好司里见长印太监 见东厂提督 王承恩文生也赶过来 于是呢 四个人就一起 说起这个事情来 不得不说呀 那隐在暗处的贼人 借着重振皇帝 杀了周比安 夺绝嘉定伯的事情 来兴风作浪 因为有武清侯的潜力 真的是来势汹汹啊 崇祯皇帝刚才在文华殿 大发脾气 又何尝不是压力太大的结果 别人不知道张明伟 对武清侯那个事情的解释 当然是信得多呀 宫里宫外的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压力 先生 这件事情 你说该怎么办呢 如果让张明伟去查当年黄武子的案子 说真的 虽然他当初侃侃而谈 但真做起来可能也要抓下 而如今这一次 连番的遭遇 却让他心中有了目标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他也不敢打包票 想了一下便说 之前东厂调查的资料 都给我一份 我先看看 王公公这边 还是先核查宫内 确保宫内的安全 王承恩一听顿时大喜 不过不敢表现出来 只是按耐住心中的喜悦 表情带着担忧之色连连点头 这个自然 不知先生可有什么指点呢 如果从贼人兴风作浪的最大效果看 他们可能会以周皇后为目标 但是呢 如果从贼人容易下手方面来看的话 宫里谁身体不好 那最有可能让他们得手 当初黄武子也是体弱多病 然后传言起来之后 就真的病情加重而死了 朱美错听了 立刻紧张起来 当即对崇祯皇帝说道 父皇 你要去陪陪母后 也好 去吧 好好安慰开解下你母后 当朱美错一走 崇祯皇帝脸上的担忧之色 就很明显了 就听他对张明伟说道 如今田贵妃的身体不好 先生 她不会有事吧 一听这话 张明伟想起来了 他记得田贵妃就是今年病死的 好像是说他生了四个儿子 最终只活下了一个 伤心过度 导致染上重病而亡 对了 那个黄武子 就是田贵妃所生的 田贵妃那边 当重点保护 如果可以的话 陛下可以给她透露下 黄武子的真实情况 激发她的报仇之心 不至于整日悲伤 说不定就不会有事的 按照后世资料上看 这位田贵妃是 秦其书华无所不经 促拘其舍无所不能 换句话说就是 按她的体制 正常来说不至于那么短命的 毕竟又不用出去干活 整日待在皇宫 能有多少风险呢 崇祯皇帝 其实是最宠这个田贵妃的 此时一听呢 便立刻吩咐王承恩要重点保护 随后呢 才和张明伟继续商量 接下来的事情 听着张明伟的分析 一群废物 给我滚 京师某处身宅大院内 一个人看着面前跪着的一群人 怒声喝道 真等到了那么好的一个机会 结果却没得手 如何让她不恼火呢 看着那群家生子滚出去 她又骂起了周玉吉 如果不是她护着 估计就能得手了 正在这么骂着时 府上的管师 小心翼翼地过来 向她禀告 老爷 那新国公回京了 如今已经去了皇宫 算到了张明伟 可能会连夜进京 却没有得手 如今回了京师 那也在意料之中 因此 报信的管师 也被她给骂走了 没多久 她又开始骂满朝文武官员 这么好的机会 竟然都搬不到一个人 真是一群猪啊 不知道过了多久 忽然被骂走的管师又来了 这一次是神情有点惶恐 还没进门就已经再说了 老爷 事情不妙了 什么事如此惊慌 要是谎报军情 信不信打不死你 此时的她们 心情非常不好 开口说话 当然不会有好听的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四十集 老爷 紧急为把老六的尸身 调在城门口那儿 还说谁要认出来 就赏银万两 什么 难道他知道 伏击他的贼人 是来自京师 还是说 他是想在京师碰碰运气 老爷 不管他怎么想的 这重赏之下 肯定一传十十传百 去认的人 肯定很多呀 虽然老六平常不怎么出门 可说不定 有人会认出老六 也不一定啊 你个乌鸦嘴 找打骂 随后 他急促地左右来回踱步 不知道过了多久 忽然停下说道 看来此人 真是一日不出 就一天没有安宁的日子 可以过呀 老爷 小人有一个办法 或许可以应付下 哦 什么办法 老爷 虽然现在天气不热 但是尸身也不能久留 只要耽搁一些天 腐烂了就没法认的 因此 小人的意思 他不是重金悬赏吗 那就把水搅浑了 多些人去认 胡说八道一通 这时间也就耽搁了 这法子不错 那你就赶紧去办 记住 不要用自己人去认 管事听了 联盟答应一声 随后就匆匆离去了 等他一走 这人的脸上也露出了凶狠之色 看来火候还不够 那就帮着再烧一把火 老子就不信呢 那皇帝老儿能扛得住多久 张明伟这边 已经回到锦衣卫衙门 从房山县回来 就没有好好休息过 特别是有这么多事情发生 身体感觉有点疲惫 不过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因此也没得休息 就见他靠在太师椅上 闭着眼睛 对跟他回来的朱美错的 从这些资料中 把有关陈国公的消息 都摘录出来 王承恩给他移交的 之前调查到的信息 包括王德化等人受惠记录 平时关系等等 朱美错听了 当即答应一声 和费真儿去办这个事情 调查陈国公的这个事情 眼下还算是属于绝密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随后呢 张明伟就叫来蓝天堡 问他 我离开京师的这几天 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问的事情 当然不会是什么事情都关心 肯定要是大事才行啊 蓝天堡知道这点 便给张明伟禀告了 这几天闹得最凶的事情 就是有关九连菩萨的传言 朝中大部分官员 纷纷借此机会 上奏章 弹劾老爷 您的学生方以智和黄宗熙 有来问过老爷的情况 他们很是担心呢 其中方以智上奏 说老爷学究天人 绝不可能是奸臣 左都御使刘宗舟上奏 说老爷整顿锦衣卫 就职难民 雷历风行 比起朝堂上十位素餐的那些 都要好多了 何来奸臣可言 因此呢 又有传言 说是他们投靠了老爷 接党营私 连他们也被弹劾了 但是 眼下大部分人 还是抓着老爷在弹劾呀 京城酒楼茶铺 因为有老爷的名声在 虽然九连菩萨的传言 闹得很凶 但是大部分人是将信将疑 又觉得 老爷不可能是奸臣 也有人觉得 就连菩萨都显灵过 肯定是对的 哦 对了 还有一事 兵部尚书陈欣甲上奏 论及松锦之斩 主因乃是 大通总兵王普 率先逃跑所引起 暗罪当斩 密云总兵唐通 继阵总兵白广恩 上海关总兵马克 前屯卫总兵王廷臣 降罪冲使官 戴罪立功 宁援总兵胡三贵 守住宁援有功 建议他任山海兵总官 驾峰提督县 对此 御使好尽弹劾陈欣甲 说六阵总兵罪行相同 何以不同处罚 且胡三贵还是辽索主将 不战而逃 为何反而驾峰提督呢 之所以如此 就是他们贿赂财务 多少的区别而已 张明伟静静地听着这些事情 有的是崇祯皇帝 已经告诉过他的 有的崇祯皇帝没有提及 比如说 方以至和刘宗舟等人 在弹劾他的大事中 难得见到有人替他说话 因此 崇祯皇帝还当着他的面 特意表扬了他们 有关六阵总兵的处罚 崇祯皇帝还没说 估计是这事和那传言无关 而且还没有最后定论 因此就先急着说 有关九连菩萨相关的事情 不过呢 崇祯甲的秘奏 外面的人不知道 崇祯皇帝却已经给他提了一下 就是崇祯甲 一如原本的历史上 继承了杨死昌的说法 向崇祯皇帝提出 向剑奴求和 理由自然是 集中兵力先行剿灭流贼 想着这些 张明伟感觉事情真的好多好多呀 有一点 他觉得必须要先行做起来才好 于是呢 他便对蓝天堡说道 你从锦衣卫校尾中 挑选一些人 不知道京师各处 收集民间谈资 每日馈总书里 张明伟把之前的想法说了一遍 除此之外 那些重点监控的对象 如果府上的佣人能收买 或者混入锦衣卫的也要去做 总之呢 不彻底掌控京师 就不能化被动为主动 蓝天堡听了 连忙答应 他知道 差不多同时被老爷收留的刘金 已经去帮老爷做重要的事情 他自认比刘金有本事 那就绝对不能被刘金比下去 因此张明伟所交代下来的事情 他都是竭尽所能去完成的 等他一走之后 朱美错这边 拿着整理好的资料过来了 不过张明伟还没来得及看 就有锦衣卫性重重的来禀告说 挂着的刺客尸身 已经有人认出来了 张明伟一听顿时一喜 要真是陈国公的人 那方向就进一步明确了 可谁知呢 一问之下 却和陈国公无关 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又一个锦衣卫校尔来禀告 说又有人认出那个刺客了 等到后来呢 再过来禀告的锦衣卫校尔说 大人不少刁民为了万两奖赏 都来指认尸体撞运气 一开始有人指认的时候 他们自然是高兴的 可指认的人多了 他们当然发现不对的 包子铺那边的人 可有带过去认 这一条线索 当然不会放过的 不过也没有明着来 而是暗中进行的 回大人 包子铺的伙计说没见过 也可能是记不清了 听到这话 张明伟便明白 这个刺客有可能是刚好路过 顺便买了包子 对于每天见无数人的伙计来说 如果不是有特别的事情 那肯定不容易记住一个面貌特征不明显的人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刺客压根就没有去买包子 而是其他人去买的 如此一来 伙计自然也不可能认识了 最后呢 也存在一种可能 伙计认的刺客 但是基于某种原因不说 想得有点头疼 这可能性太多了 你再去核实一下 看这家的包子 是否会有定点送给哪个府上的 又或者 有什么人经常会来买不少包子的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41集 先生 不如就直接问和陈国公府上有没有什么联系 说不定能想起什么呢 张明伟听了 还没回答 本来领命准备走得仅一位校尾听到的 便连忙回答道 大人 那家包子铺 就是陈国公府上的 一听这话 张明伟和朱美绰不由得对视的一眼 眼神中都有一点惊喜 算了 那刚才的事情 就不用查了 锦衣卫校尾听了有点不明其意 以为是陈国公府上的就没问题 于是就退下来 等外人一走 朱美绰便连忙对张明伟说道 先生 这陈国公的嫌疑就越发的大了 自家铺子的包子好吃 在府里也有一份工艺 是说得通的 张明伟点点头 要了他整理的那些资料看了起来 还真别说呀 这个陈国公和一众人等的关系都很不错 也没有人弹劾陈国公什么的 看着看着 张明伟忽然开口说道 这个陈国公和周葵的关系很不错 经常会有拜访 听到提及周葵 朱美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只是回答道 嗯 以前走动多 后来好像冷了一阵 然后就又走动多起来了 听到这话 张明伟好像想到了什么 立刻重新看着资料核实起来 随后似乎兴奋了一点 用手拍着资料说 崇祯十一年的时候 走动最多 然后突然就冷了一年半载 之后又重新开始走动多起来 朱美绰听了 有点不明白 这能说明什么呀 你不要忘了 之前的九连菩萨显灵 就是崇祯十一年的事情 事情由武清侯兄弟争夺财产引发 周葵还去撑腰 摆摊给陛下难堪 先生该不会是说 朱美绰一听 非常的诧异 难不成九连菩萨的事情 竟然也和陈国公有关呢 之前的时候 其实是一直在查 到底谁想要张明伟的命 结果没想到 竟然还关联到了九连菩萨一案 想到有可能是陈国公所谓 朱美绰不吃惊就怪了 唉 现在下定论还有点早 但这明显是一条线索 趁着周葵还没有离京 我得找他问问 有关和陈国公交往的事情 看能了解多少 你要是不方便 就不用去了 听到这话 朱美绰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看向张明伟 用坚定的语气说道 没事 又不是我对不起他 也不是我大明对不起他 有什么怕见的 张明伟听了 脸上露出一次笑容 在王国的压力下 朱美绰也不再是温室里的花朵 敢于去面对一切 确实不错 这么想着 他转头看看 天色已晚 便对朱美绰说道 那先用晚餐吧 然后休息一会儿 等没人的时候我们再去 免得被有心人知道 我们想干什么 日夜兼程赶回京师 虽然因为刺客的出现 最终没有一整夜的赶路 可不管如何 野外其实没法好好休息 至少对他们这些 还没习惯的人来说 肯定是这样 因此有必要先休息一下 本来的话呢 缓个一天再去核实 其实也没什么 但张明伟要关注的事情太多 剑奴那边的 山海关那边的 左良宇那边的 李自成那边的等等 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此这个刺杀的事情 包括九连菩萨一案 最好是能尽快解决掉 否则这个事情不解决 根本没法处理其他事情 最后呢 不得不说 怀疑程国公调查他 这绝对是大事 之前在皇宫里的时候 说刺客有可能是 陈国公所派是 崇祯皇帝都有点难以置信 更不用说别人呢 不过当他的亲生女儿 从叶不收抓到 朱友福之后开始说起 包括房山县 那个陈国公远方 侄儿所做的事情等等事 虽然没有证据 但他也相信 朱淳辰对张明伟 确实有恶意 之所以如此 实在是因为陈国公祖上 乃是静难名讲朱能 按理来说呢 那对大明皇室是绝对忠心的 怎么会和那些文官一个德行呢 可崇祯皇帝自己亲生女儿所说 那断然不可能骗他的 因此呢 他就立刻认可了这个判断 不过要处罚像朱淳辰这样的名将后人 就不能对官吏宦官一样随意处罚 必须要有点证据才行啊 此时呢 朱美戳自然是听张明伟的 不过他们在用餐之后 还没有来得及休息 罗祖教的周文振又悄悄地找来了 大人 小人的一个兄弟说 陈国公府上的管事 暗地里给钱 让不同的人去指认城门口的那具尸身 听到这话 张明伟顿时精神一震 当即亲自问了情况 虽然那管事只是口头派事 移掉铜钱的报仇为凭 并不能说明什么 可有这事 那已经可以说明很多了 这次的房山县一行 能这么快就安定地方 你们的功劳不小 我可以给你承诺 以后你们不用再躲躲闪闪了 不过 必须要有一个前提 你们的东西 一定要导人为善 不得违反大明律法 否则我很生气 后果就会很严重 大人放心 绝对不会 我们也讲究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 如果有教中兄弟干违背的 不用大人生气 小人都去活寡了他 我希望你们能继续为朝廷效力 帮朝廷看着江湖上 三教九流的动静 立下功劳的 我同样会给予奖赏 或银子 或者是锦衣卫的身份 都是有可能的 罗祖教的人 同样是要生活的 如果能有机会出人头地 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总不能一直是在社会底层吧 因此呢 周文震听了后 自然连声答应 随后兴高采烈地走了 如今的锦衣卫 不要说整顿之后了 哪怕是之前 估计那些人也都已经废了 现在张明伟要重新组建一张情报网 光让蓝天堡那边去监听 是肯定不够的 有罗祖教的人打听着 情报网就能早日组建完毕 希望这个青帮的前身 也就是曹帮的前身 能发出他的正能量 好好为大明中心处一份力 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 张明伟也困难 便先去休息了 和尚演的同时 心中还想着 唉 这中兴大明的活儿 还真不倾诉 比穿越前要累多了呀 深夜 有事情的张明伟醒了过来 睁眼一看 却见朱美辰已经在等他的 哦 现在什么时辰啊 你怎么也不叫醒我啊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42集 朱美辰没说话 边上的周玉吉却笑着说道 殿下说 打人累到了 多睡会儿也是好的呀 行 我们出发吧 周玉吉早就准备好了 立刻领着50个挑选后的手下 和他媳妇一起 护送张明伟和朱美辰 从后门出去 往原家定伯父而去 三月份的京师深夜 大街上除了耕夫之外 也就是一些巡查 宵禁的军族 应该是天冷的缘故 巡业军族还大都偷懒 半天都遇不到一对 周玉吉有可能是因为 刺杀的事情才发生过 因此很谨慎 不但调集 众多人手保护 还前后都派了人去探路和后卫 完全就当作行军打仗一般处理了 不过好在 原家定伯父离得并不是很远 夜深人静之下 走了一段路之后 便快要到了 可就在这时 忽然队伍中的前哨有人反回 低声禀告道 大人 家定伯父那儿有人躲着 好像是在警戒 张明伟一听 就有点奇怪了 周魁被夺爵位 周碧安被杖杀之后 周府的家定中 很多人充军流放 仆人也都走了一大半 就连周魁自己 如果不是一直赖着 那也是要回老家的 这时候 他哪来的人手 那么严密地护着家定伯父呢 就算是有贼 他的家财 基本被崇祯皇帝给没收了 也不会有贼冒着天大的危险光顾吧 想不明白之下 张明伟就听到周玉吉对他说道 大人 末将过去瞧瞧情况 现在有一点不正常 他都很警惕 张明伟听的 为了安全起见 自然是不会有意见的 等他们又走了一段路 就要到家定伯父时 周玉吉已经返回来了 表情严肃 向张明伟禀告 大人 情况似乎有点不对 那些人 应该不是原家定伯父的人 不是家定伯父的 那是什么人呢 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 张明伟听的很是有点差异 同时也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能不能不惊动里面的人 看看里面在干什么 没问题 能看出来 他对带来人手的身手 都是有信心的 己方又在暗处 把握很大 只见他回答了之后 就从护卫中点名 挑选了七八个人走了 张明伟好奇 便跟了过去 不过也只是在街道拐角处看看 没再往前走了 周玉吉带着人 是在家定伯父的后院方向动手 没走门 叫那围墙 对普通人可能是够高的 可他们几个互相搭手的情况下 很轻松就悄然进去了 看张明伟盯着看 周刘氏以为他在担心 便低声说道 那几个都是夜不收中的精锐 擅长这些 没事的 张明伟其实是纯粹好奇 担心都不担心 大不了亮明身份直接闯便是的 谁还能怎么招他呀 等了没多久 后院的门便从里面打开 周玉吉很快出现 往张明伟这边来 向张明伟禀告 后院都没人 就有三个放哨的人 已经处理好了 但主楼那边还亮着灯 门口的两个人 要想悄无声息地处理 恐怕要找机会 末将担心时间久了 外面会撞到巡野君族而发出动静 因此就先出来了 听到这话 张明伟还没什么感觉 但周刘氏却有点奇怪了 低声说道 好像不应该啊 我们在这边也有些时间了 为何没见到一队巡野的君族经过 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 天等躲哪儿去了也算是正常吧 因此呢 几个人都没在意 在周玉吉的引领之下 一行人便都进了原家定伯府 不得不说呀 这处府邸同样很大 也就进了里面走了一会儿之后 才看到主楼 果然还亮着灯光呢 躲在暗处 观察着里面的动静 张明伟发现 应该是周魁还在和人说话 离得近呢 隐约有话语声传来 这么晚呢 周魁还鬼鬼祟祟的 到底是在和什么人说话呢 他正想着 忽然就听到那主楼里 传来的动静又大了一点 随后呢 门外面的两个人 推开门走进了屋里 看到这情况 周玉吉便立刻打了个手势 然后又见暗处也冒出了好几个人 悄无声息地靠近了主楼 忽然 屋子里的动静好像更大了一点 就连已经逼近了亮灯房间的周玉吉手下 都连连给周玉吉打手势 很显然里面有情况呀 张明伟实在好奇 看到局势应该近在掌握 便也靠着过去 想要知道房间里的人到底在干什么 在这亮灯的屋里面 周玉是万万没有想到 原本对他公事有加 被他认为是一个侠干义担 整天笑呵呵的 如同弥勒佛一样的陈国公 竟然一直在利用他 算计他 愤怒之下的周玉在面对死亡的恐惧之下 愤怒地使劲挣扎起来 然而呢 陈国公的两个家庭按着他 还望他嘴里塞了团早已经准备好的破步 使得他根本没有挣扎的余力 只能发出恐惧之急的乌声 朱唇臣居高临下 盯着被按在地上的周玉 冷笑一声 哼 你这种乡板老 就凭着裙带关系 还想起我头上来 蠢柱一个 我等这一天其实已经很久了 你知道吗 想我朱家 那是祖上为大明南征北战 如果不是我家祖上 成祖如何能坐上皇位 这样的功劳 岂是你能比的吗 朱脑子 你也不想想 凭什么我一个世袭国公的身份 竟然还要曲结下交于你呢 正如朱唇臣自己所说 他估计早就等着这一天 在图穷避陷之后 忍不住就把心中憋着的东西 都给说了出来 有的时候 我也是纳闷了 就你这德行 为什么当今皇上会看上你女儿 让你女儿来当皇后呢 这时间久了 我也算是看明白了 就当今皇上这风劲儿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没当过太子的皇帝 脑子就是不好使 他也不想想 就算他再和那些狗官去斗 行什么来拿我们熏贵开刀呢 一张口 竟然就要五清侯的全部加大 四十万呢 这得有多贪心呢 这要是成了 回头指不定没钱呢 就继续拿熏贵开刀了 区区一个五清侯 传承才多少年 就有这么多银子 那传承更久的 岂不会有更多银子吗 要是此口一开 熏贵将永无宁日 就贪心这一点来说 当今皇帝和你还真是一丘之合 连你这个老丈人 都要出去摆摊 替五清侯筹钱 这种事情都做出来了 可他还不肯罢休 反而恼羞成怒 那就怪不得我了 幸亏他没有成组的历练 只是宫里长大的蠢猪 只是编个瞎话一下 就被吓到了 薛国官那个脚屎棍 也最终被杀 算是漂亮的 切断了他身上熏贵的手 怎么样 我这法子不错吧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43集 周奎一直没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那一次去帮五清侯 也是朱淳辰给他说 崇祯皇帝绝对不会动他 会顾及面子而收手 帮五清侯 其实就是帮他自己 这个事情 特别是在经过前几天 崇祯皇帝向他要钱的事时 他就觉得真是这样 结果没想到 他其实一直是被朱淳辰给利用了 当然 他更没想到 听朱淳辰的意思 当年九连菩萨的事情 好像也是他搞出来的 想着那次是皇五子敬艳而死 顿时呢 他就震惊得睁大的眼睛 朱淳辰看到他这表情 心中非常的受用 当年做下的这件大事 得以之笔 如果一直藏着没有人知道 就犹如锦衣夜行 如今讲给一个将死之人听听 看着他这么震惊 心中还真是特别舒畅 就犹如多年便秘的人 一下就畅通了 这么想着 他就走进两步 在周魁眼前蹲下了身子 俯视着周魁的眼睛 只是很可惜 不知道哪里又掉下一个人 比起薛国关的脚屎棍 更是会作妖 只是一出现 就喊打喊杀的 为了一些蝼蚁 不但不惜和所有人为敌 更是一口气 整倒了王德化 王之心他们 贪污污受贿 贪莫军饷 说得真搞笑啊 这种事情谁没有做过 大明军队 还有哪个不谈军饷的 竟然查这个 我要是不动手 下一个就肯定是我掌管的经营了 真以为大明就能为他随心所欲了 真以为我们是泥泥的吗 可以随便让他们蹂躏 要论根基之深后 这突然冒出来的蠢货 又岂能和我们比呢 当今皇帝也是记性差 这才过去了几年呢 竟然又开始好了伤疤 忘了疼 一心庇护着那人 让他为所欲为 这一次是真没想到 哪怕让你顶到前面去 且可连你这样的身份 也是说干就干 不但被夺绝 还杀了你儿子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说得真好听啊 再次明白被利用 以至于落得如此之惨 这一刻 明白惯了的周魁 不由得又挣扎了起来 眼神中充满了 对朱春晨的愤怒 看到他这样 朱春晨反而更是兴奋 伸手使劲地 揉了揉周魁的脸 怎么 不服气呀 就你这样的货色 要是没有一点利用价值 你觉得 我有必要讨好你们 真是猪脑子 有点遗憾哪 这一次 我突然发现 九连菩萨好像没什么用 狗皇帝还要抱着他 说来也是啊 那个人也算是有点能耐 不但没有扳倒他 甚至刺杀也不行 更是让他有了疑心 竟然开始要查我了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对不起你 再用你一次了 你说 明日经师要是传开 你上吊自信 留下一份遗书 说儿子被杀 自己又被夺绝 历朝历代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堂堂皇后的爹 太子的秦老爷 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皇帝薄情寡义至此 无公道可言 唯有去面见九连菩萨 求个公道 这事一传开 你说那人还能再得皇帝包庇吗 要我说呀 就连皇帝老儿也没脸 再当这个皇帝了吧 退位上贤德了 如果他说的这些话 要是之前说出来 换个人来促进这样的事 那周魁指不定 跟着朱淳辰一起 哈哈大笑 幸灾乐祸 非常乐意看到 这样的事情发生 可如今 他就是那个被利用的人 也明白他会落得如此地步 其实都是被朱淳辰利用 因此 他不甘心之下的愤怒 就更是强烈了 当即剧烈挣扎起来 要是眼神能杀人的话 朱淳辰已经被他杀了 不知道多少次了 甚至挣扎之剧里 都差点挣脱两个家庭的控制 你再怎么挣扎都没用的 乖乖认命吧 好歹还能为扳倒那个人 甚至报复皇帝 尽一份力 我就告诉你吧 今夜宵禁的君族都不会过来这边 深更半夜的 更没有人会注意你这里的 乖乖上吊自杀 要听话 上一次 我选了 我选了黄虎子 这一次 我选田贵妃下手 不管怎么样 都没有逗你女儿的一脉 总算对得起你我相识一场 你们一家都放心去吧 就连菩萨会为你们报仇的 好了 时辰不早了 送他上路 可惜呀 不能打你一顿 免得被人发现什么 真是有点遗憾了 他的两个手下一听 立刻架起周魁 就往已经挂好的白铃上送 周魁脸色惨败 剧烈挣扎 然而他一个糟老头子 已经挣扎了半天 耗掉了不少体力 又如何能撼动 恐无有力的家丁呢 眼看着自己的脑袋 离白铃越来越近 不知道为什么 周魁的脸上 忽然流下了两行脑泪 与此同时 他也放弃了挣扎 抓着他的一个家丁 忽然眉头一皱 低头一看 随后向朱纯辰禀告道 老爷 他尿裤子了 朱纯辰一听 低头一看 果然 就看到周魁的两腿之间 已经湿了一片 他娘的 闹肿 上吊的人会尿裤子吗 很显然不会 吊死周魁之后 那就还要再给他换裤子 真是麻烦 还愣着干嘛 屋子里还有好多尸体 需要处理 一个个吊起来 不要时间吗 赶紧送他上路 可谁知呢 他这话一说完 就听到外面传来一个声音 带着一点戏谑 送谁上路呢 寂静中突然响起这么一个声音 而且还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朱纯辰顿时下的一击灵 立刻转头看向门外 同时低声力喝道 谁 响当一声 房门被人用力推开 与此同时呢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蜂拥而入 就见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家伙 只一进入 就散步四周 一下把屋里的三个人给包围了起来 更绝的是 竟然还有几个人是张弓搭建 指着朱纯辰呢 说了这么多 其实只是一下的功夫而已 随后呢 就见到一个人背着手 被一群人簇拥着 夺步进了房间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看来大明真是改运了 这个声音 赫然就是刚才说话的声音 朱纯辰在震惊之余 定睛看去 他就想知道 这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44集 啊 是你 是我 说完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张明伟感觉这个场景好熟悉 好像是什么电影电视上看到过吧 他有这个闲暇心思想这个 但是呢 朱纯辰却是感觉天塌的一般 不要说他做这种事情 被他要对付的人撞见 哪怕是被普通人撞见 那也绝对非同小可 必须是要灭口才行的 可是呢 如今不但张明伟听到的 那个站在张明伟身边的女子 肯定就是昆星公主的 还有这个 永未营的周玉吉 他们全都听见了 完了 全完了 朱纯辰是万万想不到 为什么张明伟等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他不是不知道 张明伟不是日夜兼程从房山县赶回来 按理来说 他不是应该在自己府里好好休息 恢复一下疲惫的身体吗 就算不休息 也肯定是在为京师发生的事情头疼吧 怎么就跑到周葵这里来了呢 忽然 他想到一个可能 当即对张明伟立合的 你 你跟踪我 除了这个可能之外 他朱纯辰想不出来 有什么可能性让张明伟等人出现在这里 我跟踪你 张明伟听了 有点意外地反问了一句 此时他的心情很好 猫戏老鼠感觉也不错 没想到九连菩萨的事情就这么轻松解决 如此一来 能解决崇祯皇帝的一个大隐患 安定皇宫内外 也就能去处理其他事情 比如松解之战的事情 也是很急切的 你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没道理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身为大明国公 不思秉承先祖一致 中军报国就算了 反而祸害大明 你还真是可以啊 拿下 听到张明伟的训斥 想起祖上的荣耀 而如今呢 自己的所作所为 必定给自己的家族 带来密门之火 朱纯臣不由得全身无力 双腿一软 就往地上跪去 他的两个手下 本来还抓着周魁 试图当人质的 结果没想到 他们的老爷 竟然被吓成这样 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了 有点惊恶之想 也来不及反抗 就被一拥而上的 永卫营将士给擒住了 忽然 上前按住朱纯臣的 永卫营将士 抬头向张明伟禀告道 大人 他尿裤子了 没了那两个家丁的挟持 瘫倒在地的周魁 刚刚把嘴里的破布取出来 就听到了这话 随后就转头看去 就见刚才还非常嚣张的朱纯臣 被永卫营君族 按在地上 正在颤抖着 好像是发杨巅峰一样的那种 他的两腿间 果然湿着一片 想起他给周家带来的伤害 周魁不由得哈哈大笑 想不到啊 想不到 你也有今天 你不是很得意吗 啊 原来你也是闹肿 你也会尿裤子呀 我可只是一个平头百姓的 你却是国公了 还是军功传世的国公 呵呵 来来来 你来说说 你为啥尿裤子 不是尸山泄海中打出来的吗 你丢你祖宗的脸了 你知道吗 周魁的笑 有点歇斯底里 他的话也有点疯癫 原本能好好地当大明外戚 享受荣华富贵 结果就因为地上这个尿裤子的 陈国公 害得他周家全家都死光了 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如果不是张明伟带着人及时出现 就连他都要被杀了 就一般人来说 明白这个真相之后 还能正常就怪了 很显然 周魁没有例外 朱美澈从头到尾 一直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听着这一切 看着这一切 对于成国公的兴风作浪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哪怕他已经认定 他是刺杀张明伟的元凶 但也没想到 这个成国公竟然会这么坏 而对于有点疯狂了的周魁 此时的他呢 也还是有点同情的 自己没脑子被人利用 结果落得如此下场 他就没想过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吗 他一个堂堂世袭国公 还是名将之后 怎么可能会主动来 和一个外戚打好关系呢 只要用脑子想想 就知道这种交往 绝对是有目的的呀 真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自作孽 遭报应了呀 这么想着 他又看向张明伟 看着他的侧面 同时心中也非常感慨 如果不是先生一心为国 急着想解决这个事情 哪怕只是稍微放松一点 今晚先休息一阵 那就错过这个揭开事情真相的最佳机会 到了明天 周魁一家上吊字迹 留下控诉的遗书 必然就会对父皇 特别是母后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朝廷内外 也肯定会掀起大风了 那些皇亲国戚 还有勋贵们 都会群起而攻之 这么大的声势 父皇还能承受得住吗 如果再死了田贵妃 应验了九连菩萨的话 父皇如果还不处罚先生的话 那他就真是骤王 估计就会发生大明未有之先例 被逼退位了吧 想到深处 朱美丑不由得感到深深的后怕 不过还好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此时此刻 昆星公主是真的感受到了 人性之险恶 正在这时 他就听到有人在向张明伟禀告 大人 礼物一共有十一具尸体 大概都是周家的人 全死了 之前的时候 崇祯皇帝的处罚 只是夺了周葵的家定伯爵位 杀了周比安而已 周比安的老婆 还有他的儿媳 孙子背什么的 都没有受到影响 结果现在好了 被周葵和周比安牵连 被朱纯臣给杀了 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报应啊 张明伟低头看着 被永卫营将士 压在地上的朱纯臣 蹲下身子 伸手过去拍了拍他的脸 冷声说道 你该是知道 就凭你所做的事情 肯定是朱九族的下场 不过念在你祖上 是敬乱名将 我给你个机会 事无巨细 好好招供 我去给皇上说说 给你们朱家留一个种 如何呀 一听这话 已经绝望了的朱纯臣 眼中又露出了一丝希望 盯着张明伟看了一会儿 忽然心中一动 当即喊了起来 我知道了 你其实还不知道 只是撞到了 肯定是这样 你们没证据 你们都是一伙的 都是在污蔑我 就是这样 听到这话 张明伟见他是 不撞南墙不回头 便又拍了拍他的脸 还用了点力 然后再说道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既然敬酒不吃 想吃罚酒也随你 他这边刚说完 就见周葵已经扑了过去 对朱纯臣拳打脚踢 同时哭嚎着 打死你 打死你 害我拳甲 我要你的命 张明伟看了下 周葵这个糟老头子 根本就没什么力气 打得死他就怪了 便也不介意 站了起来 离这两个尿裤子的 远点才好啊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45集 对了 他不是算命的出身吗 就算他不能算他自己的命 也不能算他儿子的命 那他就不会算朱纯臣是什么人吗 看来这算命意图 果然也不靠谱啊 周玉吉听到 不由得哑然 看来国公的心情是真的好 竟然有闲心说出这样的话 东边的天空才露出一丝余杜白 长安大街上就已经有不少人了 不用说呀 这些人都是去上早朝的文武百官 摊上一个勤勉的皇帝 就不得不过这种早起的日子 然而呢 此时的他们 似乎并不在意这种早起 反而看到熟人 就互相打着招呼 一起去紫禁城 昨天那人就回来了 估计是听到消息 吓得连夜赶回来的 肯定呢 这事 不管是谁遇到 肯定都会吓到的 只是昨天皇上 在文华殿内发火 哎呀 想扳倒他 还是有难度啊 我不那么看 皇上发这么大的火 说明皇上承受的压力大了 这个时候 其实就看谁能坚持住了 哎 你这么一说 好像也有道理啊 一旦皇上知道发火也没用 那是不是说 就只有处罚那人呢 五门外 等待宫门打开的这会儿 有些想法的文武官员 便纷纷开始了串联 你说呀 是不是这个铃儿 这事别人可能不行 但是呀 御史阎官不就是文封凑事吗 皇上发怒又怎么样 御史阎官继续上奏 就算被罢免了 那必然也是暂时的 他日再起 有这一番功劳在 必定清云直上 对不对呀 对对对 这个事情必须坚持下去 要不然 错过了这个机会 就不知道他要嚣张多久了 你们可是要知道 王德化和王之心 其实都是因为他而完蛋的 贪赃王法 贪莫君相 可是 问题是谁来牵头 那刘宗舟都投靠他去了 怎么没有啊 就连菩萨都发话的 堂堂大明朝 御史阎官那么多 借此机会扬名 肯定有的 我们合计合计 不得不说呀 之前杀鸡害猴的影响 因为这个九连菩萨传言的出现 已经不足以震慑朝野了 这个时候 就犹如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 又或者是在等待一个什么契机 就会再突然爆发一场 只是很可惜 即将到来的这个契机 已经逆天改命掉了 不过这个时候 要上朝的这些官员都还不知道 这其中呢 有一名身穿大红飞袍的官员 昂首傲然而立 和其他人并没有去接触 就算有官员跑过去和他打招呼 他也只是淡淡地回应而已 对此呢 那些过来和他沟通的官员 都有点纳闷 以前的时候 他不是岛章也挺积极的吗 怎么现在一下就变成这样呢 该不会是被昨日文华殿里的 皇帝之怒给吓到了吧 这人从他们的眼神中 其实也读懂了他们的内心想法 不过他一点都不介意 甚至心中还暗暗得意 一群傻子 本官岂能和你们一样呢 他倒是没改变立场 要说对张明伟的愤恨 他绝对能排到最前面去 他呢 就是被张明伟夺了皇帝宠信的兵部尚书 陈新甲 之所以会如此表现 是因为陈新甲自从张明伟突然出现之后 崇祯皇帝对他就变得非常厌恶 有关这一点他有非常明显的感觉 但是呢 就在之前他上了一道秘奏 立主和剑奴议和 以解决松锦之战带来的危机 这一次呢 崇祯皇帝竟然难得的没有表现出之前的厌恶 这让他有点喜出望外 因为崇祯皇帝觉得 他又重新摸准了崇祯皇帝的喜好 想来也是 当初杨死成可是向崇祯皇帝提出 攘外必先安慰 而最终的结果 可以见到杨死成一直深守皇帝的信任 而自己不但是杨死成举荐 如今更是接替了他的兵部尚书一职 原本一直是好好的 皇帝果然最是宠信的 只是不知道那个张明伟 从哪点上蛊惑了皇帝 挠中了皇帝的养处 以至于专宠他一个人呢 想着以前呢 此时的陈新甲 自认为已经找准了方向 有了和张明伟一摆手腕的能力了 因此呢 他傻了才去大张旗鼓地倒张啊 他认为 他目前最佳的策略 就是躲在后面 看着其他同僚去弹劾张明伟就可以了 自己不要出头 就能更进一步赢得崇祯皇帝的好感 然后在义和这事上多多发力 解决建奴问题 就能赢回以前的那份君恩呢 想到这里 陈新甲心中其实也是有点感激张明伟的 如果不是张明伟的出现 他的决心其实并不是太大 因为和剑奴一和的话 如果能成啊 皇帝必然开心 可以专心对付关内刘贼 但是啊 他的金主们肯定不乐意看到 那些晋商最想要的是 大明和剑奴一直开战 这样他们才能走私倒卖 赚得更多 而一旦和剑奴一和 那互开边市就是一定的了 由于剑奴的强势 肯定是能买到他们想要的 那为什么还要从晋商那去高价购买呢 这一点 陈新甲想得很明白 为此呢 之前在为义和的事情准备的时候 他都是极其隐秘的在进行 如今得到了回复 又加上张明伟的出现 他权衡之后 终于下定了决心 为了自己的前程 不管那些金主来 只要在这个位置上坐着 就不怕会没钱 这不 松山之伴 六大总兵都不得不前来送礼 他以崇祯皇帝的这次杀鸡害猴的事情为借口 一番拿捏之后 以此就收到了十五万两白银的重礼 如此一来 又何必还在意那些金主呢 想到这个 陈新甲心中高兴之下 便不由得眉飞色舞起来 说起来 那些冰头和冰血也真是有钱 本来自己还打算再拿捏几天 结果没想到 那些总兵竟然几倍以往的价钱砸得过来 砸得自己不得不爽快地答应了 就只是那个王普不识想 竟然像打发教花子一样来打发自己 甚至还敢要挟自己 说现在皇帝最宠心新国公 如果自己不答应 他就要去找新国公那边的路子 真是可恨的 不定他个死罪 都难以除这口恶气 想着这个 陈新甲便立刻想到了吴三桂身上 又不得不感慨 不愧是辽东的匠门世家 皇上每年保证辽东那边的军须 让他们这些辽东匠门世家喝饱了些 给的钱最多了 当然呢 吴三桂提出的要求也多 不但要求免罪 还想从宁远改任到山海关 没问题 只要钱够 自然是可以的 光是白银就是给了八万两 更不用说 还有那些自己喜欢的古玩字画的 想着这些 这陈新甲的心情又好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吊崇祯面前 作者 叫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46集 不过就在这时 忽然 他听到好像有什么动静不对 便闻声看去 却见有什么人从远处赶的 在同僚中找他们的老爷 慌里慌张的在禀告什么事情 这都马上要上朝了 竟然还敢闯过来说事 难道是出了什么大事吗 这么想着 陈新甲便竖着耳朵听了起来 什么 锦衣卫大举出动 至少五百多人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他才刚回京师 这就要打击报复 掀起腥风血雨了吗 五百多锦衣卫呀 这是要大动干戈 难不成 他是准备把弹劾过他的同僚都抓起来 这也太嚣张了吧 一时之间 所有等候上朝的文武官员 全部把注意力集中到的这个事情上 就这时候 大量锦衣卫突然出动 肯定不是好事 绝对不能让他为所欲为 真要这样的话 天启朝之祸还会远吗 一定要阻止锦衣卫的暴行 对 既然他够急跳墙呢 那我们必须联手起来 团结一心 谁要敢投靠他的 就是历史的罪人 迟早要清算的 在群情汹汹之下 有官员忽然发现 好像过了平日早朝的时间 这宫门怎么还没开呢 他们很自然的 就联想起了 仅一位大举出动的事情 顿时 他们就越发地肯定 那新国公一回来 就又鼓动了皇上 要不然 不可能宫里这么反常啊 他们正在猜测之时 忽然就见宫门大开 一对对的君族列阵而出 这是要干什么 好像是永卫营的君族 他们要去哪里啊 现在永卫营和锦衣卫好得能穿一条裤子 别是锦衣卫和永卫营都被那人调欠 是要一起干什么惊使害俗的事情吧 看着永卫营君族杀气腾腾的园区 一时之间呢 就连陈欣甲都忘记保持自己的姿态 走过去和周边的同僚纷纷议论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各府的下人赶到 禀告后续的情况 什么 锦衣卫包围的陈国公府 正在大局搜查抄家 那可是陈国公府啊 那张明伟竟然是拿他开刀 这是疯了吗 对了 永卫营君族去的方向 好像就是经营 那陈国公不就是经营总容吗 啊 本官知道了 那人肯定又是要杀鸡害猴 对 肯定是这个意思 说陈国公贪没君想 吃空想 就这一条肯定没跑的 哎 真是没想到 竟然敢拿陈国公开刀啊 这些文武官员也真是聪明 一下就猜到了陈国公的罪状 不过真要说起来 这其实也不难猜啊 之前的时候 御马舰掌印太监王之心落马 不就是因为其掌管军队的事为借口吗 经营那么烂 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人家好歹是陈国公啊 和大家的关系也不错 最关键的是 这个马蜂窝不能捅啊 因此谁也没有在意 你捞军队的银子 我捞别处的银子 谁也别说谁 可如今呢 这个张明伟才出现多少天呢 就这么野蛮的出手 丝毫没有顾忌 他真是不把所有人得罪死 都不会罢休的呀 如果说之前呢 这些文武官员还存着侥幸心理 觉得张明伟为了迎合圣意 最多怂恿着皇帝搞功内 帮助他的同伙王承恩上位 和外庭关系不大的话 如今呢 张明伟既然拿陈国公下手 从京营这点开始腥风作浪 那是不是在这之后 他们外庭的所有人都会被查了 这还得了啊 在弄明白了锦衣卫和永卫营 大举出动的动向之后 大部分文武官员那真的是炸了 他们感觉到自身也很可能会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顿时就没有再保留 纷纷喊着定要弹劾这个物国奸贼 他们这里正在热闹着时 终于 钟鼓楼的钟声响起 早朝开始了 于是呢 这些文武官员纷纷互相打气 这一次 定然要趁着那人羽衣未成之际扳倒他 要不然以后大家永无宁日 就连本来陈欣甲准备让别人闹着 他得好处的 也因为感受到了浓浓的威胁而改了主意 那十五万两银子还没捂热 虽然之前就有浴室弹劾 可那根本没什么 但要是被那张明伟知道而揪着他来的话 至少陈欣甲觉得他是有点怕了 当然 他感觉应该还好 毕竟真要因为这个事情查他的话 那六大总兵也必然牵扯起来 难不成要连他们都被治罪 这显然不可能啊 可是就怕那张明伟发疯啊 本来呢 朝堂上当前的形势 就因为九连菩萨的传闻而紧张着 原本因为崇祯皇帝的发飙 暂时压制着 结果突然发生了这个事情 一下便又成了推动矛盾更为激烈的原因 让大部分文武官员下定了决心 定要趁这个机会搬到物国奸臣 崇祯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这一天 注定是崇祯朝不平凡的一日 天呢 终于凉了 但是京师城门却没有开 这让准备进城的很多人都被堵在了城外 城门到底不开 那就说明京师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应该还是比较严重的 于是被堵在外面的人便都议论纷纷起来 这其中不但有百姓商人还有回京的官员 这不其中就有一个厚道的无品官员 四十来岁的样子 看到前面有在等待的官员之后 便过去给另外一个建立的 长沙之府赌印西见过这位大人 不知该如何称呼啊 先到的这个官员同样是四十来岁的样子 转头一看之下便抱全还礼 自我介绍他 啊 户部几世中 左冒地 说完之后 他看到赌印西风尘仆仆的样子 便有点好奇地问道 长沙之府离京时挺远的 如今应该还没到进京的时候吧 使另有要事奉旨进京吗 地方官员呢 到了年限就要进京述职 他是指这个时间应该没到 赌印西听着 露出恭敬之色 又正中见礼 不是因为官职高低 而是两人同样的年龄 但赌印西是崇祯十年才中进士 但左冒地呢 是崇祯四年的进士 随后 赌印西才有点纳闷地回答道 陛下传旨急诏 但是旨意中 又没有说明什么事情 诸多案子都没有处理完 就只能匆匆赶来京师了 他在崇祯十四年 出任长沙之府 到任之后 处理机案达三百余舰 并编团长沙辅制 不过如今被蝴蝶效应影响 这些事情就都没完成 听到他的话 左冒地能感觉到 这位同僚是个干实事的官员 便对了他的脾气 也愿意交代 就也说道 我是在催促曹玉 同样接到皇上急诏 不得不放下手头事务 匆匆赶回 听到这话 赌印西不由得有点惊讶 没想到不止是他接到急着 该不会 京师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47集 他们还正在想着时 忽然 站在他们边上的一个恐无有力的高个子 也凑了过来 向他们抱拳毅力道 两位大人 下官江营典史 盐应援 也是接到了皇上急诏进京 本来他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官 也不会插话到两个文官的交谈中 但是呢 刚好站在边上 听到他们两人都是奉皇上急诏入京 他就有点好奇了 便跟着说了下 不管是左茂弟还是赌印西 一听到他的话 顿时也都惊讶的 他们两人 好歹是近世出身 朝堂上的事情 多少能有点关系 可是啊 区区一个江阴地方典史而已 不入流的官 竟然也得皇上急诏入京 这真的是有点难以想象 因此呢 两人相视一眼之后 皆在看向盐应援 其中左茂弟问道 纸意中可有说是什么缘由吗 没有 只是接纸便要求立刻进京 这也就是说 给他们的纸意内容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接纸即可进京 左茂弟就更是好奇了 便问了下接纸的时间 然后一推算 他发现 好像他接到旨意是最晚的 那朝堂上到底有什么事情 要先集召一个地方典史 然后又是地方支付 最后把他这个都办曹运的 几世中也召回了京师呢 实在是想不明白 左茂弟心中如此想着 便转头看向高大的京师城门 眉头飞着 京师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还关了城门呢 我倒得走 倒是听到了边上人 在议论的一些事情 颜应元听了 便接过话题 哦 大概在月初之时 京师出了一个张晴天 不但安置了城外难民 而且还出任锦衣卫指挥时 又封信国公 可就在信国公出城剿贼之时 京师中有九连菩萨的传言 说信国公是误国奸臣 要是皇上不处罚 就会降祸后妃 好像是在昨天吧 信国公匆匆回京 还调了个刺客师身任令 这封城门的 估计和这些事情有关 听到这话 朵印西和左茂弟 不由得双双吃了一大惊 没想到京师竟然出了这么多事情 崇祯十一年的九连菩萨一案 不但轰动京师 甚至是整个大明朝都震动的 毕竟事情牵扯到了太后和皇无子 这等皇家事情 那个时候 哪怕他们不在京师 但也知道这事 说真的 他们并不怎么相信 但是 如果不相信的话 皇无子的死怎么说 总不能说是有人谋害 那这就是惊天大案 反正不管怎么样 皇帝都信了 他们的能量也太小 无法对这事提出质疑 只是没想到过去几年之后 这九连菩萨竟然又冒出来了 作为官场中人 他们立刻便敏锐地知道 这九连菩萨的出现 绝对是针对这新晋冒出来的新国功的 就在前些天 原司理舰掌印太监房德化 原驭马舰掌印太监房之心 原锦衣卫指挥使洛阳兴 包括家定伯府的少爷周彼安 皇后的亲弟弟 皆被杖杀于武门 听到这话 左茂帝和赌印锡 不由得又是双双大吃一惊 这些人中 被杖杀一个 那都是大事的 没想到一次被杖杀这么多个 真的是难以想象 这么想着 他们两人不由得又互相对视了一眼 感觉如今的朝堂上 真的有点看不明白了 皇上有言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不管是谁 只要触犯大明律法 就一律严惩不耐 说到这里 盐应元才回过神了 好像才发现 自己在两个文官面前 说的有点多了 便恢复了平静 只是介绍道 九连菩萨仪式 也是在此事之后便又有了的 朝野上下 信誉不信 皆有之啊 左茂帝听完了之后 看了一眼赌印锡 忽然问道 此事 你怎么看呀 此不与怪力乱神 如果要我说 这其中必有蹊跷 作为朝堂上的人 这种事情一看就知道涉及权力斗争 如果只是普通鬼神事情的话 那作为儒家子弟 讲究的是 如果自己不以正念作主 而去崇拜鬼神 那就要为鬼神所知 故敬而远之便可 但真要是世道临头 那也不会怕鬼神的 杜印锡说了之后 忽然想到什么 一愣之下便问道 该不是皇上 急召我们进京 就是要彻查此事吧 看 他自己正在断案 不说断案如神 但他自己相信断案水平绝对是不错的 这不 又急召了一个管行明的典史 还有一个御史 是不是真有这个可能啊 他这话才刚说出口 就见左帽弟摇头说道 时间上对不上 就连菩萨的事情 在急召我们的时候 都还没发生呢 一听这话 杜印锡不由得哑然 一个没注意 竟然忽视了这点 看来自己是关心则乱了呀 想想也是 皇上急召他从长沙赶过来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严应元看着这两个文官 虽然表情没有变化 不过听他们的对话 心中倒是多了一份好感 因为这两个文官听到这事 并没有立刻声讨那个新国公 如果是换了贪官污吏的话 绝对是第一时间会声讨的 这么想着 他不由得又有点好奇 那个新国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突然冒出来 就把大明官场搅得天翻地覆了吗 他们沉默着 忽然就听到沉重的开门声 转头看去 却是城门开了 顿时呢 人群就往城门口拥去 不少人还顺口问开门的君族 到底为什么这么晚才开城门呢 新国公查抄成国公府 用卫营接管经营 一听这话 顿时 所有人都炸了 这消息大发了 什么 一个国公查抄另外一个国公 这是什么情况 锦衣卫好厉害呀 难道是当年的锦衣卫又回来了 和这些小民关心这个不同 赌印锡和左茂地 却是一脸沉重 他们不管什么国公不国公的 而是京师中的军队出事的 用卫营和经营的事情 这是大事啊 具体情况不了解 但是 那个新国公 是新任的锦衣卫指挥士 去查抄经营总龙 这事就太大了 搞不好那是会出大事的 估摸着 这会朝堂上肯定是乱了 这么想着 两人便立刻赶往紫禁城 在他们的身后 自然还跟着炎影员 都是去报道的 京师的权力斗争 显然是到了最激烈的时候 这会对大明带来什么 真的是难以预料 不管是左茂地 还是赌印锡 都忧心忡忡而无心说话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叫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四十八级 倒是炎影员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显得有点淡然 不过让他们都没想到的是 在到了紫禁城宫门口 等待觐见的时候 就看到一支队伍过来 为首那人身穿蟒服 骑着高头大马 在一群黑色飞鱼服的簇拥下 一看就知道 这是锦衣卫来了 为首那人肯定是舆情中心的新国公 新任锦衣卫指挥使 咦 怎么这么年轻啊 左帽帝看清楚之后 不由得惊呼一声 赌印席听的 也是点点头 真是有点难以窒息 在朝堂上掀起那么大风浪的人 竟然如此年轻啊 他们两人 已经算是朝堂上最为年轻的官员之一 也已经是四十多岁了 可新国公高居庙堂之上 不成祖音 独获国公爵位 在他们想来 不管世中世间 都可能是具有阅历的年长者了 然而 就他们目测看到 新国公恐怕还未超过三十岁 这人比人 好像真的不能比啊 哪怕年纪更小一些的 盐印元 同样也是非常诧异 不过他倒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只是一个羡慕 这么年轻就是国公 真非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呀 三个人这么想着 就更是好奇地盯着正在过来的锦衣卫队伍 他们发现 队伍中似乎还压着不少人 该不会那些人都是成国公一脉的人 刚查抄回来吗 想起连成国公都被新国公给查抄 这得有多大的能量 才能动得了静难名将的后人呢 想到这个 他们三人就又是吃惊 与此同时呢 张明伟也看到了在宫门外等着的三个人 看他们风尘仆仆的样子 似乎是从外地赶来的 便上了一点心 这个人 个子高大 身高必长的 绝对是个参军的好手啊 哎 看他的装束 似乎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力 不过看样子 他们好像在等皇帝召见 这么一想 张明伟忽然就想起一个人 此时呢 他也已经到了近前 便勒马停住 居高临下地看着面前三人 对身材高大的这个人问道 你是什么人 下官将因典礼严应元 见过新国公 严应元没想到会问他话 稍微一愣之下 便连忙抱拳回答 张明伟一听 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名人哪 后世见过江阴三宫的雕塑 很明显 没有眼前大活人来得有气势 于是呢 他便微笑着对严应元问道 一路过来辛苦吧 今天刚到 严应元氏万万没想到 堂堂国公掀起朝堂上 惊涛骇浪 如今更是查抄了 陈国公府过来的锦衣卫指挥室 新国公 竟然会说出如此关切他的话 说真的 严应元自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吏 就算有名气 那也只是在江阴一带而已 自己朝中又没人 更不用说和新国公扯上关系了 可怎么听着 新国公这边好像认识自己 并且还很关心自己 想不通这个 一时之间呢 他都有点失神了 不过毕竟是五人出身 严应元很快回过神来 立刻便带着一点激动 赶紧又抱拳了 下官接到旨意 一路急赶 今早刚到 一点都不辛苦 倒是大人看着很是疲惫 大人可要多注意休息才是啊 本来边上的左茂弟和赌印西 见新国公突然停下和他们说话 还是和一个典史亲切说话 就已经非常诧异了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俩人还以为 新国公和这个典史有什么关系 不过听了对话之后 又见他们的神态语气 左茂弟和赌印西就感觉到 他们俩人之前应该是没见过面的 此时听到严应元最后这句话 不由得注意一看 果然发现 眼前这位新国公很是疲惫 眼神中甚至还有血丝 似乎是连续几天都没休息好的样子 想到这个 他们俩人便立刻想起 如今在京师中的大事 果然呢 就听到新国公回答严应元 没办法 以前的时候 睡觉睡到自然醒 可如今却是从未想过的劳碌啊 一堆事情忙不完 还要和猪队友做斗争 确实是累啊 不过为了忠兴大明 为了天下太平 也只能这样了 左茂弟等人一听 皆是无语 新国公这话的意思 好像是把朝堂诸公都比作了猪啊 还真别说 仔细想想 特别是在京师任国职的左茂弟 还真有这种感觉 想要好好做个事情 但往往要先过同僚的关 要不然呢 他们不满意 做起事来就太难了 可是呢 往往有不少事情 要想让他们满意 这事压根就做不了了 感同身手之下 他们再听张明伟说 为了忠兴大明 为了天下太平 就不由得对张明伟一下就有了好感 对于严应元来说 他本身其实就对朝堂诸公有很多看法 天下大乱 要说他们没责任 就太没天理了 而且他对鬼神一说并不相信 听到新国公的事情之后 虽然没有明说 可其实是站新国公这边的 此时一听张明伟的回答之后 严应元就更是肯定了他自己对人的看法 当即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认真地说道 国公可是为鬼神之事忧虑吗 下官不才 对查案略之一二 愿为国公效劳 他大概率可以肯定 皇上急找他一个典史进京 肯定是因为自己在典史这个位置上干得出色 就算不是查九连菩萨 估计也是类似差不多的案子要查 既然新国公是个好官 自己又来了京师 不助他一臂之力 如果看着他斗不过那些猪队友的话 就实在是太可惜了 他的这个话 却是让左茂弟和赌印心疑了 这才刚到京师 刚看到新国公 就这么明目张胆地投靠过去了 这会不会有点太赤裸裸了 而且九连菩萨仪式闹得正凶 你就不怕投靠过去之后 结果新国公输了 那岂不是就被连累到了吗 想着这些 他们俩人不有的心中叹息 何必呢 这才刚到京师 能得皇帝吉兆 好歹是一份机遇 自己说不定就能有一番前程在的 这么匆忙的投靠 这也太功利了吧 张明伟也没想到 岩应元会说出这样的话 以至于他心中都有点差异 该不会自己来大明才这么几天 就锻炼出了王八之气了 当然 这种自恋的玩笑想法 他肯定不会表现出来 在稍微意外之后 便开心地回答道 哼 这个不必了 九连菩萨一案 我已经查清楚了 我向皇上举荐你 是想让你带兵 为平定这个乱世出一份力 你可愿意 他这话一说 顿时他眼前的三个人 就一下傻眼了 张明伟的这段话中 透露出来的消息 实在太多太大了 九连菩萨一案 当年就震动朝野 不但死了一个皇子 还最终导致当朝首府丢官丢性命 朝堂权力大改 如今九连菩萨又闹 肯定又是一场大风波呀 可怎么这么快就能有结果了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49集 当然 对于他们三人来说 这还不是最关心的 刚才新国公说 颜应援是他向皇帝举荐的 那从奉旨及诏进京这点来说 他们三人都是一样的 难不成 另外两人 也都是这位新国公举荐的吗 他们自认为 和这位新国公并没有什么交集 甚至在之前的时候 连听都没听说过 那新国公怎么就会举荐他们呢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呀 相对来说 颜应援就不想那么多了 对他来说 他的志向 还真的是领兵征战天下 要不然 他三剑精腿 顾三麻子的剑技 不都白练了吗 当个典使 查个案子 又不需要一身的武艺 然而一般来说 朝中无人 就算有一身所学 想要施展所长 也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按照原本的历史发展 就只有大明灭亡之后 守江音才算是施展了他的才华 可那样 其实还是很遗憾的 实力相差的悬殊 最终让他犹如惊鸿一现 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了 此时呢 一听新国公的话 他当即大喜 才不管其他什么三七二十一呢 立刻抱拳 铿枪有力地回应道 令兵平定天下之乱 乃下官毕生所愿 不敢辞也 好 那等会皇上召见你的时候 就要好好表现 不要辜负了我的大力举荐 看我说的 以你的才能 肯定没问题的 正常应对就是 颜应元本来就对自己的本事有信心的 但是呢 得新国公这么肯定 他就有一种知己的感觉 便立刻诚恳地抱着他 下官 绝不负国公的举荐之与之恩 这么一来 从此以后 他的身上就打着新国公的标签 唯有和新国公共同进退了 换句大众的话 那就是新国公一党的人了 张明伟对于颜应元的回复 很是欣喜 在点点头之后 转头看向另外两个文馆 心有所动 便问道 你们两人又是谁啊 下官 互不及时钟 奉旨都办曹业 做茂地 下官 长沙之府 赌印西 一听这两位 张明伟便知道自己没猜错 便仔细地打量了这两位名人 一个是号称明末战略家 另外一个号称明末文天祥 四十来岁 对于官场来说 正当壮年 看着就是干实事的官员 这一见之下 张明伟也是满意 便笑着对他们两人说道 你们两个 也是我举荐的 一会儿陛下召见的 一定要把你们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不要有任何顾忌 左茂地和赌印西双双傻的下 果然自己如同这个典史一样 竟然是他举荐 张明伟看他们的样子 知道他们有点意外 自己怎么会举荐他们 哼 要是举荐你们来京师做什么 估计更是会吓一跳吧 这么想着 张明伟看了下天色 惦记朝堂上的那帮的人 估计崇祯皇帝也等急了 就不再和眼前三个名人聊天 便直接进宫去了 看着新国公连马都没下 就直接进了紫禁城 宫门守卫不但没有拦住 反而宫敬有加的智力 看到这一幕 左茂地等三人不由得面面相觑 虽然他们已经尽可能想象 新国公的权势有多大 但没想到 新国公的权势之大 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意料 而如今 新国公又成了他们的恩主 那也就是说 他们将和新国公 绑在一条船上 同进退了 如果说之前 可能还会有担心的话 如今已经听到新国公说 九连菩萨的案子已经破了 这意味着 对新国公最大的威胁也没有了 如此一来 岂不是有大展拳脚 一时胸中抱负的机会了吗 不管是对左茂地 还是赌印西 又或者是严影员来说 上天突然给了他们这么一个机会 只要是有点想法的 又岂会放过呢 这一刻 他们三人互相看看 竟然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彼此更顺眼了 左茂地冲其他两人一点头 努力 努力 严影员基于自己低微的身份 稍微犹豫了一下 不过看到其他两人都看向他 便也不再犹豫 用力点头 努力 文华殿内 人数之多 那些官位低一些的 都快排出殿外了 而在大殿之内 不时传出慷慨激昂之声 像今天这么激烈的朝会 在崇祯朝绝对是少见的 因此呢 几乎所有人都被殿内的动静 给吸引过去了 张明伟到达殿外之时 同样听到了殿内那激烈的 慷慨激昂之声 不由他嘴角微动 心中一声冷笑 哼 跳得还真欢呢 这过来的动静 就算门口的侍卫和内侍 再怎么关注殿内 也是被惊动的 领头的内侍转头一看 发现是新国公来了 他是王承恩一系 属于干孙子级别的 那些干儿子的 差不多都是丙比太监 如今也在殿内议事的 听到殿内那么激烈 如果新国公被扳倒的话 他们的祖宗绝对也会受牵连 这就意味着 他们的利益会受损 因此 一见新国公回来了 顿时大喜 连忙就想进殿去禀告 先不用 让那些人都跳出来 我先听听 这内侍一听 不敢不听 看着新国公气定神贤 他也就安心的 知道肯定不会有问题 而在大殿内 崇祯皇帝高坐玉坐 冷眼看着下面那些臣子 在义愤填膺 义正言辞的过躁 全然没有了 之前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怒气勃发 甚至大发雷霆的冲动 因为朱美戳在天明之前就已经进宫 把所见所闻全都禀告给了他 并就先生的要求 派出了永卫营接掌经营 没想到竟然这么快 这九连菩萨一案 就真相大白了 崇祯皇帝想到这里 浑身不知道有多轻松啊 也是如此 在面对这些臣子更激烈的弹劾先生之时 他才不会那么暴怒 因为他知道 这些都是跳梁小丑 只要等先生那边从原成国公府返回 这些小丑就会知道 他们大错特错了 只见如今正在慷慨陈词的 是吏部尚书李日轩 情绪激动 口莫纷飞 信国公之本性 不但九连菩萨已有神谕 而且诸位同僚 刚才也已经说得很明白 微臣以为 首府在他虚伪求名之时 就已经识破 更是眼力非凡 因此 微臣恳请 从赵玉释放首府 还他一个公道 吏部闻选囊中 吴昌石听到这里 也立刻咳嗽出声 随后出列 大声奏道 微臣复义 首府之财雪 天下闻名 名望之高 士林仰望 陛下贤明 当还首府一个公道 陛下 大明不可没有首府啊 崇祯皇帝 冷眼看着他们 还是没有什么表示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五十集 他已经看出来了 借助这次声势浩大的弹劾先生之际 这些周延如的同党纷纷跳了出来 试图恢复周延如的首府身份 崇祖皇帝 记得先生说过 周延如的上位 就是复射运作的结果 周延如作为回报 不得不听从张浦的遥控 提拔和罢免官员 皆以张浦所给名单为之 吴昌石嫉妒这份权力 和张浦争夺权力 暗害了张浦 试图把这份权力抢到手 不管如何 他们肯定是希望周延如能 官复原职的 想着这个 崇祯皇帝心中冷笑 既然先生都已经告诉朕的 哪怕你们说的天花乱坠 那也是痴心妄想的 他这边在想着 李日轩见崇祯皇帝 还是没有反应 眉头一皱之下 转头看了一些人 对了下眼神之后 便转回头 看向崇祯皇帝 大声揍道 圣人曰 天下大乱 必有妖孽 如今天下之乱 百姓之苦 是乃我大明开国以来 从未有过 九连菩萨 原非我大明太后 自然心系祖宗江山社稷 降下意志 已是灵验的一次 陛下如果这次视若无睹 必定引得九连菩萨震怒 虽然微臣知道陛下不惜微臣所言 可为大明祭 为天下百姓祭 臣亦不能熟视无睹 眼见陛下被奸人蛊惑 央集皇室 央集天下百姓 央集大明江山社稷 就算陛下震怒 丢官去职 也得渐言一番呢 陛下 再不能放任奸人 祸国殃民了呀 李日轩说到激动处 甚至是声泪俱下 要是不知道的人看到了 还真的以为他忠肝义的 铁骨铮铮而感动 差不多要喊出未争在世的 陛下 连有大公与大明的成国公 都不被他放在眼里 喊打喊煞的 他日之下 说不定连陛下 都不会放在眼里 为臣就算丢官去职 也绝不能再看着他 蛊惑陛下 请陛下决断 之前已经慷慨 臣辞过的陈欣雅 看到这一幕之后 没有再躲起来 而是按照事先约定的 也站了出来 浑然不惧崇祯皇帝之前说过 谁要再弹劾新国公 谁就滚蛋的话 大声复议 陛下 微臣复议 一时之间 大殿内的大部分文官武将 全都站了出来 义愤填膺的复议 他们就不信了 这么多人站出来 不惧丢官去职 一起弹劾那个嚣张的 锦衣卫指挥使 难不成皇帝还要再包庇吗 要是这么多人都同时罢官 这得是多大的事情啊 你皇帝承受得住这个压力 没有臣子的皇帝 还是皇帝吗 之前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担心的 就怕自己真被皇帝给罢官了 其他人立刻补上 那就亏大发了 可是这一次 连成国公都遭了那个锦衣卫指挥使的毒手 如果再放任不管的话 谁不有点什么的被那人抓住 就全都要倒霉了 因此呢 所有人都联合了起来 就不信呢 你皇帝还能把这么多人的官都给罢免了吗 一时之间 整个文华殿内 也就少数的几个人没有负义 还站在原地不斗 这其中最显眼的 当然是左都遇使刘宗舟了 见此情况 平时和刘宗舟关系还不错的李日轩 便向他质问道 督察院监察天下 朝堂上却出了如此妖孽 不知道左都遇使 可有尽到职责 天官说得好 就连九连菩萨都在天上看不过眼了 你左都遇使却无动于衷吗 该不会 左都遇使平日里高谈阔论 自封清流之首 可世道临头 要冒着丢官去职的可能 就又舍不得了 刘宗舟一听 顿时大怒 我刘宗舟岂是贪恋权威之人 陛下面前 你们口口声声说 兴国公为物国奸臣 那你们来说 他到底是怎么个物国法 可有收手贿赂 贪赃亡网法 又或者是百姓于无物呢 他这么一说 顿时殿内文武百官 犹如被踩了猫尾巴一般 大部分人立刻向他开炮了 一时之间呢 文华殿内 刘宗舟只是说一句话 一大堆人立刻呵斥他 压根就没再给他说话的机会 纷纷扰扰中 大概就是那么一个意思 你刘宗舟投靠了新国公 结党营私 视为庞大 那新国公的罪行 就连九连菩萨都显灵了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难道你要害得皇帝死了妃子 你才高兴吗 总之呢 大殿之内 就好像他们连官位都活出去的 也要和奸贼拼到底 不是这么做的人 就是奸贼的蓬党 是要害死皇帝妃子的人 刘宗舟很想就事论事的说 可是啊 他的生意 压根就掩盖在了一片口水中 就连监察御前礼仪的御史 都止不住这群情汹汹啊 不过正在这时 却听殿外一个内侍大声喊道 经济至地难民安置时 锦西卫指挥时 新国公觐见 这声音一响起来 顿时文华殿内的吵闹声 就犹如被人卡住了嗓子一般 一下就变得寂静无声 几乎同时呢 所有人都闻声转头 看向大殿方向 果然呢 就见身穿蟒服的张明伟 就好像是个没事儿一般进入大殿 向崇祯皇帝躬身行礼的 陛下 我回来了 先生可算是回来了 一切妥当吗 他这态度上的突然变化 顿时让所有弹劾张明伟的人都知道 他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如此声势浩太的一场导章行动 压根就没有一点用处 意识到这一点 让文华殿内几乎所有参与弹劾张明伟的人 都非常的沮丧 他们真的非常不明白 到底这个张明伟给皇帝灌了什么迷魂堂啊 竟然不管他们如何弹劾都没有用 九连菩萨的事情 上一次不是很有用吗 吓得崇祯皇帝 把首府薛国官给杀了吗 为什么这一次好像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该不会是一定要皇帝死一个亲人 也就是所谓的不见棺材不掉泪 这个张明伟才会倒霉吗 这么想着 几乎大部分参与弹劾的人 都只能是寄希望于那个九连菩萨 再来显灵一次的 而此时呢 张明伟才不会管这些文官武将 在心中如何想 微笑着回答崇祯皇帝 都理顺了 人犯也抓到了 好 崇祯皇帝听了一拍手 当即畅快地赞了一声 随后呢 他用手一纸文华殿内的那些参与弹劾的臣子 又对张明伟说道 这些人不过朕的警告 宁可丢官去职 也要弹劾你这个勿国奸臣 既然如此 你就给他们说说吧 让他们滚蛋的死心 一听这话 陈欣甲等人全都心中一哥的 什么意思 难道皇帝要一次开阁这么多官员 这 这 不是这个意思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51集 一下子开阁这么多官员 自大明开阁以来 绝对是非常少的 上到尚书 下到各部囊中 一下没了这么多官员的话 难不成皇帝也想当神宗皇帝那会儿 一个衙门 就几个官员的盛况了吗 还有啊 听皇上这意思 张明伟去查抄成国公府 好像是顺利拿到了成国公贪赃王法 或者就干脆是贪末军饷方面的证据吗 想想也是 经营吃空想 贪末军饷这种事情并不难查 那个张明伟能拿到证据 似乎也不难 如今就揪着这点发难 成国公确实倒霉 没法翻案的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任由这个张明伟这么查 所有人都会被查到 所有人就都会倒霉 回过头来说呢 就算这些事情还没发生 但是眼前听皇帝的意思 是他们弹劾变污蔑 所有都要遭到罢免 这绝对是不行了 这么想着 感觉到对方的胸有成竹 不少人慌了 这其中呢 就有立部尚书李日轩 不等张明伟开口说话 就抢先向崇祯皇帝揍道 难道陛下就不信 九连菩萨的警示了吗 人间之事 背后真相如何 又怎能比得上神灵之招 不听上天之言 必有灾祸呀 是啊 陛下 九连菩萨代表上天意思 如若熟视无睹 惹怒上天 恐怕就不止宫内出事 到时候 汉拔出事 龙王发威 百姓声名涂炭 危及江山社稷呀 陈新甲知道皇帝在意什么 立刻用他那举人出身的脑子 强行和江山社稷联系了起来 其他人也都怕张明伟先说 然后皇帝一锤定音 罢免了他们 因此呢 刚才还信誓旦旦 不惜丢官去职 也要为国除奸臣的他们 纷纷附和李日轩和陈新甲等人的话 就不给张明伟说话的机会 一时之间呢 文华殿内再次喧哗起来 九连菩萨这四个字是说的最多的 想来也是啊 如今的他们 也只有紧抓九连菩萨这最后一根稻草 说不定才有扭转局势的机会 崇祯皇帝看着他们这副嘴脸 心中更是清楚不过他们在想什么 此时先生以来 他不想再听这些尸位素餐的啰嗦 一刻都不想听 便用力猛地一拍鱼案 发出啪的一声响 顿时就震慑了底下所有臣子 都给朕闭嘴 谁若还敢在先生说完话之前 再过躁的话 朕就先赏他十丈行刑脑子 御前失礼 打得名正言顺 在场的这些人 看到发怒中的崇祯皇帝 没人认为皇帝这只是吓他们而已 便一下都住嘴 谁也不想去试试 到底会不会挨停账 张明伟见文华殿内安静下来的 便缓缓开口说道 这次我领永卫营去房山脚贼 发现是成国公派他府上家丁朱有福 指使他远方侄子朱诗文 缩使大房山贼人胡黑子 劫略返乡难民 罔顾百姓之命 无视百姓之苦 试图给我制造麻烦 好以此扳倒我 听到他说得很详细 有名有姓 很多人便知道 这个肯定是真的了 如此依赖 不少人都吃惊 没想到成国公竟然会来这一招 真是高啊 只是很可惜啊 依旧没奈何到张明伟 反而被他抓住了把柄 如果张明伟只是因为如此去查查成国公府的话 那就还好一点 至少店内五官一戏就松了口气 谁知我连夜赶回京师途中 遇到刺客行刺 当场击杀一个 另外两个受伤的刺客 也在成国公府上找到 听到这话 不少人便暗叹这个成国公怎么这么笨呢 好歹你既然决定行刺 那就要刺杀成功 如今倒好 刺杀不成 自己也被查出来了 难怪皇帝会震怒 甚至都迁怒给他们呀 这个时候 不少人便开始动起脑筋来 想着怎么减轻这件事的影响 重点去强调九连菩萨那事 毕竟成国公那么做 最多就是危及一个臣子而已 而九连菩萨那个 却是会危及皇室 危及大明江山社稷 然而呢 还没等他们想出个什么来 就听张明伟笑了一声 然后才到 哼 在查成国公的时候 没想到 被我撞到了他试图谋害 原家定伯一家 造成自杀假象 再暗害田贵妃 托九连菩萨之名 再次威胁皇上 以此来除掉我 这话一出口 顿时就震慑到了文华殿内 所有除了崇祯皇帝之外的人 九连菩萨是假的 这可能是在预料之中 但是呢 谁都没想到 九连菩萨竟然是成国公了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 竟然还被张明伟给撞到了 此时此刻 他们压根就不关注 杀不杀周魁一家 重点都在九连菩萨仪式上 如果真是这样 那张明伟的所有危机 都将迎刃而解 他们之前的弹劾 便全都站不住脚 神仙都帮不了 就是如此 想到这个 李日轩便再也忍不住 当即怒吓道 说话可要讲证据 说成国公是九连菩萨 你这是污蔑 陛下 我还没说完呢 本来还有几个文官 想跟着说张明伟污蔑的 但一听他这话 顿时就感觉有点不妙 紧急闭嘴 果然呢 崇祯皇帝一听之下 立刻就明白张明伟的意思 便用手一指李日轩 怒吓道 哪来的勾胆 朕刚才所说的话 都能无事吗 来啊 拖下去 给他识听账 话音一路 几个店内轮值的锦衣卫校尉 立刻蜂拥而上 二话不说 嫁起李日轩就走啊 小叶 敢说我家大人污蔑 打不死你 李日轩直接就傻眼了 情急之下说的话 竟然真的招来了庭障 要想喊冤 好像也没法喊冤呢 刚刚皇帝才明确说了的 他就犯了 看着这个大明官场上的权势地位 并不属于内阁任何一个府臣的 堂堂立不上书 竟然因为抢了张明伟一句话 就真的被拖出去打停仗 说真的 这会儿的文华殿内 就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到了 张明伟扫尸这些人 等了一会儿 见他们没人再说 心中遗憾 只能打一个人的屁股的同时 便再次开口说道 和我一起听到朱淳淳亲口所说的 还有昆星公主 永卫营副将 周玉吉夫妇 以及其他一些永卫营将士 和锦衣卫校尉 另外 我也查到了朱淳淳两次 图谋宫内的详细情况 听到他这话 很多人都无视了他后面所说的西况 因为他们都震惊到 朱淳淳到底要蠢到什么样的地步 才能被这么多人听到他的图谋 如此一来 这就是铁案啊 那也就是说呀 九连菩萨一案 根本就不是什么太后在天之灵显灵 而是成国公图谋不轨 还杀了黄五子 又想杀皇帝最宠幸的田贵妃 这是谋逆朱九族的大罪啊 好好一个成国公 世袭爵位 怎么就这么想不通 竟然干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来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52集 朱淳淳之前得知薛国官建议陛下 向勋轨借钱以救国难 而第一次假托九连菩萨之命 这一次 是认为我这个锦衣卫指挥师 怂恿陛下严惩宫内的贪腐受贿 贪莫君相 下一步 就会轮到京营 就会查他 便由千方百计扳倒我 刺杀我而不得时 便用了九连菩萨一招 崇祯皇帝听到这话 非常享受地看着底下这些臣子的震惊 就仿佛他打了一个大胜仗一样 过了一会儿之后 他满足地开口喝道 如此 儿等可有话说 朕乃天子 一言九鼎 说了谁敢再弹劾先生 就罢免了谁 此话 朕定然是说话算话 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听到崇祯皇帝说的这话 给了准信 说真的 这一刻不知道多少弹劾张明伟的文官武将后悔了 埋头苦读多少年 勾心斗角多少年 幻海臣服多少年 才换来了如今的官位 如今就要没的 而且就目前可以预见的情况下 只要朝堂上有权势滔天的新国公在 那么他们这些弹劾新国公的人 就肯定不会有被起伏的可能 换句话说就是 这辈子的官场生涯就到此结束了 于是呢 有的人傻了 有的人悔恨交加 甚至有的人呢 用带着哀求的眼神看着张明伟 因为他们知道 如今这种情况下 只有张明伟才可能让崇祯皇帝改变主意 然而呢 张明伟会鸟他们 会同情他们 会为他们说话吗 很显然 怎么可能有这么圣母的事情发生呢 如果他在后世写自己的穿越小说来这么写的话 绝对会被读者喷死的 于是呢 这群参与弹劾张明伟的文武官员 便在锦衣卫的监视之下 全都垂头丧气地往殿外走 哪怕有人想趁着人多混乱的机会 往刘宗舟那边靠过去 也立刻被锦衣卫校尾拦了下去 得罪了锦衣卫指挥时 还想蒙混逃避弹劾的后果 真是做梦啊 谁知他们还没有离开文化殿 就听到张明伟说道 不得锦衣卫允许 你们不得离京 只有查清了你们清白为官 方可离开京市 或者也还有重新为官的机会 一听这话 顿时啊 这些原本就沮丧的人 就犹如雷鸡一般直接傻了 这个新国公锦衣卫指挥时 这是赤裸裸的报复呀 这下好了 要是清白为官的话 谁会参与弹劾他呀 如今被锦衣卫报复 彻查之下 那不就完蛋了吗 然而 他们又不能说你不能查 首先呢 人家新国公得圣宠 皇帝只听他的 这已经是证明了的 其次呢 人家这要求也不过分呢 从道理上来说 清白为官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这个事情 不管拿到任何人面前 任何场面上去说 都是人家锦衣卫说的有理呀 完蛋了 这一下 在锦衣卫的打击报复之下 肯定完蛋了呀 想起太祖的时候 贪污一点银子 都要剥皮冲草 也不知道这个锦衣卫指挥时 会不会以这个组织为借口 把他们都给剥皮呢 以震慑其他还敢弹劾他的人 一想到这 顿时 不少人的腿都软了 就感觉眼前 好像有很多小鬼在跟他们招手 张明伟看着他们的样子 心中非常的爽 让你们这些人积极歪歪 大明都已经一片乱象了 还要喝大明的血 正经的实事不做 就知道攻击正敌 既然如此 那就好好地收拾你们 不从你们手里好羊毛 那怎么维持大明军政体系的运转呢 他正想着呢 忽然就见到力部文选司郎中 吴昌使一下从他跪了下去 哭丧着脸说道 罪官被人蛊惑 一时不察 朱油蒙了心 竟然做出弹劾国公爷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悔恨万分 还请国公爷不要介意罪官无心之失啊 他这话说的 让张明伟都吓了一跳啊 刚才是谁喊的罪凶挑的最欢的呀 怎么一张嘴竟然是被人蛊惑 一时不察 无心之失的呢 张明伟两世为人 见过脸皮厚的就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 他这边没反应 吴昌使又已经向崇祯皇帝走的 陛下 力不关系天下官吏之任选考核 不能没人哪 微臣已经认识到错了 必定比以前更是尽心尽力 做好分内之事 还请陛下给微臣一个机会 定然再不负陛下之望 崇祯皇帝也是听得目瞪口呆啊 他长这么大 见过的事情 听过的故事 要比张明伟少多了 自然就更没见过 天底下竟然有这么厚脸皮的人 回过神来后 看到被罢免的官员中 有不少人要有样学样 顿时呢 他立刻便喝了 朕就不信 没有了张图夫 就只能吃带毛猪 天底下 就是不缺做官的人 老老实实回去待着 等着锦衣卫上门核查 锦衣卫校尾们一见 顿时犹如赶猪一样 赶走这群没脸没皮的文武官员 文华殿内少数 没有参与弹劾的官员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真是火酒见 大明朝堂上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直到这些官员都被赶走 文华殿内一下变得空荡荡起来 左都遇使刘宗周 才回过神来 不过呢 他并没有为那些文武官员 得到诚挚而欣喜 反而皱着眉头 向崇祯皇帝走道 陛下 如今天下乃是多事之求 朝廷各处衙门 可不能没人呢 一下子少了那么多官员 加上内阁也是 首府被抓 两个府臣也要告老还乡 基本上呢 大明京师官场上 少了至少一半重要的官员 这样肯定会影响衙门运转的 听到他这话 崇祯皇帝还没有说话 张明伟便笑着对刘宗周说道 这有什么可担心的 就让各衙门没有被罢免的官员 暂时代理职责便是 等陛下选出了合适人选 自然就好了 陛下 刚才我进宫的时候 看到左茂帝 赌音锡和盐影员 已经在宫门外候旨了 快 传旨 让他们即刻觐见 这是先生推荐的人才 对大明忠心耿耿 一个有大明文天祥之称 还有一个 则是南明最有眼光的 另外那个呢 更是能率领区区江阴小县 抵抗剑奴攻城达八十一日之久 这些人 说句实话 他都已经判了好久了 特别是那个盐影员 当初先生说过他的绝命诗 崇祭皇帝一直记得非常清楚 八十日待发效忠 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死意 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边上的刘宗舟看到这情况 顿时有点傻眼呢 这是什么情况呢 那个左茂地 是户部集市中 他是知道的 而那个赌印锡 好像也有点印象 是个地方官员 但是呢 那个盐影员是谁 怎么一点都没听说过呀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五十三集 皇上为什么听到这三人在后制 就这么急着召见呢 这三人到底是有什么本事 能让皇帝如此急切呢 说实话 他是真的想不通啊 虽然如此 可此时文华殿内 也没他什么事 就算好奇 他也只能先告退 去忙自己的事的 其他一些人也是 如今各衙门一下少很多人 他们只能是更忙了 哪有闲工夫去赖在这里旁听啊 一直当透明人的 司礼舰众伟太监 也在他们的掌印太监 王承恩的率领下 赶紧去忙了 如今内阁的事情 大部分落到了他们的头上 很忙的 因此呢 没过一会儿 文华殿内就只剩下了张明伟了 在等待宫门外三人觐见的时候 崇祯皇帝就笑着向张明伟说道 先生 今日乃是朕最为痛快的一日 一下惩治了这么多师尉素餐的 真的很痛快啊 对了 朕的田贵妃那边 用了先生的法子之后 果然病情好转 如今得知 抓到杀害朕第五子的元凶 大仇得报 肯定更是信息啊 对于田贵妃 崇祯皇帝是最宠爱的 想着本来会失去这个妃子 得张明伟所救续命 说真的 他内心真的是非常感激张明伟 听到崇祯皇帝这话 感受到他的心情 张明伟微微一笑 说起来 还真是脱了陛下红服 才能这么快破了这个九连菩萨案 哪里 朕的女儿可是都告诉朕了 是先生一心担忧国事 都顾不上休息 出乎了那奸贼的意料之外 才得以撞进他行凶案 美辰 在他母后那边说明情况 害得皇后他娘家家破人亡 如今只剩下他爹一人的 不是你 也不是朕 而是那个奸贼啊 朕心里那是一点负担都没有了 虽然有大义灭亲的名分 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借口 但是毕竟是在以孝治天下的面带 虽然他是皇帝 对于周魁来说 那是君臣关系 可不管怎么样 那是个国杖 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明面上 没人敢说崇祯皇帝 严惩国杖一家的闲话 可人心是最不受控制的 指不定一些天下人会有另外的看法 但如今就好了 真相大白 不管是谁 说起这事来的时候 就只会说周魁蠢 才会被人利用的家破人亡 崇祯皇帝的心情很好 说了一会闲话 忽然又想到了什么 便笑呵呵的对张明伟说道 刚才刘青说的也不无道理 天下大乱之际 衙门里可少不了人 先生 这都过了好些天了 你可还有什么忠诚良将想起来的 还真别说呀 张明伟在这些天查看东厂转教的档案 和翻几一位的档案时 还真看到了一些资料 并由此想起了几个人 这些天 看档案看的 确实又想起了几个 第一个想给陛下推荐的 是元首府分体人的老乡 敏洪学 这个敏洪学呢 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近市 担任过很多地方官员 曾巡抚云南 兼建昌 碧杰 东川等地方礼军务 监督川柜兵响 并在云柜等地修路 推广学校以教化少民 用这种方式 通化大明西南的土著 减少叛乱的机会 降低调兵评判的成本 后来被首府温体人提拔 让他担任吏部尚书 以掌握朝中大权 不过却引来了东林党 和周延如党的猛烈弹劾 因此才担任不久 就不得不被迫辞官归乡 到了后来 温体人也被赶出了朝堂 因此 闽洪学便彻底被朝堂遗忘 按原本历史发展 大明亡国之年 闽洪学也去世了 在给崇祯皇帝的介绍中 张明伟主要讲解了 闽洪学在地方上的施政 特别是云贵等地的 那些修路教化的政策 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西南少民之乱 不过在后世 却没多少民生 一如昌黎之战 在后世也没什么民生 就是这个闽洪学的年龄 有点大了 又被赶出朝堂 同乡的温体人 哪怕当了首府 最终也死了 不知道他还愿不愿意出山呢 听到这话 崇祯皇帝的脸色顿时红了红 像这些朝堂众臣的罢免 自然是要经过他的点头才行 很显然 他又一次被底下的臣子给蒙蔽了双眼 做出了错误的决断 大明危难之际 急需人才 朕亲自写一道旨意 定要请他再帮朕一把 确实呢 有足够的诚意 那估计不会有问题 在张明伟点了点头 表示这样做可以之后 崇祯皇帝便又眼巴巴地问他 先生 还有吗 还有一个 松江之府 方月贡 如今是以贪污银子三千两 而被逮捕入狱中 但是 据我所知 他在担任松江之府期间 不但重拳出击 平定松江府的贼道海寇 而且还为当地百姓 修了防海潮的食堂 哪怕到了后世我那个年代 当地百姓都还感恩他呢 听到这话 崇祯皇帝的脸色又有点黯然 为什么好官都遭遇不幸 这又是一个能做实事的 结果又在狱中 在修住那长达九里的食堂时 地方官府肯定没那么多钱 他就每日拜访当地乡绅 软硬兼施 规定富户 有田白母者 一律劝书 每亩银八里 以供祝堂之用 硬是从他们手中 扣出了修食堂的银子 听到这话 崇祯皇帝立刻便想起来 张明伟之前说过 卢相声的阴梁之策 和孙传廷在实行倾吞冲响之策 就和这个方越贡的法子一样 本质上都是从富有的乡绅身上找钱 而不给贫穷百姓增加负担 另外呢 方越贡隔出弊端 不许衙门公差层层苛扣 并随时访问都工人员 检查发出的银两 是否全部集领 才使得食堂工程顺利完成 唉 在这个乱世 这算是为数不多 能干成的一件实事 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呢 也是因此 他得罪了一大批有权势的人 所以就成了贪污三千两银子 入狱了 根据一些记载 不知道真假 说李贼城进京追赃助向时 就只有这个方越贡府上 搜不到一点银子 不管如何严刑拷打 也没有收获 最终李贼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个清官 就放了他 但他随后 便上吊资金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 吊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54集 后世对于这个方越贡的记载 主要就是集中他在上海的时候 修住了那条造福后世的食堂 只是这个事情 在明末乱世中得以实现 也确实是不容易的 唉 朕即可下旨 换他一个清白 让他好好的 为朕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先生 先生 还有吗 一次开革了那么多官员 虽然确实不缺做官的人 可他想要的是 有本事的 有能耐的 能帮他忠心大明的官员 而不是换上另外一批 师尾速餐的人 为此 哪怕他再次会被证实 眼下 那也是顾不得的 张明伟看着 崇祯皇帝一脸期待的样子 想了一下 这次一下开革那么多官员 算是展现了陛下之军威 但是呢 光凭雷霆 不能持久 还需要有语录恩泽才行 听到这话 崇祯皇帝不由地点了点头 静静地听着张明伟说话 忠烈祠差不多完工了 为卢相声证明 尽忠烈祠 勇响大明香火 陛下不妨大张旗鼓地来一番 让天下人知道 陛下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另外 卢相声家族 为抗击贱奴而死 打百余口 他的几个兄弟 也皆是死结 不如恩赐提拔他们 让他们秉承卢相声之志 为朝廷效力 崇祯皇帝听了 深以为然 用卢相声的这些兄弟 那肯定好过那些 尸位素餐的 于是呢 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随后呢 他还想压榨张明伟时 宫门外后旨的三个人已经到了 于是呢 崇祯皇帝只好放下了这个心思 先面试张明伟推荐的三个人了 左帽帝和赌印西都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 见识学识什么的 基本上已经是差不多了的 很自然的 在和崇祯皇帝的交谈中 展现了他们实际就有的水平 赢得了崇祯皇帝的欢心 特别是崇祯皇帝基于明王在籍的认识 还有张明伟对他普及过的大明灭亡方面的分析 从这几个方面的提问考核 这两个人的回答同样让崇祯皇帝满意 面试完毕 崇祯皇帝不由得转头看向张明伟 先生推荐的人才 神和赈亿呀 听到他这么说 那就更加证实的是张明伟举荐他们 是他们的恩主 对此 不管是左帽帝还是赌印西 心中都对张明伟是非常的感激 因为他们自己也从和皇帝的交谈中 知道自己表现不错 该是有让皇帝重用的机会了 然而呢 他们两人却是万万想不到 他们的重用到底是有多重 只见崇祯皇帝转回头 先是看看左帽帝亲切地对他说道 朕刚罢免了陆鲁狐为的吏部尚书 就着清替朕掌管天下官吏之任免 考核 整顿励志之重担 卿可愿以为之啊 左帽帝听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才是户部几世中 七品官员的御史而已 按理来说 就是巡查天下 最多走的是巡抚 总督这类封疆罢吏就已经是不得了了 可没想到皇帝却要任用他当吏部尚书 要知道 大明规定 无品以下的官员任免考核 都是归吏部掌管 吏部尚书那是有天官的尊称啊 论起权势是可以和首府分庭抗礼的 甚至有一些官员 如果可以选的话 是宁可要吏部尚书这个职位 也不要首府的 不过话说回来 权势越大 责任自然就越大 大明立志败坏如此 吏部尚书绝对逃不掉责任 而要想改变大明立志 实在太难了 回过神来的左帽帝 自然知道皇帝所说 整治立志之重担有多重 看着皇帝注视了他 忽然 他证了一下自己的衣官 浑然没有顾忌这是终止 当即回奏的 微臣 定当竭尽所能 替陛下管好吏部 刚才他们进宫的时候 已经看到那么一大堆官员 被锦衣卫赶出去 从官员的角度说起来 这崇祯朝当官的风险 其实也挺高的 但他压根就没想这个 就答应了 眼看着左帽帝 竟然一下升任吏部尚书 赌印熙和颜应援都看得瞠目结舌 这得有多越级提拔呀 事实上 崇祯皇帝这个事又不是没干过 周延如就是被他越级提拔 官场资历没几年 不照样被他提拔成了首府吗 此时呢 就见崇祯皇帝又转头看向赌印熙 对他说道 亲可愿意 入阁总领天下事务 替朕参赞机要 为朕把控天下呀 内阁府臣 原本就是皇帝的秘书而已 慢慢地演化成了外相 手中对天下奏章的票拟 也就是给出对应的处置意见 是皇帝最为重要的参考 影响天下局势 也就是说 皇帝处理天下大事 其实最主要的 就是听从内阁的建议 甚至如果皇帝懒一点 这天下事务 其实就是内阁在做主了 当然 从权力平衡上来说 斯里建会制衡内阁的权力 但是呢 比如张居正 他就摆平了斯里建 也就权倾天下了 相对左帽地的坦然接受 赌印西才只是区区长沙之府而已 又没有在京师围观过 一下就要入阁 实在是惊到他了 微臣学识浅薄 骤然入阁的话 怕是有负陛下之厚望 不知道为什么 赌印西此时竟然汗流浃背 看到他的样子 崇祯皇帝不由得笑了起来 这个赌印西对自己即将得到的权力有敬畏之意 这也是好的 于是呢 他便宽慰了赌印西一番之后就这么定了 崇祯皇帝自己都没发现 左帽地和赌印西截然不同的反应 却都被他给欣然接受了 由此可知 他的性格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 还是相信一个人的话 那就使劲地相信 就如当下他相信了张明伟 那张明伟所说的所有都是对的 他举荐的人才也全都看着顺眼 和原本那些人不一样的是 张明伟得他信任就给了他想要的回报 比如安置难民解决九连菩萨一案 清除皇宫隐患保住他的爱妃等等 此时崇祯皇帝再次看向最后一个人 也是他一直挂念的两将颜应元开始考究起 如果让他带兵的话 他会怎么做 有前面两个例子在 颜应元知道自己将会得到多大的机遇 自然是要把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来 乱世之中 太需要一个能打的武将了 崇祯皇帝问得仔细 可他毕竟没有带过兵 问出的问题其实也有限 但这不妨碍颜应元对于领兵打仗方面的答复 让他很是满意 到了后来呢 甚至几个人还初点 亲眼看了下颜应元的临阵厮杀能力 特别是他的剑技 更是让崇祯皇帝叛叫绝 连赞神剑 不过呢 对于颜应元的任命 崇祯皇帝并没有马上答复 而是转去了武英殿 和张明伟仔细地讨论了军队方面的情况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55集 陛下 永未营如今接管了精营 我在来宫里之前 有去看过 不说拔从以上级别的 全都是朱淳辰的人 就是普通君族 也都是老肉病残 精营是彻底烂的 陛下平日检阅看到的 那些强壮的精营君族 其实都是朱淳辰临时找来冒充的 地痞无赖而已 真是该死 精营烂成这样 满朝文武就都眼瞎了吗 这话 他其实还是有点冤枉满朝文武了 要知道 朱淳辰原为成国公 世袭了那么多代 势力其实是很大的 不说朝中文管 只是军队中的很多将领 都是成国公仪系的门生旁支之类 还有一代代的联姻 成国公仪系 可以算是大明朝的顶级势力了 对一般官员来说 根本就不可能动他分号 甚至都不用朱淳辰动手 随便示意一下 就有他的人去对付敢和他作对的那些普通官员 哪怕是之前的时候 贵为大明首府的薛国官 虽然没有直接对上他 可露出了触动他利益的苗头 就立刻身败名利 由此可知 普通官员要是去弹劾朱淳辰的话 信不信会跳出一大帮的人反过来弹劾 到底谁会倒霉都不用说了 如果不是崇祯皇帝十万分的相信张明伟 且手中有一只勇卫营可用 而朱淳辰又没有防备 惯了惊石城门突然动手之下 真要动朱淳辰的话 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喊打喊杀的 如今朱淳辰已经被抓 用魏营和锦衣卫大举出动 抓捕朱淳辰那一派系的人 自然是要连根拔起 毕竟朱淳辰做下的这个事情 是谋逆大罪要诸九族的 包括依附于朱淳辰的那些文官武将等等 也要一扫而空 如此一来朱淳辰影响最大的经营 就更是废了没人的 此时见崇祯皇帝那么生气 张明伟却反而微微一笑道 陛下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随时一边的左茂弟等人出来乍到 压根没有说话的份 只是在边上安静地听着 陛下请想 如果平常想要整顿经营的话 肯定会受到很多明里暗里的阻力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陛下以前曾让李邦华整顿过经营 结果剑奴围城那会儿 经营火炮却炮轰了满贵所部 以至于最终李邦华黯然去之 这就是扬奉阴违 整顿经营所遇到的阻力有多大的表现 听到这话 冲真皇帝不由得又尴尬了一下 因为在他看来就是李邦华整顿武功 因此在御史阎官的弹劾下 李邦华整顿经营的事情就黄了 如今是好了 整个经营中的势力几乎连根拔起 又都是老弱病残 正好是个重建经营的机会 阻力也是最小 无非是剩下的兵员良想和统兵将领的事情要解决而已 听到这里 阎应元心中不由得移动 猜测着该不会是自己要去经营吧 先生言之有理 可这兵员良想等等又该如何解决呢 哼良想这个最是容易解决 我查抄陈国府初步所获至少有五十万两白银之多 如果加上黄金珠宝等其他财物至少上百万 还有其他朱纯臣的手下全部查抄所得 两百万肯定没问题 这些钱都可以用来重建经营之用 应该是个组建出一支能征善战 像永卫营这样的精锐军队的 好 好 好呀 对他来说几乎是不用出一分钱 也不需要向百姓加派 就能再得一支像永卫营这样的军队 兵力更多 在这天下大乱的年头 绝对是一件大喜事啊 今天罢官去职的这些人里面 先生也得务必查仔细的 定要让他们把平日贪了的银子吐出来 左帽帝等人一听啊 不由得哑然 那群人原来丢官去职还不是最倒霉的 而是成为代载高扬 等着锦衣卫指挥使去动手才是最倒霉的 虽然他们的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可却没人同情他们 贪官污吏 不彻查他们 还要大明律法有何用 又如何能震慑其他官吏呢 再说了 钱财查抄出来 又不是落到个人腰包 都是要用在军国大势上 这绝对是要支持的呀 至于这个兵员 也真是时候 哦 先生快快到来 崇祯皇帝的这个样子 不断的加深左茂帝等人对张明伟地位的认知 这时候的兵 最是能打的 应该算是秦兵和辽东兵了 秦兵那边 孙禅廷正在整顿 不好从他那抽掉精锐 而辽东兵这边 像永未营的黄德公周玉吉等人 都是从小兵厮杀出来的 崇祯皇帝听得点点头 事实上 很多能打的确实都是出自辽东军中 不过之前的时候 辽东将门护卫联姻 把控了辽东卫所 朝廷想要伸手 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眼下 松锦之战的结果 让辽东将门遭受重大打击 锦州的祖大寿已经投降剑奴 宁远总兵吴三贵所部 也是全军覆没 如今还想着从宁远调任山海关 之前那陈心甲上奏 对松锦之败将领的处置 但是先生可都知道了 见张明伟点点头 他就又连忙问道 那先生是如何想的 之前的时候 他没有批复陈心甲的奏章 其实就是要等张明伟回京之后才决定 毕竟事关六大总兵的处置 涉及军队层面 他还是很谨慎的 临阵逃脱 不过 岂能姑息 要是换了平时 想要处置一个总兵是有点难 但如今他们手下全军覆没 那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 外面有传言 陈心甲对这六大总兵的处罚 是根据他们给的贿赂来定的 这一点 回头我会延长 不过有关吴三桂的一点 我想给陛下详细说说 吴三桂在原本的历史上放进剑奴 做了剑奴的平息王 还勒死了南明皇帝这些事情 崇祯皇帝在记录片中大人看到过 因此呢 对于这个吴三桂那是绝对没有好感的 此时听到张明伟要细说这个吴三桂 便更为关注地听着 这个吴三桂之所以不惜重金 想免罪调任山海关 就是因为他们吴祖两家的实力大损 而锦州一丢 宁远孤悬于山海关之外 如果剑奴再用对付锦州的招数围成大员 那宁远必定陷落 吴三桂是怕的 才想着放弃他的老巢 而转到安全的山海关来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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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在吏部 更是连吏部尚书这样的高官 都为此挨了停诈 还逃不过被罢官的下场 看完了这些舆论焦点 张明伟放下这些资料 沉吟了片刻之后 便抬头对垂手立在面前的蓝天宝说道 就这么短的时间 你收集到的资料 分门别类的处理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小人只是遵照老爷吩咐做事而已 张明伟听了 忽然笑了笑 这个蓝天宝毕竟是读过书的 做事什么的都是有章场 比起一般人那绝对是好用 毕竟哪怕是他吩咐下去的事情 可要想做好 也是要有能耐才行的 这么想着 张明伟忽然严肃了起来 你的才能 我大概心里有数 我有心想让你执掌北镇抚司 替我平日里监察百官 但是就目前来说 你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功能 如果我直接就任命你的话 也是说不过去 蓝天宝听得非常意外 要知道 在锦衣卫衙门中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北镇抚司的 执掌的北镇抚 算是锦衣卫中的第二号人物 而不是那些指挥同志 有的时候呢 甚至能直接觐见皇帝 奏报监察百官的事情 这么重要的一个职位 蓝天宝再怎么想 那也是没想过的 感受到张明伟对他的看重 他一听之下 便激动地连忙说道 小人全家受老爷活命之恩 能为老爷做事 就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小人不需要什么官职 但只要老爷交代下来的 小人定当竭尽所能去做 目前大明最大的敌人 除了关外剑奴之外 就是关内两股最大的流贼 李自成和张献忠 这其中呢 李自成所部将会在五月份 再次攻打开封城 这是第三次呢 很可能会被打下来 开封这一战 对大明非常重视 我想要你去投靠李自成 以你读书人的才学 在他们那边 肯定会受到重视 你且去潜伏 等他日和李自成所部决战之时 再发挥你的作用 助朝廷成功评判 如何 当然 这个事情非常危险 我不想勉强你 考虑清楚之后再回答我 如果成功 以这样的功劳 我可以名正言顺地 让你执掌北镇服司 本来呢 张明伟以为他这么强调之后 蓝天宝会考虑一下再回答的 结果没想到 蓝天宝几乎就在他说完话之后 就立刻回答他 老爷吩咐下来的是 小人定当竭尽所能去做 明天就走嘛 张明伟之所以提出来 当然是希望对方能答应 此时见到蓝天宝毫不犹豫地答应 他当然也是满意的 你准备一下 也陪陪你爹娘 后天走吧 对于后世人来说 已经有无数的历史证明了情报战的重要性 张明伟喜欢历史 当然知道这一点 穿越之后 处理房山那边的事情时 情报先行的做事方式也让他确切受益 很自然的 他既然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当然是要未雨绸缪 事先布局一番 而且在他看来 蓝天宝也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读过书 受官府的迫害 逃亡精师都差点一家饿死 很天然的 都不用撒谎 就有了赢得贼人信任的可能 最为关键的是 贼人中缺的就是读书人 特别是有能耐的读书人 如果李自成遇到他的话 张明伟相信 就连宋献册那样的货色 都能成为李自成身边重要的谋士文官 蓝天宝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这一点 他通过这段时间对蓝天宝的考察 还是有信心的 如今呢 这个事情确定了下来 张明伟便又基于自己 对敌后潜伏的一些见识 和蓝天宝做了沟通 一直聊了将近一个时辰之后 才算结束 在他们聊天过程中 朱美错从皇宫回来 一直在边上静静地听着 等到他们聊天结束 蓝天宝走了之后 他才有点惊讶地对张明伟说道 先生 这样也可以啊 很显然 朱美错受限于年龄和阅历等等 自然比不过后世的人 有那么多电影电视剧 潜伏狄特剧什么的可以看 对于这种敌后工作的认识 还是存在不足的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叫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百五十七集 张明伟听着 点点头 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关心地问起 周皇后的情况 朱美错一听 便有点感激地说道 母后很伤心 不过我也能感觉到 母后的心结解开了不少 周葵的遭遇 张明伟也只能喝喝的 也就这样吧 多谈都是浪费口水 于是呢 在朱美错的帮助下 又开始处理白天茶朝 成国功夫的成果 还有那些朱唇尘党语的等等 夜色深的 不过今天的事情实在太大 虽然表面上看 只是处置的那些人而已 可实际上 有更多的人都牵扯其中 这不 在一座深宅大院内 有一人就愁眉苦脸的 背着手来回走动 显然很是烦恼 老爷 要不把那送出去的钱要回来 你以为我是在赢那八万两银子吗 那老仆一听 稍微有点意外 八万两银子呀 外加古丸字画 至少十万以上的价值 老爷竟然说不在意 不是不在意那些钱 相比那些钱来说 更重要的是我儿的前程啊 啊 不会吧 少爷可是宁元总兵 难不成朝廷还能怎么的 皇上一向以来 不都是很看重的吗 没错 这里是吴府 这个老爷呢 就是吴三桂的爹 吴湘 有多看重 有比那个新国公还看重吗 我儿和剑奴拼死拼活 你看有风诀吗 人家还是一口气就是国公啊 那肯定是不能比了 老爷 少爷肯定不会有事的 虽然那陈心甲已经被罢官免职 没人替少爷说话了 但是 这一次可不止少爷一个人 而是六大纵兵啊 朝廷肯定会有顾忌 不敢乱来的吧 唉 如果是以往 我肯定是有把握的 可你看看 自从这个新国公突然冒出来之后 哪个事情不是出乎意料 有什么事情 是他不敢乱来的 你看啊 忽然不顾忌 京师多少权贵 有趁机买奴仆的 一张告示 就要求所有人退还那些贱民 除了他 还有谁会这么做呀 还有 王德化 王之心他们 哪个不是位高权重 可不也是他一张嘴 就把他们都给杀了 什么时候有手软过呀 那个洛阳兴 朱淳辰也都是 隔一个月前 告诉你这些人 会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丧命 你信吗 也不知道这一次 他会怎么对付我儿他们呢 和吴湘一样担心着的人 京师之中还有很多 这不 原兵部尚书陈新家 虽然已经是深夜 却毫无睡意 通过开着的窗户 仰头看着夜空中挂着的一轮冷月 时不时的还传来一声长嘘短叹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房子里终于响起了一个恼怒的女生 老燕 你光担心有什么用啊 长嘘短叹的 再这么下去 你还没丑死 奴家就被你给冻死了 陈新家听到 又是长他那一口气 终于伸手关了窗户 转头看向床上那人 他的爱妻 意气消沉地说道 唉 等回头锦衣卫来查 你说 怎么躲得过去呢 老爷你也真是的 这有什么发愁的 嗯 躲不过去 就别躲呗 拿钱砸便是 无非是钱多钱少而已 你懂什么呀 这个锦衣卫指挥师 又不是一个贪钱的人 你难道没听过吗 前阵子他还把皇上赏他的银子 全都捐给了那些难民之用 这女人听了 一边贴心地替陈新家除去外衣 服侍他躺下 一边开口说道 他之前这么做 无非是为了个名声 难道皇上知道了之后 还能亏待他 为妖殖名的事 陈新家不是没想过 但他总感觉 这个张明伟好像真不是怎么在以前的 之前不是没人给他送过礼 可他一转手 就都拿去花在了难民身上 他把这个意思一说 那个女人顿时一声不谢 随后趴在陈新家的怀里问他 当官不就是为了发财 奴家就不信了 这世上有不爱昏星的猫 如今他已得圣宠 又把你们这些嫉妒他眼红的人都给扳倒了 接下来自然是该享受了 俗话说得好 有钱能使鬼推磨 老爷只要用钱砸 奴家就不信了 他凭什么会咬着老爷不放 如果他真的是咬着老爷不放的 那就是钱不够 老爷只要舍得砸钱 再表示依附他 以他马首是瞻 那他有什么理由不放过老爷 说不定老爷不但能官复原职 甚至还能更进一步 也未必可知呢 听到这话 陈新家不由得眼睛一亮 对他来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 他是绝对认可的 毕竟他平时也是大肆收取孝敬 总会认为别人也是差不多的 在原本的历史上 他被关入大牢之后 也是拿出大笔的钱财 收买御史廖国林 杨芝琪等人为他说话 此时呢 他听了爱妾的一番话 除了认同之外 还眼睛一亮 对了 之前的时候 总感觉这个新国公会触犯自己的利益 因此就想着弹劾他 扳倒他 如今要是换过来 而是去巴结他 能为他所用 当他的一条狗 总不可能还要喊打喊杀的吧 这思路的转变 让陈新家终于觉得不再迷茫了 心情顿时就好了不少 可是呢 一想起要拿大笔的钱去扭转和新国公的关系 他立刻就觉得心疼不已啊 于是呢 他便拍了下怀中人的后背 有点不满地说道 为何值钱不说 要是早点投过去 估计都不用花银子了 值钱的时候 谁知道这位新国公 竟然会如此得宠啊 听到这话 陈新家不由的心中又嫉妒起来 谁说不是呢 类似有陈新家这样想法的人 整个京师中绝对是有意些的 不过还没等他们行动起来 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消息传开了 什么 原户部几时钟左茂地 竟然当了吏部尚书 这怎么可能呢 是啊 这是一步登天呢 这升官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58集 这有什么 告诉你们 原长沙之府赌印西 更是封为文渊阁大学室入阁了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赌印西是什么人 听都没听过 竟然入阁了 总之呢 左茂地和赌印西的事情一传开 大明京师官场上 一开始全都不信 毕竟像这样一步登天的升官速度 整个大明朝又能有几个人呢 真的 这事说出去谁信呢 然而呢 他们求证之后 很快便证实这都是真事 这一下 京师官场上就炸了 特别是昨天还有一大群官员被一起罢免 今天有人的官位就是一步登天 简直就是两个极端的 放在一起对比 更是刺激无比啊 很自然的 很多人在证实消息之后 都是非常嫉妒左茂地和赌印西两人 所谓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就在背后议论 这两人的任命都是终止 竟然还都接纸了 真是没骨气 不过更多的人 感觉这两人如此诡异的升官 必定是有什么原因 就纷纷打听了起来 事实上 也不用费多少劲 他们很快就打听出来了 原因无他呀 就只是因为 他们是新国公向皇上举荐的 这一下 很多人都明白了 看看 和新国公作对的 不管是什么人 全都会丢官去职 而那些投靠新国公的 看到了没有 直接就是吏部尚书 还有内阁府城的待遇 不用说了 认识到这一点 而官场上又最是势力 那些之前因为各种原因 或者不在 或者干其他事情 或者官位不够 没有参与弹劾张明伟的人 就最先行动起来 拿着礼物前去拜访新国公 试图投靠 很快的呀 就连那些弹劾过张明伟的 也假装自己没有弹劾过 舔着脸去凑热闹 试图认个祖宗啊 一时之间 新国公府 便一下又门庭弱势起来 张明伟还在忙着 查抽抓人 又要和皇帝等人商量 经营重建的事情 冷不丁地听到 蓝地宝过来衙门禀告 有好多人送礼的事情后 稍微愣了下 心中想着 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抓贪污受贿的吗 回过神了 其实也无所谓了 他们想送就送了 反正自己这边有昆星公主在 就让他去收礼记账便是 毕竟呢 谁嫌银子多呀 这送上门来的银子 不收白不收啊 于是那些送礼上门的人压根就没见到新国公 但是他们送的礼确实收下来 之前的时候也有过这么一次 有的人就开始患得患失的 既心疼这个钱 又担心这个钱没起到效果 就这么的 两天之后 忽然又有消息传出来 永卫营副将周玉吉 平定防山贼乱有功 抓捕朱淳辰逆贼 接管京营同样有功 冲任总兵官 挂平贼将军业 也就是军职上成为一方总兵 另外呢 还封决中贞伯 至于永卫营其他有关将士 也全都得到了提拔 对于周玉吉升任总兵 其实并没有多少意外 可是呢 还被封了中贞伯 那这事就稀罕了 永卫营中最为有名的 就是先一步成为总兵的孙颖元和黄德公 如今他们两人都领兵在外 征战沙场 不过并没有爵位 而次玉等的周玉吉 虽然也有不少战功 但比起来 肯定没有孙颖元和黄德公的 平定防山贼乱 那算哪门子的功劳啊 真正拿得出手的 其实就是抓捕朱淳辰呢 可是这个事情 要是换成其他两位总兵来做 也一样没问题 于是很快的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得到一个结论 因为周玉吉和新国公走得近 所以才得了这个好处 这么一来 顿时不少还在观望的人 就全都不在观望了 原本还舍不得拿钱砸的 也不管了 总之呢 就是要砸得让新国公同意 能为其门下走狗不可 然而呢 他们却没想过 刘宗舟到后来 一直为新国公说话 不还是左都御使 有没有升官 如果说他的官位已经够高 那么方一致和黄宗熙呢 这是新国公的真正学生 不也没有什么风赏吗 当然 有关方一致和黄宗熙两人 和张明伟的关系 目前还只有很少人知道而已 但是啊 崇祯皇帝知道 还真别说呀 崇祯皇帝就曾向张明伟提过 他的学生肯定是不错的 要不给他们封个什么官 对此呢 张明伟拒绝了 意思是 让他们安心做学问 等到军事上理顺 天下不是那么危急的 再来重点关注他们 正在研究的东西好了 至于周玉吉封爵的真正原因 其实还是两次刺客 试图行刺张明伟的时候 没有让他们得逞 加上平日都要靠他们夫妻俩 保护张明伟和昆心公主 崇祯皇帝拿出一个伯爵的风赏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崇祯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左应选接纸回京 崇祯皇帝立刻通知张明伟 一番沟通之后 便于三月二十二日 张明伟领三千勇卫营 由周玉吉为主将 浩浩荡荡地开往山海关 虽然新国公的这次出京 朝堂上并没有任何消息 但是 所有人在知道 目的地是山海关之后 就肯定 这是去收拾松锦之战残局的 这么一来 很多人都好奇的 大明的官员 不管多优秀 可只要沾上辽东 去对付剑奴的话 最终的结果都不好 最近的前车之剑 就有一个红城仇 他在出任济辽总督之前 从陕西不正式参政的职位 开始叫贼 可以说是所向无敌 杀得流贼文风丧胆 从而也让他平步青云 沿随巡抚 三边总督等等 然而 等他当了纪辽总督之后 就再没有什么战绩 最后更是导致松锦之败 把大明主力败了个精光了 如今 新国公在官场上 比起红城仇来说 就更是奇迹了 他去山海关 能行吗 还有啊 现在官外的情况怎么样呢 新国公又会怎么样 收拾官外的残局呢 按照他在京师的表现看 那完全可以说是嫉恶如仇 凡贪赃枉法之徒 贪莫军饷之人 全都是要收拾的 虽然在京师最近几天 好像新国公府也在手里 有点变呢 但是 他会怎么对付逃跑的六大总兵呢 这真的是很好奇啊 京师上下 不但对于新国公此去山海关 到底能不能平安归来 甚至还有不少人对青天 还能不能保持青天本色 都有了一个疑问 当永卫营军队远去之时 城门这边 有一群人抬着两顶轿子 落在路边 从其中一顶轿子里 钻出了一个胖子 遥望着远处永卫营的背影 不由得连连叹息了 哎呀 还是来晚了一步呀 是啊老爷 谁能想到新国公会不声不响的又出京呢 他身边的家丁 讨好的父侯 这胖子听了 心中却知道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 还是自己有点舍不得呀 这么想着 他转身走向另外一顶轿子 柔声对里面的人说道 新国公已经走远了 我们还是先回府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59集 说完之后 没听到轿子里有动静 便伸手过去 掀起轿子上的窗帘看了一下 就见里面坐着一个年轻女子 相貌之美 让看多了美人的她 还是失神了一会儿 这个女人 可是她在知道女儿重病之后 为了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甚至更进一步 用重金从江南搜罗来的 原本是想着 万一女儿没了 就把这个干女儿送进宫去代替 结果没想到 她女儿竟然康复了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新国公的原因 甚至还有她那个亲外孙之死 也是被新国公查到凶手的 这么一来 她就没有必要把这个干女儿 送进宫去了 又知道了新国公如今如日中天 便想着去巴结 很自然的 这个干女儿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只是有点舍不得 犹豫了几天 没想到新国公竟然就出京了 如果按照原本的历史上发展 她女儿死了后 这干女儿想送进宫去 但崇祯皇帝没要 她就转手霸解当时 如日中天的吴三桂 约了吴三桂到府上看戏 一下便成了 也因此呢 在野史上 据说她这个干女儿 惹出了无数的风波 此时呢 她看到这个干女儿 表面好像波澜平静 其实还是被她给看出了一丝失望 不由的心中有点吃醋 但是又有什么法子呢 这个女人 她花钱买来的 却是不能碰的 这么想着 她便放下帘子 走走走 大道回府 老爷我 还要再多听她唱几个曲呢 对于新国公的突然离京 京师这边议论纷纷 而在山海关那边 自然也有京师这边的人马 快马加鞭 日夜兼程跑去通风报信的 这么一来 山海关这边 大小兵头 只要开口 必然就是这个 新晋崛起的朝堂新贵 这吧 在山海关中的一座 深宅大院内 有六个人齐聚一堂 正在说着话 长伯 你家都在京师 消息最是灵通 你说 这个新国公 领着永卫营跑来山海关 会怎么处置我们 是啊 我这心里都没底 说起来真是倒霉 为了这次的事情 给那个陈新贾送了那么重的礼 结果我们的事情还没有个结果 他倒是丢官去职的 谁说不是呢 早知道的话就不送给他了 是啊 我这边都还在凑钱 给新任兵部尚书再送一份 但是 没等到新任兵部尚书的消息 却等来了这个新国公 这没准备好的 可怎么办好呀 呵呵呵 你们那就是心急 要我说呀 送这个钱干什么 如今朝廷官军中 官内官外 多少人撤兵有被处置的呢 你胆肥 我告诉你 你这个逃跑将军 一次两次没事 可夜路走多了 呵呵 你说什么 你敢咒我 咒你 我这是实话实说而已 你敢说你不是逃跑将军 崇祯十一年的时候 谁跑了 说着说着 大唐内就吵了起来 不用说呀 这六位 就是在松锦之战中 逃得性命 等待朝廷发落的 那六位总兵了 坐在主位的那个 年纪看着在这六个人中最小 且保养得也不错 一看就是富贵出身 此时呢 有点听不下去了 便咳嗽了几声 终于让大唐内稍微安静了下来 这个人 就是宁元总兵吴三贵了 虽然六个人都是全军覆没 可要论其底子来 自然是吴三贵的底子最为雄厚 这不 就连山海关这里的房产 也属他的最大 看到他们安静了下来 吴三贵便开口说道 我父亲确实刚有消息传来 说句实话 这个新国公得宠 我大明朝无人能出其左右 这一点是肯定的 如果我们能过新国公这一关 那就肯定没事 说不定被他看上的话 虔诚可期 真的 长伯 你快说说这个新国公 听着这爵位的名字 就知道皇上对他有多重信 可惜我在京师那边没什么人脉 不了解情况呀 吴三贵听了 转头看了眼说话的大同总兵王浦 心中其实有点鄙视 不想和这个王浦多说话 但是如今六个人同命运 不止王浦 其他人也在关注 他便回答 新国公 是从月初突然在大明官场上出现的 最开始的官职日 是京畿之地难民安置时 一开始就赐了上方剑 亡命棋牌的 随后呢 因为安置难民有功 皇上便封了他为新国公 六大总兵中其实不止王浦 包括其他几个人 对京师还真没有吴三贵熟悉 因此都在认真听着 只是一个开头就已经经到他们了 这新国公在官场上的起点真高呀 估计除了太子都没谁了吧 当时首府周彦如 对新国公有意见 便被皇帝给下了诏狱 现在都还关在那里 锦衣卫指挥是洛阳姓 试图干掉他 结果失手而赔了性命 原死里见掌印太监 兼东厂提督王德华 原御马见掌印太监王芝西 甚至还有周皇后的亲弟弟 太子的亲舅舅 吴三贵把有关张明伟的事情 大概都说了一遍 说得再听的其他五个总兵 那是瞠目结舌呀 他们脸上的那羡慕嫉妒恨 怎么掩盖都掩盖不住 他们长这么大 还从没有见过 甚至是连听都没听过 竟然有这样一个人 能如此受皇帝宠击 每一件事 要是以前说出来 他们都难以置信 可偏偏这么多难以置信的事情 全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了 吴三贵说到最后 看着其他五个人 带着一点羡慕 被新国公看中的人呢 都是飞黄腾达了 新任俯臣赌印西 新任吏部尚书左茂地 这些人以前算什么 就是因为新国公举荐 才有了今天 这和我们武将关系不大的话 就说周玉吉好了 钟真伯 诸位 钟真伯呀 大明的爵位 要一直到崇祯朝的最后一年 才会多起来 到了南明时代 就更是泛难了 不过此时呢 还是很稀罕的 在座的这六个人 都已经是军职最高的总兵了 他们最想要的 当然也就是封爵了 因此呢 听到周玉吉 就是八戒上的新国公 就得了一个爵位 那真的是相当羡慕呀 在听吴三桂说完之后 秘云总兵唐通 一拍他的大腿 站起来着急地说道 哎呀 我手头已经没钱了 我得立刻去凑签 诸位 告辞 其他几个人一听 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也连忙站起来告辞 甚至就连王浦 这个吝啬出名的 也是激动地站起来 向外走了几步之后 忽然停住 对吴三桂说道 我回大同取钱太远了 要不 常伯兄借我一点 明明比吴三桂的年纪要大 为了借钱 都自愿当个弟弟了 我哪有那么多钱财 吴三桂当然不肯的 自己之前已经大出血了一次 这次还不知道送多少 才能打动新国公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一 一百六十集 然而 王浦竟然不肯罢休 还想纠缠 最终吴三桂甩袖走人 才摆脱了他的纠缠 吴三桂之所以对这几个总兵 透露了这个消息 其实也是有一点不敢肯定 万一新国公要是不贪财的话 其他人不送 就他送了 拿他开刀怎么办呢 因此呢 大家一起送礼 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点 然后见机行事 看看新国公是怎么样一个人 然后决定 是不是偷偷再送一份大礼 这就是他的打算 也是吴湘的想法 终于啊 这一日 张明伟到达了山海关 如今的山海关呢 纪辽总督洪成筹兵败被俘 人已经不在了 剩下最大的关就是两个巡抚 其中辽东巡抚管着山海关之外 到锦州的这块区域 现任辽东巡抚 是在二月份刚上任的范志丸 目前还在宁远 另外一个巡抚呢 是在崇祯四年的时候 从顺天巡抚 天津巡抚中分离出 全衔称巡抚山海 永平等处地方 暂立军务 辖区包括永平府 以及山海关附近等地的山永巡抚 张明伟的到来 是山永巡抚 朱国栋 领着吴三桂等逃回来的将领 一起迎接的 按理来说呢 巡抚也算是钦差 代表皇命的 可是呢 张明伟却是锦衣卫指挥士 新国公爵位 手中还有上方剑 亡命棋牌什么的 因此呀 朱国栋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 见着张明伟就很自觉地 以剑上官的礼节参见 对于他呢 张明伟倒没什么特别关注 而是把目光转向了他身后的那几个总兵 在朱国东自我介绍之后 吴三桂便立刻恭敬地单膝跪地道 最将宁远总兵吴三桂 见过国公也 其他几个人也都非常老实 跟着吴三桂一起抱着自己的名参见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骑马实践 张明伟已经有点习惯这古代的交通攻击了 坐在马上显得很自然 低头打量着这几个总兵 特别是吴三桂 很是盯了几眼 然后才点点头 态度不显不淡地摁了一声 随后呢 他才转头看向朱国栋 皇上没我前来处理这里的事务 还请朱忠诚给我详细说说吧 朱国东听了 心中稍微有点诧异 不是传闻这位国公非常嚣张的吗 可这说话好像感觉还可以 虽然是这么想着 他也不敢就大意了 连忙恭敬地迎着张明伟入山海关 同时给张明伟说了 国公不知啊 此次大战 将士们打得真是尽力的 无奈陈本兵来信催促 仓促出兵 以至原本就不多的粮草被断 导致共亏一亏 唉 听到这话 本来在看着前方的张明伟 不由地转头看了一眼 在他身后侧的朱国栋 心中想着 这是开始推卸责任呢 后世时候 他一直是写崇祯前期的历史 最晚呢 那也只是到了崇祯十一年而已 说真的 对于崇祯十五年后的这些事情 因为没有刻意查过 还真不是很了解 也是如此 在他和崇祯皇帝商量这边的事情时 最终还是让他到山海关来看着办 而不是在京师就有定下的具体的处置意见 朱国栋看到张明伟的反应 便连忙又解释道 真的 国公要是不信 可随便查下 将士们真的是尽力的 虽说这一战 我们是败了 但剑奴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 张明伟只是转头看了他一眼 就又转回头 也不发表自己的看法 就任由朱国栋在那边说话 吴三桂等人就跟在后面 看着前面两位 确切地说呀 是张明伟的背影 心中都是有点忐忑 用心观察 想知道这位国公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然而呢 一直到张明伟住进了纪辽总督府 他们也没看出个什么来 天色已晚 国公一路劳顿 他们也不敢打扰 就都散去了 山海关的房屋 便立刻由周玉吉带着的永卫营接管了 而在钦差行员 也就是原纪辽总督府内 虽然简单收拾了一下 可还是能看到一些红橙筹的东西 对此呢 张明伟也没在意 而是召集了一些人在说事 就见他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说的 现在你的身份还没有公布 就先多走走 了解一下情况 下官明白 这个老头精神很好 立刻钟气十足地领命他 张明伟接着看向站在他后面的颜影员 同样吩咐他道 你也一样 尽快熟悉这里 有什么想法可以随时和我说 末将遵命 张明伟点点头 随后拿起暗机上的一叠资料 对面前的几个人说 这是山永巡府送过来的 有关这次松井之战的资料 你们都看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颜应元等人 包括一直没有说话的昆星公主听的 都是答应一声 然后就分了手头资料 全都看了一遍之后 便由朱美冲给靠在椅背上的张明伟讲解了起来 去年五月 五军杀鲁齐都尉淡代 参领张库善 三等侍卫薄朔代 又七月 杀奴求多尔滚下护军参领 绝罗兰泰 蜀护军参领温茶 八至十二月 杀参领阿弗尼 灰兰 温茶以及启新郎麦徒 后又斩杀正皇旗左领张古力 念了好久 朱美冲才算是念外 然后把整理好的资料 又放回到张明伟面前的暗机上 对他说道 有功之将 接在后面游戏 我怎么听得 好像剑奴大败了一样 你看 剑奴的高级将领死了多少 光是都统 护军统领之类的 都死了有四五个吧 听到他这话 颜应援却并没有附和 而是向张明伟说道 大人 末将以为 这些都是有名有姓 该是不可能有家 要不然 回头这些人又冒出来了 岂不是谎报军功吗 听到这话 张明伟点了点头 说的也有道理 可为什么 自己在后世的印象中 就好像剑奴非常能打 对上明俊 赢得不要太轻松 就好像是那种切瓜砍菜一样 就比如这次的松锦之战 就是剑奴大胜 明军主力 全军覆摸 任谁看的 都觉得明军真是一群猪 剑奴有多么的厉害 疑惑些 张明伟转念意象 就又有了发现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重真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61集 这个松锦之战 剑奴八旗 包括他们的附属军队 全部出动不说 就是黄太极 这个胖子也亲自上阵的 如果剑奴真能轻松的话 有必要来这么多人吗 如此一来 那结论就只有一个 历史是胜利者所写 他正在想着 就听颜应援又对他说道 大人 末将感觉 这些战果应该都是真的 但是属于谁的战功 却未必是真的 还有 这些资料中 全然没有此次战败 职责方面的消息 都是战果呀 身边带了一个专业的 果然是好事啊 张明伟很满意地 向颜应援点了点头 好 我有数了 他正说到这里 就见门口过来一个锦衣卫 校尉向他禀告道 大人 大同总兵王浦在外求见 这都天黑多久了 还跑来找自己 他一个人 就他一个人 张明伟听了 有点好奇 这是想告密 还是想干啥呢 那就让他进来 看看他要说什么吧 山海关城头上 钟贞伯周玉吉 巡查完了岗哨之后 仰头看着天上的一轮冷月 正不知道在想什么事 就听得有动静 一看 却发现是宁援总兵 重贞伯还真是勤勉呢 这么晚了还不去睡 周玉吉听了 只是点点头 却没有说话 吴三桂感觉有点无趣 要是可以的话 不搭理就拉倒 可此时呢 他还是继续保持着笑容 重贞伯是锦州卫人吧 说起来 我们也算是老乡 都是自己人呢 我们辽东终于又出了个博学呀 哎呀 老乡脸上都有光啊 可喜可贺呀 这一次 周玉吉连点头都不点了 只是看着他 不鲜不淡地说道 你是特意来找我的吗 有什么事 当然是来恭贺老乡风诀 光宗耀祖啊 小小贺里一点意思 周玉吉见了便伸手接了过去 借助身边亲卫的火把 看清了是一张一千两的银票 一千两银票 你说多吗 肯定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 你要说少呢 绝对是不算少的 周玉吉看清之后 收入自己的怀里 然后还是不嫌不淡地问道 还有事吗 吴三桂一听啊 真想把银票抢回来 然后掉头就走 努力平复了下心情 吴三桂继续保持着尴尬的笑容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有点仰慕新国公 想跟着新国公多学点东西 哎呀 直接去找国公的话 又怕有点疼苦 就想先来和钟真伯唠唠嗑而已 听到这话 周玉吉不由得睁大的眼睛 看了他一眼 随后摇头说道 我没空 吴三桂一听 顿时心中一怒啊 收了钱竟然还不肯帮忙 然而他又很明白 生气就有什么用啊 眼下最要紧的 还是先巴结上新国公 脱罪再说呀 因此 他没敢表现出心中的怒气 但这种事情做的还是少 没有他爹那么自然 脸上多少有点尴尬之色了 正在这时 就听周玉吉对他说道 国公人很好的 你有什么想法 不妨直接去找国公便是 那不是废话吗 国公对你来说 当然是人很好的了 吴三桂一听 心中简直无语了 不过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他也不好再继续纠缠周玉吉 便只好告辞了 抬头看看月色 吴三桂心中又有点担心 如果明天天亮了之后 新国公升堂做出决断的话 不处罚自己还好 如果处罚的话 那就晚了呀 这么想着 他便往钦差行员那边过去 心中琢磨着 要不干脆直接去找新国公算呢 就这么走着 就到了钦差行员所在 不过吴三桂还没下定决心 就看到有一个人 从里面大摇大摆地走出来 有点熟悉 定睛一看 虽然月色不是很明亮 何有灯笼的亮光 还是被他认出来了 于是呢 他立刻绕前几步 等那人离钦差行员远一点的 便拦住他 王普 什么事这么高兴 这个人正是大同总兵王普 见到有人拦他问话 也认出是吴三桂 便得意地说 哼 你不借我钱 我不照样没事的 什么 吴三桂一听这话 顿时大为惊奇 这个逃跑将军 还是第一个逃跑的 都没事的 哼 国公说什么呢 那倒没有 不过国公已经收了我的礼 那不就等于是答应了吗 真的 你送了多少 吴三桂听得惊喜万分 真要是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那就不是事情了 十万两 十万两 你别来消遣我 你哪来的十万两 他是记得清楚 这王普之前还想向他借钱呢 我现在是没有 不过在大同有啊 手头只有五千两 然后打了个欠条给国公 这不就是十万两了吗 什么 给国公打的欠条 怎么 不行吗 我向国公保证的 等我回到大同 就兑现这欠条的钱 说完之后 或许有点烦吴三桂了 他不想再说 竟直走了 吴三桂也没有再去拦他 而是被王普这事给震惊了 心中还在想着这事 给了新国公十万两 其中有九千五万两是欠条 没想到 国公竟然也收了 虽然没有当场给出承诺 但收了钱 其实就已经说明什么了 吴三桂想到这里 就有点兴奋了起来 新国公刚到山海关 并没有立刻喊打喊杀 也没有拿人 如今想来 这是代价而孤啊 这次松锦之战的罪责 反正说起来 都可以推到红成仇和陈欣甲身上去 而自己这些总兵 朝廷总要继续用的吧 不可能有多重的处罚 最多是杀鸡害猴 拿一个人开刀就了不起了 如此一来 谁会是那个倒霉鬼呢 吴三桂心中如此想着 立刻便知道 要说起罪责最大的 肯定是仙陶跑的王谱 他还有前科呀 不过他花了十万买平安 那自己最好是和他一样 或者再多点 如此一来 同等条件下 就自然还是公事公办呢 这么想着 吴三桂心中便有了决定 立刻回转自己福利去取钱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调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62集 第二天 钦差行员没有一点动静 这太阳都升得老高了 可听说那新国公都还没起床呢 上上下下 全都关注着钦差行员的 见此情况 有人高兴 也有人失望 私底下都在议论纷纷的 看来这个新国公 和以前的那些 都是一个货色 哎 是啊 一开始听说这个新国公 好像是个清官 还以为来了山海关之后 必定得立风行 惩治那些人呢 结果倒好 没有一点动静 十几万人呢 死得死 降得降 真是没有一点意义 你们不知道吗 据说呀 已经有人往 钦差行员里面送钱呢 哎 想让当官的给我们主持公道 那是做梦啊 朝中那些大人 都是见钱眼开的货 原本明军这边 就因为吃了一个大败杖 丢掉了锦州等地 而士气低落 如今等到朝廷钦差到了之后 发现并没有什么座位 这让他们的士气 就更低落了 而那些当官的 特别是官职级别比较高的 在这次战事中负有责任的 反而是兴奋的 真是吓死了 之前听说这位国公爷 那是六亲不认的 幸好还认识孔方兄 这下晚了 想来也是 如今哪个当官的 不是为了钱呢 朝堂上做事情 都是明码标价的 难道这个新国公 还能好到哪里去吗 对呀 一开始我听到传言 还真是吓得一跳 如今想来 其实还是借着 诚挚贪腐的名头 再排出一击而已 到傍晚时分呢 张明伟也没召开会议 甚至连钦差行员 都没有走出去一步 不过呢 对于外面的那些议论 他却清楚得很 对此呢 他一点都不介意 此时呢 他就坐在那儿 和自己的几个心腹开会 看到没有 这时候的军头 都是有钱呢 张明伟从朱美厕手中 接过一张纸 看着上面记录的文字 给他们演道 吴三桂送来了十一万两 加上给老周的一千两 这就花了他十一万一千两银子 还有这个王谱 更是高效 竟然还给我打白条 这六个总兵都送来了钱 其中以吴三桂最多 不过他的要求也是最多 还是想让我 把他调到山海关当总兵 这和陈欣甲之前所说一致 这么急着想换 看来是怕宁远 成为第二个锦州啊 其他人听了都没有回答 这种事情 其实并不算什么稀罕事 可说出来都是羞愧 这六个总兵中 有从刘贼昭安过来的 也有借着家里的关系上位的 还有凭着军功一步步升上来的 对于他们以前的战绩 就只有这个王谱 他只是冷笑了 实在是这个王谱 压根就没有拿得出手的战绩 反而屡次逃跑 之前最为严重的一次 就是重甄十一年 随卢相声抗击剑奴的时候 这货就临阵逃脱了 如今这一次的松锦之战 传闻又是这货第一个逃跑 引发了连锁反应 其他五个总兵也跟着逃跑 唯独曹辩椒他们保着红城仇不退 最终又被叛徒出卖 开了城门 但曹辩椒还是宁死不下 等张明伟说得差不多了 颜应元便一抱全说道 大人 末将今日去外面走了一圈 军中士气很是低落 人心惶惶 很多人都担心剑奴会打过来 虽然辽东巡抚 在宁元抢出城池 又去修绝华岛 但是 没有多少人看好宁元那边 能防住剑奴 而且 而且 而且什么 不要吞吞吐吐的 有什么尽管说来便是 而且末将感觉到 如果不是这里的人 都和剑奴有血海深仇 恐怕很多人都想投过去了 至少在剑奴那边 立下军功 总能得起好处 而在这边 就连吃饱饭都是问题 大人 要是不改变这种情况的话 上海关迟早沦陷的 此次战事 吴总兵全军覆没 逃回来之后 又再招兵埋马 给出的承诺 只是答应吃饱饭 就已经又拉起了不少人呢 是啊 大人 这个时候 特别是如此大败之下 再不改变这种状况 人心军心便都散了 下官今日也在外面转了一圈 还出了上海关看了看 各猥琐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锦州一时宁远便是前线 军户们都无心填地了 都说就算中了也只会便宜剑奴 如此一来 粮食问题又会是一个大问题啊 张明伟听了 并没有说话 只是听着他们把剑文都说出来 一直到最后才点点头说道 好 对于山海关这边的情况 基本上算是有数了 再继续观察也没有必要 真要是人心散了 队伍就不好带了 明天开始 就按之前我说的开始做吧 听到他有了决断 在场的几个人便立刻严肃地回应 遵命 次日 山海关这边游击以上将领 包括山永巡抚在内 全都收到钦差行员的通知 让他们过去一时 对此呢 一众人等便知道 新国公到了山海关几日 应该是看着钱收得差不多了 所以要对松锦之战的结果做个了结了吧 反正新国公收了钱 让他们也是安心 不管是王浦还是吴三桂 又或者其他人 全都欣然前往 然而 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进了钦差行员的大堂之后 新国公并没有出现 反而是钟真伯周玉吉 带着一大群勇卫营将士 把门给堵了 一看这情况不对 吴三桂便立刻大声问道 钟真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国公爷呢 我要见国公爷 王浦以他早已练出来的 对危险的敏锐 立刻感觉到不妙 也马上嚷道 其他将领当然也是惊举交加 纷纷贺问了起来 说实话呀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有担心的 毕竟战败了 是要追责的 不过他们再怎么担心 也没想过是喊打喊杀的那种 总不能朝廷一口气 要杀六个总兵吧 粮草被断 败局已定 不逃就是死 再说了 关内的左梁玉 还有秦军中的贺人龙 哪个没跑过几回的 一样坑死了总督 不照样没事吗 依旧还好好的当着他们的总兵呢 当然 如果手中有兵的话 底气会足一些 但这会儿都是全军覆没 除了吴三贵的老巢是宁远 因此只身逃回 依旧能很快拉起一只人马 至于其他人 还得回驻地才行 所以啊 多少都有点担心 但是他们没想到 好像新国公 并没有那种兴师问罪的样子 到了后来呢 新国公还收了他们的钱 那就把玄者的心放到了肚子里 结果突然之间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之吊崇祯面前 作者 教天 演播 小白有戏 第163集 这一下 很多人就想不明白了 为什么呀 这钱都收了 怎么看着好像要翻脸了呢 这次松锦之战的经过 你们全都如实重新写下来 谎报军情 最佳一等 你们自己看着办 周玉吉说完之后 一对锦衣卫拿着纸笔 端着桌椅进来 就犹如考场上一样布局 看到这一切 这些五官不由的面面 相去 什么时候 当兵的也要考试的 钟真伯 那本官总可以走吧 山勇巡抚 朱国栋看着这一切 有点不高兴地问道 说完之后 他就想抬腿走人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国公说了 忠诚大人 要行监督之责 防止他们传通 朱国栋一听顿时无语 有你们勇卫营和锦衣卫 在边上看着 谁敢交头接耳来传通啊 很显然是不让他走了 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妙 他便立刻要求道 本官要见国公 周玉吉压根就没理他 转身就走了 他这样子 切得朱国栋指着他的背影 气急败坏地厚道 本官要上奏 要弹劾你藐视本官 贪劾国公 身为一方方将大吏 尽是出身的文官 竟然被一个武夫给藐视的 真的是把他给气坏了 然而呢 周玉吉根本无视他的要挟 消失在大堂门口 这一幕 说真的 让大堂内的这些武将 看得都有点羡慕 就这 有几个人敢这么面对 一方巡抚的 信不信能被巡抚给砍呢 朝堂上都会说砍得好呀 忍着干什么 赶紧给本官写 被朱国栋一声咆哮 这些武将才回过神的 自己好像处境不妙啊 顿时呢 一个个就都愁眉苦脸了起来 不说他们怎么写战事经过了 就在他们关入钦差行员的同时 一队队队锦衣卫飞起而出 出了山海官赶赴各个畏锁 什么 让总旗以上的军官立刻赶往山海关 我没听错吧 国公要补发欠降 真的假的 虽然新晋大败死了那么多 可这欠降真要补上 那得有不少呢 朝廷有那个钱吗 就是 之前不是说国公收了不少钱吗 还能为我们补发欠降 总感觉这是假的呀 虽然有各种怀疑 但是呢 接到通知的卫所 相关人的 还是第一时间赶往山海关的 毕竟能有银子可拿 那就最好不过了 都这么正儿八经的通知 就算不能补权欠降 多少总能给点银子不是吗 带着这样的想法 还真别说呀 从山海关到宁远 两百多里距离的各个卫所 总级以上级别的军官 最多用了两天时间 就全部赶来了 和他们一起赶来的 还有辽东巡抚范志丸 等他们到了山海关之后 便听说了 在山海关这边 尤其以上的将领 全都被国公给扣押在 钦差行园 顿时呢 很多人都闻到了危险的气息 一下冷静了很多 当然了 对于大部分军官来说 那些尤其以上的将领被扣押 和他们并没有多少关系 如果换成以前的话 会担心的比例绝对有高不少 不过如今呢 那些人已经被他们的主将给坑死了 急忙赶回山海关的范志丸 说实话 真是累到了 不过他听到了不少消息 也就顾不得休息 并没有直接去钦差行园 拜见新国公 而是先派人问了之前赶回的军官情况 末将赶到山海关 向钦差行园那报道之后 便按要求登记了所在卫所的人丁 梁田 还有所知的松锦之战情况 范志丸听了 便立刻追问了 那然后呢 真领到签响呢 还没有 说是要核查清楚之后 按真实情况发发 范志丸问了好几个 大概都是等回复 心中有数之后 他便立刻去拜见新国公了 毕竟那是钦差 皇帝宠臣不能脱的 但凡是文官 自然都明白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 更不要说封疆大利的 对朝堂上的事情就更是关心的 因此呢 范志丸大概知道 京师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此也认识到 这位国公到底有多厉害 不过等到他见面的时候 却还是吃了一惊 范志丸没想到 扳倒的司礼舰掌印太监 兼东厂提督 御马舰掌印太监 经营总容陈国公等等的人 竟然如此年轻啊 张明伟却没什么吃惊的 只是问出他关心的问题 如今剑奴的情况怎么样呢 宁元已经成了前线 对于剑奴的情况 当然要问他才最清楚了 本月十五日 锦州总兵祖大寿 已投降剑奴 此战虽然是我们败了 但剑奴损失也不小 且这次他们消耗物资极大 又抢不到东西补充 剑奴已经无力再战 主力回转辽东了 哦 对了 好像奴求的一个宠妃死了 奴求也无心再战 不过这个消息还未尽确认 听到这话 张明伟便想起来了 这个事情是真的 黄太极最喜欢的海澜珠病危 他连松锦之战都顾不得 当然 也可能是认为胜券在握 布局完成之后 就立刻赶回沈阳去了 他在这想着 范志丸还在继续说道 下官为防止剑奴再来 正在准备人力 在宁远城外 再修筑三城 以拱卫宁远 另外 绝华岛也准备重新修筑一番 和宁远互为计较 当多一份保证 这些事情就不用做了 什么 如果不加强防御的话 剑奴再来 若还用攻打锦州之法 该如何处置啊 你修了那么多 难道剑奴来了之后 断了宁远和山海关的联系 你觉得你能撑多久 范志丸听到这话 顿时无言一对 你知不知道 宁远总兵胡三贵 已经千方百计地 想着调到山海关来当总兵 为此 不惜送了重计 十万两啊 范志丸听到这话 顿时又是无语 连这都说出来 真的是毫无顾忌吗 因为胡三贵知道 宁远肯定守不住 因此 他才不得不放弃了 他的老巢 不惜重金 想要调任 听到这话 范志丸不敢去问 有关这钱的事情 就只是问 另外这件事情 敢问国公 那宁远城怎么办 还有诸多猥琐 远非宁远城坚固 他们又怎么办呢 从山海关到宁远的良田 养活了辽东将士 如果宁远城守不住 这些良田又怎么办呢 宁远城守得住吗 守不住 那为什么还要白白浪费 人力物力 去做这个事情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见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